你是个好人 但你给不了我需要的 我们注定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李慕涵 不要再缠着我了 再见 有着天使一般面容的少女 朝着李慕涵鞠了一躬之后 变上了一辆高级跑车的副驾驶位 跑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了 还握着两个田筒发愣的李慕涵 明明一切都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被甩了 还是用的最标准的木板 李慕涵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同时吃着两个田筒 脑子里不断回想着和顾若熙的一切 他和顾若熙算是青梅竹马 就读的也是同一所初中和高中 二人正式确定关系是在高三那年 为了顾若熙 李慕涵甚至拼命学习 最后考上了和顾若熙同一所大学 可就在大学刚开学的第一个月 李慕涵就深切感受到了 自己私当所说的 一旦上了大学 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会变的 因为眼界开拓了 他们会看到 许多自己从未见识到的东西 内心也会接受无数的冲击和诱惑 李慕涵不相信 他觉得顾若熙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才和自己分手 所以这几个月来 李慕涵一直试图挽回这段感情 甚至咬咬牙买下了一串两千块钱的手链 这对于勤工俭学的李慕涵来说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直到今天 他亲眼看到了顾若熙 做上了他所想要的未来 离自己远去 他这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手中这串手链 与顾若熙想要的相去甚远 拖着疲惫的身子 李慕涵回到了出租屋 独自一人在外地读大学的他 为了和顾若熙住在一起 毅然决然租下了这个屋子 但顾若熙只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将自己的行李都搬走了 只留下了空荡荡的房间 一时之间 李慕涵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 叮叮叮 手机铃声响起 李慕涵 今天夜班的小王有事 你来顶一下他的班 是李慕涵打工的24小时超市的老板 虽然爱情没了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下周要交房租了 李慕涵的父母死得很早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向家里人求助之类的事 去洗了个脸 李慕涵去到了超市 还好这天晚上超市人不多 也没人发现 他几乎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凌晨五点 从超市出来的李慕涵 发现天空下起了雨 他撑着伞 拖着疲惫的身体朝家走去 可在路过离家不远的公园的时候 李慕涵突然发现了 坐在公园秋千上没有撑伞的少女 下月 李慕涵知道这名少女 他在自己所就读的大学 还算得上是名人 和自己同样是大义新生 却因为其对任何人都 极为冷淡的孤傲性格 和完美到无可挑剔的相貌而闻名 即便是同样大义的新生 大家也都对下月保持着距离 还有传闻说 下月其实是个不良少女 抽烟喝酒打架 都沾了一些 这样就搞得他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 就连李慕涵这种 不怎么关注学校花边去事的人 都经常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李慕涵看着在雨中 坐在秋千上发呆的下月 先是愣了愣 最后鼓起勇气 走到了他身边 你是下月吗 滂沪的大雨之下 少女形单影致的落寞身影 显得极为渺小 那原本美丽的黑发 此时也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直到李慕涵手中的雨伞 为他遮蔽了风雨 他才慢慢抬起了头 少女看着李慕涵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他的发烧被雨水打湿 水字顺着他的面庞往下滴落 那一身连帽卫衣 和格子短裙 以及包裹着双腿的黑色丝袜 也已经尽数被雨水浸润 这样下去 应该会感冒的吧 李慕涵心里想着 这样下去会感冒的吧 不关你的事 下月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 也许是因为雨声太大的缘故 李慕涵感觉自己 要是再晚点来 这少女可能就要彻底 被这场暴雨给吞没了 对方已经明确表示 不需要你多管闲事了 但李慕涵看着这娇小的身影 脑子里想起了 自己曾经也这样在暴雨之中 行单影之 默默承受着一切 当时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 想要被人帮助 但是李慕涵还是开口说道 他观察了一下下月的衣服 那被雨水彻底打湿的卫衣 显得有些破旧 裙子褶皱也很明显 丝袜更是破了几个口 看上去 就像是好几天都没有换过衣服一样 下月双手握着秋千的荡绳 眼睛直视前方 如同自言自语一般说道 我没有 什么 李慕涵没听清他说什么 凑近了一些 我没有家 为什么 李慕涵觉得自己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果然 下月不再言语 只是轻蔽着被动的有些颤抖的双唇 赶紧离开吧 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催促李慕涵 这少女就是个晚上不回家 在外面鬼混的不良少女 千万别和他扯上关系 的确 下月的名声在学校里很不好 甚至有传闻 他晚上会带男生回家 而且这种时间里不回家 还在公园里带着 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 不要惹麻烦 但脑子的思考速度 比不上自己的嘴 在李慕涵大脑发出命令前 她的嘴巴先一步开口 那你要不要先来我家 下月那张冰山一般的面孔 此时也露出了一丝不解的神色 连李慕涵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一直待在这里也不太好 而且这么晚了 附近可能有坏人 至少可以先在我家洗得澡 卧槽 李慕涵真想抽自己两嘴巴 怎么越说越乱了 连洗澡这种私密的事都说出来了 还是说 自己真的是在期待什么事情发生吗 下月就这样盯着李慕涵的脸 两久之后 她的表情出现了一丝变化 可以吗 她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不甘和悲伤 李慕涵在这双眼睛里 没有看到那些传闻中的背质和不良少女 只有一个想要抓住最后的稻草的可怜少女 只要你不嫌弃 当然可以 谢谢 于是就这样 李慕涵和少女撑着同一把伞 在雨里回到了那间略显狭窄的出租屋 谁都应该有幻想过和美少女住在一起的日子 其实李慕涵应该已经算实现了 虽然只有短短一周 这一周他们什么都没做 没错 李慕涵和前女友顾若曦从青梅竹马到交往 但肉体关系还只停留在青嘴的阶段 此时 她坐在客厅里 听着浴室里传来的水声 看着浴室外洗衣楼里堆放着的少女衣服 李慕涵陷入了沉思 今天才对前女友彻底死心 怎么晚上就带了另一名少女回家 我究竟在做什么 李慕涵捂着额头 此时她似乎才真正清醒过来 自己做了多么不理智的事 万一是仙人跳呢 如果夏月真的和传闻中一样 是一名私生活混乱的不良少女 那做出仙人跳这种事 完全不奇怪 门外是不是已经守着几个壮汉 随时准备冲进来了 就在这时候 浴室里的水声停止了 然后是嘻嘻嘟嘟的声音 最后浴室门被打开 头发有些湿漉漉的少女 微微探出身来 谢谢你借我浴室洗澡 还有 她走出来 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T恤 洗完澡的夏月 不禁心跳有些加速 那略微湿润的黑色长发 搭在少女细嫩白细的肩头 再加上那刚洗完澡之后 微微红润的面颊 还有那因为过于宽松 而有些略微漏肩的衣领 这一切都让李穆涵 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气氛 我说错话了吗 见李穆涵一直盯着自己 夏月微微歪了歪头 疑惑地问道 没有没有 你之前的旧衣服 我洗好了之后再还给你 李穆涵赶紧转过了头 不敢再去看夏月 明明和顾若曦相处得那么自然 为什么换了一个女生 一个毫不相干的女生 自己竟然会如此紧张 咚咚 她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 夏月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而后又环顾了一下房间 最后 她慢慢地走到了李穆涵身边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对李穆涵说道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嗯 李穆涵不明白 对方明白了什么 在她刚抬头的时候 突然发现 夏月已经站在了自己的身前 少女娇小且单薄的身影 站在自己眼前 那发烧之间的水渍 还一点点滴落在她的裤子上 作为回报 我会让你 做你想做的事 李穆涵呆住了 她的大脑如同档机一般 半天都无法给她的嘴巴下命令 于是李穆涵只能瞠目结舌 看着眼前的少女 一般男生晚上带女生回家 大概都会想做这样的事 更何况 是我这样无家可归又没钱的女生 我也只有这副身体 能报答你了 说着 少女慢慢将手放在了身后 头扭向一边 似乎对自己刚才说的话 也有些羞涩 天哪 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李穆涵在心里暗自惊讶 虽然自己的确是有过一瞬间那种想法 但她才刚分手 怎么可能有心思在这种时候做那些事 而且还是趁人之危 李穆涵抬手 想要推开下跃 或者将她拉到一边坐下 而自己就可以顺势脱身 可她的手才刚抬起 就发现少女十分紧张地抖了一下 等 等一下 少女声音颤抖着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告诉你 如果你能接受 那你请便 李穆涵想说自己没有这个意思 但在她开口之前 少女微微叹息一声 而后眼神变得冷若寒霜 她居高临下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李穆涵 突然 屋内的灯开始闪烁 一切都变得忽明忽暗 是电路不稳定 自己应该没开什么大公寓的电器才对 李穆涵疑惑地看着头顶的吊灯 哗啦 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人的眼睛适应黑暗需要一段时间 而在此之前 听觉会变得异常灵敏 李穆涵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 一种稀稀苏苏 什么东西正在展开的声音 如你所见 我并不是人类 随着少女声音出现在眼前的 是一双散发着深红色微光的瞳孔 此时李穆涵的眼睛也适应了黑暗 她彻底看清了眼前站着的少女 不对 那才不是什么少女 那原本纤细娇小的少女背后 已经长出了一对 如同恶魔一般破碎的双翼 而她的面容依然美丽 但却多了一丝邪魅 那微微张开的嘴里 露出的是两颗如同全齿一般锋利的尖牙 更让人惊恶的是 那一头黑发 此时已经变得雪白 李穆涵大张着嘴 额头渗出了一丝冷汗 这是 恶魔 李穆涵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见到李穆涵这副模样 夏月微微闭上了眼睛 当那一抹鲜红被眼皮给掩盖的时候 头顶的灯光也亮了起来 少女身后的双翼也消失了 整个人也回复到了之前那种 刚洗完澡的状态 差不多 我就是 你们人类口中所说的吸血鬼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我可以将身体作为报酬 毕竟除了身体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当然 你可以放心 我绝对不会反抗 也不会伤害你 李穆涵了一口唾沫 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当中 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立刻离开 说着 少女看了看身上的白色T恤 衣服 我想办法洗干净了之后 会给你送回来 见李穆涵还呆愣在沙发上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的失落 等李穆涵回过神来的时候 她已经走到了门口 等一下 李穆涵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夏月慢慢回过头 看着李穆涵 眼神又恢复了之前 在公园里看到她的时候 那种绝望和落寞 李穆涵也不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 对方是吸血鬼 是怪物 可她好像没有打算伤害自己 我回来的时候买了早饭 一起吃吗 最后 李穆涵指了指 放在桌上的豆浆油条说道 这次轮到夏月诧异了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李穆涵 疑惑地问道 在知道了我不是人类之后 你还愿意让我和你一起吃饭 你不是说你无家可归吗 外面还在夏月 不管怎么样 我接受的教育 无法让我将一个 无家可归的少女赶出家门 总之先一起吃早饭吧 她挠了挠头 似乎也不明白 自己在说什么 谢谢 夏月的眼眶 微微有些泛红 就好像李穆涵 是她的救命恩人一般 李穆涵坐在桌对面 看着夏月咬了一口油条 好吃 她自言自语 然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少女口中 那两颗尖尖的虎牙 若隐若现似乎在提醒着李穆涵 自己刚才看到的绝非幻觉 真奇怪 李穆涵说道 哪里奇怪 少女一边咀嚼食物 一边抬头看着李穆涵问道 吸血鬼也会吃人类的食物吗 似乎是预料到 李穆涵会问这个问题 夏月淡淡地回答道 人类的食物 可以提供给我们最基本的能量 但就和你所知的一样 我们想要长期存活下去 人类的鲜血是必不可少的 听到她说这句话 李穆涵握着豆浆杯子的手 突然岔了岔 仿佛是看出了李穆涵的害怕 少女用手撑着下巴 轻轻咬了一口油条 眼中略带一丝调戏的 对李穆涵说道 放心 你如果不是自愿的 我是不会吸你的血的 被你吸血的话 会变成吸血鬼吗 李穆涵突然问出的问题 反而是让少女待住了 她似乎是在思考 随后回答道 如果我愿意的话 的确是可以 但太麻烦了 随意增加吸血鬼的数量这种事 人类是不会允许的 而且增加眷属 还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条件 什么条件 李穆涵问道 夏月的表情 却有些为难起来 她小口小口喝着豆浆 最后是扛不住李穆涵 那求之若渴的眼神说道 我们必须身心合一 原来如此 所以 你放心吧 我不会吸你的血 也不会把你变成眷属的 你如果想的话 我可以让你吸血 啪哒 油条掉在了桌上 夏月一脸不可思议的 看着李穆涵 你说什么 被吸血鬼吸血这种体验 我还有真有点好奇呢 不得不说 李穆涵此时 是有些自暴自弃的成分 被青梅竹马 用如此现实的借口 给甩了这件事 要说 能豁达看开 是不可能的 至少短期内不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她累了 从小她就生活在一个 如同地狱一般的孤儿院里 每天为了一丁点的食物 都要和自己同龄的孩子们 大打出手 这里的院长和老师们 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 他们对孩子 采取最严厉的体罚教育 并且克扣政府 与外界爱心人士的捐款 并且还要求孩子们 对他们俯首贴耳 如果一个人永远待在黑暗里 她就不会渴望光明 原本顾若曦是李穆涵 在这世界上看到的 第一缕曙光 只不过这道光消失得太快 以至于李穆涵 现在感觉人生一片黑暗 如果被吸血鬼杀死 那算不算一种新奇的体验呢 突然 李穆涵发现 对面的吸血鬼少女 已经是满脸羞红 顿时她知道自己说的话 造成了误会 就是单纯的吸血 不是说 让你把我变成你的眷属 抱歉 我说话没说明白 说吧 李穆涵露出了一丝苦笑 就算只是拜托吸血鬼吸血 也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吧 夏月盯着李穆涵的眼睛 似乎从中看到了 和自己之前一样的绝望和空洞 刷 下一秒 少女出现在了李穆涵的眼前 她站在李穆涵身边 用手捧起了李穆涵的脸颊 眼睛里散发着新红色的光芒 脸上带着一丝疯狂且邪魅的微笑 两颗尖牙闪烁着圣人的寒光 你可真有意思 不仅把不认识的人带回家 还不求回报 甚至在知道我是吸血鬼之后 主动要求我吸你的血 你真是我遇到过的 最有趣的人来 说着 那一对尖牙 没入了李穆涵的脖子 李穆涵已经准备迎接刻骨的疼痛了 但是没有 没有疼痛 不仅没有疼痛 甚至还有一种浑身温暖的感觉 她开始感觉疲倦 眼皮开始打架 身子无力地往前倾倒 少女将李穆涵的身体抱在怀中 贪婪地瞬息着她的鲜血 你的血很特别 为什么会让我产生这种兴奋的感觉 李穆涵感觉到 自己被少女按在了床上 而她没有任何力气反抗 只能任由少女缠上了自己的身体 对不起 我有些失控了 听到最后这句话 李穆涵彻底失去了意识 叮叮叮 闹钟的声音将李穆涵吵醒 她慢慢睁开了眼睛 这一觉睡得非常舒服 可以说是 她从失去父母之后 到现在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了 她坐起身子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晚上六点 自己直接从早上七点睡到了现在 一般来说 睡这么久应该会头晕才对 但现在李穆涵觉得自己脑袋非常清醒 且全身都很轻松 拿起手机看了看 刚好发现自己的前女友顾若曦发了两条朋友圈 忘记把特别关心给取消掉了 李穆涵了口气 原本不打算看顾若曦发了些什么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还是打开了顾若曦的朋友圈 昨晚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酒会 也是第一次穿上这么昂贵的晚礼服 这将会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配图是顾若曦穿着一身 看起来就十分高级的水蓝色晚礼服 站在富丽堂皇的酒会现场的照片 她身姿曼妙 发型也是精心修饰过 顾若曦手中端着高脚酒杯 跟在一名英俊高大的男人身边 显得略微有些青涩 却又那样的美丽动人 李穆涵知道 这就是顾若曦对她说的另一个事件 光是她身上那条裙子 不 就那条裙子上镶嵌的装饰物 都不是自己能买得起的存在 第二张图是顾若曦在豪华餐厅的 最高层露天环境之下 与那英俊高大的男人 依偎在一起赏月 看来那男人就是能带她 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 李穆涵有些不甘心 她以为自己放下了 可是在看到这些之后 嗯 一阵动静从身旁传来 李穆涵一惊 回头一看 黑发少女正躺在自己的身边 她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眸 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手机 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啊 李穆涵吓了一跳 她几乎是从床上跳了起来 你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有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 李穆涵看着半个身子 探出被子 正在揉着眼睛的夏月说道 你的房间里 只有这一张床 我只能和你睡在一起了 说着 少女打了个哈欠 明显是没睡醒的样子 李穆涵努力回忆昨晚的事 昨天晚上 自己捡了个吸血鬼少女回家 而且还拜托 她吸自己的血 之后的事呢 自己完全没有印象了 只记得夏月 好像是咬了自己的脖子 你的愿望 我已经帮你达成了 就算现在要后悔 也来不及了 李穆涵刚想回话 突然发现 夏月坐起身子之后 那宽松的T恤 一边已经从她的肩头滑落 只需要再向下一点 就能看到少女的胸口 李穆涵赶紧转过了头 不敢去看 你先把衣服穿好 李穆涵站在卧室门外 等少女穿好衣服出来之后 才敢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也就是说 被吸血也不代表就会死 李穆涵看着桌对面的夏月问道 高阶血族并不依赖人类的鲜血生存 吸血只是为了保持力量而已 你别说 被吸血鬼吸血 还挺舒服的 李穆涵回忆着昨晚的感觉 除了被吸血时候的那种温暖的感觉以外 他在睡梦之中 还感受到了另一种感觉 那是他从未体会过的舒适感 噗 但听到李穆涵说 这句话的夏月 却将刚喝进嘴里的水 全喷在了出来 卧槽 李穆涵下得赶紧去给他拿毛巾 你怎么这么大反应 夏月一把抓过毛巾 顺势还握住了李穆涵的手 不要再提起昨晚了 他的语气并不严肃 反而是带着一丝的恳求 拜托了 李穆涵微微一愣 但还是点了点头 可以再让我洗个澡吗 夏月突然红着脸问李穆涵 刚才喷出的水 把他的衣服都打湿了 你随便洗 换的衣服 我会帮你准备好的 谢谢 就在夏月去洗澡 自己考虑试点外卖 还是做一顿饭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来了 李穆涵走到门口 打开门 当门打开 看到来人的瞬间 李穆涵呆住了 因为门口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穆涵的前女友 顾若曦 其实再开 门的一瞬间 李穆涵并没有认出 眼前的人就是顾若曦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 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马尾便换成了 精心设计过的发型 原本俏皮可爱的衣服 和牛仔裤 现在也成了李穆涵 一看就知道 价格不菲的滑贵长裙 而那双温柔灵动 不止一次 给予李穆涵前进希望的眼眸 此时也像是被覆盖上了 一层薄薄的冰霜 看着李穆涵 就像是在看一个 毫不相关的路人一般 那种高傲与清冷 是李穆涵从未见过的顾若曦 我来拿点东西 她的语气平淡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李穆涵呆了片刻之后 点了点头 你的东西 我都给你打包好了 你 不用了 顾若曦冰冷地 打断了李穆涵的话 看着李穆涵指着的 那一缕行箱的衣服与杂物 她有些不屑 那些东西你扔了就行 我已经用不上了 扔了就行 李穆涵有些茫然 那些可都是他们曾经的回忆 里面大部分衣服和饰品 都是自己送给顾若曦的礼物 现在在她眼中 就成了随意可以抛弃的东西 无视了李穆涵 顾若曦静止走到了屋内 当她的眼神看向了餐桌的时候 十分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有什么问题吗 李穆涵关上了屋门 正好回头对上了顾若曦不屑的面孔 李穆涵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也不是小孩子了 我知道你爱我 但我们是不可能的 顾若曦突然说的话 让李穆涵莫名其妙 这女人特意大晚上的来 就是对自己说这些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了 不要再对我抱有期望 你是个聪明人 李穆涵 不要把心思花在不可能的事情上了 你在说啥呀 李穆涵微皱了皱眉 顾若曦走到了餐桌旁 拿起了一个杯子 然后笑着转身看向李穆涵 这是我的杯子 对吧 你竟然还留着 而且你竟然还在用 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 我觉得你是误会了 李穆涵想解释 但顾若曦直接将杯子 扔进了垃圾桶 不要再用我的东西 也不要留着我的任何东西 这样会让我看不起你 李穆涵 李穆涵沉默了 看着眼前这个美丽又陌生的女人 她觉得有些可悲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觉得我是爱慕虚荣 没错 李穆涵 你是孤儿 我的父母也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他们穷了一辈子 穷到我都害怕了 但那是因为我们太没有见识 没有见过世面 顾若曦的父母 对李穆涵来说 可以说是恩同在造 当时那所孤儿院被曝光之后 李穆涵被顾若曦的父母收养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李穆涵和顾若曦之间 还有一层一兄妹的关系 但此刻顾若曦看李穆涵的眼神 就像看着某种垃圾 她将手中提着的包 微微抬起 这个包多少钱 你知道吗 是你打一年的工 都赚不到的钱 还有这串手链 吊坠 你明白 这些代表着什么吗 见李穆涵没有说话 顾若曦越说越来劲 这些就是通往上层世界的钥匙 李穆涵 你应该看了我的朋友圈吧 昨晚他带我去的花园餐厅 是你永远都不可能想象到的奢华 龙虾 鲍鱼 所有的食材 都是空运之后现场烹制 你明白 这些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 现在是顾太太了 李穆涵笑着调侃了一句 意味着差距 李穆涵 意味着幸福 你永远都给不了我的幸福 顾若曦环顾四周 看着这间李穆涵 为了他们一起生活 而租下的屋子脸上 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嫌弃 我曾经竟然还真的想和你一起 住在这种猪窝 这简直不是人能住的地方 你知道我现在住哪吗 你到底要拿什么东西啊 能不能快点 我现在住在盛世华亭 那可是天海市最高档的富人区 然后呢 李穆涵有些不耐烦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对顾若曦的感觉 已经完全变了 的确 他曾经试图挽回这段感情 甚至不惜赤巨资买了一枚戒指 但是现在 他只想这女人赶紧离开这里 诚然他长得漂亮 可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就比如气质 他现在穿金带银的样子 像急了一个 很想融入进一个 不属于他的世界的小丑 至于他说的那个杯子 只不过是因为家里 没有多的杯子了 所以李穆涵把它洗干净了之后 给下跃用的 自己现在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我男朋友就在楼下等我 那辆车你应该也见过 我就不告诉你多少钱了 怕你心里不平衡 但你有这种想法也难免 李穆涵 听我的话 放手吧 不要再想我了 我今天来 就是来带走我们两人的合照的 李穆涵听完之后 二话没说走进房间 片刻之后 他拿出了一个相框 上面是他与顾若曦的合照 曾几何时 照片中的二人面容青涩 两人紧紧依靠着对方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 顾若曦似乎并不想看这张照片 也许是现在身份不同了 不屑于回顾从前 最后他打开包 拿出了一个信封 放在了餐桌上 这是我能想到的 给你的补偿 李穆涵 收下吧 这是你男朋友给的 李穆涵冷笑着说道 对 这里面的钱 足够你消消洒洒 读完大学了 你也不用每天 那么辛苦打工了 拿着你的钱和东西 赶紧走吧 见李穆涵这副态度 顾若曦以为 他还放不下自己 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道 你要是再对我纠缠不清 我就 就顾若曦在说话的档口 浴室的门突然开了 裹着浴巾的夏月 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他的脸色 因为刚洗完澡 所以有些红韵 微微擦拭过 还带着些许水珠的身体 足以让每个男人 都为这心动 再加上 那足以碾压顾若曦的五官 这一切都让顾若曦 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是谁 顾若曦指着夏月问道 他的语气 就仿佛还是这个家的 女主人一般 趾高气扬 和你没关系吧 你东西拿完了吗 李穆涵并不打算 向他介绍夏月 但顾若曦却不依不饶 他有些恼怒地 看向李穆涵 李穆涵 我东西都还没搬走 你就让别的女人住进来了 你可真行啊 面对顾若曦的冷嘲热讽 李穆涵不置可否 就在他想再次赶人的时候 顾若曦却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他仔细端向着夏月的脸 突然冷笑了一声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学校里那位风云人物啊 顾若曦踏着昂贵精致的高跟鞋 走到夏月面前 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说道 你是夏月吧 和我们一样是大义心声 但你的名声我可是早有耳闻 听说你是个有钱就能上的女人 李穆涵给了你多少钱啊 也许是因为 看到颜值碾压了自己的女生 出现在李穆涵的家里 顾若曦有一种莫名的不甘心 她现在的自尊 不允许李穆涵找个比她 还要优秀的女朋友 即便只是相貌优秀也不行 于是 这种不甘心 转化为了对夏月极端的恶意 但夏月却没什么反应 只是靠着洗手间的门 用手指缠绕着有些湿润的头发 仿佛是已经对这种评价 习以为长了一半 李穆涵 我给你一句忠告 这种女人除了外表以外 一无是处 是个只会寄生有钱人的垃圾 不要沉迷于这种 用钱可以买到的女人 我没有 夏月微微抬起头 看了看李穆涵 似乎是想解释什么 但立刻就被顾若曦强势的 声音所打断 你是什么人 不用我告诉提醒了吧 自己做的那点事 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圆娇和校外的混混有染 甚至你的养父母 怎么死的都是个谜 说不定就是和你有关 但他话还没说完 李穆涵就已经挡在了夏月的身前 正用冷漠的目光 注视着顾若曦 我接受你的忠告 顾若曦 那种只会寄生有钱人 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女人 我一定不会再沉迷下去了 李穆涵 你 顾 西明显听出了李穆涵话里 嘲讽他的意思 关键是自己还不能反驳 寄生有钱人 的确 他现在就靠着一个富二代公子哥 激深了上流社会 用钱就可以买到 的确 他为了钱 抛弃了恋爱多年的男友 这些话都是事实 讽刺的是 自己刚才居然用这些话来劝导李穆涵 有些恼羞成怒的顾若曦 指着夏月说道 他这种肮脏的女人 怎么可能和我别 只要有钱 怕是街上随便一个 啪 李穆涵一拳打在了顾若曦身后的墙上 将他逼到了墙边 此时他的双眸冰冷 仿佛射出一道圣人的寒光 李穆涵 你既然为了这种女人 你难道要打我 你 我不会打你 顾若曦 但是不好意思 你眼中的这种女人 其实比你要干净一百倍 也比你要优秀一百倍 我现在就明确告诉你 她是我的女人 所以你说话最好给我注意点 这还是顾若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李穆涵 交往的时候 李穆涵甚至没有大声对她说过话 她也以为李穆涵对任何人都不会有脾气 就像一头逆来顺手的小狗 但现在 这头小狗竟然对她露出了獠牙 而造成这一切的 竟然是那个人尽可服的婊子 夏月同时也带住了 因为她只是一只怪物 竟然有人类在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之后 还愿意如此维护她 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李穆涵 这件事没完 把你的钱也带走 李穆涵将那个信封 也塞回到了顾若曦的手中 顾若曦快步走到门边 最后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李穆涵 又看了看一直没说话的夏月 真是个饥不择食的女人 连别人不要的男人都愿意捡 婊子 在低声丢下这句话之后 她陷入了沉思 自己怎么会突然失控呢 突然 她的手被人轻轻握住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夏月已经来到了李穆涵的身前 她双手轻轻握着李穆涵的手 有些担忧地看着李穆涵 对不起 是我该说 她是我前女友 你不用在意她说的那些话 我去洗个澡冷静一下 李穆涵想抽回手 但夏月突然将她抵在了墙边 力气大的惊人 她紧紧地握着李穆涵的手 微微抬起头的时候 一双极尽魅惑的血红色双眸 正在凝视着李穆涵 抱歉 我有点忍不住了 可以再让我吸一次血吗 啊 你不是说高阶血足 真的对不起 但是昨晚吸过你的血后 我逐渐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她的语气颤抖 看着李穆涵的双眸 也因为饥渴 而变得无比诱惑 看得出来 夏月已经在竭力克制自己了 也许就像她说的那样 如果长期不吸血 可能会虚弱 但不会对血有那么强烈的渴望 自己昨天让她尝到了鲜血 就像是对一头饥饿的野兽 扔出了一块鲜肉 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 至少让我先去洗个澡吧 李穆涵无奈地笑了笑 虽然极为不情愿 但最后夏月 还是松开了李穆涵的手 脸上满是不舍的表情 她微微张着嘴 若隐若现的两颗尖牙 并没有让李穆涵觉得可怕 反而是觉得 现在眼前的少女无比诱人 稍微忍耐一下 我不会逃走的 李穆涵抬起手 轻轻揉了夏月的头发 然后她逃也似的进入了浴室 洗澡的时候 李穆涵整理着思绪 这段时间 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 自己的青梅竹马 奸相恋多年的女友劈腿了 而且十分果断地抛弃了自己 而自己在失忆的时候 竟然将学校里的不良少女 捡回了家 而后又发现 这不良少女不是人类 而是吸血鬼 自己还让她吸了血 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 洗完澡 头上还搭着浴巾的李穆涵 刚打开浴室的门 就发现了夏月正站在门口 少女此时 已经完全展露出了吸血鬼的姿态 一头银色的长发 血红的双眸 与那两颗尖锐的犬牙 以及那如饥似渴的邪魅眼神 都无不在告诉着李穆涵 他逃不掉了 请问 现在可以了吗 即便如此 他还是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脸上还泛着些许红韵 嗯 李穆涵点了点头 一个恩字刚刚开口 一双巨大的恶魔双翼 瞬间合拢将李穆涵包裹住 少女纤细且娇小的身躯贴了上来 而那裹着身体的浴巾也陡然滑落 此刻的李穆涵与夏月的身体 紧紧贴合在了一起 还不等李穆涵过多地去感受少女细嫩的身体 那两颗尖牙已经迫不及待地 朝着李穆涵的脖子刺了下去 和上次一样 在那两颗尖牙刺入的瞬间 一股难以言说的舒适感充斥了他的全身 这种感觉简直让人上瘾 他没有挣扎 反而是轻轻抱住了吸血鬼的身体 在意识消失的最后 他听到了少女温柔地在耳边说了一句 你刚才说我是你的女人 那你可要负起责任哦 之后他便什么也听不到了 与此同时 离开了公寓的顾若西下楼之后 静置上了一辆豪华超跑 这臭小子 竟然敢打你 妈的 老子非罢他的皮不渴 不用了 亲爱的 不要和那种穷鬼一般见识 他只不过是不服气而已 我们不要打理他了 行 听你的宝贝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我约了海景餐厅 还请了一位音乐大师来为我们演奏 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钢琴吧 嗯嗯 亲爱的你真好 那我们快走吧 顾若西将拿下来的相框 随手扔出了窗 他根本不在乎相框 或者是里面的相片 只是因为 他已经是这位少爷的未婚妻了 所以 这种代表着他黑历史的东西 他是绝对不想让气留在前男友身边的 可就在跑车发动的瞬间 阴影处突然出现了一双 闪着新红色光芒的眼睛 肮脏下见的人类 如何敢这样羞辱我的主人 死了 跑车刚起步 轮胎立刻爆了一只 车辆瞬间打滑 冲了出去 砰的一声 撞在了一棵树上 看着狼狈 爬出跑车的一男一女 阴影中的身影冷哼了一声 若不是特管局 今日必定不会只给你们这么小的一个教训 说完 身影缓缓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当楼下传来车辆撞击的声音 和警报声的时候 夏月轻轻从床上撑起了身子 而在他身下的 是已经熟睡的李穆涵 他披上了外套 走到了床边看向楼下 一辆豪华超跑 因为车轮爆胎撞在了树上 不少人都在围观 看着熄壤的人群 夏月的目光 移向了旁边一条无人的小巷 在宁室那条 已经不存在任何气息的小巷的似乎 夏月的紫色眼眸 开始变得烟红 出来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而后一道影子从窗口闪了进来 借着微弱的月光 一名身材纤细高挑的银发少女 出现在了李穆涵的卧室之中 他上身穿着白色衬衣 夏身是一条黑色长裙 一张精致的面容 在月光的映照下格外清冷 主人 银发少女微微提群 对夏月行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屈膝里 是你做的对吧 主人 我不希望任何人对您出言不逊 不要叫我主人 你并非我的眷属 在与这名银发少女说话的时候 夏月感觉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眼神冰冷 神情冷傲 完全看不出 之前面对李穆涵时候的那种怯声 雪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人类主宰世界的时代 如果你被特管局盯上 别指望我会去救你 主人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牵连到您 还是说 您对这个人类 少女的眼神 看向了床上熟睡中的李穆涵 夏月眼神猛地闪过一丝红光 下一秒 她的身影来到了银发少女身前 居高临下看着少女冷冷说道 不要打她的主意 千公月 我不是你的主人 你也不是我的眷属 你不需要再继续跟随我 去别的地方 一座城市不会被允许存在两只雪族 主人 银发少女还想说什么 但最终 她慢慢地低下了头 然后身形开始化作一团暗影 最终暗影 散开成了一群蝙蝠 飞出了窗外 夏月转身走回到床边 看着已经熟睡的李穆涵 她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些 眼睛也恢复成了淡紫色 她轻轻伸出手 想要触碰李穆涵的脸颊 但手指在触碰到的瞬间却停住了 最终她 只是乖巧地躺在了李穆涵的身边 闭上了双眼 第二天是周一 李穆涵和夏月都有早课 二人一起吃了早饭 就来到了大学 我在那边教学咯 说完之后 夏月朝着李穆涵挥了挥手 便离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李穆涵感觉 夏月在学校里 似乎并不愿意和自己多说一句话 就好像很怕被人看到 自己和他是一路人 穆涵 放学的时候 李穆涵被好友罗阳叫住 这是李穆涵为数不多的朋友 两人也是高中同学 也都认识顾若曦 当然 他也知道李穆涵和顾若曦之间的事 你和顾若曦彻底完了 放学路上 李穆涵陪着罗阳走在回家的路上 罗阳推着一辆自行车 那是他从初中一直骑到现在的爱车 嗯 完了 真可惜 你们高中明明那么要好 当时天天在我面前撒狗粮 则则 李穆涵和顾若曦之前在高中的时候 基本是每天都会腻在一起 因为李穆涵是孤儿 所以顾若曦的父母也很照顾他 甚至二老都已经将李穆涵当成了准女婿 谁能想到现在会变成这样 若是李穆涵告诉罗阳 自己昨天还打了顾若曦一巴掌 不知道现在罗阳会是什么表情 见李穆涵一直没说话 罗阳以为自己戳到了他的痛处 有些愧疚的说道 行了 别不开心了 你今天不打工对吧 嗯 今天没有打工 那行 哥们请你去吃烧烤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烧烤店 李穆涵本来想推辞 因为不知道下月什么时候回家 回家之后有没有饭吃 后来想了想 自己给了他备用钥匙 大不了早点回家 带点烧烤 回去给他就行了 于是 二人来到了那家烧烤店 穆涵 你说你 长得又高又帅 还怕找不到好女人吗 那种傍上了公子哥 就把你踹开的女人 咱们不要也罢 几杯酒下肚 罗阳已经有些不知道 自己姓什么了 他拍打着李穆涵的肩膀 劝慰着李穆涵 而李穆涵内心却无比平静 这家烧烤摊的味道是不错 难得你品味正常一次了 李穆涵笑着 像已经喝醉的罗阳打趣 记得之前他带李穆涵去吃的那家拉面店 因为店主很久都没上菜 所以李穆涵催了一句 那老板直接来了一句别慌 快拉出来了 给李穆涵人都整傻了 他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人气也很高 大部分客人都是年轻人 也有一些老大爷老大妈坐一桌 但无论是哪一桌 都不像他们这般 只有俩男人 穆涵 你是不是不信我说的话 我说过 你能行就肯定能行 你要是想找女朋友 分分钟就能找得到 哎 你看 那女孩就不错 李穆涵顺着罗阳手指的方向看去 正好看见一名烧烤摊的女服务员 那名女服务员身材纤细娇小 黑色的长发被绑成马尾 脸上还戴着一个口罩 看不见脸 衣服是普普通通的白色长袖卫衣 而且 那卫衣穿在她身上 感觉有些太大了 明显不合身 等等 李穆涵眯了眯眼 那女孩穿的衣服 怎么这么眼熟 自己好像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虽然那女服务员戴着口罩 但那双眼睛十分美丽 甚至散发着一抹淡紫色的荧光 您好 是你们的烤肉吗 正好这时候 女孩走了过来 将一把烤肉摆在了餐盘里 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空灵 又有些冷淡 如同吹拂而过的夜风 让人有一种透亮而又清爽的感觉 而李穆涵觉得 她的声音无比熟悉 仿佛最近就在哪听到过不止一次 是的 谢谢 李穆涵点了点头 女孩转身离开了 但李穆涵的眼睛 却仍然盯着她的背影 自己就快想起来了 唉 我说李穆涵 你小子最近咋回事啊 罗阳的声音打断了李穆涵的思绪 你这都六瓶酒了 怎么脸都不带红一下的 我记得你小子酒量很差 两瓶就要死要活的 怎么现在这么厉害了 经罗阳提醒 李穆涵才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干完了六瓶啤酒 虽然不算太多 可她现在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比起已经有些醉醺醺的罗阳 李穆涵简直是脸都没有红一下 算了 不说这个了 刚才那妹子 你觉得咋样 什么咋样 李穆涵一边吃着肉串 一边又端起杯子 一饮而尽 这一次 她细细品味了一下 啤酒下毒之后 除了胀度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 就好像 酒精已经对她失去了作用 我告诉你啊 虽然她戴着口罩 不过以我女女无数的经验来看 那绝对是个美女 老罗 你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就敢自称女无数了 李穆涵笑着打趣道 罗阳显然有些喝醉了 他端起杯子 醉醺醺的指着李穆涵说道 你别 别看不起我 我只是不想谈恋爱 要是我想 我分分钟 看着李穆涵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罗阳急了 他一把拽起了李穆涵 就朝旁走去 你不信 我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现在是晚上十点 正是烧烤摊最忙碌的时候 刚才那名女服务员似乎是新手 他因为端错了几次菜 而被老板数落了一番 现在正在收拾一桌 已经离开的客人的垃圾 妹子 你好 突然 罗阳拽着李穆涵走到了那女服务员身边 他冲着那正在收拾桌子的女服务员大声打着招呼 你好 女孩抬起头 一双灵动的双眼看着罗阳 请问 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李穆涵没想到 罗阳居然真的说出了口 他现在感觉气氛无比尴尬 因为那女孩正歪着头 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他 抱歉 我有男朋友 两久 少女淡淡地说了一句 罗阳整个人就仿佛受到了天大的打击 都让你不要自诩其辱 现在好了吧 李穆涵拍了拍罗阳的后背 可还没等罗阳回答 女服务员已经走到了李穆涵的身边 他抬眼 看 折李穆涵说道 今晚是我第一天打工 可能要晚点回去 你不用等我 李穆涵原本安慰罗阳的动作 愣住了 罗阳也傻了 他转过头 呆呆地看着李穆涵 又看了看女孩 你们俩认识 没等李穆涵说话 夏月已经点了点头说道 他就是我男朋友 罗阳一下子摊在了椅子上 他指着李穆涵 瞠目结舌 夏月 李穆涵也总算认出了夏月 你怎么在这里 毕竟不能白住在你家 我也想像你一样 做兼职赚点钱 至少也能补贴一下生活费 看着眼前的少女 李穆涵突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只吸血鬼美少女 竟然大晚上地在烧烤摊打工 罗阳此时已经彻底摊了 他甚至都没有力气去问李穆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他这样 李穆涵也没办法 只好帮他叫了一辆出租车 至于他的自行车 自己就只能先推回家 去放着明天再还给他了 送走罗阳之后 李穆涵又回到了烧烤摊结了账 明明说好是罗阳请客 结果最后还是变成字 给付账 李穆涵苦笑了一番 夏月还在忙碌着 李穆涵也不好再去打扰他 本来想等他一起回家的 但一直坐在人家烧烤摊上 又不吃东西了 显得有些碍眼 于是他起身找了个机会 对夏月说了一句 那你自己回家 多注意安全 之后 他便离开了 推着罗阳的车 李穆涵走在回家的路上 冬夜的寒风鼓鼓地往外套里钻 往常打工到半夜回家 李穆涵总是觉得又冷又困 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可今天 他面对这些寒风 却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现在 已经快晚上十一点了 他没有丝毫的困意 更奇怪的是 这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之前 他都需要依靠手机的手电筒 可现在 这黑暗的任何一个角落 李穆涵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就在李穆涵走到小路中间的时候 突然前方一辆车横着 拦住了他的去路 从车上走下了四五个 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李穆涵预感到不妙 想要后退 可后方也被一辆车给堵住 同样几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你就是李穆涵 最后下车的是一位英俊高大的男人 年龄和李穆涵差不多 但看起来气场十足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是我 各位大哥该不会是拦路抢劫的吧 李穆涵笑着拖延时间 顺便寻找可以逃走的路线 他从小在一家地狱一般的孤儿院长大 对危险的警觉十分敏锐 他知道今晚这些人来者不善 自己虽然擅长打架 但这些西装男看起来各个身手不凡 双拳男敌四手 如果要硬拼 自己铁定吃不了兜着走 就是你打了我的女朋友 是吧 男人冷笑着走到李穆涵身边 他一直用一块高级手帕捂着嘴 似乎这里的空气和味道 都让他十分难以忍受 是我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其实李穆涵已经知道了 这男人就是顾若西棒上的副少爷 男人深吸了一口手帕上的味道 脸色微微缓和了一些 在确认了李穆涵的身份无误之后 那少爷转身上了车 上车之前挥了挥手 低声说了一句 动手 随后 一群西装男前后加工 扑向了李穆涵 李穆涵猛地将手中自行车一推 先阻拦了一阵身前的四名黑衣人 而后转身冲向身后的几名黑衣人 他已经决定输死一搏了 这么多人 就算他在 怎么精通打架技巧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尽管已经尽力反抗 但这些西装男明显都是恋家子 三下五除二李穆涵 就被他们踹翻在了地上 拳头如雨点 一般打在李穆涵的身上 他很快就放弃了抵抗 一般这种时候 抵抗只会让他被殴打得更厉害 于是 李穆涵尽力护住自己的头和腹部 让自己避免受到一些致命伤 行了 把他给我带过来 那富二代少爷 就坐在车子的副驾驶位上 大开着车门 看着这边的情况 李穆涵如同破步一般 被人揪住 拖到了车边 他此时已经浑身是伤 连站都站不稳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找你麻烦 是因为你打了他一巴掌 他慢慢蹲在李穆涵面前 点起了一根烟 像看垃圾一般 看着倒在地上的李穆涵说道 你想错了 小子 你真以为我会对那种女人如此伤心 我不过是觉得 他长得漂亮 想玩玩罢了 当然 他也可以利用我的资源 努力往上爬 小子 你前女友可比你聪明多了 少爷一把抓住了李穆涵的头发 强行让李穆涵盯着自己 我他妈哪软你了 李穆涵虚弱地说道 他说 你们高中就认识 你死皮了脸缠着他 才跟你在一起的 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都不希望 看到你们再有联系 赵乾坤用手拍打着李穆涵的脸 让我惊喜的是 这女人竟然还是第一次 还让我对他负责 笑死我了 你们这么久他 都没让你碰啊 你知道吗 才一个星期 我跟他才加了联系方式一个星期 一顿饭和一台手机 他就跟我去开房了 说到这里 赵乾坤猛吸了一口烟 涂在了李穆涵的脸上 你女朋友 很润啊 赵乾坤打来个响指 身旁的西装男 立刻拿来了一台摄像机 李穆涵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力气 只能任由那些西装男 将他架了起来 给你看点好东西 赵乾坤扔掉烟头 将摄像机凑到李穆涵眼前 李穆涵慢慢眼睛 一向摄影机 他看到画面里 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人赤身裸体 在床上正在做着不可描述之事 而那女人 正是自己的前女友顾若曦 小书包小说网 原域名已被污染 请记住新域名 http冒号斜杠斜杠 3w.co.net 怎么 脱了衣服你就认不出了 这就是你前女友啊 瞧瞧 他在床上多骚啊 这应该是你一辈子 都没见过的一面吧 赵乾坤搂着李穆涵的肩膀 就像是在和朋友 欣赏什么有趣的东西一般 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 但你应该接受现实 我还要告诉你 你女朋友 只是我众多玩具中的一个 你知道吗 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 上起来是真的爽 愤怒 李穆涵愤怒吗 他应该愤怒 但他现在内心却无比平静 在看到顾若曦娇 被赵乾坤压在床上喘连连的时候 他的内心只是觉得悲哀 为顾若曦感到悲哀 而没有半点的愤怒 啪哒 赵乾坤关上了摄影机 又揪住了李穆涵的头发 小子 我就算说再多 我们之间的差距 你应该也感受不了 所以我不打算废话 我这个人有洁癖 所以在我玩你那个小骚蹄子之前 你不能和他再说一个字 听明白了吗 李穆涵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 随后他转过头 呸 一口带血的唾沫 吐在了赵乾坤的脸上 少爷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他用手帕擦掉污渍 随后起身 从车后被箱里取出一根棒球棍 冷笑着走回到了李穆涵的身边 真他妈找死啊 碰 棒球棍狠狠打在了李穆涵的脑袋上 一声闷响 回荡在寂静的冬夜之中 鲜血瞬间顺着李穆涵的头顶流了下来 废物玩意儿 永远只能待在最底层的穷笔 说完他扔掉了棒球棍 几名黑衣人也松开了李穆涵准备上车 李穆涵此时头晕目眩 眼前一片血红 他几乎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 他拼命想抬起头 模模糊糊之中 他看到那富二代和黑衣人上了车 李穆涵努力想要呼吸 但每一次呼吸都会让胸口炸裂一般疼痛 自己也许是要死了 李穆涵感觉身体逐渐变得冰凉 疼痛的感觉也慢慢开始散去 他的视线逐渐被一团黑雾所包围 身体也在逐渐下沉 就好像是有无数双手 在将他的拖入永无尽头的深渊 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语言唤醒了李穆涵 他逐渐从混沌的意识当中恢复了清醒 这是拿脸 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没有血 身体也完全没有被殴打之后的疼痛感 就仿佛之前被赵乾坤等人殴打的事 都是一场梦 他的手撑着地面站了起来 环顾四周 这里一片漆黑 只有眼前助力着一扇巨大且宏伟的巨石之门 这扇铁门足有数十米高 除了这扇巨门之外 其余地方皆是一片漆黑 难道是下地狱了 李穆涵自嘲一般笑了笑 自己平时也没做什么坏事 怎么死后还会下地狱呢 他仔细观察着这扇铁门 门上刻画着数之不尽的符文 散发出神秘而古老的气息 而被这些符文环绕其中的是 一个又一个的浮雕 每一个浮雕都刻画着一个 身形诡异扭曲的怪物 李穆涵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门上 推了推 毫无疑问 这扇巨门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一阵不可描述的低语 顺着接触门的双手传到他脑中 要是 大量意义不明的语言涌入 那是李穆涵从未听过的语言 但这种语言就如同刻印在他的灵魂之上一般 他能完全记住并复述出来 李穆涵跟随着脑子里的声音 念出了这段古老的咒语 随着咒语念完 厚重的铁门再发出轰的一声 巨响后竟然缓缓地巢里打开了 李穆涵原本以为会看到湿山血海 要么也应该是如同恶魔巢穴一般的可怕场景 但恰恰相反 门的里面竟然是一座巨大的歌剧院 李穆涵曾经在电视里 见到过这种歌剧院 观众席呈圆形环绕着舞台 而李穆涵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 啪大 聚光灯打在了李穆涵的头顶 被强光照射到的李穆涵 眯起了双眼 好半天之后 他才看清 观众席上那些黑影根本不是人类 而是一尊又一尊形态各异的雕像 难道这里就是死后的世界 那也太抽象了 李穆涵不禁吐槽了一句 就在这时候 正前方观众席上的一座雕像的眼睛 亮起了红色的光芒 李穆涵正好与他的视线相对 瞬间他被拽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里是一座破败的神殿 光鲜昏 暗 四周皆是残垣断壁 唯有一尊王座完好无损 而在那王座之上 正坐着一名少年 他相貌英俊 黑色的皮肤上 硬刻着金色的符纹 他一头白色的头发 显得很是凌乱 身上的穿着李穆涵认不出 但看起来有点古巴比伦的风格 只是这少年此时 那双闪烁着暗淡金光的 双眸无神地看着前方 似乎是穿过了李穆涵 看向了李穆涵身后的 那无尽虚空 请问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 李穆涵一边走到王座前 一边问道 但少年并未回答 只是用手拖着下巴 嘴里喃喃自语着 为什么会输 到底为什么会输呢 就在这时候 李穆涵的脑子里 响起了一个机械的声音 恶魔 巴尔 等级 灭士级 灵魂状态 破损 任务 帮助巴尔重新修复灵魂 每修复到一个阶段 将会获得巴尔的一部分力量 当前恢复程度 百分之零 巴尔 李穆涵看着眼前这个像是 被人打傻了的少年 他竟然就是与所罗门王签订了契约 七十二柱魔神的守卫魔神 君王巴尔 李穆涵对所罗门王的神话传说 并不是特别了解 只知道 这位是古以色列的国王 与恶魔签订了契约 来获得了无上的智慧 难怪这巴尔看上去和傻子一样 原来是灵魂缺失了 李穆涵突然心念一动 莫非自己还没死 只要能获得巴尔的力量 自己还能绝地反击 想到这里 他打起精神开始和巴尔交流 毕竟你要知道 病根才能帮他修复 你好啊 我叫李穆涵 你真是巴尔 七十二柱魔神中的第一柱魔神 哎 你知道吗 游戏里也有很多你的形象 你在游戏里 是一个掌控雷电的将军 牛不牛 你好歹回去话啊 最后李穆涵无奈了 都不搭理他 于是他打算采用最后的手段 直接抬手一巴掌 打在了巴尔的脸上 啪 清脆的声响 回荡在空旷的神殿废墟之中 巴尔就像是突然醒了过来 他微微抬头 看着李穆涵 眼神里充满了迷惑 你是谁 李穆涵还没开口说话 突然脑子里的声音提醒道 已唤醒巴尔的灵魂 目前修复程度 百分之一 你已获得了巴尔的注视 正在从巴尔身上获得力量 卧槽 李穆涵在心里骂了一句 这不就是打一巴掌的事啊 是不是自己只要再继续给他几巴掌 这个进度还能加快 还没来得及等他做出反应 他的身体突然 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占据 这种力量就仿佛是正在 篡改着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这让李穆涵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当这股力量消退之后 李穆涵的脑子里 再次浮现出了那个声音 以希德介玉技能 万雷引杀 介玉能力 在领域之中 你的力量 耐力 速度 精神力 提高为平时的十倍 在介玉之中 你能获得巴尔掌控雷电的力量 在介玉之中 你可以吸收领域内所有电器的电力 来强化自身 在介玉之中 只要雷电不吸 你将不死不灭 介玉范围 半径一千米 介玉等级 二级 李穆涵了 自己就打了这恶魔一巴掌 就换来了这么些好东西 他赶紧撸起袖子 就要继续去做这少年 但这少年 此时已经脱离了刚才那种呆滞的状态 他凝视着李穆涵 仿佛看出了 他从自己身体里得到了一些什么 力量并不是那么好掌控的 如果你不相信 大可以试试 说完 少年抬起手 轻轻一弹 李穆涵的意识 立刻就像是 被从身体里抽走了一般 飞向了神殿深处的黑暗当中 与此同时 赵乾坤朝着李穆涵 趴在地上的身体 吐了一口唾沫 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妈的 顾若熙之前怎么会喜欢这种傻逼 给他钱不要 非要找死 赵乾坤坐在副驾驶位上 点起了一根烟 少爷 他还没死 要不要 你们处理就好 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处理得干净点 我查过 他是个孤儿 也没有亲戚 这种人就算石沉大海 也不会有人过问 等等 要下雨了 赵乾坤吸了一口烟 看向车窗外的夜空 原本寂静的天空 也开始翻滚起了一阵雷云 雷光在云层之中闪烁 这鬼天气 不过也方便你们做事了 趁着等下下雨 把他的试 咦 细血地看向了车外的李穆寒 但就在这时候 他呆住了 因为李穆寒 原本应该昏迷在地上的身体不见了 就在这一瞬间 砰的一声巨响 从车顶上传来 卧槽 什么壁动静 少爷抬头看着凹陷下来的车顶惊恶道 几名黑衣人 赶紧下车去查看情况 其中一人刚下车回身看向车顶 就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因为原本应该躺在地上的李穆寒 此时正站在车顶上 他的上衣破裂开来 露出了满是诡异符纹的身体 他的双手已经变成了漆黑色的爪子 那爪子上甚至还缠绕着雷光 更让人害怕的是 李穆寒的头顶 长出了一只如同恶魔一般的犄角 尾椎处也生出了一条漆黑色的长尾巴 那怪物一双金色的瞳孔 死死地盯着人群 嘴角裂开 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介于开启 万雷引沙 就在那怪物用沙哑的声音 说出这句话的瞬间 雷云在瞬间朝着大地奔袭 以恶魔为中心 迅速扩散到了周围半径一公里的距离 而后这些雷霆并未消散 而是将这一公里尽数包裹在了其中 形成了一道由雷电所组成的领域 怪 怪物 西装男大喊一声 似乎吸引了车顶上恶魔的注意 所有的西装男都掏出了手枪 指向了站在车顶之上的恶魔 开枪 开枪 砰砰砰 子弹如雨点一般倾泻而出 可在接近怪物身体的时候 却全都被一股电流所阻隔 等到子弹打完 所有人也都傻了眼 就见那恶魔身前 已经密密麻麻形成了一面 由子弹所组成的墙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西装男恐惧地大叫起来 可他这一声还未落下 低头看去 恶魔闪烁着雷电的爪子 已经穿透了他的胸口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他的身体剧烈地抽出了几下 然后终于完全静止了下来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惊恶 显然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如此草草地结束了生命 救命 救命 别杀我 别杀我 草 别杀我呀 之后便是一场屠杀 雷光闪过之处 便有一名黑衣人 被怪物撕成了碎片 煞事之间 惨叫 枪声与雷电之声交织在一起 谱写成了一曲地狱的悲鸣狂响曲 当最后一名黑衣人 丧命在怪物的爪子之下 所有的一切又归于死寂 而赵乾坤呢 他手里捏着一把手枪 缩在车后座 抱着头瑟瑟发抖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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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没有了任何动静 但赵乾坤还是不敢抬头去看 他祈祷着 这一切都能很快地过去 他祈祷着 那只怪物没有发现自己 但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一阵沉重的呼吸 打破了这种寂静 谁 是谁 我他妈的是赵氏财团的少爷 你别动我 我老爹 话还没说完 一只爪子猛地从车外伸了进来 将缩在后座上的少爷 狠狠拽了出去 那位少爷被怪物的爪子掐住脖子 他努力抬起手中的枪 对着怪物的脑袋连开了几枪 可子弹依旧被怪物眼前 那看不见的电流屏障所阻隔 这一切都让赵乾坤绝望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你女人还给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你想要钱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 怪物微微歪了歪脑袋 那没有丝毫感情的金色瞳孔 注视着赵乾坤 就仿佛是注视着一只带仔的羔羊 突然 他笑了 又是那种可怕的微笑 随后怪物抬手打了个响指 哄 一到雷电皮下 精准无比的将赵乾坤的右手 连根轰成了灰烬 连骨头肉渣都没有剩下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疼痛和恐惧折磨着赵乾坤 从小到大他连皮都没怎么擦破过 但现在 他的一只手没了 而且还是被一只怪物用雷电轰成了渣 鼻涕眼泪沾满了赵乾坤的面颊 他知道自己今天必死无疑了 只是这怪物好像并不准备杀死他 而是想要对他进行漫长的折磨 就在那怪物打算伸出爪子 挖出赵乾坤的双眼的时候 原本介玉之内上空的雷云 突然像是被人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 而后一轮皎洁的圆月挂在天空之中 洁白的月光从雷云之中投射而出 伴随着那月光而来的 是一名长着巨大双翼的少女 少女一头银色长发随风飘舞 血红的目光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恶魔 介玉开启 星红烈杀 伴随着少女的话音 那一轮明月瞬间化作了新红色 而后血红色的月光彻底驱散了雷云 照射在这座城市之上 恶魔抬起头 看着夏月金色的眼眸里 透露出一丝兴奋 她扔下了已经几乎快腾晕过去的赵乾坤 面向漂浮在血月之下的少女 醒过来吧 李木涵 夏月冷冷地看着恶魔说道 但这恶魔除了尸杀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理智 现在的她已经将夏月 当做了另一个捕猎者 一名闯进了自己介意的捕猎者 夏月似乎也看出了 现在无法交流 她叹了口气 同时慢慢伸出了爪子 哄 雷亭在 似乎笑 恶魔微微弯下腰 而后猛地朝着半空中的夏月扑了过去 她动作极快动作势大力尘 仿佛一颗带着闪电的炮弹 已经化作了吸血鬼形态的夏月 却只是用一只手 就死死地按住了扑过来的怪物的脸 而后俯冲落地 将怪物摁在地上 同时 她的双翼尖头部分 如同钉子一般 狠狠将怪物的两只胳膊钉在地面 透过夏月手指的缝隙 恶魔那双混沌的眼睛 死死地注视着眼前的吸血鬼 而后又是诡异的笑容 夏月脸若寒霜 似乎知道身下的李穆涵即将反抗 在她反抗之前 夏月的摁住李穆涵脑袋的手猛的用力 竟然是将地面都按出了一丝裂隙 冷静下来 李穆涵学会控制这股力量 不要被她牵着鼻子走 李穆涵的瞳孔慢慢上移 看着夏月的眼神里充斥着一种诧异 之后是细血 她的口中说出了一阵古老的语言 随后一道雷光猛地劈向了夏月 夏月身后的双翼急速煽动 带着少女避开了雷电的攻击 得以脱身的恶魔 以一种快到让人折舌的速度 一把掐住了还未站稳身形的夏月 而后那粗壮的恶魔之尾 刷的一声刺穿了少女的身体 少女娇小的身躯被刺穿之后 抬到了半空之中 鲜血不断从她的腹部涌出 可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反倒是恶魔 她再用尾巴贯穿了夏月之后就呆住了 而后那金色的瞳孔开始变得暗淡 身体也开始颤抖 再看看四周满是残破的尸体 李穆涵在这一刻清醒了 她杀了人 杀了很多很多人 最后 她几乎是带着颤抖的哭腔 看着眼前的夏月说道 夏 夏月 是 是我伤害了你 这些 都是我做的 夏月被恶魔的尾巴挂在身前 她慢慢抬起了手 捧起了恶魔的脸颊 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别担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紧接着 她的双翼慢慢合拢 将李穆涵身体包裹在了其中 而后夏月猛地张开了嘴 一双可怖的獠牙 在雷光之下闪烁着荧光 尖牙没入了李穆涵的脖梗 就仿佛是为着她注入了一剂镇定剂 她的身体开始慢慢停止颤抖 身上那些符纹也逐渐消退 最后是恶魔的鸡脚和尾巴 她再次变回了人类的形态 而那些围绕着四周的雷电屏障 也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 李穆涵感觉那些让自己几乎疯狂的力量 和躁动的情绪 就像是全被吸走了一般 突然消失的一干二净 她的表情开始慢慢恢复了平静 眼神也从混沌的黑暗之中 重新出现了光泽 我杀了很多人 到底怎么了 她感觉身体发软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就仿佛是一场噩梦 你只是累了 睡吧 夏月的嘴角还残留着一抹李穆涵的鲜血 将鲜血舔尸之后 她轻轻拖起了陷入沉睡的李穆涵 而后又瞥了一眼 那摊在地上捂着断手 已经吓得尿裤子的赵乾坤 不不不 不要杀我 我错了 不要杀我 赵乾坤已经因为失血过多 显得有些虚弱 此时的她 吓得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夏月根本理都没理她 直接抱着李穆涵的身体 整个人下一瞬间化作了一道暗影 暗影之后 散成了无数的蝙蝠 消失在了这寂静的冬夜之中 而天空中的那一轮星红之月 也逐渐恢复了原状 此时的天海市某间银行大厦 早已结束了营业的银行一楼大厅 却频频有人进出 只是这些人没有走正门 而是通过侧面的一部隐藏式电梯 静置下到了地下五层 而这里是某个组织特别设立的行动点 此时地下五层正在不断响起尖锐刺耳的警报声 这警报声催促着工作人员 尽快赶到他们的工作岗位 女人一边穿着西装外套 一边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她接过了同事递过来的咖啡后 就快步和其他人一起走向了最深处的情报大厅 此时的情报大厅里 已经聚集了四个人 两男两女 每个人眉宇之间都透露着不平凡的气场 两个异类的介遇反应 同时出现在了一起 是地盘争斗吗 和刚刚突然降临的那场雷雨有关吗 穿着黑色风衣的中年男人 皱着眉头说道 如果是地盘争斗 那我们还单能在这里讨论吗 一名戴着眼镜 精明干练的女人冷冷地对男人说道 据我们的情报员报告 出事的地点在天海市西街区 一条人际罕至的小路 附近几乎没有居民和商铺 街道和建筑也没有任何破坏 另一名身材高挑的女人将情报投影了出来 画面是一条街道 十几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正在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装进裹尸袋 现场死亡十人 伤者一人 而其中一个异类的介语 反映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记载 听完高挑女人的报告 黑色风衣男冷哼了一声说道 那另一个呢 天灾籍介语反映 听了女人的话 黑色风衣男突然站起了身 这一瞬间 她的冷汗净射了后背 什么 天灾籍 特管局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会允许天灾籍的异类在城市里出现 一直没说话 坐在椅子上的少女站起了身子 她穿着黑色西装制服 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一头黑色期间短发 她脸上始终带着这样一种 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现在她站起了身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她身上 关于这一点 我想解释一下 这只天灾籍 是我们特管局管理在策的人员 这话一出口 令外籍人都有些诧异 天海是有管理在案的天灾籍一类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林副局长 您是否要解释一下 被叫做林副局长的少女 看了一眼黑色风衣男 对她的质问质若罔闻 其余人也都看着少女 似乎都有同样的疑惑 她缓缓端起桌上的咖啡杯 一边搅动一边笑着说道 特管局独立于所有机关 不管是你们中央情报局 国安部还是军队 我们都没有义务向你们进行汇报 邻居 这话说的可不太对 那您既然不需要我们 把我们叫来做什么呢 眼镜女人服了服细矿眼镜 有些不满地说道 魏局长 不要生气 这件事既然请你们来了 我们也不打算隐瞒了 少女随手拿起了一块平板 走到了屏幕前 正如刚才大家所了解到的 这次出现在城市里的介遇反应有两个 其中天灾级的那一位异类 已经在15年前被我们监管在侧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动了几下 投影上立刻出现了一名黑发美少女的档案 而档案的名字上赫然写着夏丽亚三个字 那你先介绍一下 这个夏丽亚到底是什么情况 黑色风衣男说道 夏丽亚本名未知 所属神话未知 存在年限未知 是一名比较特殊的异类 异类种族是血族 但又与一般的血族不同 她并不热衷于创造眷属增加自身势力 反而一股脑想要扎根进入人类社会 以人类的方式生活下去 5年前她被一对老人收养 改名为夏丽 而在15年前 我作为担保人让她进入了特管局 而现在她无缘无故与另一只异类接触 而且还动用了介遇的力量 这件事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会负责去调查清楚 包括另外一只新出现的异类 15年前 在场所有人都有些诧异 这邻居说她15年前就担保了这只异类 进入特管局 但她看上去还不到20岁 15年前 她不就是个孩子吗 仿佛是看出了众人的疑惑 少女有些难为情地笑了笑 少女的年龄是个秘密 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行吧 特管局就是管理一类的特殊机构 能统领这种特殊机构的人 谁又能说不是另一种一类呢 通过简短的描述之后 林泽放下了平板 顺手又拿起她的咖啡杯 朝着门口走去 喂 你去哪儿 黑色风衣男叫住了林泽 林泽走到门口 回头 看着黑色风衣男微微笑了笑 去调查清楚啊 长官 说完她关门去 这女人太无理了 就这样 把我们晾在这里 我要去她的上级投诉她 高条女人拍了拍风衣男的肩膀 与众心长地说道 劝你不要 如果暗级别 你得叫她一声领长官 而且 她要去做的工作 也绝对不能有半点耽搁 啊 她不就是个副局长吗 她 特管局的行政级别 你不懂吗 而且关于义类 我们这些普通人 是一点办法没有 谁让人家特管局有本事呢 那么 让我们来 是为了什么 黑色风衣男 无奈地坐在了椅子上 很快 她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一份任务简报 出现在了投影上 那是赵乾坤的照片 同时还有一段任务简述 这位是这次事件 唯一的存活者 赵乾坤 她的父亲 是赵氏财团的老总 所以希望你们各部门 一起将这件事的善后 摆平一下 看到任务的三人 都有些不爽的表情 尤其是黑色风衣男 叫我们来 就是给特管局擦屁股 凭什么 真是半点尊重没有啊 这件事 我可不会去做 你们愿意给他们擦屁股 你们尽管去 这一次 几个最高机构的负责人 都达成了共识 这算什么事啊 直接用这种方式 来给他们分配任务 真把他们当喽啰了 可就在这时候 所有人的手机 都收到了一条简讯 发简讯的是同一个人 所有人在看到 这条简讯的时候 就都傻了 这是他们这个地位 也绝对不能忤逆之人 简讯内容只有一条 请各部门领导 全力配合特管局的工作 不得有误 几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所有的不爽 都只能化作无奈的苦笑 这特管局在华夏国的特殊性 基本可以说是 独立于所有行政机关的 特殊部门 其行政级别之高 让人难以想象 行吧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们也回去做工作了 高条女人 此时第一个表态 她朝着另外几人微微一笑 而后第一个走出了办公室 眼镜女扶了扶眼镜 朝着黑色封衣男微微点头 而后也离开了办公室 最后剩下封衣男 最后千言万语 只化作了一个字 草 与此同时 天海市最权威的第一医院 顶层手术室内 一群从各地紧急赶来的一流医生 正在紧张地给张乾坤做着手术 他的手臂虽然完整 但因为是被硬生生撕裂而下 连接处细胞坏死 就算再接上也无法恢复了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保住赵乾坤的命 让他不至于因为这场车祸 留下什么后遗症 手术室门口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人 坐在椅子上 他看上去五十多岁 面向刚毅 尤其是那双 如同阴损一般锐利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手术室的门 他正是赵氏财团的老总赵志江 也是赵乾坤的父亲 得知了自己儿子出车祸之后 赵志江立刻从外地飞了过来 他虽然不止这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也并不是很让他满意 但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骨肉 赵志江不相信那些警察 告诉自己的车祸 跟随自己儿子的那些保镖都死了 现场他找人去看过 完全没有车祸的痕迹 这就是一起针对自己的报复行动 常年混迹商场的赵志江很清楚 商场就是战场 自己得罪的人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 他竟然没法锁定目标是谁 但是他发誓 不管动用多大的力量 都会让害了自己儿子的人付出代价 李穆罕地睁开眼 他看到的是熟悉的天花板 自己竟然已经回到了床上 而夏月正趴在自己床边 似乎是因为自己的醒来 也吵醒了少女 夏月慢慢站起了身子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穆罕隐约地记得自己 被赵乾坤一顿羞辱和殴打之后 就失去了意识 可他还是能感觉到 自己似乎看到了很多血 很多人死在了自己手中 当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已经被吸血鬼形态的夏月 抱在了怀中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吗 李穆罕眼神有些颤抖地看着夏月 夏月坐在床边 轻轻抬手 放在李穆罕的肩头 温和地说道 你第一次开启介意的力量 会失控是很正常的 那我以后 是不是只要使用这力量 就会失控 就在夏月打算回答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 这么晚的时间 怎么会有人上门 李穆罕没什么朋友 莫不是罗阳来要他的自行车了 就在李穆罕愣神之际 门口传来了一名年轻女人的声音 不好意思 能开下门吗 我不是什么坏人 听到这个声音 夏月的表情明显变得紧张起来 等李穆罕起床把门打开的时候 外面站着的是一名穿着西装 身材高挑的美丽少女 她一头短发被绑成了马尾 脸上带着一抹看不出异味的笑容 而她的手上还拎着一个塑料袋 来的路上买了点晚餐 可以让我进去吗 女人朝着李穆罕扬了扬手中的袋子 里面传来了食物的香味 李穆罕并不认识这个女人 但从小就看惯了世俗百态的她 能从女人的眼中读出一丝讯息 虽然看上去脸上带着笑容 可这女人的眼里却暗含着某种杀气 推销的 我不买东西啊 尽管如此 李穆罕还是试探性的想要拒绝对方 可明显这女人是有备而来 她突然伸出手 用手指点了一下李穆罕的额头 顿时李穆罕感觉自己身体犹如千斤 一般沉重 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本来就是加班 我真的不想多耽误时间 她静止绕开了李穆罕的身体 进了房间 什么情况 李穆罕奋力转过头 看着走进房间的女人 就见女人直接将袋子扔到了桌上 然后冲着站在房间门口的夏月 招了招手 愣着干嘛 过来坐呀 她俨然是把这里当成了她自己的家 先把她放了 夏月对她并不友好 一双已经变成血红色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女人 别这样盯着我 你知道我吃软不吃硬 叫声姐姐 我就放了她 女人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给自己点上了一根 靠在椅背上若无其事地看着夏月 姐姐 李穆罕人傻了 这夏月有这么听话吗 还是要说 这个女人强大到 即便是夏月 也没办法和她来硬的 哎乖 放了她 夏月的雨气变得冰冷 女人随后缓缓吐出一口烟圈 抬手打了个响指 李穆罕顿时感觉 那些压在身上的千斤重担 在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初次见面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将烟头在桌上熄灭 女人又从西装衣兜里 掏出一张名片 放在了桌上 李穆罕也明白了 这女人不是什么普通人 她走到夏月身边 面对着这女人如灵大敌 我叫林泽 隶属于华夏国家特管局 专门负责收容那些 并不属于人类的特殊群体 说到特殊群体的时候 林泽看了一眼夏月 你旁边这位小姐的真实身份 你应该也知道了 我就是她的担保人 所以 她昨晚倒出那么大动静 我真的是很困扰 处理不好的话 我会有大麻烦 昨天的事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李穆罕挡在了夏月身前 林泽身体往后靠了靠 仔细端向了一阵李穆罕 随后脸上又露出了那种 楚边不惊的笑容 我知道是你 原本我们并不清楚 另一个目标是谁 但走进这庄公寓我就明白了 这里充斥着一股浓厚的味道 恶魔的味道 夏月突然抬手 空气当中凭空出现了五根 由鲜血组成的尖刺 这些尖刺环绕在林泽的四周 只要夏月动动手指 就会将这女人的身体穿透 死 林泽吸了一口气 看着近在咫尺的鲜血尖刺 她不由地摇头叹息 我是你的担保人 你们吸血鬼都这么恩将仇报吗 你想对她做什么 夏月没有收起那些尖刺 此时的她 头发也开始变成白色 俨然一副要开打的架势 别激动 我只是来进行调查 她是恶魔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我要保证 她是否会对人类造成伤害 她不会 夏月坚决地说道 小可爱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昨晚收集那些残破的尸体 我的同时可忙活了一晚上呢 林泽看向了李穆涵 可以告诉我 你是原生恶魔 还是被附身的人类呢 至少按照我的记忆 我应该是人类 李穆涵说道 林泽点了点头 而后站起身 走到了李穆涵身前 夏月刚想 说什么 李穆涵抬手对她摇了摇头 她看得出来 这个叫林泽的女人 对自己没食妖恶意 而且似乎对夏月有恩 与其让他们在这里起冲突 倒不如先看看 这林泽想要做什么 乖 真懂事 看到李穆涵拦住夏月的动作 林泽微微一笑 而后抬起手 摘下手套 摸在了李穆涵的胸口 李穆涵没有任何动作 就静静地 让对方感受着自己的心跳 这个力量 林泽微微皱了皱眉 这让李穆涵 有些紧张地 咽了一口唾沫 但片刻之后 林泽的脸上 又换上了那种淡漠的笑容 告诉我 那只恶魔和你说了些什么 你还是站在人类这边的吗 他几乎没和我说几句话 我现在还算人类吗 林泽看着李穆涵的眼睛说道 很遗憾 不算了 最终林泽 好像是厌倦了这种对峙 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加入特管局 为了守护人类和自己的国家 好好利用你的力量 这样 你还可以有条件地 保留你现在的生活 需要我提醒你吗 你杀了十个人 李穆涵在这一刻 终于有了一丝实感 杀了人的实感 他杀了人 来找他的应该是警察 但现在来找他的 却是一个叫特管局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 对非人类来说 也相当于是警察 如果自己拒不接受这个提议 那等待着自己的 自然是永无止境的追杀 而从刚才这女人 露的一手来看 他也绝非什么普通人 而且我再提醒你一句 你得罪的那位公子 可不是普通人 他父亲是肇事财团的老总 没有我们的庇护 他可能并不会放过你 林泽打开塑料口袋 拿起一块面包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道 当然 你身边这只吸血鬼 肯定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但如果他因为你而伤害了人类 那特管局 也会将他列入捕杀对象 你愿意让他落得这个下场吗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林泽看出了李穆涵眼中的茫然 他想站起身 但身边的尖刺还环绕在他的四周 于是林泽笑着看向了夏月 你养父母的事情 我还没和你算账呢 怎么 现在还要惹我生气 一提到自己的养父母 夏月的身体顿时愣了一下 而后他慢慢闭上了眼睛 头发恢复成了黑色 那些尖刺也逐渐消失 放心吧 我不是什么坏人 可以说 特管局对现在的你来说 是最好的归宿 说完 女人用桌上的纸巾擦了擦手 走到了门口 考虑一下 好好考虑一下 说完便关门而去 留在房间里的夏月和李穆涵都没有说话 李穆涵坐在了椅子上 他一直看着自己的手 想到这双手 昨晚夺走了十条人命 他就感觉一阵胆寒 夏月本来想安慰几句李穆涵的 但李穆涵却突然抬起头 对他露出了一个傻笑 没事 传到桥头自然指 总会有办法的 你真是个傻子啊 其实李穆涵的性格一向如此 即便遭受再大的打击 他也能站起来 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个美好的童年 或者良师亦友 相反 他的成长环境可以说是如同地狱一般残酷 其实直到现在 李穆涵也能感觉得到 内心里的那个剧院里的那些恶魔 正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他们乐意见到李穆涵变得丧气 变得沉沦 这样他们就会更早一步得到这个身体 只是我现在可能就不算人类了 稍微有些可惜呢 李穆涵笑着挠了挠头 夏月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伸手抓住了李穆涵的手腕 而后直直的看着他的眼睛 我带你看一样东西 说完夏月不等李穆涵反驳 直接一把拽着他的手来到窗边 闭上眼睛 啊 为什么要 别问 闭上眼睛 看着夏月那双在月光的照射下 玲珑剔透的双眸 李穆涵微微有些动容 他觉得自己心跳有些加快 而后他慢慢闭上了双眼 陡然间一股失重感袭来 李穆涵感觉夏月拽着自己 跳出了窗外 世界一片寂静 只有呼啸的风声传入耳朵 好像时间也静止在此刻 李穆涵握住夏月微凉的手 满心平静 他甚至还有闲心 去思考吸血鬼的体温问题 可以睁眼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或许很长 或许也只有短短一瞬 夏月的声音在李穆涵耳边响起 李穆涵顶着强烈的冷风 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此刻的他被夏月抱着 两人漂浮在整座城市的上空 脚底是星星点点的灯光 和川流的车辆 万家灯火都在他们脚下 远处还有与城市港口 相接的大海 在夜里泛着黑色的波涛 这还是李穆涵 李穆涵第一次以这种视角 俯瞰这座城市 从小出生在孤儿院的他 连天海市都没出去过 更别说坐飞机了 夏月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地抱着他 让他不至于掉下去 李穆涵也渐渐明白了夏月的意思 从另一个角度 去审视这座城市 或者是这个世界 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就像夏月现在正在做的事一般 他作为一名吸血鬼 却在用人类的方式生活 那作为人类 李穆涵又为什么不能作为怪物 再去活一遭呢 这里的景色 比高级饭店的顶层还要好 对吗 李穆涵微微一愣 然后明白了夏月话里的意思 他还记得 上次无意中看到的 顾若曦的朋友圈 高级酒店的顶层 和这里比起来 瞬间便不值一提了 就当做你收留我的礼物 当然我知道这远远不够 但是 夏月微笑着看向李穆涵 话还没说完 李穆涵便已经紧紧抱住了 他的身体 谢谢 李穆涵紧紧地回抱住了 夏月那娇小又有些冰冷的身体 当个怪物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天海式的电视塔最顶端 李穆涵坐在这里 愣愣地看着脚下的夜景 若不是那呼呼的冷风 吹得他的脸颊生疼 只怕是 他到现在都还有一种 恍若做梦的感觉 而夏月呢 他已经化作了吸血鬼的形态 少女紧紧靠坐在李穆涵身边 那双巨大的蝙蝠翅膀 轻轻合拢将二人包裹在其中 这样还冷吗 嗯 但我现在还是很疑惑 这副身体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清醒过来之后 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除了那些带血的衣服 李穆涵醒来之后 身上没有一丁点受过伤的痕迹 恶魔的力量会修复你的身体 夏月说道 李穆涵摸着自己的心脏部位 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跳非常缓慢 慢得完全不像一个还活着的人类 此时他想起来了 脑子里之前关于力量的解释 在万雷引杀戒雨当中 他的恢复力能提高十倍 也就是说 他的伤都已经在戒雨的时候被治愈了 这真是个非常方便的能力啊 但是果然 我还是不想加入什么特管局啊 夏月微微一愣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李穆涵已经转头看向了他 少年的眼中 还残留着一丝恶魔的金色余光 那并不是代表希望的颜色 而是一种绝望 可李穆涵却并没有拒异 反而是一脸的洒脱 虽然那个叫林泽的女人说得很客气 但其实也就是想把我当一条狗拴起来吧 这样对他们来说也省事了 李穆涵抬起手 看着自己的手掌苦笑着说道 至于恶魔的力量 以后我也不打算再用了 夏月没有回答 因为一旦被特管局盯上的异类 只有三种结局 一加入成为特管局管控的异类 同时为特管局效力 二直接被猎杀 永远消除其存在的隐患 三过于强大 且与世无争的异类特管局 也不会太过于执着地去 对其进行监管 毕竟都那种等级的异类了 若是真的想毁灭世界 也不是监管就能有效阻止的 李穆涵抬头看着那皎洁的月色 从塔顶看过去 似乎也并没有距离月亮更近一些 管他呢 这次捡了条命回来 我赚了 可能这都是我的错 我的出现才让你遇到了这些事 真的对不起 夏月低着头 眼里带着一丝歉意 李穆涵微微转头 看着身旁的少女 眼神之中流露出了一丝温柔 真是太好了 而后他一把将夏月抱在了怀里 这反而是让夏月呆住了 你这是做什么 感谢你 真的谢谢你 多亏了你出现 我才能这么快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虽然这么说好像有点奇怪 但你真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 夏月不理解 爱情 这种感情 他几乎从未有过 在这世间徘徊了上千年 他也从未遇到过 有任何一个人能让他产生这种感觉 这让夏月一度以为 血族都是没有爱情这种情感的生物 但眼前这个人类 爱情对他如此重要吗 那如果自己能爱上他 是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此时的夏月 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他以为这对李穆涵是一种报恩 于是轻轻地回报住了李穆涵 第二天 李穆涵早早地来到了学校 就算只有五年可以活了 这学还是要上的 珍惜每一天 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 来到学校之后 他发现学校里 今天似乎笼罩着一层阴云 所有人都在焦头接耳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仿佛能听到 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 穆涵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李穆涵回头正好看到 罗阳朝自己跑来 昨 昨晚 昨晚 我是不是睡过去了 你还好意思说 车费三十 还我 李穆涵看着跑得气喘吁吁的 罗阳没有留情 直接伸手要钱 哎 哎 我还没找你要我的爱车呢 先不说这个了 你知不知道昨晚 就在我们吃烧烤的附近 那条街发生了一件事 罗阳的神情十分夸张 就好像是在讨论 什么惊天大秘密一样 什么事 不知道 李穆涵的神情 也有些不自然 如果自己猜的没错 那件事不仅自己知道 而且还是始作俑者 我告诉你啊 那天就在我们吃烧烤 那附近的一条街上 出人命了 出什么人命了 李穆涵下意识 眼神有些躲闪 当然 罗阳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 他继续给李穆涵讲 这他所知道的信息 出车祸了 三辆车 在那条街上撞在了一起 死了十个人啊 还有一位更是重量级 没死 但手被撞断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就是咱们大学里有名的富二代 赵乾坤啊 等等 你刚才说 车祸 李穆涵突然抓住了盲点 你关注点在哪啊 重点不是车祸 是赵乾坤 赵乾坤断了一只手 我知道他断了一只手 我做 你做 我做完早饭之后 就看到了新闻 罗阳一脸的不爽 那你他娘的 刚才和我说 你不知道 我以为你有啥新消息 别打岔 你刚才说这是车祸 对啊 你不是看了新闻吗 说来也怪 那条路人既罕至 商铺住家都没有 平时都没有车来往 昨晚竟然能发生三车相撞 简直见了鬼了 就在李穆涵和罗阳 一边说着话 一边往大教室走的时候 前方一个有些恍惚的身影 也朝他们走了过来 李穆涵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那是顾若曦 此时的顾若曦眼神恍惚 脸色憔悴 似乎是昨晚一整晚没睡 想也知道 赵乾坤出事之后 他肯定去守了一夜 毕竟赵乾坤 可是他通往上流世界的金钥匙 他怎么舍得赵乾坤死去 顾若曦此时也看到了 李穆涵和罗阳 喂 穆涵 那是 不用搭脸 李穆涵脸色如常 现在的他看到顾若曦 即便是如此失魂落魄的顾若曦 心里竟然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顾若曦慢慢停下脚步 他抬起手 想和李穆涵打个招呼 可李穆涵却直接和他擦身而过 眼睛都没看他一眼 顾若曦的手僵在了半空 他觉得十分委屈 李穆涵凭什么这么对自己 自己不过是想要更好的生活 不过是不想再过苦日子 我错了吗 我有什么错 可是他却全然忘了自己 想要的这一切都 曾经建立在了李穆涵的痛苦之上 穆涵 这么绝情啊 绝情 也没有吧 就是感觉完全不想 和他扯上什么关系罢了 李穆涵话里没有半点的同情 罗阳朝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牛逼 不愧是有新女朋友的人了 李穆涵这才想起 那晚罗阳是见过夏月的 虽然夏月不是自己的女朋友 但现在他们住在一起 而且还互相照顾彼此 说不是女朋友 其实也没人会信吧 当天晚上八点 顾若曦精心打扮了一番之后 来到了医院病房门口 却被门口的保镖拦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他指着那些保镖骂道 我是你们少爷的女朋友 保镖对视了一眼 即便戴着墨镜顾若曦 也能从他们脸上看出不屑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这些保镖之前 可是对他点头哈腰 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少爷的女朋友 哪一个 什么哪一个 你们少爷就我这个一个女朋友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顾若曦气的小脸通红 特意化过妆之后 他的面容更加精致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保镖嘲笑着说道 咱们少爷就是 把你当成一个玩具 你这骚蹄子 真以为我们少爷 会喜欢你这种肮脏的女人 肮脏 你说我肮脏 顾若曦气的眼睛都瞪直了 你们两个竟然敢这么说我 等赵乾坤醒过来之后 我一定 等少爷醒来之后 估计也没空搭理你了 还在这儿狗张人士呢 你这种给钱就能上的婊子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 你说什么 顾若曦气的就要上钱理论 却被保镖一手轻松推到了地上 他穿着高跟鞋 这一摔下去 让他的屁股生疼 瞧瞧你这副德行 估计少爷就算醒了 被你也没啥兴趣了 别胡说 少爷说过的 等再玩一段时间 就把他扔给我们玩 嘿嘿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先 你 你们 等我们玩腻了 再把你卖到国外去做鸡 妈的 老子早就 看你这婊子不爽了 婊子 鸡 给钱就能上 这些话多么熟悉 自己前几天 还用这些话 骂过那个叫做下月的女人 而现在 自己却也成了这些话的受害者 你 闻这些王八蛋 给我等着 这件事没完 赵乾坤 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抛弃了 交往了这么多年的男朋友 你这个混蛋 臭婊子 你他妈在这儿胡言乱语 我们真不客气了 最后 顾若曦是被两个保镖 扔出了医院大门 原本光鲜亮丽的衣服 现在被拉扯得破破烂烂 头发也乱作一团 他此时看上去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神器和风采 踩着断了一截的高跟鞋 独自走在夜里的街道上 顾若曦固然觉得有点冷 明明身上穿着昂贵的大衣 但这种冷却是 由内而外的感觉 他缓缓停下脚步 看向夜空 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看到了从前 看到了从前那个不善言辞 但却说 要保护他一辈子的男孩 看到了那个 对他照顾的无微不智格 关怀体贴 说要成为他依靠的少年 也看到了那个 和他擦肩而过 但眼里再也没有他的男人 他缓缓呼出一口白气 心里不由地问自己 我错了吗 天海市肇事财团大厦顶层 赵志江 作为华夏早年做生意 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 他在官场上纵横数十载 早已经建立起了 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肇事财团也在华夏 拥有响当当的名号 而这一切 带给赵志江的 是数之不尽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利 可现在 他却犯难了 因为自己儿子的事情 他竟然查不出半点头绪 你说什么 监控坏了 掉不出 这怎么可能 附近的监控呢 都坏了 我去你妈的 碰 摔掉了手机 赵志江愤恨地走到了落地窗前 俯瞰着这座他起家的城市 原本以为这座城市 早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但现在 赵志江才隐隐发现 在这座城市的黑暗深处 仿佛还有着什么 自己完全没有涉足 也无法涉足的领域存在 而这个存在 现在正在对自己 张开血盆大口 赵总 秘书拿着文件走了进来 您这几天没在总部 那边有些事情需要您 我儿子都被人弄了 我还处理个屁的文件 赵志江转身怒吼 吓得秘书赶紧逃一般地 离开了办公室 赵志江今年58岁 他当然不止赵乾坤这一个儿子 他有三个老婆 每个老婆都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说实话 赵乾坤并不是他最满意的一个孩子 甚至还有些嫌弃 因为这孩子和他妈一样贪图享乐 从不懂得如何去进步 去学习 这么大一个商业帝国 赵志江也打定了主意 不可能让赵乾坤染指半寸 但现在是赵乾坤 被人卸了一条胳膊 这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 喂 他又拨通了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是绝对加密的 平时赵志江也绝对不会联系这些人 赵总 您交代的是 查到了一些眉目 电话那头的声音 用了变声器 这是一伙在华夏国 专门做地下情报交易的非法组织 即便是赵志江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但只有一点赵志江很确定 他们办事有自己的方式 虽然价格高到连赵志江都觉得昂贵 但物超所值 可这一次 这人却只对赵志江说查到了一些眉目 什么意思 连你们都查不到 电话那头的人冷笑了一声 赵总 我不骗你 若不是您的单子 我们真的不太想触碰这件事 他的保密程度高到您无法想象 兄弟这是接了个烫手山芋啊 别他妈废话 你们的收费标准 难道我让你们去查鸡毛蒜皮的小事 查到了什么 赶紧说 已经发到您手机上了 嘟嘟 正好这时候 赵志江的另一部手机响了响 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通过层层加密 完全无法找到源头 里面是一段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清楚地显示了 自己的儿子带着保镖围殴了一个男生 那男生看上去和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 就在自己儿子一棒球棍 打在那男生头上的时候 视频突然中断了 怎么回事 后续呢 赵志江问道 后续的所有视频全都无法找到 这段视频已经是我们拼了命 从你想不到的地方回复的了 那有个屁用啊 赵总 您别生气 公子身上发生的事 或许就和这个人有关 他不是都让我儿子打死了吗 赵志江根本不关心那人的死活 就算打死了人又怎么样 只要自己儿子处理得干净就好 他没死 作为附赠 我会告诉您这人的一些信息 赵志江捏着手机怒火中烧 因为他现在可以确认 这件事根本不是他妈的狗屁车祸 是有人害了自己的儿子 而视频里 这个被自己儿子殴打的男人 就是关键 当天下午六点 李穆涵上完了最后一节私修课 准备回家 他今天和夏月约好 要去他打工的烧烤摊 接他下班 虽然夏月说 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但李穆涵还是觉得 一个女孩子 大半夜一个人在路上走不太好 夏月也没说什么 只是低着头笑了笑 说了句 嗯 那我等你 就在李穆涵走到一条街道的时候 一辆无牌面包车 突然在他身边停下 而后几名蒙面大汉 三下午除二 就将李穆涵抓上了车 李穆涵没有抵抗 他很清楚 这些人的手法相当专业 而且是有备而来 自己抵抗 或许会遭到更加可怕的行为 你们要带我去哪 我没钱 我是 姑儿 你们绑架我没有 话还没说完 一个头套 就被戴在了李穆涵的脑袋上 安静点 随后在黑暗之中 李穆涵感觉一阵颠簸 车子大概行驶了四十分钟 原本外面还有车辆的声音 可现在已经是一片安静 哗啦 车门被打开 李穆涵被人拽着下了车 而后他 感觉自己被人架着 拖入了什么建筑内部 当头套被揭开的时候 李穆涵已经被人用手铐 靠住了双手 掉了起来 而这里应该是某个不知名的地下室 你们到底是谁啊 我真没钱啊 不至于这样吧 先把我放下来行吗 几个男人没说话 看他们的体格 应该应征了李穆涵之前的想法 这些人应该都是特种兵退役 自己在他们面前 没有任何胜算 很快 一个男人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被对李穆涵说了几句之后挂了电话 而后李穆涵发现 转过身的他 眼神完全变了 完了 李穆涵心里凉了半截 果然 他一招手 几个人立刻对李穆涵一顿暴揍 他们很好地避开了李穆涵的要害 但都打在了 会让人疼痛万分的部位 不出半小时 李穆涵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鲜血不住地往下滴落 这时候门开了 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横眉怒目 直视李穆涵 冷声说道 就是你剁了我儿子一只手 你 在说谁啊 大叔 李穆涵微微抬起头 看了一眼男人 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了 这男人就是赵乾坤的父亲赵志江 看来 你还不太清醒 赵志江微微一挥手 他身边的男人 一个回身踢猛地 踹在了李穆涵的腹部 被吊在半空的李穆涵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也像是沙包一样 被打得来回晃荡 我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你害了我儿子 你们这俩父子 真是一样的恶心啊 李穆涵吐出一口血水 他满脸鲜血地看着赵志江 脸上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我查过了 你他妈就是一个孤儿 从小生活在一个黑心的孤儿院里 被人当狗养着 就因为我儿子抢了你婆娘 你他妈就敢断了他一条胳膊 大叔 你他妈会不会说话呀 不是你儿子 来找我麻烦吗 李穆涵努力保持呼吸 不让这阵疼痛折磨得自己晕过去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若是晕过去 身体里的恶魔一定会再次出现 现在夏月不在这里 如果恶魔大开杀戒 自己只怕是无法阻拦 赵志江冷笑一声扔掉了烟头 小子 我很忙 但是现在我专门为你腾出了一晚上的时间 我相信今晚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 说吧 赵志江抬手打了个响指 一位保镖立刻将一把锋利的斧头 递给了赵志江 你砍了我儿子一只手 我就先剁了你一条腿 当然 你的狗命和我儿子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一条腿只是利息 我今晚会和你好好算算账 说完赵志江一挥手 几个保镖一拥而上将李穆涵的身体扶住 其实李穆涵已经没有力气抵抗了 只能看着赵志江握着斧头 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来 就在赵志江走到李穆涵身前 举起斧头要砍下的瞬间 叮叮叮 赵志江口袋里的电话响了 他很不耐烦 握着斧头咬牙切齿 但最后还是决定先接电话 看到是未接来电 他的火气就上来了 接起电话就骂 草泥马的谁啊 而下一瞬间 所有人都看到赵志江的脸色变得惨白 气势也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 是我 领导 不好意思 我刚才 刚才 对不起 我 我现在 我现在在公司准备开会 赵志江 你现在在哪儿我很清楚 你在天海市郊外的私人别墅地下室里 我还知道你准备做什么 我警告你 赵志江 你要是感动 那孩子一根毫毛 我扒了你的皮 领导 您 您说 赶紧把人放了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赵志江的手还在发抖 因为给他打电话的人 是就连他这种身份怎么高攀 也不会被搭理的领导 他放下电话 默认地回过头 盯着李穆罕 这小子 不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锅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种级别的领导 会亲自给自己打电话来保这小子 小书高小说网 袁玉明已被污染 请记住新玉明 http冒号斜杠杠3w.11 asubo.net 砰的一声 赵志江将手中的手机 砸向了地面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第一次如此情绪失控 在他建立起赵氏财团 这个王国的时候 无数的人都想来巴结他 他想要什么 也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谋取 但现在 赵志江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 就是因为 眼前这个害自己儿子 断了一条手臂 被吊起来 打得半死的锅 你他妈到底是谁啊 赵志江朝着李穆罕怒吼 李穆罕只是垂着头 嘴里还在低躺着带血的唾液 此时的李穆罕脑子很疼 他其实只要动用恶魔的力量 开启戒狱 眼前这些人就都是戴载的羔羊 但他实在是 不想再让自己的双手 沾满鲜血了 行了行了 吵死了 能不能安静点 最后 李穆罕被赵志江吼嘴 耳朵都发麻了 实在忍不住骂了一句 赵志江猛了 他没想到 李穆罕会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下意识地以为李穆罕 是在挑衅自己 从发家之后 就没有受过如此侮辱的赵志江 冷笑着走到李穆罕身边 小子 就算你有天大的靠山 可你现在也还是在我手上 你是否应该对我尊重一些 是你儿子先动的手 老子只是正当防卫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就赶紧 啪 赵志江猛地抬手一巴掌 打在了李穆罕的脸上 这一巴掌势大力尘 直接打得李穆罕喷出一口血水 老子是要不了你的命 但你也得陪我儿子一只手 赵志江抄起那把斧头 亲自拽着李穆罕的头发 朝他被吊起来的手 就狠狠砍了下去 可就在那斧头的锋刃 即将触碰到李穆罕手臂的时候 赵志江的身后 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么大火气啊 赵总 看来是给您打电话的人 没把话说明白 赵志江一愣 和几名保镖一起回头 就见房间门边那张 原本空无一人的椅子上 现在正坐着一个 穿着黑色西装的女人 女人脸上戴着弹幕的微笑 看着赵志江 赵志江刚想发火问女人是谁 但突然想到 自己在这郊区别墅遍布护卫 可现在没有一个人 来向自己通报 有人闯进来 莫非这女人是凭空出现的 还是说 外面的人都 您不用担心那些人 女人从西装兜里掏出烟 又拿出打火机点上 咔嚓 打火机和火苗窜动的声音 回荡在此时寂静无声的地下室内 显得格外清晰 他们都还活着 你是谁 最后 赵志江选择了冷静的做法 毕竟刚才电话里那位领导说过 知道自己在哪 莫非这附近已经被包围了 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 那他们不可能只派一个女人进来 似乎是看出了赵志江的想法 女人翘起了腿 用玩味的眼神看着赵志江 原本我不想来找您的 赵总 但您似乎不太懂规矩 什么他妈的规矩 我儿子被这小子卸了一条胳膊 我卸他一条胳膊 很合理吧 很合理 没有问题 您尽管动手 李穆涵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微微抬起头 正好看到林泽也在看着自己 毕竟自己惹下的祸 就要自己承担责任啊 林泽似笑非笑地对李穆涵说道 关 关我屁事 是他儿子来找我 我差点就死在他儿子手上 你急什么 林泽抖落了烟灰 看向赵志江 赵总 我知道您找了一些 不太干净的组织调查了这件事 也的确是我们办事疏忽 没意识到 那些阴沟里的老鼠 为了钱什么活都敢见 女人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然后开了免提 很快电话里响起了男人的惨叫 对不起 这件事 这件事都是姓赵的逼我们的 赵志江冷汗直流 因为他很清楚 电话里那人是谁 正是自己找的那个地下情报组织的人 连他们也被找到了 赵总 有时候国家没有搭理这些老鼠 不是因为找不到 也不是没办法 只是因为生态需要的 但如果这些老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林泽说着话 电话里那头传来了一声枪响 接着电话里便再也没有了声音 你 你想怎么样 赵志江的额头 也冒出了一丝冷汗 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 了他的预计 原本以为只是个没有什么背景的锅儿 死了也没人会过问 但现在的情况是 自己好像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不想怎么样 赵总 您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家 国家还指望着您那税呢 我怎么也不会对您这样的一世父母动手啊 这句话很明显了 这女人是吃公家饭的 林泽脸上又绽放出了笑容 只是下一秒 她的笑容消失了 那并不算大 有些狭长的双眸里闪出的是充满了杀意的寒光 赵总 我最后再给您一次机会 不要再来纠缠李慕涵了 您听懂了吗 赵志江没有说话 两久之后 他冷哼一声挥了挥手 几名保镖将李慕涵放了下来 赵总是聪明人 我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 林泽笑着站起了身 走到了那几名保镖身边 接过了李慕涵 那我们后会有期了 赵总 赵志江拳头捏得死死的 可没有半点办法阻止这二人走出地下室 赵总 就这样算了 算你妈 赵志江反手一巴掌 狠狠将说话的保镖打翻在地 而后顺手抄起了刀 猛地砍断了那保镖的手 这件事 没完 保镖的惨叫和赵志江的怒吼 回荡在地下室内 而李慕涵被林泽搀扶着走出了别墅 这一路满地都是倒地不起的保镖 他们并没有死去 而是陷入了昏迷 也没有任何外伤 就好像是突然睡着了一般 林泽亲自开车带李慕涵回了家 公寓楼下 夏月似乎早就已经等在了那里 她的脸色冷若寒霜 在看到李慕涵从车里艰难走出来的时候 她的脸色才稍稍缓和 怎么样 没骗你吧 人给你带回来了 林泽也下了车 她靠在车门上对夏月说道 就算没有你帮忙 我也能把她带回来 夏月搀扶着受伤的李慕涵对林泽说道 那是我多管闲事了 还有一天时间 李慕涵 你好好考虑哦 说着 林泽就要开车门 我可以先了解一下吗 李慕涵却在此时突然对林泽说道 了解 毕竟是要让我下辈子都受到监管的组织 我总要好好了解一下吧 于是 当天稍晚些时候 身上和脸上都缠着绷带的李慕涵和夏月 坐着林泽的车来到了天海市最大的银行 再看到林泽走到一处极其隐蔽的暗门 打开了一道电梯之后 他人都傻了 这不是在人民群众的钱包下面打个洞吗 他不禁吐槽了一句 尹德林泽忍俊不禁只能无嘴偷笑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李慕涵的惊恶来到了姐姐 原本以为就是银行下方的一处秘密办事点 但这简直就相当于一座建立在地下的枢纽 银行的下方只是枢纽点之一 从这里还可以通向特管局其他的办事机构 结构体系相当庞大且完整 邻居来接他们的是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少女 她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在电梯外的道路边停下 这简直就是一座地下王国呀 李慕涵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的景象不由地称奇 夏月似乎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所以显得很平静 只是很警惕地护在李慕涵的身边 似乎是对林泽相当不信任 夏利亚 别这样盯防我 我们之间以前是有过节 但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而且和你有过节的人太多了 你每个都这样防备 那岂不是太累了 放松点吧 你不值得信任 林泽本来想打圆场 但是却被夏月冷冷顶了回来 她也只能无奈耸了耸肩 李慕涵倒是很好奇 夏月是吸血鬼 年龄自然不用说 一百岁都是看不起她 起码三百起步 可是这林泽又是什么来头呢 车子开了十多分钟 来到了一处建筑前 可想而知 这地下究竟有多大 这里是天海市特管局本部 林泽走在前面给二人带路 这一路上遇到的人 每个都对林泽十分尊重 路过都要喊一句 林局 很快 林泽带着李慕涵和夏月 来到了登记中心 姓名 李慕涵 年龄 二十一 所属异类 啊 当被登记员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李慕涵了一下 血恶魔 林泽笑着对登记员说道 登记员愣了一下 第一次抬起头 看了看李慕涵 恶魔 邻居 没搞错吧 我们从没受容过恶魔啊 没搞错 这不就被我逮了一只吗 林泽打趣一般的说道 行吧 听明白 李慕涵 你和我过来 登记员起身 朝着李慕涵招了招手 示意让他跟着进入房间 李慕涵看向了林泽和夏月 去吧 没事的 只是平平一下你的灾厄等级 灾厄等级 李慕涵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有些好奇 之后我会和你解释的 林泽朝他挥了挥手 现在赶紧进去吧 咱们的员工都很忙了 在迈进房间的那一刹那 李慕涵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压抑感 这个房间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明亮 没有摆放着各种高科技的检测设备 反而显得有些阴暗 正当李慕涵心中疑惑时 他的视线落在了房间中央的一张轮椅上 轮椅上坐着一名少女 他身穿一袭如雪般的白色长裙 眼睛被一块白布蒙住 似乎无法看见这个世界 一头银色的长发 如同瀑布一般清晰而下 在这昏暗的房间里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面容秀美 如同精致的瓷器一般 让人不敢轻易触碰 于是 新来的异类 需要您帮忙坚定一下 登级员对女人彬彬有礼 女人听到声音之后 也微微转过了头 过来吧 他微笑着看向李慕涵 就仿佛眼睛完全没有受那白布 影响一般 脸上的笑容 也让李慕涵觉得无比温满 快去吧 不要耽误时间了 登级员催促李慕涵 没办法 李慕涵只好走了过去 请握住我的手 李慕涵伸出了手 轻轻和银发女人的手握住 在这一瞬间 她仿佛被某种力量牵扯 这力量想要让她进入其中 女人没有过多地抵抗 她必须深入才能了解 这究竟是一股怎样的力量 这也是她存在于此的使命 一个剧院 一个空旷的剧院和舞台 银发女人站在舞台的中央 她的脚此时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 眼睛也慢慢睁开 她环顾四周 看着这诡异的剧院 恶魔 女人嘴唇轻微吐出两个字 因为她发现了 在那昏暗的观众席之上 隐隐约约 有着一两只恶魔的身形隐匿其中 为何她的身体里 竟然寄宿着这么多恶魔 女人自言自语一般 看着那些恶魔说道 好在这些恶魔力量不算太强 可都充斥着混沌与邪恶的力量 无妨 只是几只小恶魔 最终 人下了结论 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女人的身影 最终消失在了舞台之上 而后聚光灯 啪哒啪哒 一盏一盏熄灭 在那黑暗的观众席上 不知道是谁 突然响起了一声吃笑 而后是第二声 第三声 吃笑 嘲笑 狂笑席卷了整座剧院 无数双恶魔的眼睛 在黑暗之中睁开 她们像是恶作剧成功的孩子一般 疯狂嘲笑着已经离开的女人 直到所有的一切 都被黑暗的深渊所吞噬 世界也恢复了沉寂 女人松开了手 依旧对李慕涵抱以微笑 抱歉 我脑子里有点东西 是李慕涵怀着歉意对女人说道 她知道 刚才女人看到了和她一样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这女人的能力 银发女人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你很特别 你的灵魂很纯洁 但里面却住着一些恶魔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灾厄等级 混沌 最后 女人说出这句话之后 便被过了身 不再言语 明白 您辛苦了 这个等级 似乎并不是特别高的级别 登级员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等李慕涵和登级员离开之后 女人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她不明白 不明白自己当时若是不像那样 假装看不到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会不会放她离开 她的手现在还在颤抖 还在后怕 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在李慕涵离开房间之后 黑暗之中林泽走了出来 她微笑着 看向了银发少女问道 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样的灵魂 才能容得下这么多可怕的恶魔 连地厅的子嗣 都对她的评价如此之高 那这次我还真算是捡到宝了呀 银发少女对林泽的乐观 持怀疑态度 她是恶魔 特管局没有收容过恶魔 也没有应对恶魔的经验 那名人类撑不了多久 一旦恶魔占据了她的身体 放心 林泽在少女身前蹲下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若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会出手的 而后 林泽给李穆罕解释了一下特管局对异类等级的评定 最低等级是混乱 一般来说 就是一些混入了人类世界的山精野怪 普通的警察也能收拾 而后世混沌 这种等级的异类如果作乱 那就会由特管局介入 再然后是灾变 到达灾变等级的异类 已经是属于受到了管控的异类了 如果没有特别许可 他们甚至无法在人类世界正常生活 之后是霍乱 烟灭 天灾 这三个等级的异类 禁止与人类接触 必须在特管局的严密监控下存活 夏月是个例外 华夏国特管局副局长林泽 亲自为其做了担保人 保证他不会危害到人类社会 他这才能行走于世 最后一个等级 灭世 自从特管局建立以来也只出现过一次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出现过两次 其中一次是在千年之前的华夏 那一次人类几乎灭绝 第二次则是在七百多年前的欧洲 而那一次的天灾 也造成了全球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那便是席卷了整个欧洲的黑死病 李穆罕在听到灭世等级的时候 突然一愣 因为在巴尔的殿堂之中 脑子里对巴尔的等级平定正式灭世 而夏月是天灾级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得到了巴尔全部的力量 自己可能会比夏月还能打 既然你决定加入特管局了 那就带上这个 林泽从一名工作人员处 拿过一串吊坠递给李穆罕 等等 我还没决定加入 我说了 就是来看看 李穆罕没有去接那个吊坠 但林泽却将其塞到了李穆罕的手中 这东西是专门在你动用恶魔力量的时候 起到一点小小的辅助作用 让你不至于失去自我意识的 林泽笑着说道 李穆罕有些好奇 他看了看夏月 发现对方也没有反对 之后就将项链戴在了脖子上 虽然自己说了 不会再用恶魔之力 但如果又遇到像今天 赵志江来寻仇这种情况 光平自己是真的没法脱身的 既然特管局这么大方 那不要白不要白 我还以为他会给点反应呢 如果我动用恶魔之力的话 他会怎么辅助我 林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笑着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对了 项链戴上了就别随便取下来哦 否则会发生什么 连我都没法保证 卧槽 那你在我戴上之前说啊 李穆罕感觉自己走入了一个天坑 但林泽却笑着糊弄了过去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件事了 在特管局的餐厅里 林泽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看着坐在餐桌对面的二人说道 你的担保人 不管你家不加入特管局 你都必须要有一名担保人 可惜我已经是你旁边那位的担保人了 所以 那我来做他的担保人 不等林泽说下去 夏月已经提前一步说道 嗯 林泽似乎是在考虑什么 他轻轻喝了一口咖啡 眼睛却不停来回打量二人 你们上过床了吧 突然的一句话 吓得李穆罕一个机灵 啥 没 没有的事啊 我们清清白白 啥也没有啊 他红着脸辩解 自己虽然和夏月住在一起 虽然他们抱过 还在同一张床上抱过 还在同一张床上睡过 但是没做过呀 好吧 这话说出来 连李穆罕自己都有些不幸了 夏月 你也快解释一下呀 李穆罕见林泽 只是看着自己笑而不语 他急了 赶紧看向了一旁的夏月 结果回过头就发现 夏月深深地低着头 漠不作声 而他的脸 此时已经是一片羞红 等等 喂 什么夏月会是这个反应 突然之间 李穆罕想起了第一次 被夏月吸血之后的事 自己失去了意识 但醒来后 夏月的种种表现 难道 夏月的头埋得更低了 脸也红到了耳朵根 李穆罕也暂时放弃了思考 不过这件事之后 一定要好好问问夏月 自己再没有意识的时候 行了 打住 我答应了 你就作为他的担保人吧 你们两人从现在开始 必须住在一起 李穆罕 你不能离开夏月的视线 超过24小时 否则特管局 会直接对你下达捕杀令 林泽打断了李穆罕的胡思乱想 却让李穆罕 陷入到了更深的沉思当中 嗯 感觉我自己像一头畜生 之后 林泽带着二人来到了特管局的训练中心 这里是培养可以和一类对抗的特殊人类的地方 而也是 在这时候 李穆罕才知道 原来特管局里也有许多的一类工作人员 看来要打败魔法 还是得用魔法才行啊 不仅如此 即便是人类 在经受过特别的训练之后 也可以让自己学习到介于这一类的力量 但这种训练方式极其严苛 而且有着很高的死亡几率 因此 特管局内现有职员多事支援人员 涉及到战斗的部门人员就会相对较少 主要作战力量 还是得靠已经被收编的一类 这里是特管局的训练中心 在这里 会为每一名特管局的成员做身体鉴定 只有符合要求的人才能参加特训 林泽向李穆罕介绍 但李穆罕此时却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些人 即便面对超高死亡率的特训 也要加入特管局呢 或者说 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特管局的战斗部门呢 当个文职 不是也能发挥作用吗 似乎是看出了李穆罕的疑惑 林泽笑了笑 没说什么 邻居 就在这时候 训练室的门被推开 一名带着贝雷帽的高大男人走了进来 霍天 你来得正好 这就是你们小队的新队员 来认识一下 林泽站起身 背着手看向了走进来的男人 男人身材高大 满脸坚毅 一看就是一名职业军人 李穆罕 这位是特管局第七行动小队的队长 霍天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他的人了 要珍惜哦 这可是一只恶魔 李穆罕吓了一跳 赶紧对这男人解释 抱歉 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加入特管局 而我身体里的力量 也不是我主动想要的 听了李穆罕的话 那名叫霍天的高大男人 明显眼神冷漠了下来 邻居 我不是保姆 这种小屁孩没资格进我的队伍 一看就知道是温室里长大的 没接受过历练 这句话 可谓是杀伤力极强 李穆罕感觉自己的自尊心 都被伤害了 行了 你说要补充人手 我这不是给你找了一个吗 虽然人家还没决定要不要加入 你这不正好可以用你的人格魅力征服他吗 既然他不愿意加入特管局 那就应该按照规矩办事 不应该有任何例外 对于异类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实习器 霍天的语气没有半分让步 这可让林泽难办了 因为霍天说的也是实话 特管局对待异类的态度很明确 你要么加入接受监管 要么就直接猎杀 所谓异类 大多数都是存在于各种传说和神话当中的生物 除了那些真正神话顶端的神明 还没有特管局不敢管的异类 夏月此时的目光也变成了新红色 他站在了李穆涵身边 态度也很明确了 如果要按规矩办事 他也会当场翻脸 林泽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候 霍天突然画风一转说道 除非他能和我打一场 这位大哥 才刚见面 不用打打杀 可以 打就打 李穆涵想缓和一下气氛 但话说到一半 夏月就直接接过了话茬 似乎是李穆涵被霍天点低 让他很不爽 霍天瞥了一眼夏月 就这一眼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那幅小小的身躯里 究竟隐藏着多么可怕的力量 仅仅是释放出来的杀气 就让霍天的双腿 都有些忍不住要发抖 十个你也不够他打的 夏月继续补刀 你说什么 霍天是性情中人 虽然知道和夏月之间的差距 但被人这样羞辱 他也有些忍不了吧 最后还是李穆涵插嘴说道 可以 霍队长 我和你打 这不是为了加入特管局 而是为了证明 我并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懦弱之辈 听着李穆涵这句话 林泽脸上的笑容更深 他没想到 李穆涵竟然如此识大体 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嗯 既然如此 那就打呗 反正这里也是训练室 正好 李穆涵 你可以熟悉一下恶魔之力 不管你之后 是否要加入特管局 这对你来说都没坏处 好的 邻居 李穆涵也学着这里的人一样 对林泽微微点头之意 这一次 夏月你不能再帮他了 林泽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就和夏月一起站在了一边 霍天吞去了外套 一身肌肉赫然显现 李穆涵看了都有些心寒 若是真要和他硬碰硬 几条命都不够啊 哦 对了 还有一个要求 就在二人即将动手的时候 林泽突然竖起一根手指说道 霍天 不 允许使用介遇的力量 而李穆涵 这条规矩对你没有限制 李穆涵有些疑惑 他看向林泽说道 这对霍队长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没想到霍天冷笑了一声 抢在林泽之前说道 小子 等你真的能把我逼到使用介遇的时候 再来说这种话吧 所谓介遇的力量并非一类独有 特管局的作战单位 大部分成员都能使用介遇 而介遇的等级 也是按照灾厄等级来划分 从一到六级 分别对应灾厄等级的混乱 混沌 祸乱 淹灭 天灾 最后是灭世 按理来说 巴尔德万雷引杀介遇应该是灭世等级 但现在李穆涵所掌控到的却只有二级 也就是混沌级 但他可不会傻到直接告诉林泽等人 自己体内的恶魔之力其实是灭世级的 只怕到时候 这些人倾尽全力也不会让自己走出特管局 毕竟自己真的伤害了人类 尽管是在暴走状态下 你一眼想好了 见李穆涵一直没说话 霍天冷笑着问道 我有个问题 霍队长 你说 你为什么要加入特管局 霍天微微一愣 不知道李穆涵为什么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 怎么 想和我掏近乎 让我下手轻便 不好意思 对待异类 我一向手段残忍 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我只是想知道 是什么 让你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接受那个什么特训 这句话 似乎是触动了霍天的逆铃 他的脸上瞬间阴沉了下来 我他妈真是个傻逼 竟然和你这种怪物交流 像你这样的怪物 永远都无法理解 人类想要守护一件东西 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李穆涵十分疑惑 自己说错啥话了 这人怎么还急眼了 我其实也是人 就在他话音还未落下 霍天那如同炮弹一般的拳头 已经出现在了李穆涵的眼前 李穆涵的身体条件反射 一般想要躲闪 毕竟是小时候 在孤儿院天天薄杀长大的 后来为了顾若曦 他几乎也是经常身上带伤 所以 李穆涵的身体素质 本就比一般的同龄人 要好上一些 但现在这一拳快得离谱 而且势大力尘 即便李穆涵已经以自己身体 能做到的极限速度闪避 但还是被这一拳 打中了左半边脸 瞬间他的身体旋转着就飞了出去 接着狠狠摔在了地上 虽然我都说烦了 霍天 点到为止啊 林泽打了的哈欠 对霍天说道 抱歉 邻居 这里是特管局 而他是一只并不接受 特管局管制的异类 我没办法对他点到为止 那行吧 你们赶紧结束 今天可是我的休息日啊 放心 邻居 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 霍天冷笑了一声 一双如鹰损一般锐利的双目 死死地盯着被打翻在地的李穆涵 嗨嗨 你他妈的 是真的想杀 李穆涵撑着地面 刚想站起身 这一句话还没说完 对面的壮汉 就再次冲到了他的身前 而后又是一拳头 猛地朝着李穆涵的脑袋 就挥了下来 碰 李穆涵一个翻滚躲闪开去 这一拳打在训练室的地面 竟然打出了一丝裂痕 别破坏训练室 你这个月工资不想要了 林泽有些不满地说道 对待异类 我无法做到手下留情 霍天冷笑着 看向躲闪开来的李穆涵 你反应挺快的啊 不对 应该是从我第一拳 就看出了我出拳的路数 是个打架的人才 但也仅限于此了 没那么夸张 但我看出来了 你是真想杀我 李穆涵擦了擦嘴角的血字 吐出了一口血沫和几颗断牙 用冰冷的眼神看着霍天 霍天抱和一声之后 再次冲向李穆涵 一击边腿扫向李穆涵的脑袋 而李穆涵的确是看出了霍天的一些路数 他猛地蹲身躲过这一腿 而后一拳打向了霍天的肚子 可没想到 霍天一边腿扫空之后 紧接着一个转身踢 狠狠踹在了李穆涵的腹部 碰 李穆涵被踹得倒飞出去 砸在了墙上 哈哈哈哈 你是个打架高手 但可惜 真正的战斗 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毕竟老子可不是在和你套招啊 霍天大笑着嘲讽李穆涵 夏月想要上前 却被林泽抬手拦住 多相信一点他吧 而后 夏月又看向了 从地上艰难爬起来的李穆涵说道 怎么回事啊 李穆涵 行不行啊 你该不会以为 就靠打架 就能撂倒我们的小队长吧 李穆涵当然知道 自己的打架方式 在霍天看来 和小孩子一样幼稚 所以 自己现在要赢 就只有一个办法 可动用恶魔之力 要是自己又失控了怎么办 似乎是看出了李穆涵的担忧 林泽叹了口气说道 李穆涵 你一个混沌级恶魔 就算失控了 又能怎么样 赶紧的 别默默唧唧的 是不是男人 有了林泽这句话 李穆涵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慢慢站起了什么 深吸了一口气 万雷引煞 哄 这巨大的室内训练场 竟然开始汇聚了一团雷云 而后雷云迅速扩散 几乎是将这座大楼的大部分区域 都给包裹在了其中 特管局的其他工作人员 此时也有些好奇 邻居带来的那小子不用管 第七小队的霍天队长 正在和他过招呢 在被汇聚的雷亭包裹住的训练室里 霍天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场景 而感到害怕 反而是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哈哈哈哈 好 这才像话 紧接着他冲到李穆涵身前 一拳高高抬起 朝着李穆涵的面门就砸了下去 这一拳 霍天已经没有留手了 如果真的打中 李穆涵只怕整个脑袋都会被打爆 但李穆涵只是轻轻抬起了手 轻描淡写的就接住了这一拳 在二人拳掌相接指出 还迸发出了激烈的雷光 好小子 力量挺强啊 霍天带着一丝疯狂的笑容 拳头仍然在继续用力 李穆涵慢慢站直了身体 他的瞳孔变成了淡金色 脑袋也长出了一只恶魔的鸡脚 一根粗大的恶魔尾巴 正在不停拍打着地板 李穆涵缓缓转头 正好对上了和自己对上的霍天 二人的眼睛里 都是展露出了一丝疯狂 嘴角也都浮现出了狂热的微笑 哈哈哈哈 过瘾 接着来 哄 霍天的拳头猛的再次发力 竟然将恶魔形态的李穆涵 砸得半跪在了地上 李穆涵的双眸金光闪动 就在他刚刚抬起头的瞬间 一双军靴狠狠踹在了他的脸上 恶魔是吧 异类是吧 金是吧 霍天的拳头一拳一拳 砸向恶魔的脑袋 每一拳砸下去 都会激荡起一阵雷鸣与火花 夏月皱紧了眉头 林泽却依然保持着微笑 就在霍天最后打算 一拳将这恶魔的脸砸烂的时候 已经躺在地上的李穆涵 突然再次露出了笑容 闹够了吗 李穆涵开口了 声音低沉沙哑 仿佛来自地狱 哄 一股雷电将霍天直接炸地飞了出去 就在他刚刚倒地的瞬间 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放开 给老子放手 霍天无论如何挣扎 被李穆涵捏着的拳头 一只手和腿不断朝着李穆涵进攻 可这些攻击打在李穆涵身上 根本就不痛不痒 连李穆涵的身体都无法晃动一分 噼啪 随后他的掐着霍天脖子的手 闪起了一丝雷光 在雷光的映照之下 是李穆涵那近乎疯狂的笑容 哄 最后 雷光袭遍了霍天的全身 这一米九的壮汉 在抽出了几下之后 倒在了地上 李穆涵松开了手 转身看向了林泽和夏月 夏月十分紧张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李穆涵无法保持自我意识 那特管局绝对会将他当作一个 无法掌控的定时炸弹 林泽双手插在西装裤兜里 脸上依然是平静如常的笑容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但李穆涵却对他们 露出了一个诡异至极的笑容 那双金色的瞳孔里 满是试杀之气 他失控了 夏月淡淡地说了一句 想上前动手的他 却被林泽一板拦住 好了 安静地看着吧 被巴尔附身的李穆涵 直接伸手将刚爬起来 想要攻击的霍天 再次按翻在了地上 卧槽 力气好大 霍天满脸震惊 他无论如何使劲 竟然都没法 让这恶魔的手磨动分毫 随即 李穆涵的手 开始慢慢化作了黑色 爪子代替了手掌 几乎将霍天整张脸 都握在了手心 就在恶魔即将捏碎霍天脑袋的时候 他的胸口突然 迸发出了墨绿色的光芒 李穆涵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而发出这绿色光芒的 正是之前 林泽让李穆涵带上的吊坠 他似乎被这墨绿色的吊坠 折磨得非常难受 于是他甩开了霍天 想要将吊坠扯下来 就在他的爪子 触碰到吊坠的一瞬间 吊坠开始发生了变化 无数条黑色的丝线 从吊坠之中射出 这些丝线在恶魔的周身游走 恶魔想要撕扯这些细线 但他的身体触碰到细线的瞬间 便会发出被炙烤的声响 痛苦地怒吼 响彻整个训练室 我低个乖乖 这么夸张 捡回一条命的霍天 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连滚带爬 跑到了林泽身边 几人一起 观察着恶魔的变化 那些墨绿色的丝线 最终开始 汇聚在恶魔的脸部 几乎覆盖住了他半张脸 哗啦 丝线紧缠住了李穆涵的下半张脸 并化作了一个 如同给恶犬佩戴的束缚面具 面具一直延伸到耳根处 当面具最终成形的瞬间 李穆涵突然仰起了头 瞳孔开始涣散 浑身也在颤抖 他想怒吼 想要毁灭眼前的一切 但现在 这面具却在将他的力量 不断往回压缩 最终 他跪在了地上 低着头 身体微微颤抖着 你可没告诉我会发生这样的事 夏月有些不满地看着林泽 哪有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在他使用恶魔之力的时候 吊坠会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约莫过了三分钟后 李穆涵慢慢抬起了头 冷汗打射了他额前的刘海 让他原本略长的头发 现在更加凌乱 他的眼神里 还带着一丝金色 但却没有了刚才那种诡异的邪气 我还活着 这是李穆涵说出的第一句话 但因为戴着面具 他的声音有些发慢 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再摸到那面具的瞬间 李穆涵有些急了 邻居 这到底咋回事啊 李穆涵无助地看着林泽 林泽则则是沉饮了片刻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李穆涵 还蛮帅的呀 这面具 他一边想把面具拽下来 一边对林泽说道 这 这玩意儿不能取下来 当然可以 在你解除戒狱之后 就会恢复成吊坠 这是我们特管局科学理事会 最新成果 因为我们没收容过恶魔 所以 这是临时制作的 科学理事会的科长称 他为恶魔抑制器1.0 他能帮你抑制体内 过剩的恶魔之力 并根据你现有的实力 合理分配力量 等于是帮你装了的外置处理器 这东西很贵哦 林泽笑着说道 最后 当李穆涵解除了戒狱 那面具也恢复成了吊坠的形状 这种感觉可真是 奇怪啊 他看着胸前那现在 没有任何反应的吊坠 实在是无法理解其中原理 而且 研发出这玩意儿的 居然是科学理事会 难道科学的镜头 真是玄玄 一小时之后 干杯 干杯 欢迎新队员 在一家不大的小酒馆里 霍天哈哈大笑着 拍了拍李穆涵的后背 李穆涵并不喜欢喝酒 但是在这种场合之下 他也不得不一起举起了酒杯 霍天醒过来之后 就必须要拉着李穆涵去参加聚会 同时参加聚会的 还有第七小队的另外三名队员 负责前期情报侦查的 短发少女影棋 负责远距离火力支援的 高挑少女苏雪 还有就是负责装备养护 和后勤保障的少年林子宇 这三人年龄都和李穆涵差不多大 而且都是人类 也就是说 李穆涵是他们之中唯一的一类 有着一头淡粉色头发的高挑少女 苏雪端着酒杯 来到了李穆涵身边坐下 她有着傲人的身材 和精致的脸蛋 就算穿着职场的西装裤 但那一双大长腿 也依然无比夺人眼球 李穆涵 听说你和队长打了一架 我们队长属于是小脑发育比大脑快 只会用肌肉想问题 你可别记恨他 小桃子 怎么说话呢 霍天虽然喝得满脸通红 但还是听到了苏雪的话 他的大嗓门很快嚷嚷了起来 李穆涵猜测之所以叫苏雪小桃子 可能是因为他那一头可爱的粉色头发吧 这场聚会算是第七小队 给李穆涵办的欢迎宴 他的实力得到了浩天的认可 而这些队员似乎也非常信任浩天 所以也同样接纳了李穆涵 李穆涵也了解到了 这支小队目前处境比较尴尬 娘的 为啥不给咱们拍任务啊 已经喝醉了的浩天 一边捶着桌子一边怒吼 负责后勤的少年林子宇在一旁安慰他 同时警告自己的队长 别把桌子捶坏了 小队目前的经费已经所剩不多了 队长 您在破坏东西 到时候可真只有把咱们队 那辆老爷车给卖了 尹齐 你也是 别光吃东西了 说说他 侦察手尹齐比较沉默 聚会的时候也没说几句话 他身材娇小 戴着个帽子 显得有点像小孩 那双大眼睛 时不时就会瞥一眼李穆涵 这让李穆涵有些疑惑 咱们队的情况有些特殊 苏雪看着发酒疯的浩天 苦笑着对李穆涵说道 一般作战小队成员 都是特管局的战斗人员 但也会有一名异类 这样可以减轻小队作战压力 必要时也不至于因为战力原因 而被团灭 霍天队长不是很痛恨异类吗 李穆涵问道 苏雪喝了一口酒 眼中闪过了一丝苦涩 嗯 但他也没法忤逆特管局的规定啊 也就是说 第七小队一直都没有一类成员 之前是有的 这次说话的是尹齐 他的声音轻微 如同一只小猫一般 但在半年前的一次行动当中 他背叛了我们 背叛 李穆涵微微一愣 这个词他不陌生 从小到大 李穆涵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背叛 就在最近 他还被自己青梅竹马的前女友顾若希 狠狠被刺了 但他很清楚 尹齐口中的背叛 绝对比他经历的那些要更加痛苦 那一次原本只是简单的调查任务 一间就厂房里 探测到了混沌级别的异类 没有被监管再测 我们小队负责前去调查 当然 一同前往的 还有那名异类 当时他还是我们的同伴 苏雪语气平淡地开口道 一切都很顺利 那是一只刚苏醒不久的血族 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很茫然 没有伤害过人 只是躲在废旧工厂里 瑟瑟发抖 听到血族 李穆涵有些警觉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想法 苏雪笑着摆了摆手 放心吧 和你的担保人没有关系 那只血族很弱小 属于低阶血族 我们试图与他进行接触 安抚他的情绪 原本已经没事了 我们都已经准备带他离开了 说到这里 苏雪的手紧紧地捏着杯子 眼里满是困惑和不解 但是我们的那名异类队员 却突然展开了领域 他从后面打伤了队长和影棋 然后带着那只血族逃离了现场 直到现在 也是下落不明状态 异类叛逃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所有的责任 都被扣在了队长的头上 我们小队从此以后 没有再出过一次正经任务 全是协助警方 完成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案件 甚至和异类无关 而那只叛逃的异类 也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队长从来没有放弃追寻他的存在 在那之后 他就拒绝任何异类加入 嘴里最常念叨的一句话 就是果然异类都是畜生 是不可能会真的帮助人类的 所以 李沐涵 如果在之后的行动中 队长如果对你说了 或者做了什么很过分的适合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要走出那片阴影 我们都挺不容易的 聚会结束之后 苏雪和尹齐两人结伴离开了 而李沐涵则是帮着林子宇 将喝得烂醉的霍天扶上了车 沐涵 能不能麻烦你先和我一起 送杯茶回去 让我再送你回家 林子宇说道 这个年纪比自己还小 可能刚满18岁的孩子 有些怯生生地看着李沐涵 李沐涵知道 他在惧怕自己恶魔的身份 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因为他猜到了 林子宇应该有话 想和他说 不然不会让他一起上车 果然 车才刚启动 林子宇就说道 你应该很疑惑吧 为什么我们队长会这么痛分一累 的确 我有些好奇 林子宇一边开车 一边苦笑着说道 咱们队长以前可是天海市警局的局长 这倒是让李沐涵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霍天 竟然还是这么一号人物 他加入特管局五年了 从他加入特管局的第一天开始 就拼命参加训练 好几次都差点送了命 对了 这些事我是听别人说的 毕竟当时我也还没加入 林子宇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李沐涵提醒了他一句 不要单手开车 于是林子宇继续说道 别看霍天队长现在这样 他以前也是有家庭的 有个老婆和儿子 他儿子还以全校第一的成绩 当上了警察 霍天虽然看着健壮 但其实年龄也已经五十好几了 所以李沐涵更觉得他不可思议 这个年纪还拼了命进入战斗部队 到底屠啥啊 但他隐隐觉得 自己很快就要从林子宇的口中 得到这个答案了 林子宇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霍天 发现对方睡得正香 还在打呼噜之后继续说道 但就在五年前 那时候他还没加入特管局 天海市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少女连续失踪案 受害者都是年轻的女大学生 或者刚参加工作的白领 警方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 队长为了那个案子 整宿整宿睡不着 最后还真让他抓到了一丝线索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 名叫周治国的出租车司机 李沐涵没说话 他坐在副驾驶位上 安静地听着林子宇 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那年的霍天刚当上局长 前途一片光明 辖区内发生了这种事件 也是万分痛苦 他查饭不思 彻夜整理线索 带着全局上下 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 叫周治国的出租车司机身上 就在他已经打算要收网的时候 一个来自省厅的电话 却警告他 不要再查这件事了 会有人去解决这起事件 虽然很不爽 但霍天还是按捺住了内心的躁动 要求全局上下 不要再插手这件事 唯独一个人坚决反对 那就是霍天的儿子 刚刚来刑警队报到的实习警员 为此 霍天还和儿子大吵了一架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也就是在第二天一大早 霍天接到了噩耗 他的儿子死了 死在了一处废弃的仓库里 内脏都被人掏空了 而那处废墟正是他们打算收网的地方 那之后 霍天队长就彻底崩溃了 他不止一次拿着枪去找周治国 弄到最后连公职也丢了 最奇怪的是 那些失踪的少女 居然在一夜之间全部都回来了 而且像是被洗脑了 一般什么都不记得了 说到这里 林子宇转头看向李慕涵 你应该知道是谁做的吧 特管局 李慕涵没有犹豫 直接说了出来 没错 特管局介入了这件事 找到了失踪的少女 却没有证据证明 这些事是周治国做的 最后只能加强对他的管控 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可对于霍天队长而言 这件事只是一个开始 李慕涵说道 林子宇点了点头 丢了工作的第二个月 特管局就找到了队长 特管局告知了他的儿子 死于异类之手 但不能证明 就是周治国干的 说到这里 李慕涵已经明白了 自己之前对霍天提出的 那个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要加入特管局 他想亲手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也别把队长想得太狭隘 报仇当然是一点 但在知道了那种怪物的存在之后 队长觉得自己 作为曾经的警察 必须要肩负其保护人民的责任 于是他毅然决然加入特管局 并让自己成为了 能使用介余的战斗人员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有如此执念之人 也许才能通过得了那种 近乎于地狱的特训吧 而就在此时 一直睡在后座的霍天 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神里 流露出了一丝难见的悲伤 与此同时 天海市赵氏财团的大楼顶层 即便是深夜 这里也十分亮堂 仿佛在宣告着 夜晚也无法让这座陷入沉寂 赵志江在办公桌前 一直又一直抽着烟 他在等 等一个结果 很快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赵志江一下子站了起来 进来 一名保镖走进来 有些胆怯地说道 赵总 已经在地下杀手榜上 发布了对李穆涵的追杀令 赏金已经提高到一千万了 但还是没人接 去他妈的 一个操弹的孤儿 就真的这么有本事吗 赵志江气得 将烟灰缸砸在了地上 这已经不单单是 自己儿子的事了 因为自己绑了李穆涵 但最后 让其毫发无损地回去 自己还被人一顿威胁 委托办事的组织 还被人灭了 这简直就是在他头上拉屎 还要让他陪笑 就在这时候 一个电话打 到了赵志江的手机上 他拿起手机 看到是个位置来电 有些疑惑 自己这部手机 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 哪位 接起电话 赵志江冷冰冰地问道 五千万 我接了 一个冰冷的少女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啊 什么五千万 你他妈 突然 赵志江想到了什么 你是杀手 五千万 你他妈疯了吧 一个郭儿的命值五千万 五千万 对方机械地重负这句话 五千万对赵志江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只是被这种 完全不知道是谁的人 漫天要价 他有些不爽 但现在是根本 没人接这桩生意 无奈 他咬了咬牙说道 行 你只要把他的脑袋 带过来 我给你五千万 嘟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赵志江冷哼一声 这人声音听起来年龄不大 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 愣头青 不过也无所谓 有时候 这种愣头青的莽撞 反而能办成大事 就算他失败了 只要自己不付钱不就行了 真是个菜鸟 竟然没有让自己给定金 赵志江冷笑了一声 继续提高悬赏 两千万 他没有将希望放在这个电话上 仍然吩咐手下人 继续发布追杀令 反正只要上面查不到 是自己下的命令 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死人 死一个孤儿 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影响吗 完全不会 第二天 李穆涵在沙发上坐起来之后 感受到了一阵彻骨的寒意 这不应该啊 即便是冬天 可这是在室内啊 李穆涵起床检查暖气 顺便敲了敲房间的门 里面传来了少女有些不满的声音 再让我睡会儿 这是李穆涵和夏月的约定 其实算是李穆涵单方面 强迫执行的约定 那就是自己睡沙发 而夏月睡房间 尽管夏月表示自己不介意 和李穆涵睡在一起 但李穆涵还是捂着脸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 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过 李穆涵最后也没有问出口 实在是太难以启齿了 李穆涵准备好了早饭 叮嘱了一句 还在睡觉的夏月 记得吃饭之后便出了门 因为他已经习惯夏月经常翘课了 这也许也是他在学校里 名声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而且人家是吸泄鬼 咒服夜出 好像也很合理不是吗 出门之后 李穆涵才惊讶地发现 天海市竟然下雪了 难怪气温会这么低 这座城市可是已经五年没下过雪了 公交车上 他打开手机 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微信讨论组 名字是第七小队 永远的家 欢迎穆涵 头像是一只可爱小羊的苏雪 第一个发言 桃子你睡迷糊了 昨天不是欢迎过了吗 吐槽的是林子宇 她的头像是一个二次元少女 欢迎 然后是影奇 让李穆涵有些意外的是 影奇的头像 竟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猫 别说 这小猫的感觉 还真和这沉默寡言又娇小的少女有些相似 队长呢队长呢 快来欢迎啊 队长估计还在睡呢 昨晚你们太不过意气了 直接把队长扔给我和穆涵就回家了 我俩把他搬上楼 可花了不少功夫 林子宇发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没办法 队长一定是太高兴了 因为咱们第七小队现在又完整了 这多亏了穆涵啊 桃子 你是不是无视了我的话 我们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队长搬上楼的呀 你们想象一下他的那个体格 无所谓 可以做任务就行 影奇冷冷地说了一句 影奇 你也无视我 李穆涵看着这群人在群里聊天 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朋友 从来没有过被这么多人欢迎和簇拥 从小到大和他玩得最好的就是罗阳 可罗阳也有自己的社交圈 而那些圈子是李穆涵无法融入进去的 罗阳很聪明 他不会强迫李穆涵去融入他的圈子 他会很好地将这些圈子之间分开 不会让李穆涵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 感谢大家 但我并不算是特管局成员 最多算个见习生 李穆涵也发了一句 这是林泽和他的约定 他以见习成员的身份跟着第七小队先做做任务 至于到底要不要加入 他自己决定 裹了裹厚厚的外套 李穆涵下了车来到了学校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到了学校之后 他感觉那种寒冷的气息更加严重了 就仿佛这座学校是寒气释放的中心 我的妈呀 冷得要死 对啊 这鬼天气也没说今天会这么冷啊 虽然是在冬天 但这温度也过分了吧 咱们可是南方城市啊 听着大学里其他学生的抱怨 李穆涵走向了教学楼 这一路走来 他听到了周围学生的讨论 而讨论最多的 似乎是来了一名转校生 可不得了 那转学生 超级大美女 你猜他多高 一米七五 我的妈呀 那大长腿 听说是北方冰原国家过来的留学生 真的太漂亮了 这些话题并没有让李穆涵有多在意 大学有国外交换生 或者留学生这种事太常见了 而大家也都会对一些 自己平时很少接触到的国外学生 产生浓厚的兴趣 而在某间教室里 靠窗的位置 一名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相貌美丽到让人窒息的金发少女 此时正拖着下巴看向窗外 哈提小姐 请问您在华夏这边还住得惯吗 这里和您的国家是不是有挺大差别的 哇 你的皮肤保养得好好啊 好白啊 请问 你有男朋友吗 一群学生围在她的身边 问东问西 金发少女没有理会 这群围在她身边问东问西的学生 她始终保持着一张冰冷的面庞 直到她的视线刚好看到从楼下经过的李穆涵 她原本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涂 然浮现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找到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 李穆涵接到了夏月的电话 你起床把早饭吃了吗 嗯 夏月似乎还是懒洋洋的声音 期间还有被子摩擦的声音 今天外面非常冷 对了 这周末我打算带你去买点衣服 你也不能总穿我的衣服吧 对不起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 只是你这么漂亮 应该穿更好更合适自己的衣服 电话那头的夏月 似乎是发出了一阵轻笑 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的说道 你说今天很冷 对啊 你还真是没睡醒啊 起来看看吧 外面都下雪了 而后传来了拉窗帘的声音 夏月的声音变得有些冰冷了 李穆涵 今晚你有兼职吗 有啊 怎么了 你最近先不要去兼职了 晚上都早点回家 李穆涵有些奇怪 但夏月的语气 听起来似乎很认真 不兼职 哪有钱交房租啊 我会想办法 总之你下课之后早点回来 或者我去接你 虽然你是我的担保人 不用做到接我下课这种地步吧 李穆涵笑着安慰夏月 保证不会有任何麻烦之后 便挂了电话 至于兼职 怎么可能不去啊 现在家里多了一张嘴 虽然夏月也开始打工赚钱 但自己总不能靠他养活吧 于是下课之后 李穆涵还是去到了自己打工的超市 小李啊 以后你不用来了 但是却被超市老板直接赶了出来 他十分疑惑 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 为什么会被开除了 老板 请问我是做错了什么事吗 李穆涵再次进入超市 想问个明白 老板支支吾吾 最后看了一圈 发现没人才小声说道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现在有人要整你 只怕你在哪儿 都找不到工作了 李穆涵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是赵志江的主意 他杀不了自己 但可以用自己的拳钱封杀自己 只怕自己就算能顺利毕业 也没法找到工作了 无奈 他只好先回家 独自走在大雪纷飞的街头 李穆涵又想起了顾若曦 这个女人曾经是自己的灯塔 而现在 他想到顾若曦只会觉得一阵悲哀 在路过公园的时候 李穆涵想起 自己就是在这里和夏月相遇 那个雨夜 如果自己没有对夏月伸出手 带他回家 那现在的自己是否 还沉浸在被人背叛的痛苦当中呢 鬼使神差的 李穆涵走进了公园 他坐在了夏月 曾经坐着的那个秋千上 这短短半个月 倒是发生了不少事啊 自言自语一阵 李穆涵脱掉了手套 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在前几天 夺走了十条人命 虽然说 那是因为力量暴走 可这双手 现在似乎都还能感受到 那种血液温热的感觉 算了 还是赶紧回家吧 戴上手套准备离开的李穆涵 突然发现自己旁边的秋千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坐了一个人 那是一名银发少女 身材高挑 穿着一件白色斗篷 一双黑色厚丝袜 紧紧包裹着的修长双腿 还有那精致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美貌 少女没有看向李穆涵 就仿佛是完全当李穆涵不存在一般 李穆涵也没有太在意她 准备起身离开 你到底有什么特殊的 少女看着李穆涵的背影 突然说了一句 李穆涵顿住了脚步 而后慢慢回过头 正好看到少女 对她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你说什么 李穆涵问道 你究竟哪一点特殊了 可以吸引到主人的注意 少女也慢慢站起身 走向了李穆涵 她走到李穆涵身前 脑袋前倾 在李穆涵身上嗅了嗅 原来是一只恶魔呀 没等李穆涵回答 这少女已经张开了嘴 一对锋利的尖尺 赫然出现在了李穆涵的眼前 不对劲 这女人 不对劲 李穆涵的肩膀 直接被咬下了一大块肉 身上的衣服 也被撕得破破烂烂 那女人是一只吸血鬼 和下跃不同 她极具攻击性 但也许是只对自己 抱有非常大的敌意 李穆涵来不及去 多想其中缘由 因为刚才她好不容易 才挣脱了那只吸血鬼的束缚 现在正在街道上逃亡 因为下着大雪 再加上天色已晚的缘故 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 李穆涵肩膀上的鲜血流了一地 明明都是吸血 为什么这只吸血鬼 吸自己血的时候 恨不得将自己生吞活泼了一般 你要去哪 头顶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 近在咫尺 李穆涵抬头一看 女人倒挂在路灯上 一张脸正好和自己相视 而后 女人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一把按住了李穆涵的脸 将她的身体死死地摁在了血液之上 再让我尝尝恶魔之血的味道 银发女人的嘴边满是鲜血 那都是李穆涵的血 也许是 这血刺激到了她 现在的她 攻击性比刚才更加夸张 就见她直接压在了李穆涵的身上 伸出爪子 狠狠掐住了李穆涵的脖子 的确很美味 她舔了舔嘴唇 脸上笑容更甚 妹子 嗨嗨 你 你 啊 咱们认识吗 李穆涵有些喘不过气了 她的手摸向了自己的书包 那里面装着一把枪 那是特管局给她的枪 可她的手刚摸到包 就被女人的翅膀 狠狠钉在了血地上 如钢筋一般的翅膀 尖锥穿透了李穆涵的手掌 鲜血瞬间如泉涌 一般躺了一地 五千万 你的脑袋 可真贵啊 最后 女人的嘴角勾起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手上掐着李穆涵脖子的力道 也愈发变强 此时已经有几个路人 目击到了这一幕 是拍电影吗 好逼真的道具啊 但没见到摄影机啊 要不先报警吧 那些血 李穆涵就在她即将要硬生生撕下李穆涵脑袋的时候 李穆涵突然意识到 就必须要出手了 万雷影 你在这里展开介遇 那这些人类可都会遭殃哦 银发吸血鬼带着一抹邪魅的笑容盯着李穆涵 李穆涵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身边已经多出了许多的路人 他们都在用手机拍摄着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哈哈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善良的恶魔啊 银发女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癫狂 她冷冷地看着李穆涵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她趁着李穆涵身体犹豫的这个机会 手猛地刺穿了李穆涵的胸口 李穆涵顿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仿佛自己的心脏正被这女人捏在手里 你他妈明明是只恶魔 为什么还有心脏啊 真恶心 她想要挣扎 但身体却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不断折磨着自己 银发女人看着李穆涵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种狂热的兴奋 有心脏就恶心 放你娘的屁 胆请给老子起来 大庭广众嗨嗨 你他妈还压在我身上 成何体统啊 李穆涵此刻能做的只有嘴炮了 这个女人是真的想要自己的命啊 可她现在连抬起手都做不到 而自己身上还在不断增加新的伤口 我对你有点腻了五千万 还行 可以让我潇洒一阵了 银发女人最后将头凑近李穆涵的耳朵边 低语了一句 而后猛地张开了嘴 打算给李穆涵最后的一击 剑液展开 寒霜是雪 就在这瞬间 风雪大作 那些原本还在旁边拍照的路人 手中的手机瞬间被冻结成了冰块 哎呦我去 我的手机 怎么突然这么大的风 漫天飞舞的风雪 吹散了那些围观的路人 他们原本拿在手中正在拍摄的手机 也瞬间被冻结成了冰块 而这阵风雪 也让银发女人疯狂的杀戮动作逐渐停止 她能感觉得到 自己正身处在剑液之中 至于展开剑液的人是谁 她缓缓转过身 看向那风雪的镜头逐渐出现了身影 谁 银发女人低声询问 当身影在眼前清晰起来 银发女人的瞳孔瞬间放大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不再是疑问 而是她心中的惊讶和惊恐 话还没说完 她的脸被来人粗鲁的一把按住 像是对她的无声质问 这身影就像拥有无尽力 梁的大衫 一手就将银发女人 从李沐寒的身上拽了起来 然后像扔破布娃娃一样 将她扔到了一边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银发女人喘息着 惊恶和疑惑 如同尖锐的箭矢 从她的眼中射出 李沐寒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她艰难地撑起身子 正好和站在自己身前的人对上了眼 那是一双青绿色 如同野兽一般的瞳孔 此刻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 那是一名身形高挑的少女 目测至少有一米七五左右 一双修长的大长腿 被白色的丝袜紧包裹 而她身上穿着的 虽然是宽大的外套 可一点也没有遮盖住她诱人的身姿 她没有说话 也没有去搭理旁边 惊恐万分的银发吸血鬼 只是盯着李沐寒 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你又是谁啊 李沐寒看着少女询问 但少女只是竖起了手指 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眼里满含情欲 看着李沐寒 就像是在看着什么 无比诱人的美食 就在这时候 李沐寒听到了汽车刹车的声音 金发少女仿佛也听到了这个动静 她转过头 看向车辆的方向 又看了看李沐寒 最后低声说了一句 我看上你了 恶魔 而后便转身消失在了 漫天纷飞的风雪当中 喂 李沐寒 你人呢 低声叫喊 是霍天发出的 很快 她那高大伟岸的身形 就从风雪中浮现 你他妈的 在搞什么鬼啊 霍天顶着风雪 走到李沐寒身边 在看到李沐寒 唤醒了恶魔之力 而且浑身狼狈的时候 他怒吼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 遇到一只异类 被袭击了 又被另一只异类给救了 说着 李沐寒看向了 刚才营发少女的位置 但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谁救的你 夏月吗 不是 我不认识 算了 先离开这里 这里是借阅 霍天一边将李沐寒塞进车里 一边拿出车 用对讲机大喊 有一类在市区展开了借阅 赶紧 吃云 可这场风雪很快便平息了 除了那些围观之人的手机 和他们后来被抹除的记忆之外 没有任何的损失 开车的是林子宇 二人带着李沐寒 迅速离开了现场 直奔特管局 在特管局的专门区域里 李沐寒展开了借语 他身上的伤口 开始快速恢复 最后由特管局医疗组 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伤口处理之后 李沐寒和霍天 被带进了一间询问室 没事 例行公事而已 霍天笑着对李沐寒说道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对方只是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询问之后 就让李沐寒离开了 但后来李沐寒才知道 这件事的严重性 李沐寒虽然没有加入特管局 但监管权现在暂时在第七小队身上 每个小队都会配备一名异类 用来加强队伍整体强度 但异类的战斗 必须由小队队长全程监管 若是有担保人的异类 还需要担保人的首肯 虽然这次事出突然 下月也表示自己有责任 但霍天还是因此接受了惩罚 被罚了两个月的薪资 但事后他很豪迈地拍着李沐寒的背 笑着说没和李沐寒讲清楚 是他这个队长的问题 当时李沐寒很想说 自己其实并不算是特管局成员 你没必要为我扛着 但看着霍天那爽朗的笑容 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出口 哈哈哈哈 没事 等咱们做几次任务 那奖金不就蹭蹭蹭地来吗 来临走李沐寒的是下月 他身上还穿着李沐寒的衣服 头上戴着棒球帽 应该是刚从打工的烧烤店过来的 当从李沐寒口中得知 袭击他的是一只银发吸血鬼的时候 下月的脸瞬间变得有些阴冷 对了 当时救了我的 好像也是一只异类 只是当时突然起了大风 血也很大 完全看不清他是谁 回家的路上 李沐寒这么说了一句 下夜没有回答 物字思索着 当夜 他趁着李沐寒睡着的时候 悄悄出了门 漫天的风雪 成了他最好的掩饰 即便是张开双翼翱翔在夜空之中 也没有人能注意到他的身影 终于 他来到了天海市电视台的顶端 曾经他也和李沐寒 在此俯瞰着城市 而现在坐在塔顶边缘的 却是另一个女人 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少女 哈提 夏月看着少女的背影 念出了这个名字 名叫哈提的少女 没有搭理夏月 只是哼着歌 她的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看着脚下这座城市 就仿佛是在看着一座巨大的坟场 直到哈提走到她的身后 她才缓缓停止了哼唱的歌谣 好久不见了 小月亮 与此同时 睡梦之中的李沐寒 又被拉回到了歌剧院 而歌剧院此时 也正回荡着一阵悠扬的歌声 若不是因为李沐寒知道 那些观众是恶魔 他甚至会怀疑自己 来到了圣堂 通过接触巴尔的神像 李沐寒来到了那座残破的神殿 看着端坐于最高位的恶魔巴尔 李沐寒就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巴尔此时 竟然还在自怨自艺着 我到底为什么会输 到底为什么啊 怎么 你很不爽啊 李沐寒直接走过去 一把揪住了巴尔 将他从王座上拽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你输给了谁 但你要消沉多久啊 被李沐寒拽着的巴尔没有回答 只是微微转头 看了李沐寒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不会明白的 你就是个凡人 是个废柴 阿米诺斯 要吵架是不是 我是房东 你在我身体里 你不交房租就算了 咋还骂人呢 就在李沐寒打算和这只恶魔 好好掰头一下的时候 巴尔已经闭上了眼睛 似乎不想再和李沐寒多说一句话 李沐寒知道 巴尔的灵魂现在是残缺的 要想和他正常交流 必须先修复他的灵魂 但要怎么修复呢 要修复巴尔的灵魂 需要收割其他一类的灵魂 来弥补巴尔的灵魂残缺 就像是知道了李沐寒的难处 他的脑子里 立刻想起了解决办法 收割其他一类的灵魂 还真是简单粗暴的方法 最后 他又看了巴尔一眼 看着对方 又缓缓坐回到了王座之上 不禁有些好奇 这君王巴尔如此强大 究竟是被谁打得这么一蹶不振 这是李沐寒的最后一个念头 之后 他就被一阵手机闹钟的声音 将思绪拉回到了现实 叮叮叮 他拿起电话 看到来电显示是林泽之后 便知道对方 一定是因为昨天的事情打来的电话 怎么样 李沐寒 休息得还好吗 身上的伤 应该都回复了吧 李沐寒抽空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才早上六点 而转头一看 房间是空的 难道下月昨晚没有回来 嗯 伤口差不多都好了 我现在 李沐寒想撑着身子 从沙发上坐起来 可手一按旁边却发现软软的 低头一看 夏月竟然就睡在自己的身边 李沐寒 出什么事了 电话里那头的林泽 有些疑惑地问道 嗯 夏月被李沐寒这么一打扰 也微微睁了睁眼 但立刻又翻身 面对着李沐寒 抱着李沐寒的胳膊 继续陷入了沉睡 你是在拉屎 需要我等一下打来吗 林泽在电话对面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没事 我就是还没睡醒 李沐寒努力平复着心情 同时心理决定 一定要好好和夏月谈谈 这样做会吓死人的 之后 他好不容易挣脱了夏月的手 穿着拖鞋来到了门口 继续和林泽说话 好了 可以继续说了 看不出来 你小子是个气管炎啊 李沐寒 行了 邻居 您找我应该有事吧 林泽收起了打去的语气 他略微有些严肃地说道 我看了你昨晚的笔录报告 袭击你的事 没有监管在侧的血族 我们会持续对他进行追查 那就是我的那人呢 李沐寒问道 他靠在楼梯走廊的扶手上 手里把玩着门钥匙 他的名字叫哈提 绰号北风 不属于华夏国特管局监管 哦对了 他和夏月有点救仇 可以的话 以后你尽量不要和他接触 李沐寒苦笑了一番 人家怎么着 也算救了自己一命 一马归一马 他和夏月打起来的时候 自己可以在旁边指甲油不插手 而且现在自己遇到的事 除了接夏月回家以外 哪一件是自己自愿的 这是自己不要接触 就能不接触的 至于夏月和北风有什么救仇 李沐寒没有去问 林泽也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 对了 听说你还在兼职 林泽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被开除了 说到这个 李沐寒就有些泄气 他还有点存款 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那正好 第七 小队现在也算完整了 很快就要投入到正常的任务当中了 之后 你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打工了 李沐寒有些不爽 自己算是义务帮忙 怎么搞得他李沐寒 已经签了卖身器一样 邻居 我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现在并没有决定要加入特管局 您怎么就开始安排工作了 而且 我这房租还没着落呢 一想到房租李沐寒就来自 自己这么穷都 按时交房租 身体里那个自闭症恶魔 居然还说自己是废柴 搞得好像是自己欠他的一样 叮咚 支付宝突然给李沐寒谈了一条消息 支付宝到账三万元 李沐寒人傻了 这啥情况 自己的账号 怎么突然到账了三万 房租 也对 你还是个学生 这是我私人赞助你的生活费 等你正式加入特管局后 一开始的工资大概也是这个数 钱应该已经打过去了 你看看呢 到账了 等等 一个月工资三万 嗯 这只是基础工资 还没有算其他额外福利 还有任务出勤奖金 你是新人 到手不会太多 一个月大概三万左右吧 轰隆 李沐寒感觉巴尔的雷电 直接打在了他的心口上 一个月三万 这他奶奶的是什么高兴工作啊 当然 你要是不愿意接受我的赞助 我也可以 别别别 邻居 我接受 接受 虽然我没加入 但我也可以帮你们的忙 刚才你说啥 工作 行行行 这段日子 我就是你的人了 就这样 李沐寒算是成为了特管局的见习人员 一小时之后 他和夏月一起来到了特管局 因为今天 第七小队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第七小队的会议室内 霍天 苏雪 林子宇和尹齐都已经到了 见到李沐寒之后 霍天刚想上前 突然又看到了 紧跟着李沐寒走进来的夏月 吓得他赶紧退后两步缩了回去 队长还是这么怕夏小姐 苏雪打趣地说道 桃子闭嘴 霍天低着头 嘟囔着说道 李沐寒有些好奇 霍天这个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壮汉 竟然也有害怕的人 他转头看着夏月 什么情况 以前收拾过他一次 那时候他刚加入特管局 夏月说的轻描淡写 面无表情 就好像说的是 今天早上吃了一块面包一样轻松的事 李沐寒大概懂了 为了自己 这位队长的颜面 他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好了 那么第七小队成员都到场了 嗯 夏 夏小姐 你也要参加 闷得行动吗 林子宇每次都是负责做任务简报的人 他倒是和夏月没什么恩怨 只是天性比较内向 再加上夏月是天灾级的异类 自然是有些紧张 夏月摇了摇头 他似乎对每个人都如此冷淡 除了李沐寒 我是他的担保人 负责把他送来 现在由第七小队接手 我就先走了 看着夏月走向门口 第七小队的成员 除了李沐寒都松了一口气 这可是天灾级的异类啊 雪族夏月 这个名字在特管局 可是如同死神一般可怕的存在 在这种人手下被他监管 这李沐寒的日子 可想而知有多痛苦啊 走到门口的时候 夏月突然回过了头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但他只是看着李沐寒 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今晚我会带点烤肉回来 老板说卖剩下的可以给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一丝期待 似乎是在等着李沐寒的夸奖 李沐寒也没有辜负他 笑着走上前揉了揉他的头发 不用了 我也发了工资 晚上带你出去吃 周末再带你去买点衣服 嗯 夏月低着头 微微有些红了脸 李沐寒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夏月在烧烤店打工的场景 据说那个工作 还是林泽给他介绍的 那看来开烧烤店的那位老板 也不是啥普通角色 等夏月关上门之后 第七小队其他成员的嘴还没合上 就连一项面无表情的影棋 此时都张大了嘴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卧槽 那个夏月 你吗 李沐寒 你他奶奶的 啥情况啊 浩天说话都不利索了 他原以为夏月只是李沐寒的担保人 但现在看来 这俩人关系很不一般啊 沐寒你和夏小姐是哪种关系啊 苏雪也十分八卦地靠了过来 真是 难以置信 没想到那个夏月 那个天灾级的 他竟然会对人如此温和 李沐寒哭笑不得 这夏月是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啊 在大学被传成不良少女 甚至是婊子 在这特管局 他的名声显然也不好啊 在一番八卦之后 众人终于是进入到了正题 林子宇将任务情报投影在了屏幕上 同时做起了解说 这次的任务是天海市公安局发来的委托请求 穆罕兄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任务 所以我大概说一下 特管局所接受的委托 基本上都是和一类有关 也就是 人类机关无法处理的 涉及到一类的事件 就会交由我局处理 李穆罕听得很认真 甚至还在记笔记 这一行为 让林子宇不住地点头 要知道 虽然后天他们也会听得很认真 但从来不会给予林子宇这样的正反馈 案件原本是一起很普通的少女诱拐案 去年的冬天 天海市某家企业的女职工 下班回家的时候 突然失踪了 疑似被诱拐 投影上出现了一名相貌清秀的女人的照片 吕月 24岁 去年9月份下班的时候 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突然消失 注意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消失 目前仍然是未寻回状态 家里有两位老人 都在农村 有一个男朋友 也被洗清了嫌疑 投影上播放了一段监控 画面中 穿着职业装跨着包的吕月 一边等公交 一边看手机 可就在时间到8点24的时候 下一瞬间 吕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把他旁边的一位老大爷吓得够呛 但因为天色已晚 加上等公交的人比较少 所以只有 这位老大爷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后又出现了第二个女人的照片 周云云 25岁 某银行职工 在吕月失踪案后的第二个月 周云云和朋友一起 结伴出游的时候 去了一趟洗手间 而后在洗手间离弃失踪 接着是孔玉华 23岁 赵丽 25岁 杨英 22岁 到目前为止 失踪女性一共达到了15名 最近的一名是两个月前 天海市大学22岁的大三女生秦亚寒 她们的共同点都是毫无征兆的突然失踪 李沐寒的眉头越皱越紧 怎么自己好像在哪听过这些事件 少女连环失踪案 等等 她突然转头看向了霍天 发现对方的目光之中 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戏谑 此刻的霍天双眼冲血死死地瞪着投影 手钻成拳头捏得嘎吱作响 没错 林子宇看向了李沐寒 这些事件和五年前的少女连环失踪案如出一辙 说到这里 她突然看向霍天说道 我建议 第七小队放弃这次任务 转手给别的小队 不 霍天站起了身 冷冷地说道 如果给了别的小队 那这件事又会不了了之 她的眼里充满了怒火 明显是对当年处理这件事的特管局小队 很不满意 林子宇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好继续介绍任务 天海市警方已经束手无策了 这些失踪案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他们无从下手 于是上个月 特管局经过评估之后 接过了这起案件并进行了前期调查 最后将矛头对准了一种叫做家国的一类 家国 有名马化 是华夏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山精妖怪 最早被记录是在东晋史学家甘宝所著的搜神记当中 这种妖怪长得像猴子抓闷掳掠妇妇女 强迫妇女为妻生子 否则就不会放弃回家 目前 家国只在华夏国才存在 或者说 只有华夏国特管局有记录在案 并且进行监管的家国 一共三人 投影上出现了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上的男人都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 四十岁左右 有些秃头 看上去就是三个油腻的中年男人 第一只家国 化名朱强 首次录录档案是在五十年前 现在他是一名矿工 基本没法和女性接触 第二只家国 化名张月 首次录录档案是三十年前 目前是一名海员 常年漂泊在外 基本也可以排除 而后投影上出现了第三人 周治国 首次录录档案是在七年前 目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就在天海市 同时 林子宇看向了霍天 发现对方看着周治国的眼神 几乎是要吃人一般吓人 同时他也是五年前少女连环失踪案的嫌疑人之一 也是最有可能犯下这起案件的一类 看着周治国那张有些猥琐的照片 李沐涵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 那些女人现在还活着吗 都在哪 他又对那些女人做了什么 一想到这些 他的后脊背有些发凉 周治国那双眼睛 也似乎变得异常阴冷起来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他跑掉 霍天拿起平板电脑 和屏幕之中周治国对视着 咯蹦 平板电脑竟然被他直接捏碎 队长 这是公家财产 又要扣钱了 会议室回荡起了林子宇的哀嚎 傍晚的天海市 第一院的大门口 顾若熙又被人赶了出来 他明明听说赵乾坤已经醒了 原本以为他会第一时间联系自己 可左等右等 顾若熙都没有接到任何赵乾坤的讯息 无奈 他只好打电话过去询问 刚苏醒的赵乾坤十分虚弱 听得顾若熙有些心疼 于是 他精心打扮了一番 打算再去医院见赵乾坤 这一次 赵乾坤醒了 那些保镖 总不该还敢那样 对自己了吧 但赵乾坤在见到他之后说的话 却让顾若熙如坠冰枯 我去你马的臭婊子 别让我再看到你 否则 我他妈把你皮包了 本来在床上 瘫着的赵乾坤 一看到顾若熙 立刻指着他的鼻子 开始怒骂 阿坤 我到底做了什么 你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滚啊 赵乾坤用紧剩的一只手抄起东西 就砸向顾若熙 从医院逃出来的顾若熙 漫无目的地走在冬夜的大街上 今天的雪已经停了 夜晚的街道又有了许多行人 可顾若熙此时 却如同行走在一条 看不见镜头的黑暗小道之上 他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顾若熙只觉得很累 想睡一觉 于是他回到了赵乾坤 给他买的独栋小别墅 但在门口 无论指纹还是刷脸 他都无法解锁大门 甚至还触发了警报 这种有钱人的房子 都有专门的私人安保公司负责 不出两分钟 几个安保公司的 就到了别墅门口 他们看到一脸茫然的顾若熙 询问他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里的主人 顾若熙拿出了身份证 表示这房子是自己的 安保人员对了一下身份证 却告诉顾若熙 不好意思 这房子当时并没有写你的名字 顾小姐 而就在刚才 您原本录入进我们安保系统的信息 也都被房子真正的主人赵先生给清除了 什么 可 可这房子赵乾坤是买给我的呀 而且里面的家具 很多都是我用自己的存款买的 我的行李还在里面 这些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现在请你离开这里 顾若熙还想争辩 却直接被对方用蛮力给拖上了车 安保公司的人开着车 将顾若熙扔到了几条街之外的大街上 顾若熙觉得一场委屈 自己现在不仅没有可以回去的家 而且连行李都没了 但话又说回来 那真的是她的家吗 她灰头土脸从地上爬起来 想着先去酒店对付一晚上吧 如果是以前 顾若熙是个和父母出去旅游 都会精打细算 提前一个月做攻略 还会和民宿老板为了十块钱 讨价还价半天的女生 但现在 她看也没看一眼 就走进了天海市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 对她来说 这里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得的 可她却忽略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开了顶层豪华套房 顾若熙趴在软绵绵的大床上 刚要睡着 房门突然被人打开了 睡眼惺忽的顾若熙 被人从床上拽了起来 到了楼下前台 不好意思 小姐 您刚才刷的这张卡 里面的金额都被冻结了 是 什么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前台 而后又从包里掏出了另一张卡 这张也被冻结了 小姐 等 等我一下 顾若熙开始将钱包里的卡 一张一张翻了出来 可不出意外 所有的卡都被冻结 无法使用了 终于 顾若熙知道原因了 因为这些卡都是赵乾坤给她的 那并不是属于她的钱 被酒店的安保赶出来之后 她颓然地坐在了地上 今晚去哪呢 自己微信里还有一千多块 那只能住一般的酒店 可现在的顾若熙 怎么住得习惯那种地方 她打算先去吃点东西 在高档餐厅门口犹豫了半晌 最终她 还是没有走进去 毕竟这些钱是她最后的依靠了 这餐厅里随随便便一顿饭 就能让她此刻破绽 最后她漫无目的地走着的时候 被烧烤的香味吸引 自己已经多久没吃过这些东西了 看着那家生意火爆的烧烤店 顾若熙咬了咬牙 最后还是走了过去 她坐在露天椅子上 正在看着菜单 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用接我 我们回家 我怕你一个想不开 又跑公园去坐着了 闭嘴 顾若熙顺着声音回过头去 就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曾经是她最真 是的背影 李穆涵 啊 顾若熙下意识想叫李穆涵 身材娇小纤细的少女聊着天 少女穿着一身宽大的卫衣和牛仔裤 一头黑发 绑成长长的马尾 脸上虽然戴着口罩和帽子 但从那眉眼就能看得出 是个美人 那是谁 顾若熙在心里发问 李穆涵的女朋友 怎么可能 那个闷葫芦 除了自己 谁还会搭理她 顾若熙突然想起来 李穆涵上次 把学校里出了名的婊子 夏月带回家这件事 莫非这女的是夏月 她仔细看了看 端向着少女的脸 之后惊讶地发现 真的是夏月 那个夏月竟然在烧烤店打工 刚才给自己菜单的就是她 她是故意没认出自己 还故意在自己面前 和李穆涵聊天 这叫什么 示威 顾若熙觉得好笑 一个被自己抛弃的男人 自己怎么可能还会在意她 但事实上 顾若熙此时的内心 已经开始有些不舒服了 看着李穆涵和夏月 如此愉快地交流 甚至李穆涵还伸手 帮夏月整理了一下 有些歪掉的帽子 顾若熙的气 就不打一处来 她怎么可以对别的女生这么亲密 她清了清嗓子 站起了身 用手指撩了撩耳发 装作惊讶地 朝着李穆涵的背影喊道 这要巧啊 但没想到 李穆涵却如同没听到一般 连声都没转一下 她没听到 不可能啊 连夏月都看到自己了 诺 夏月看着顾若熙 朝着李穆涵使了个眼色 李穆涵一愣 然后回过头 正好看到了尴尬站在原地 手还抬在半空 准备打招呼的顾若熙 哦 刚才是你在叫我了 抱歉啊 你怎么不直接喊名字啊 李穆涵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对顾若熙说道 什么 顾若熙心里非常不爽 意思是 如果我不叫你名字 你连我声音都听不出了 故意的 她一定是故意的 想让我生气 顾若熙带着这种想法 然后故作轻松地 对李穆涵说道 没事 要一起过来做吗 不了 我来接她下班 等一下就走 你是好和好啊 李穆涵仅仅只是和顾若熙 笑着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又转回了身 和夏月聊了起来 顾若熙呆住了 李穆涵的这些 表现她并不陌生 作为一个从小 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 还是那种不正常的孤儿院 李穆涵很早熟 很圆滑 她对任何人 都可以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 让你既不会感觉到貌美 也不会觉得太过于亲热 但这些从来都不会用在自己身上 李穆涵一直对自己 那可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可就在刚才 顾若熙感觉自己 在她的眼中 和泯然众生 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了 于是顾若熙将这一切矛头 都对准了李穆涵身边的夏月 一定是这个女人 抢走了李穆涵 她完全昏了头 忘记了是 自己先抛弃的李穆涵 一股脑将怒火发泄在了这个 即便穿着朴素 还戴着口罩和帽子 都比自己耀眼的少女身上 李穆涵 你为了和我怂气 还在和这种女人交往啊 她有些生气地 走上前对李穆涵说道 李穆涵背对着她 翻了个白眼 然后转过身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顾小姐 希望你对我朋友放尊重点 李穆涵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 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现在和你说话 已经算给足你面子了 顾大小姐 就像您说的 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最好也别再和我说话了 顾若熙听了这句话 更加确信了 李穆涵就是在和她怂气 她冷哼一声 挺起了胸脯 被李穆涵说道 李穆涵 即便我不要你了 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吧 这女的什么德行 还用我提醒你 今天就爬到别人床上去了 你 李穆涵的眼神 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她冷冷瞪着顾若熙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要给脸不要脸 一看到顾若熙这张脸 她就想起赵乾坤 给她看的那些录像 倒不是觉得生气 只是觉得眼前的这个 自己曾经的挚爱 很脏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说话 李穆涵 我告诉你 原本我以为 我们还能做朋友的 但现在 我觉得我应该和你 断绝一切来往 这是顾若熙 曾经多次使用过的手段 不论自己做了什么事 只要说一句 那咱们绝交啊 再也不说话了 李穆涵就会立刻 放下身段来哄她 她以为 这是因为李穆涵离不开她 但却没想到 那是因为李穆涵对她的爱 才对她如此百般迁就 可现在 李穆涵对她的爱 可能已经一丁点都不剩了 在听到顾若熙这句话的时候 李穆涵冷笑着拿出手机 当着顾若熙的面 将她的微信好友 手机号 包括支付宝账号 都一股脑拉黑掉了 然后表情淡默地对她说道 现在咱们没关系了 别缠着我了 缠着 我缠着你 顾若熙气的浑身发抖 李穆涵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她将带着怒火目光看向了夏月 却发现这个少女 根本看都没看她一眼 目光百无聊赖看着一旁 还打了个哈欠 你 你们 你们这对狗男女 李穆涵 你会后悔的 就算你跪着求我原谅你 我也不会搭理你了 顾若熙拿着包就要走 走之前 她还听到了二人在身后的对话 以后她来 需要我和老板说给她打折吗 打折 打骨折差不多 别搭理她 顾若熙简直要气疯了 她踩着高跟 一路小跑 分不清自己是想躲开李穆涵 还是夏月 只知道自己走了很久 周围都没什么人了 这才发现自己拐进了一条小路 顾若熙脱掉了高跟鞋 揉了揉被高档肉色丝袜包裹的脚 踩着高跟走了一路 现在她的脚无比酸痛 算了 今晚就找个普通酒店对付一下吧 这样想着 她转身打算走出小路 自己的去路 美女 搁做生意啊 呦 卧槽 大美女啊 刚才只看到你背影 没看到正面 太他妈漂亮了 嘿嘿嘿 你们瞧瞧这腿 我的妈啊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搁几个四个人 美女 你看看 怎么收费啊 顾若熙冷冷地看着这几个人 滚开 没工夫搭理你们 呦 你不是来做生意的 那更好了 搁几个反正也没钱 哈哈哈哈 说着 几个男人扑向了顾若熙 放开我 你们这些没长眼睛的畜生 知道我是谁吗 顾若熙拼命抵抗着 却还是被几个人按在了地上 已经有人开始要撕扯她的衣服了 我他妈管你是谁 现在你就是哥们几个的泄火工具 别他妈喊 不然老子用刀划赖你这粉嫩的小脸 顾若熙又气又怕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 救命 救救我 李穆涵 救命 她本以为自己会喊出赵乾坤的名字 但下意识地 从她口中脱口而出的 却是李穆涵的名字 就在被几人撕扯衣服的时候 顾若熙的意识似乎回到了从前 回到了那个和李穆涵出 遇到夜晚 那一年顾若熙七岁 和父母闹矛盾之后冲出了家门 在夜色之中狂奔 似乎也是一个像今天这样冬季无月的夜晚 也是一个像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 唯一不同的当时是几只野狗 七岁的顾若熙被几只野狗围住 他们和现在这些男人一样开始攻击她 咬她的裙子 当时的顾若熙也和现在一样 不对 应该是现在也和当时一样 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在那时候 是一个穿着破烂棚头弓面的小乞丐救了她 她挺身而出 用石头和木棍打跑了那些野狗 面对一直不停哭泣的顾若熙 小乞丐只说了一句 别哭了 我保护你 她一直陪着顾若熙 直到她哭累了 小乞丐又背着顾若熙 将她放在了警察局门口 后来警察局调监控查到了 小乞丐是附近一家孤儿院的孩子 叫李穆涵 顾若熙和父母一起去探望李穆涵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二人成了朋友 你说过 会保护我的对吗 嗯 从那时候起 李穆涵便一直履行着自己的承诺 直到现在 她再也不会挺身而出保护自己了 你不是说过 会保护我吗 就在自己衣服即将被撕开的时候 顾若熙啜泣着 说出了这句话 却被这群畜生无视了 他们现在只想发泄兽欲 可谁也没注意到 小乡的深处一道黑影 正在慢慢靠近这群人 欣赏着他们的闹剧 然后又割破了几个男人的喉咙 黑影蹲下身子 歪着头 打量着吓得呆若木鸡的顾若熙 而后发出一声低沉的冷笑 就在这个冬夜 又一起失踪案发生了 警方是在第二天早上接到的报案 但不是失踪案 而是杀人案 一个捡垃圾的 在小巷发现了四具男人的尸体 男人被割破了喉咙 鲜血流了一地 真正让警方联系特管局的 是因为现场发现了一个女士高档手提包 和一段监控录像 一个女人走进了小路 接着四名死者跟了进去 但之后谁也没有再出来过 而那条小路是死路 第七小队的人赶到了现场 这是李木涵第一次出任务 他看着那些尸体觉得有些想吐 但在看到那个包的时候 他的眉头微微皱紧了 怎么了 不舒服 第一次看到尸体是这样的 霍天走到李木涵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们的身份是特别协助调查员 毕竟特管局的存在 也不能让一般民众和警察知道 但李木涵却只是蹲在了地上 拿起了那个包对霍天说道 这次的失踪者 我认识 特管局每个小队 都有专门配发的车辆 也有局里给制作的证件 因为每次出任务 身份可能都有所不同 所以证件也是需要特制 比如这一次 第七小队的几人挂在胸前的 就是省里来的特别工作组 看着证件上自己的照片 李木涵觉得 特管局真的神通广大 连这种东西都能做 而且还是官方认证的 甚至你可以去市政网上 查得到他们的信息 想啥呢 正在开车的霍天 用余光瞥了一眼李木涵 没啥呀 就是感觉特别神奇 昨天我还在大学里 坐着听课 今天我就成了省里 来办案的专家了 哈哈哈哈 你习惯就好 你猜我以前是做啥的 警察局长 李木涵脱口出 霍天白了李木涵一眼 臭小子 就不能配合 我演一下 霍天队长 您那天在车里 不是也假装睡着吗 您倒是比我会演 李木涵笑着回答 霍天骂骂咧咧了几句 之后 李木涵又通过后视镜 看了一眼后坐上的苏雪和隐奇 怎么 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吗 本来还在看着卷宗的苏雪 发现李木涵的目光之后 微笑着通过后视镜和其对视 虽然我没加入特管局 但现在来说 咱们算战友吗 李木涵挠着头 笑着说道 我妈 以前是一家国企的行政 看不出啊 学姐 你都工作了呀 苏雪听到李木涵这么说 微微眯起了眼 这少女总是让李木涵 有一种时时刻刻 都保持着笑容的感觉 但越是如此 越是让李木涵觉得有些看不清 工作 你知道吗 桃子要是愿意 他就算每天吃山珍海味 一辈子不工作 他的钱估计也要十辈子才花得完 队长 您话可真多 苏雪笑着看向霍天 但霍天却从这笑容里 感受到了一丝杀意 于是立刻闭上了嘴 好家伙 原来是个富婆呀 李木涵感叹道 小影呢 李木涵又看向了 一直看手机的影奇 你不必在意我 但却只收到了影奇冷淡的一句回应 啊 李木涵有些尴尬 最后车内对讲机 响起了林子宇的声音 你绝对猜不到 我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可是黑客哦 曾经黑进了国安系统的超级黑客 谁问你了 霍天打断林子宇 然后无奈的对李木涵说道 这小子是特管局从牢里捞出来的 14岁就赶黑国安系统 被抓的时候 直接尿了裤子 你瞧他那怂样 要真进了橘子 怕是菊花不保啊 队长 人间不差 车内的气氛活跃了起来 冲淡了李木涵刚才看到 那几具惨死的男人尸体的恶心感 目前 四人要前往的地方 是天海市老城区的一间破旧公寓 这个街道是天海市改造计划的遗漏点 因为有太多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最终政府只能选择任其野蛮生长 长此以往 就成了流浪汉和某些帮派的聚集点 木涵 你好些了吗 苏雪刚才亲眼看到 李木涵扶着墙托了很久 所以现在有些担心 没事 就是没看到过那么血腥的场面 这是假话 李木涵小时候就见过死人 还不少 但没必要在这里说起这些事 那些都过去了 但见过不代表他麻木了 即便是小时候 在地狱一般的孤儿院 他也依然盼望着 能有普通人的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他会将顾若曦当作自己生命中的光 因为正是他带自己走出了那片地狱 只可惜啊 物是人非事是休 真奇怪 你的档案明明记载着 你身上有十条人命 而且根据现场照片 死相比这四人惨得多 你怎么还会感觉不是 说话的是隐奇 他的话急剧锋芒 似乎带着点质问的语气 而他所说的李木涵身上的十条人命 正是赵乾坤的那些打手 那其实可以算在巴尔头上 但李木涵没说什么 只是露出了一丝苦笑 小颖 怎么说话呢 霍天立刻出声阻止他 对啊 小颖 当案里也写了 木涵当时因为力量失控 所以才 那他要是又失去 对力量的控制权了怎么办 隐奇的这句话 让车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无法将后背交给他 行了 隐奇 最后是对讲机里的林子宇 打破了这种僵局 木涵有担保人 而且他脖子上挂的那项链 是我和科学理事会 共同研制的最新产物 专门为恶魔所开发的 再说了 人家也不是特管局正式成员 是来协助我们 抱歉 我没兴趣听 隐奇冷冷地打断了 想要炫耀一番的林子宇 李木涵原本也很尴尬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直到听到林子宇这句话 他才有些疑惑地问道 请问 和我同样是一类的夏月 也可以做担保人吗 一般来说不行 但夏月比较特殊 霍天说道 他并不属于华夏特管局 你应该看得出 他的相貌 也并非纯粹的华夏人血统 而且 他是可控范围内的天灾极异类 也就是华夏特管局 无论如何都想拉拢的存在 李木涵明白了 这句担保人 不是在给隐奇施定心丸 而是在告诉隐奇 特管局就算抛下他们所有人 也一定会拉拢李木涵 至于为什么 因为他的担保人 是天灾极异类 隐奇冷哼了一声 继续埋头 开始看手机 目的地终于到了 李木涵透过车窗看出去 发现车窗外的景色完全变了 看不到高楼大厦 和繁华的街道 只有破烂的平房 和老旧的公寓 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聚集在一起 那些人用诡异的目光 注视着车辆驶过 就好像是在警惕着什么 小子 你不是本地人吧 嗯 我是天海市来读大学的 那会儿 你尽量不要说话 霍天说完这句话之后 将车停在了一栋 老旧公寓门口 特管局的好处就是 任务做得好 你想要啥都没问题 但也有个缺点 那就是必须低调 尤其是在和普通人 打交道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引起太多的注意 记住了吗 在得到李木涵肯定的答复之后 霍天突然从腰间 取出一把手枪递给李木涵 但是也绝对别怂 看着李木涵脸色复杂 接过了手枪 霍天打开了车门 四人刚下车 就围过来几个男人 哪来的 做啥的 围手的男人嚼着口香糖 一脸不屑地 看着这四个穿西装 打领带的人 公家办事 放心 不清查 霍天亮出了伪造的证件 那男人虽然看起来 不太正经 但似乎也是认得着证件的 哟 省里来的 他一点也不害怕 盯着证件看了好半天 突然看向了苏雪和尹琪 你们公家的婆娘 好漂亮啊 说着 就要上前去看 两名少女的证件 却被霍天抬手拦住 适可而止 霍天只说了这一句 男人嚼着口香糖 满脸不屑 随后将口香糖吐在了地上 对四人挥了挥手 进去吧 低调点 不然就算是天庭癌的 也没人保得住你们 直到走进公寓 几个男人 都还在盯着他们的背影 李慕涵感到很奇怪 这里没有派出所吗 不能先向派出所寻求支援吗 芊一发动全身 这里的关系网 全都烂到根了 等派出所带我们去找人 人早跑了 李慕涵点了点头 霍天不愧是以前做警察的 洞察力就是不一样 老公寓的电梯很狭窄 而且有一股骚臭味 不知道是不是经常有人在电梯里 随地大小便 一进电梯 苏雪就捂住了鼻子 眉头也紧皱起来 反而是隐其完全像个没事人一样 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 电梯到了五楼 四人直奔五杠八号房间 这公寓的走廊是开放式的 透过走廊扶手往下看 李慕涵惊讶地发现 楼下竟然聚集了起码三十多个男人 每个人手里都抄着家伙 死死地盯着他们 现在知道 特管局工资 为什么这么高了吗 耳机里 林子宇笑着对李慕涵说道 你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 你们胸前的证件里有微型摄像机 我当然能看到 我还得给你们支援呢 看九点钟方向的空中 李慕涵顺着方向看去 就见一架微型无人机正悬停在半空 好了 子宇 别显摆了 告诉我们五杠八的情况 知道了队长 林子宇有些意犹未尽 明显是还想多说几句 但现在任务为重 微型无人机不声不响 绕到了大楼的另一侧 而后林子宇对几人说道 人在屋里 去吧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霍天抬起了手 敲响了房门 谁啊 房间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我 我下周一定交钱 你们就别来找我了 周治国 开门 我们不是来收保护费的 霍天冷冷地说道 那你们是 不认识我了 霍天冷笑着看向周治国 是 是你 周治国刚想关门 但霍天随后一脚踹开了门 周治国被门撞得 直接倒在了地上 so 接着霍天一摆手 隐气和苏雪 立刻开始搜查起了这间屋子 从地上爬起来的周治国 用愤怒的目光看着霍天 又是你 又是你 你的儿子不是我害死的 你怎么就不肯放过我 霍天直接将自己特管局的证件 甩在他脸上 老子现在是特管局的 来查案子 听到特管局 周治国沉默了 而李穆涵这时候 也看清了眼前之人 这个衣衫褛褛 满脸憔悴的中年男人 这人便是周治国 也就是传说中的妖怪 家国 霍局长 我已经和您说了很多次了 您的儿子 真不是我害死的 我也和那些少女失踪还没关系 您都把我一条腿打断了 怎么还不肯放过我呀 周治国被霍天控制住 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看着几人将自己的加帆的一团乱 眼睛里都快流出泪了 老子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局长了 现在我是特管局第七小队的队长 听得懂什么意思吗 霍天用证件 不停拍着周治国的脸 李穆涵看得出来 他对周治国的恨意有多深 但即便如此 他现在依然压抑着怒火 否则这周治国不可能还说得出话来了 周治国的家里 用一瓶如洗来说 完全不为过 家里唯一值钱的 就是那台显像管老电视 我 我懂 霍局 霍队长 听得懂就好 我还以为你们这些畜生 都不知道怎么和人交流 霍天不客气地坐在椅子上 此时苏雪和尹齐 也都搜查完了房间 回到了客厅 他们二人都对霍天摇了摇头 霍天朝着苏雪递来的眼色 苏雪立刻上前拿出了照片 那正是失踪者的照片 这几个人 你见过吗 这 这些人是 不好意思 长官 我没见过 请问是说什么事了吗 周治国看了一下照片 似乎没什么反应 他们失踪了 失踪得很离奇 不像是人类做的 苏雪最后这句话加重了音 似乎就是说给周治国听的 抱歉 长官 我 我没见过他们 我 我真的没做过那些事啊 各位长官请明察啊 你他们好什么好 霍天一巴掌甩在了周治国的脸上 看得李沐涵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这周治国被打 虽然也愣了一下 但立刻就跪在了地上 霍队长 我知道您的孩子之前死于非命 但您真不能赖在我身上啊 我是清白的啊 霍天蹲下身子 冷冷地注视着周治国 周治国被他看得浑身发抖 最后霍天冷笑了一声 把周治国从地上拽了起来 行了 咱们是公事公办 至于以前的事 我不想再提了 如果你真没犯事 我不会找你麻烦 谢谢霍队长 感谢领导 霍天摆了白手说道 你楼下那群人什么来头 听到楼下那群人 周治国叹了口气 一群老街聚集的帮派分子 我每天起早贪黑出车 才挣得来这三瓜两枣 就这还满足不了那些帮派 来收保护费的人 长官 你们说 这人怎么能比妖怪还贪啊 说出这句话 周治国立刻又觉得说错了话 他赶紧点头哈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各位长官 我 我不是有意说这话的 请 请各位原谅我 没事 你说得对 有些人比妖怪还不如 放心吧 你的情况 我们回去说明一下 看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 周治国 你也老实点 别伤人 霍天完全就像是换了一个态度 仿佛之前的所有愤怒 都是伪装出来的一般 说完站起了身 带着几人准备离开 哎 感谢领导 感谢各位特管局的长官 我一定安分做人 一定不给特管局和人类添麻烦 李穆罕整个过程一言不发 他既在观察周治国 也在观察第七小队的做事方式 可以说 这只小队每个人都非常默契 根本不需要提前沟通 就各司其职 做这应该做的事 离开了周治国的家 下楼之后 不可避免的 就要面对那群聚集过来的人 呦 领导 事情办完了呀 您早说找周治国闹八蛋 我直接把人给您扔下来 他还欠我不少钱呢 面对嬉皮笑脸的男人 霍天并没有给他多少好脸色 让开 男人没有阻拦 但身后一群小弟 却围住了他们的车 啥意思啊 霍天转过身 看着男人 他个子一米九五 体型魁梧 这男人在他面前 和小鸡咋似的 但男人却丝毫不惧怕霍天 也许是因为他们人多 手里有家伙 所以底气才这么足 刚才是我眼中 没认出来 您不就是之前 天海市公安局的霍局长吗 哎呦 您看我这眼睛 怎么着啊 高升了 嗯 改天请你吃饭 霍局长 之前 我十多个兄弟栽在你手里 你可是半点情面都不给的呀 霍天冷笑着 看着说话之人 那你想怎么着 要不这样 今天我做东 咱们卸了这梁子 虽然不知道 你们找周治国 那烟渣有啥事 但既然来了 留下吃顿饭呗 今天没空 改天 改天我做东 请各位吃一顿 霍 天笑着要绕过这人 却被那男人一把推了回去 他的脸色也变得阴沉起来 怎么 看不起兄弟 给脸不要是吧 也行 把你这俩婆娘留下 我们请两位省里来的美女 好好玩玩 也算是你为我那几个 还在坐大牢的兄弟 赔礼道歉了 男人说完这话 猥琐地笑了起来 周围的人也笑了起来 可没等他笑多久 霍天也笑了 他转过头 看着李沐寒 甘笑了两声 没等李沐寒反应过来 霍天一把抓住了 那男人的脖子 然后狠狠就撞在了 车窗玻璃上 因为特管局的车窗玻璃 经过特殊处理 所以玻璃并没有碎裂 但男人的脸 就没那么幸运了 血混合着唾液 还有几颗断牙 直接顺着玻璃就滑了下来 目睹到这一幕的李沐寒 脑子里回荡着 刚才霍天对他说过的话 在和普通人打交道的时候 一定不要过分引起注意 你 你他妈 男人刚想骂霍天 捏着他的脖子 又是一撞 碰 这一下直接把男人撞的身体 一抽晕了过去 操 兄弟们 动 动你妈呀 退回去 就在这些人群起而攻之的时候 李沐寒已经从腰间抽出了手枪 枪口直指 站在最前方的一个黄毛 李沐寒一脸不屑地瞪着那群人 那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儿 虽然这些人多 手枪只有一把 但谁也不愿意 坐那个先上来送死的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四人上了车 直到车子发动 李沐寒才收起了枪 而后车子原地发出轰鸣声 吓得挡在前方的几个混混 赶紧朝旁边让开 车子扬长而去 只留下了身后一大群人的怒骂 等到车子离开老街区 霍天才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拍着李沐寒的肩膀说道 虽然你他娘的 刚才保险都没打开 李沐寒被他拍得一阵咳嗽 只能不停地提醒他好好开车 你小子怎么想到要拔枪啊 不是队长你 给我使了个眼色 让我动手吗 啊 我的意思是我动手之后 你先把车发动 好让我们能立刻跑路 李沐寒无语了 原来自己误会了霍天的意思 但从结果而言 李沐寒明显交出了120分的答案 连影旗都淡淡地说了一句 做得不错 而后几人又聊到了案件 李沐寒本以为要先回局里 但霍天却绕了一个大圈 在老街另一边的入口 附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停了车 这是要回去杀个回马枪吗 李沐寒问道 没抓到证据屁又没有 霍天点掏出烟盒 递了一根给李沐寒 但李沐寒却表示自己不抽烟 行了 给我下车 女士要换衣服 啊 哦 李沐寒瞬间明白了 但又好像没明白 为啥要换衣服啊 此时已经是傍晚七点 冬天的夜色总是来得很快 李沐寒和霍天到了车子 不远处的墙边靠着 霍天点起了烟 惬意地吐出一口眼圈 看了看李沐寒又把烟盒递了过去 来一根 不抽 行了 装傻啊 想在妹子面前留个好印象 我懂 这不是只有咱俩吗 队长 真不抽 李沐寒哭笑不得 然后又被号嘲笑没中 我这是西命 谁说不抽烟就是没中了 你刚才还说 你没看错人 场面画 给你在妹子面前刷好感呢 咋样 看上哪个了 桃子还是小影 要不要老哥给你 见霍天越说越没边 李沐寒赶紧让他打住 然后将话题扯回到了案子 你觉得是不是周治国 李沐寒问霍天 但霍天却把问题抛回给了李沐寒 你觉得呢 我觉得 嗯 不好说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 但看人不能看表面 可他家里好像也没什么一点 的确 气氛又陷入了沉默 霍天蹲在墙边 咽尸一根接着一根 李沐寒发现 他似乎是在看什么东西 凑近了一看 居然是个项链吊坠 那吊坠的盖子打开着 里面是一张照片 帅吗 霍天突然转头看向了李沐寒 啊 这是我儿子 帅不帅 霍天很自豪地 将吊坠里的照片 展示给了李沐寒 李沐寒看到照片里 是一名穿着警服的年轻人 身材挺拔 一脸英气 典型的故事李伟光正的那种形象 帅 而且一脸正气 嘿嘿 那当然 这可是我儿子 说到这里 霍天又深吸了一口烟 这要是能继续当警察 以后也肯定是局长的料 李沐寒知道 这照片里的少年 已经永远不可能再继续做警察了 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五年前 队长 李沐寒蹲在了霍天身边 这就是您加入特管局的原因吗 霍天没有回答 只是盯着自己手中的吊坠 看着照片里的孩子 两久之后 他才答非所问地说道 孩子出世之后 他妈就和我离了婚 那段时间 是我这辈子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 我带着枪 天天往周治国家里跑 也被警告过很多次 最后一次 我没忍住 一枪打断了他的腿 说到这里 霍天苦笑了一声 穿了几十年的警服 就这样被脱了 之后 特管局就找上你了 霍天点了点头 是邻居亲自来找的我 他见到我第一句话 就是向我表达歉意 因为没能找到 杀害我孩子的真正凶手 那时候我还非常愤怒 我把他赶了出去 一想到林泽被人给轰出了家门 李沐寒就有些想笑 但碍于现在的气氛 他还是忍住了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 邻居当时的表情 结果反而是霍天笑了起来 他来了三次 被我赶走了三次 第四次的时候 他直接一脚踹烂了我的家门 防盗门啊 那么后 他那细胳膊细腿的 居然一脚把我家防盗门踹飞了 然后你猜他 对我说了啥 必啥 三股毛鲁也该够了吧 够有诚意了吧 哈哈哈哈 这次李沐寒没忍住 跟着一起笑了出来 接着邻居直接把我拽到了特管局本部 然后和我介绍了特管局的情况 问我家不加入 其实他这样做属于违规的 我还没有表示要加入特管局 按理来说不应该去本部 他好像这次对我的情况也是违规的 邻居是个好人啊 是他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他让你有了一个给儿子报仇的机会 听了李沐寒的话 霍天愣了一下 随后啪哒一声关上了吊坠盖子 而后转头 朝着李沐寒吐了一口烟雾 格局 格局打开 你格局小了 一开始 的确我是怀着报仇的心态 加入了特管局 但在这五年的工作当中 我知道了特管局对人类的存续 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队长你是不是被洗脑了 我去你的 你这种小屁孩懂个球 虽然不知道你这恶魔的力量怎么来的 但我敢保证 你若是去接受那个训练 一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李沐寒明白 人类想要拥有和异类战斗的力量 必须要接受住非人的考验 而他似乎只是被赵乾坤打得半死之后 就觉醒了巴尔的恶魔之力 这样说起来 对霍天这些人的确不公平 小子 你真不考虑加入特管局 我这不是在跟着您实习吗 不 我看得出来 现在的你是不会加入的 霍天盯着李沐寒的眼睛 李沐寒觉得自己的心思 似乎都被他看穿了 没错 李沐寒并不打算加入 现在也只是想多了解一下特管局的办事方式 以后可以方便周旋 他不希望 己成为一条被人拴住的狗 也好 也好 霍天慢慢站起了身 你这样的孩子 不应该踏入这个有去无回的世界 李沐寒也站了起来 可他刚想追问些什么 身后传来了车门关闭的声音 李沐寒回头看去 就看到苏学已经退去了黑色西装西裤 便于行动的运动服 身后还背着一个吉他箱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 脸上戴着口罩 一时之间李沐寒差点没认出来 尹七也是差不多的打扮 只是他没多说话 走到霍天身边 抬起手指了指手腕上的手表说道 19点35分 我进去了 去吧 霍天还在吸烟 只是点了点头 尹七就戴上了口罩 独自走进了老街 队长 沐寒弟弟 那我也先走了哦 苏学朝着二人挥了挥手 也走进了老街 他们去干嘛啊 李沐寒看着消失在夜色中的二人问道 各司其职 霍天看似回答了李沐寒的问题 又好像并没有回答 就在这时候 李沐寒的手机响了 接吧 等一下可能就没法接电话了 霍天扔掉了烟头 又点起了新的一根说道 李沐寒拿起电话一看 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因为来电显示上 清清楚楚显示的是 顾若曦母亲的号码 喂 伯母 小孩啊 阿姨问你啊 这小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电话里顾若曦的母亲 语气非常焦急 似乎是已经知道了顾若曦失踪的事了 您已经知道了 警察给我打过电话了 问我们能不能联系上小七 我们打她手机 微信上找她 打电话去学校 都找不到人啊 阿姨您别着急 现在警方正在全力寻找 顾若曦不会出事的 电话那头顾若曦母亲的声音 已经快哭出来了 小孩啊 你可一定要找到小七啊 你们俩们是那么好 阿姨求你了 听这话的意思 好像顾若曦的母亲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和她女儿分手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她 李穆涵知道 不能给老人这种希望 自己哪有能力找到人 全得靠霍天他们 但她不想顾母伤心欲绝 毕竟不管顾若曦对自己如何 老两口对待她从小就十分疼爱 孤儿院出世之后 也是这老两口收留了自己 所以他们也算李穆涵半个父母了 喂 小孩啊 接下来说话的是顾若曦的父亲 我们已经买好了去天海市的机票 今晚就能到天海市 你也不要太担心 现在警方科技这么发达 又到处都是监控 小七应该不会有事的 李穆涵有些感动 这老父亲自己肯定都心急如焚 此时竟然还在安慰自己 嗯 伯父 你们二老过来之后 我来安排住处 你们也别着急 我会找到顾若曦的 又安慰了顾母几句 李穆涵挂了电话 同时也觉得内心务必沉重 感恩 到压力了 嗯 嘿嘿 我要是你就不会乱说这种话 霍天笑着摇了摇头 你这等于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懒啊 这女孩是你什么人啊 前女友 有何 前女友啊 霍天把钳子拖得很长 然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穆涵 最后拍了拍李穆涵的肩膀说道 放心 这事儿咱不告诉夏月 啊 和她有啥关系 嗨 你这就不懂女人了吧 你大半夜在外面为了钱 女友奔波 你觉得夏月会不吃醋 队长 我和夏月是清白的 李穆涵急了 就在他急于解释的时候 霍天却缩回到了车里 李穆涵赶紧跟了上去 却发现这霍天居然在车后座上躺着 直接闭目养神了 约莫过了半小时 车子的对讲机突然传来了苏雪的声音 队长 这些帮派分子刚刚就像是约好了一般 全都上了车 朝着老街的一处废弃工厂开去了 废弃工厂 李穆涵心里一惊 难道说是当年霍天儿子出事的那个废弃工厂 陶子 你的位置怎么样 霍天此刻也从后座坐起了身子 朝着对讲机问道 事业良好 不得不说 在这种老街寻找制高点 还是相当困难的 保持警惕 别被人发现了 霍天在车里点起了一根烟 深吸了一口烟之后 吐出一口烟雾 浓烟在车里萦绕了半天才悄然散去 车子全都在废弃工厂的仓库前停下了 他们下车朝着仓库去了 别急 陶子 你的位置能看清工厂全貌吗 没问题 那就盯紧 引起你那边情况呢 霍天继续发号指令 仅仅简单的一个名字 对方就立刻知道了他要做什么 已经跟随这些人潜入仓库 正在隐蔽跟踪 林子宇 周治国的情况呢 周治国一直在家里 现在好像是在看电视 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原来林子宇的无人机 一直悬停在周治国家的附近 因为其涂装做过特殊处理 在夜色的笼罩下 无人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滴答 滴答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段时间没有人在说话 李穆罕感到自己的心 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一点 李穆罕却一点困意也没有 这期间他还收到了下月的短信 第一条短信没有内容 只有一个小猫卖萌的表情 就在李穆罕很疑惑的时候 第二条短信来了 抱歉 我第一次给人发短信 办错了 不得不说 虽然下月似乎是生活了很久的吸血鬼 但是他的生活常识还是一塌糊涂 但也多亏了这一出 李穆罕紧动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 可这根弦还没彻底松下来 耳机里再次传来了隐奇的声音 发现失踪目标就在废弃仓库 这些人想转移人质 李穆罕突然兴奋了起来 不仅仅是因为发现了失踪者 还因为这次的事件是这些帮派分子干的 和周治国无关 说实话 李穆罕看到周治国过得那么凄惨 其实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 队长 赶紧过去吧 李穆罕催促道 但霍天却还在抽着烟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队长 李穆罕又喊了一声 霍天这才慢慢转过头 看着李穆罕 我从邻居那里知道 你曾经是人类 那李穆罕 你告诉我 你怎么看待一类的 李穆罕一脸疑惑 不知道霍天为何在这时候 问他这个问题 各有不同吗 比如之前袭击我的那只吸血鬼 就十分残暴 但周治国 我看他 好像挺老实的 听了李穆罕的回答 霍天淡淡地笑了笑 我希望你能一直以这种心态 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生物 无论它们是否是人类 也无论你是否是特管局的成员 说完 霍天点燃了车子的引擎 就在发动车子的一瞬间 霍天突然捂住了肚子 哎呦 哎呦 我的肚子 好汤 李穆罕都傻了 这霍天咋在这时候 突然肚子疼起来了 一定是晚饭吃的 那家餐馆不干净 哎呦 队长 咱们不是一起吃的吗 老子尝到脆弱 不行吗 哎呦 不行 老子得找个地方就地解决 李穆罕 你先给老子过去 支援苏雪和尹齐 啊 我一个人去啊 你怕个雕毛 你是异类 还怕人类啊 而且苏雪和尹齐都是战斗人员 你别拖他们 后腿就行 那 那行 李穆罕有些晕头转向 这情况怎么变成这样了 可我不会开车啊 霍天直接俯身 把副驾驶位的门打开 然后一脚把李穆罕踹下了车 他妈的 你还想开车过去 跑过去 赶紧的 老子要拉出来了 虽然摸不着头脑 但李穆罕还是快速朝着那废弃工厂的位置 狂奔去 看着李穆罕的背影消失在老街的夜色之中 霍天捂着肚子痛苦的表情逐渐变得平淡 他开门 下车 点起一根烟 打开了车 子的后备箱拿出了一个长款背包 一边哼着某种曲子 一边朝着破旧的公寓走去 就在李穆罕快跑到废弃工厂的时候 耳脉里突然传来了林子宇的声音 什么情况 我的无人机怎么坠落了 还有 刚才谁把我的信号关了 听着林子宇的话 李穆罕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们人呢 快报告情况啊 林子宇在耳机那一头焦急的喊着 没空 影奇简短的回复传来 他那边还隐隐传来某种喊杀声 看来影奇已经和人开始作战了 抱歉 林子宇 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交战了 队长 你们还有多久到达现场 苏雪那边的背景则是呼啸的风声 时不时还会传来类似狙击枪开枪的声音 队长突然说他拉肚子了 我现在正在跑步前往废弃工厂进行支援 这一瞬间 李穆罕似乎听到了林子宇倒吸一口凉气 李穆罕 回去 回去 快回到队长身边去 李穆罕放慢了跑步的速度 也十分焦急地问道 啊 什么情况 李穆罕队长是故意支开你的 影奇一边和人作战一边说道 穆罕弟弟 队长一定是注意到了 我们都没注意到的细节 关于周治国的细节 苏雪说道 那他为什么不和我们说 因为他想独自一人去了结当年的事 不可以让他去 刚刚邻居传来消息了 周治国 也就是说 这支侠国的灾厄等级突然升到了霍乱 那不是队长能对付得了的怪物 李穆罕人都傻了 邻居已经说了 先救出人质 至于周治国 他会派人去处理 你赶紧把队长带回来 李穆罕没有再提问 他想起了周治国最后看向他的时候 对他说的话 他内心开始狂跳 几乎已经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 李穆罕转头 开始朝着周治国的住处 狂奔去 与此同时 在破旧的公寓五楼 周治国家门口 霍天抽了最后一根烟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敲响了房门 来了 房间里传来了周治国的声音 这么晚了 谁啊 打开门 再看到是霍天之后 周治国呆住了 霍队长 您 您怎么又来了 还有点情况没了解清楚 霍天冷笑着说道 虽然很不愿意 但周治国还是让霍天进了门 霍队长 您还想了解什么 周治国端了一杯茶出来 但却看到霍天将一个长包扔到了桌上 周治国 别装了 没别人了 霍队长 您到底在说什么 我知道 五年前的事就是你做的 现在这起案件也是你做的 霍天看着周治国 而周治国那销售的身影 在此时微微抖了抖 随后干笑着说道 霍队长 您怎么还提这个 我真的不是 香水 霍天打断了周治国 随后说道 五年前 你就遗漏了这个问题 而现在 你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的身上 你的屋子里 有起码五个女人不同的香水味 而这些香水 不可能是妓女用得起的 周治国张大了嘴 他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不好意思 我妻 我前妻是香水调制师 所以对于各类香水 我也早就闻惯了 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才怀疑你 当时我还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处理一下 房间的香水味 但加入特管局之后 我明白了 霍天一边说着 一边慢慢拉开了包的拉链 一把黑色刀鞘的糖刀 赫然显现 嘿嘿 周治国低着头 开始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 因为我们侠国 是没有嗅觉的 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 那一双眼睛里 已经充满了异样的疯狂 看着周治国逐渐暴露出的本性 霍天的内心 反而愈发的平静 他将糖刀取出 慢慢将刀拔出 闪烁着寒芒的刀刃 映照着霍天 那双冰冷的眼睛 五年了 也该有个交代了 嘿嘿嘿 周队长 你可真是执着啊 人类的五年 对我们来说算个屁啊 但你还真就在 这么短的时间里 两次抓到了我 只可惜上一次 你的儿子替你死了 不知道这一次 刷 刀光闪过 周治国那还在张着嘴的脑袋 已经应声掉落在了地上 霍天慢慢收刀入鞘 看着地上滚落的人头 他双眼皆是冰冷 就在他打算转身的瞬间 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正在侵蚀整座大楼 而他的身后 也传来了某种诡异的稀疏声 霍天队长 地上掉落的脑袋 此时正看着霍天 露出猙獰的笑容 别着急走啊 白刀来了 喝杯茶啊 霍天转过身 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无头身体 冷笑了一声道 果然是怪物啊 下一瞬间 无尽的黑暗开始蔓延 最后将整座大楼 都包裹在了一片阴影之中 界域 展开 杀灭声落 最后 霍天听到的是周治国 那已经逐渐开始扭曲的声音 霍乱 霍天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无尽黑暗 和黑暗之中 逐渐蠕动的身影 无奈地笑了笑 我的运气还是这么差 与此同时 李穆罕终于跑回到了公寓前 车还停在原地 但霍天已经不在了 他冲进大楼 一口气爬上五楼 在踹开周治国房门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一切如常 但是没有周治国 也没有霍天 他们人没在这儿 李穆罕朝着耳机里大喊 队长和周治国都不在 林子宇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李穆罕说道 队长一定是用了特管局的介于赤领 将整座公寓 都从当前的界面给隔离出去了 说人话 李穆罕焦急地大喊 这是特管局在清理异类的时候 所使用到的一种道具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布下这种道具之后 这整个区域 都会被分离到一个 由道具所伪造的区域 除了异类和特管局人员 所有人都会被排除在外 这也是为了防止一般的人类 被卷入到特管局 和异类的战斗当中 李穆罕人都傻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耳机里传来了苏雪的声音 穆罕弟弟在附近找找 看看有没有令旗 一共五面 只要拔除五面令旗 就可以破除介于赤令 李穆罕赶紧在四周狂奔 寻找类似于令旗的东西 可转了好几圈 跑得他是气喘吁吁 也没找到一面 旗 就在他束手无策 回到周治国房间的时候 耳机里传来了林子宇的声音 李穆罕 用你的力量 介于的力量 把介于赤令撕开一个口子 还能这样的吗 你看他不早说 但是你得控制力量 介于不能完全展开 而是要将其收缩为一个点 只有这样才能不影响到 这栋公寓楼里的其他住户 收缩为一个点 妈的 说的简单 以为再活面团 虽然心里这样吐槽 但李穆罕还是慢慢闭上了眼睛 求求你了 李穆罕 把队长带回来 林子宇的声音 几乎已经带着一丝哭腔了 李穆罕抬手摘掉了耳机 他现在必须集中精神 他开始回想着 展开介于时候的感觉 而后又将那种感觉 不断压缩 不断压缩 最终在心里 形成一个小圆球的时候 他猛地睁开眼睛 万雷引煞 哄 一道雷鸣划过天际 同时他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黑色小圈 而从圈里 李穆罕听到了霍天的声音 哈哈哈哈 好 好 你这样强大 杀了你才更爽 人类 不知死活 而另一个声音非常扭曲 沙哑 就仿佛是某种 来自于深渊的呐喊 霍天队长 李穆罕看着眼前这个圈 虽然成功撕开了一个口子 但这大小 完全过不去呀 你小子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小子 去支援其他人吗 霍天的声音从圈里传来 声音虽然还算洪亮 但李穆罕能听得出 其中暗含了一丝嘶哑 赶紧解开那什么戒鱼斥令 我来帮你 放你娘的屁 这怪物已经展开了戒鱼 你赶紧给我滚 碰 黑暗之中又传来了怪物的咆哮 以及金属碰撞的声音 此时的霍天身上的西装 已经破破烂烂 眼睛也瞎了一只 浑身都是血 可他依然疯狂地挥舞着堂刀 再看周治国 不对 应该是霞国 现在他哪里还有半分人的影子 现在的他 宛若一直四米多高的巨大猿猴 他的身上已经有了多处刀伤 而且都在往外伸着鲜血 此时的他 错愕又愤怒地看着眼前的霍天 他不明白 自己明明已经达到了霍乱的等级 而这个人类最多只有介遇的力量 为什么自己还没法杀掉他 反而被他砍成了现在这样 嘿嘿嘿 你的孩子 死之前所遭受到的痛苦 我也要让你全都体验一次 这句话 我还给你 霍天吐出一口血沫 死死地盯着霞国 下一刻 一人一妖再次站在了一起 李穆罕只听了喊杀声 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甚是着急 他开始拼命想要扩张这个圈 但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介遇的力量非常强大 同时想要随意掌控这种力量 做到收放自如难度 也会成倍上升 李穆罕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 最后直接是用手 扒拉住了黑圈的边缘 直接用蛮力开始撕扯黑圈 没想到这黑圈 真的一点一点地被他撕裂开 但速度相当缓慢 同时 李穆罕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与此同时 他终于能看清里面的情况了 他的瞳孔闪烁起了金光 身体也进入到了恶魔形态 透过圆圈 他看到霍天和周治国 已经再次拉开了身位 而刚才那一波拼杀 让霍天的双目尽失 此时的他用双手握住刀柄 勉强用糖刀支撑着自己站立 而侠国呢 他也没好到哪儿去 一只手已经被霍天给卸了 此时更是暴怒异常 人类 人类 老子只不过是喜欢女人 为什么 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老子 霍天吐出一口血 但仍然站立着 而后他慢慢直起了身子 虽然双眼已瞎 但仍然面对着那只暴怒的妖怪 因为老子是特管局的成员 而我的身后 是我所要守护的一切 他没有说自己是个父亲 没有说自己要为孩子报仇 在最后 霍天选择的身份 是特管局的成员 而他的这句话 似乎也是在说给李牧涵听的 小子 你看上去很瞧不起 我们这些特管局的战斗成员 霍天微微偏过头 一双斩满了鲜血的双目 正轻蔽着 现在老子来给你展示一下 即便是人类 只要有责任感 有信念 就不会比这些一类差 老子要把你砸成肉捏 霞国疯了一般 队长 李牧涵疯了一般 开始撕扯圆圈 而已经太迟了 那霞国已经马上就要 扑到霍天的面前 看好了 小子 这是老子作为队长 能教你的最后一件事了 接着 李牧涵看到霍天 将刀慢慢横在身前 一股气息开始在他的身体周边 扩散而出 当这些气息 触碰到霞国那庞大的身体的时候 他身上所有的刀伤 在这一刻 全都绽放出了烟红的血化 剑玉展开 浮降震膜 一尊金色的巨大身形 一代金色战甲 恍然天庭神将 随着霍天的动作 那金色神将 也举起了手中巨大的长刀 接斩 刷 霍天与金色身影 同时挥出一刀 刀光直批霞国 竟是将这还绽放着血化的巨大身形 直接批成了两半 随着霞国的身体轰然倒下 霍天也慢慢地跪在了地上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身后的金色身影 也缓缓消散 李牧涵疯了一般不管不顾 将身体钻入了黑圈 强行挤了过去 他扑到了霍天身前 发现对方身上的伤口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 还要深 特别是腹部 他的腹部已经开裂 长子都露出来半截 而霍天竟然直接将长子 打了个截不让里面的器官 继续往外流 竟是这样硬撑着 斩杀了这只异类 队长 队长 李牧涵慢慢将霍天瓶放在地上 霍天此刻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一张口就是血水 李牧涵用力握住了 他缓缓抬起的手 身体也凑到了他的耳边 仔细听他想说什么 他奶奶的 老了 没 没以前 牛逼了 牛逼 你他妈的最牛逼了 队长 别说话了 我带你走 别 别动老子 肠子都他妈烂了 没 没救了 嗨嗨 李牧涵 老子最后一刀 是不是 特别 牛逼 李牧涵眼泪已经爬满了脸庞 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 但现在眼前这个男人 他不惜做到这份上 也要斩杀一类 为的是什么 已经再明确不过了 他是想复仇 是想找寻当年的真相 但在刚才战斗的时候 这一切都不重要的 他想的 只是不能放过这只异类 因为他会维护世间 行 你 你他妈的 承认老子 老子帅 救 救醒 老子 要 要去找儿子 你 你狗日的 嗨嗨 李牧涵 你 你别加入 特管局 你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滚 滚远点 老子 不承认你 这种软蛋 你不配 李牧涵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死死抓着霍天的手 直到对方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手缓缓搭拉在了地上 李牧涵这才慢慢放开了手 与此同时 他的身后传来了 某种嘻嘻嘟嘟的声音 李牧涵知道 那侠国还没死 于是他慢慢站起身 顺手拿起了霍天的糖刀 转身看着那还在不断爬行 只有半面身体的怪物 我 我们都是一类 我才是你的同伴 特管局把我们当狗 当畜生 我们应该反抗 你 你和我是同类 我们 侠国看着朝他走来的李牧涵 开始不断求饶 我认识一个 一个很强大的异类 不对 是神 是他赐予了我力量 我可以 可以让你也被赐予力量 你 你和我 我们一起 我们 侠国话还没说完 李牧涵已经绕过了他的身体 走到了他的脑袋边 不不不 你是异类 我们应该结盟 我们应该 刷 刀光闪过 李牧涵将那还在 逼逼赖赖的半边脑袋 彻底砍了的稀碎 以收割霍乱纪灵魂 灵魂名 侠国 目前巴尔灵魂修复程度 10% 你已获得新的介域力量 在万雷引杀介域之中 您的力量 速度 精神力 恢复能力提高至15倍 在万雷引杀介域之中 您可以为任意武器附魔雷电之力 得到强化后的武器 将彻底转化为雷之冰刃 伤害提升5倍 并让攻击具有雷属性 李牧涵没有在意脑子里的声音 他浑身沾满了怪物的血 一步一步走回到了霍天身边 将霍天的尸体轻轻抱了起来 又再次穿过了那个黑圈 介域 解除 当回到周治国的家中后 李牧涵解除了万雷引杀 与此同时 那黑圈也瞬间消失 将霍天那已经冰冷的尸体 慢慢放在地板上之后 李牧涵也坐在了地上 他双目无神地看着手中握着的糖刀 似乎是在想些什么 直到他看到自己刚才扔在地上的耳机 这才慢慢起身 去捡起了耳机 戴在了耳朵上 李牧涵 你人呢 林子宇交集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 再 李牧涵淡淡地回了一句 听到李牧涵的声音 林子宇的心瞬间凉了 他仿佛是预感到了什么 废弃工厂这边已经压制完毕了 特管局的支援也已经到了 隐奇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牧涵弟弟 你和队长那边怎么样了 苏雪似乎也在其中 李牧涵回头 看了看那已经冰冷的尸体 战斗结束了 周一类侠国已经被霍天队长斩杀 在听到霍天斩杀了一只 已经变异为霍乱等级的侠国之后 苏雪和隐奇都有些惊讶 只有林子宇用沙哑的声音问了一句 队长呢 李牧涵慢慢低下了头 握紧了手中的糖刀 霍天队长 战死 半小时后 由第七小队带队 特管局支援部队跟随 一群人进入到了工厂之中 在隐奇的引导下 他们来到了废弃仓库深处的一个囤货间 李牧涵的眼神透露着疲惫 但在几名客管局成员 几乎是用蛮力敲开了囤货间的铁门之后 他的内心还是不由地紧张起来 断断续续的哭泣声和惊呼声 从密室里传了出来 而后与这些声音一同传来的 还有一个味道 这个味道 让在场的几人都皱紧了眉头 包括隐奇 他默默地看向了仓库的里面 因为这个味道 是尸体腐烂的臭味 当头顶昏暗的灯光照到密室里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呆住了 而后几乎所有人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群蜷缩在角落聚在一起 如同畜生一般的少女 除了一人似乎没受伤衣服也完整以外 其他的少女无一例外全都一不必体 身上也有着或多或少的伤痕 更可怕的是在密室的另一个角落 两具赤身裸体已经高度腐烂的身体 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臭味的来源正是他们 操 一名客管局的成员怒骂了一声 李穆涵则是慢慢走进了 那充斥着罪恶与折磨的地狱之间 那些少女在发现有人进入之后 有的开始浑身发颤 紧闭着双眼 嘴里似乎还在祈求着什么 而还有一些目光呆滞 只是像牲畜一般抬头看着走近的李穆涵 只有一个人 就是那没受到什么伤害的少女 在发现李穆涵之后 突然起身扑向了李穆涵 她紧紧抱住了李穆涵 而且开始哭泣起来 太好了 穆涵 太好了 你来救我了 李穆涵愣地低下头 看着顾若曦那张哭得梨花带雨的脸 一句话也没说 而后她的视线慢慢扫过了这些少女 或惊恐 或绝望 或麻木 直到李穆涵轻声对她们说了一句 我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安全了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李穆涵才感觉到 这些少女的眼中仿佛都闪过了一丝光芒 如果我不曾见过阳光 那我便不会惧怕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黑暗 那我也许不会如此渴望光明 半小时之后 因为有了确凿的证据 市公安局联合下属几个单位 甚至是武警浩浩荡荡来到了老街 所有帮派几乎被一扫而空 在真正的国家机器面前 这些战伤为王的混混们 第一次感觉到了 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多么的可笑 而一类周治国 才是这条老街 盘踞了这么多年的几个匪帮 真正的老大 顾若曦身上披着一条毯子 坐在救护车前 医生正在给她进行着身体检查 而她的眼光 却一直在寻找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穆涵独自一人 站在工厂废墟的一个阴暗角落 看着警方将那些少女一一带出 为他们披上衣服 安慰他们的情绪 可他的内心 却没有半点开心的感觉 因为很快 警方就抬出了两具 已经盖上了白布的尸体 这两人 一个19岁 一个22岁 是反抗的最厉害的 所以 在被侵犯之余 也遭受了最可怕的折磨 林子瑜也来到了现场 此时正站在李穆涵的身边 他手中捏着一个项链吊坠 那是霍天的吊坠 对不起 李穆涵低声说了一句 是在说给林子瑜听 也仿佛是在责怪着自己 林子瑜慢慢转过头 看了看一旁的李穆涵 那老头 是不是最后还在耍帅 林子瑜突然问了一句 李穆涵想起了霍天 最后展开的戒语 和金色神匠的那一刀 他低头苦笑着说道 是在耍帅 但是 也是真的帅 是我这辈子 见过最帅的男人 林子瑜黑黑笑了两声 当时他把我从看守所 带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从小就没了父亲 我妈也不要我了 对我来说 他就是我的父亲 霍天队长还有个前妻 李穆涵说道 嗯 即便是前妻 他也会得到一大笔抚须金 这是特管局 能为那些牺牲的成员 所做的最后的事了 听到林子瑜这么说 李穆涵安心了一些 这次任务 我们成功了 最后林子瑜对李穆涵说道 成功 李穆涵喃自语 这算成功吗 我们抓住了异类 阻止了剩下的女孩被迫害 甚至还帮警方扫平了老街的毒瘤 这就是成功 可那些受到过伤害的女孩人 伤口不会消失 会一直印在他们的脑子里 而那两名已经死去的女孩 也再也回不 来了 还有霍天 那个 欢抽烟 说话大大咧咧 动起手来 没轻没重 但一直将第七小队每个成员 都当做自己孩子一样 照顾疼爱的男人 他永远也回不来了 没法安心 是吧 林子瑜仿佛是看出了李穆涵的想法 他拍了拍李穆涵的肩膀 那就把这种感觉记在心里 牢牢记住 这是我们应该去承受的东西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们保持清醒 才能让我们感受到 和那些怪物的区别 说完 林子瑜扔掉了烟头 摆了摆手之后 转身朝车辆走去 这是队长常对我们说的话 李穆涵 你还没有加入特管局 所以我对你说这些话 可能不太合适 但不管你选择何种道路 都希望你能不要忘记我们的队长 李穆涵看了看手中的糖刀 长长的叹了口气 然后他抬头 看到了顾若熙 顾若熙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这还多亏了他们行动及时 拖住了周治国 尹齐和苏雪 几乎就凭着两个人的力量 拖住了所有的老劫匪帮 直到特管局的支援赶来 此刻的顾若熙 似乎还有些被惊吓到 他在四处寻找着什么 李穆涵知道他在找自己 但他没有现身 而后李穆涵看到了一男一女两个 中年男人哭着 跑向了顾若熙 顾若熙也和他们抱头痛哭起来 李穆涵知道 自己不用再去见他了 只是开车的人换成了林字语 几个人都没有说话 苏雪的眼眶有些湿润 尹齐看着窗外的夜色 也仿佛是陷入了沉思 记得第一次见到队长的时候 还有点奇怪 我的好闺蜜被一类给残杀 当时我也陷入了危机 是队长救了我 当时他还想在我面前耍帅 结果被那一类追得满大楼跑 苏雪带着一丝哭腔说道 那时候队长才刚刚成为战斗人员 还没法很好的掌控力量 但他还是保护了我 尹齐没有说话 但他也回想起了三年前 自己被组织追杀 在外面翻垃圾桶找食物的时候 被一只异类盯上 最后也是队长救了他 还把像个乞丐的他带回了家 给他吃了很多好东西 还买了新衣服 想到这里 尹齐的鼻子也有些发酸 对于第七小队的这些人来说 虽然平时看起来霍天很不正经 但在关键时刻 他总会挺身而出保护这些孩子 对他们来说 霍天真的就和父亲一样可靠 气氛再次陷入了沉默 好 任务成功 大家辛苦了 林子宇突然大喊了一声 吓了几人一跳 你突然发什么神经 尹齐不满地说道 哈哈哈哈 我只是觉得 如果队长还在 肯定会嚎这么一嗓子 别哭哭啼啼的了 队长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笑话我们 我们的尹齐弟弟 已经开始准备 要接队长的班了吗 也许正是因为尹齐的这一嗓子 让几人都暂时从悲痛当中解放了出来 死者的离去 必然会伴随着痛苦 但痛苦不会一直如影随形 因为他们肩上都还有任务 还有责任与使命 李穆罕笑着看向了窗外 看着那片城市中的灯红酒绿 在这个繁华世界的背后 总有人在逆光前行 默默地背负着一切 他们没有怨言 也不计牺牲 因为他们已经将这一切 当做了必须要承受的东西 而李穆罕此时 也在心里默默下定了决心 之后几人回到了特管局汇报工作 当听到霍天战死之后 一向温和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林泽 此时表情也有些严肃起来 他在安抚了第七小队的人之后 单独留下了李穆罕 抱歉啊 这次是特管局的情报工作 没有到位 他首先做的是向李穆罕道歉 李穆罕摇了摇头 然后上前几步 将手中一直拿着的黑色糖刀 摆在了桌上 这是队长的刀 林泽看了看那把刀 随后将其拿了起来 轻轻抚摸着刀鞘说道 扶将阵膜 这是我送给他 当做他通过了特训的礼物 队长没有愧对这把刀 也没有愧对特管局的信任 更没有愧对人类 我知道 林泽将刀放下 走到窗边点起了一根烟 你暂时不用执行任务了 李穆罕 这次的事件 我应该负全责 对于你的处理 也会一并搁置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从特管局的档案里消失 至少我相信 你不会对人类造成危险 少女看着窗外的地下城市 这里是 他们这些守夜人的大本营 在与异类的战斗当中 难免会遇到牺牲 林泽不想去习惯这种感觉 如果习惯了 麻木了 那他就又会变成以前的自己 变成那个人类 就算毁灭自己 也无所谓的高高在上的生物 你可以先走了 这次任务的奖金 明天会发放给你 邻居 李穆罕却没有离开 他微微低下了头 攥紧了拳头 而后抬头眼神坚定地对林泽说道 我加入 林泽转身 看着李穆罕 微微笑了笑 笑容里流露出了一丝苦涩 不要因为同情我们而加入 李穆罕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不是因为同情 而是因为认可 李穆罕回复道 二人对视良久之后 林泽叹了口气 拿起了桌上的浮浆阵膜 扔给了李穆罕 给你一晚上时间 如果你反悔了 第二天把这把刀退回来 如果你还是决定 要加入特管局 那这把刀 以后就是你的了 邻居 可这是 告诉我 李穆罕 那小子最后一刀 帅吗 李穆罕呆住了 而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很帅 好 希望你也能不会对这把刀 快滚吧 我今天不想加班了 离开特管局之后 李穆罕发现 夏月早就已经等在了 特管局本部的门口 你受伤了吗 夏月四下打量李穆罕的身体 李穆罕则是很无奈地 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没有 当霍天队长牺牲了 嗯 夏月的语气很平淡 这让李穆罕略微有些不高兴 但一想到对方是血足 而且生活了这么久 也许人类的生命 对他们来说就是昙花一现 转瞬即逝 或许 失去了什么的感觉 毕竟你的生命 对于人类来说太漫长了 一直跟在李穆罕身边的少女 脚步突然放缓了 当李穆罕注意到的时候 少女的身形 已经停在了自己的身后 怎么了 李穆罕疑惑地问道 我虽然是长生种 但并不代表 我是个不知道生死为何的怪物 夏月看着李穆罕 虽然眼里依然淡漠 但李穆罕能听出 他的语气里有一丝着急 并不是生气 而是好像急于 向李穆罕解释着什么 我之前被一对老夫妇收养 他们对我很好 将我当做了亲女儿 尽管我来路不明 还是个异类 但他们依然给我吃 给我穿 还让我读书 说到这里 夏月的声音里 慢慢带了一丝哭腔 而李穆罕也突然想起来 自己在第一次遇到夏月 他眼神里所流露出的 那种悲伤和绝望 不正是刚刚经历了失去吗 但我 连让他们活下去 这种事都做不到 我不是一个冷血的怪物 我也经历过失去 而现在 我也有不想失去的人 少女抬起头 眼里已经沁满了泪水 李穆罕快步走过去 一把将少女抱在了怀里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说错话了 在一段安抚之后 夏月的情绪恢复了一些 但还是有些气鼓鼓的 别生气了 我明天给你买甜品 李穆罕笑着 想去摸夏月的头 但少女却歪了歪头 躲开了李穆罕的手 李穆罕有些无奈 这小吸血鬼的脾气可不小呢 不是因为这个 就在这时候 夏月突然气鼓鼓的 对李穆罕说道 啊 不是因为哪个 不是因为刚才那件事生气 说错了什么 李穆罕障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夏月突然冷哼一声 别过了头 语气不满地嘟弄了一句 你刚才抱我的时候 我闻到了 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李穆罕突然有一种 犯了错被抓了现行的感觉 夏月口中的他 很明显是顾若西 但这吸血鬼的鼻子 竟然这么灵 属狗的啊 连自己抱了他 都能闻得出 他不是这次的受害人吗 在解救出来的时候 情绪有些激动 所以 你就抱了他吗 啊 嗯 不对 没有 不是我抱他 是他扑过来抱了我 不想听 烦 夏月直接加快脚步 朝着回到地面的电梯走去 李穆罕愣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候 身后传来了苏雪的声音 哎 你还愣着干嘛呀 学姐 你还没回去啊 苏雪此时背后 还背着那巨大的吉他箱子 里面装的东西 李穆罕现在也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是一把可拆卸的狙击步枪 真不愧是远程火力狙击手啊 穆罕弟弟啊 你真不懂少女的心 少女 啊 你说夏月吗 他应该不算少女吧 苏雪捂着额头叹息 而后用手轻轻敲了敲李穆罕的脑袋 行了 别愣着 快去追啊 李穆罕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追着夏月离开的方向跑了过去 在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 李穆罕用手拦了电梯 然后挤了进去 夏月乖巧地朝旁站了站 看似在给李穆罕让位 但实际上似乎是在保持距离 今天第一次出任务 感觉很神奇 明明昨天还在大学的教室里 今天我就像电影里那些特工一样 你知道今天围着我们的有多少人吗 有几百人都拿着武器 卧槽 那场面 你看过功夫吗 斧头帮知道吗 李穆罕不停说着话 但旁边的夏月却一句话也没有接 最后 李穆罕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一把按住了夏月的肩膀 强行让他面对着自己 干嘛 夏月目光有些躲闪的问道 不就是有他的气味吗 你用你的气味掩盖过去不就行了 说完李穆罕直接紧紧地抱住了少女娇小的身体 因为少女身材娇小 这一抱几乎让他的双脚都离开了地面 放 放开 不放 嗯 我够不到地面了 没事 我抱着你 好 好了 我不生气了 你放开 李穆罕没有放开 只是凑近夏月的耳朵说了一句 现在味道盖过去了吗 哼 得到的只有夏月的一句冷哼 但李穆罕知道 他已经不再生气了 在狭小的电梯中 李穆罕将那娇小的身体 紧紧拥在怀里 这一刻他也很想哭 很想大吼 很想宣泄 因为直到现在 脑子里都还是那些被囚禁的少女 脸上绝望的表情 还是霍天最后看着自己的表情 而那把堂刀 正背在自己身后的长包当中 很沉重 因为它代表着的意义 太过巨大 对不起 李穆罕的这句对不起 是对夏月说的 也许也是对那些 他根本不可能就得了的少女们说的 也许也是对霍天说的 队长 你说我不配 你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对不起 现在我也有了必须要守护的人 我也有肩负的责任 所以这把刀 我会好好继承的 到家之后 李穆罕无比困倦 也许是因为战斗过的原因 洗了个澡 他就匆匆躺在了沙发上 只是在模模糊糊当中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 钻进了他的被子 缩进了他的怀里 想也不用心 就知道那是夏月 李穆罕有些无奈 这样的话 自己睡沙发 还有啥意义啊 这不是白白浪费了一张床吗 还不如直接了当 两人睡在一张床上算了 这样胡思乱想着 他不由自主地抱住了 怀里的身影 沉沉地睡了过去 与此同时 特管局的副局长办公室内 林泽将一杯咖啡 端给了眼前的林子宇 干得不错 这么久没出任务了 第七小队依然没有生疏 林子宇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似乎有些喝不惯 又放了回去 他一直不怎么喜欢 和大人物打交道 比起被领导 叫到办公室喝咖啡 他更喜欢 待在阴暗的房间里 捣固电脑 将自己隐藏在网络的 虚拟世界中 过奖了 林局 我刚才的提议 你接受吗 林泽坐回到了办公椅上 一边用勺子搅拌着咖啡 一边微笑着问道 林子宇露出了一阵苦笑 林局 感谢您对我的台爱 但我当不了队长 第七小队的队长 我有一个推荐人选 说说看 林泽依然保持着微笑 直到林子宇说出了他的名字 李穆涵 对林子宇提出李穆涵的名字 林泽有些困惑 他微微歪了歪头 看着这个才刚满18岁的天才少年 你不想继承你们队长的一致吗 林子宇低着头 看着杯子里的咖啡 苦笑了一阵说道 也许最能继承他一致的是李穆涵 见证了队长最后一刀的人 也是李穆涵 林泽微微点了点头 他看着自己刚刚递出去的 第七小队队长任命书 最后又问了一句 你确定吗 现在签字 我还不会反悔 不要再问了 邻居 我没这个能力 而且 您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吧 不然也不会将福江正魔 交给他来保管了 林泽苦笑了一番 说不准人家明早 就给我退回来了 他不会的 林子宇很坚定 这似乎是他从出生到现在 说的最为坚定的一句话 我知道 他不会的 于是林泽也没有再坚持 其他的事他会处理好 现在就看李穆涵的意见了 第二天一大早 李穆涵就被林泽叫到特管局 呃 没想到是您主动把我叫来的 坐在林泽的办公室里 李穆涵有些尴尬 他以为林泽是让他来还刀的 于是还特意把那把长刀 背在了身后的包里 要知道他可是从银行后门坐的电梯 这背后背着把刀 要是被人看到 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这才早上九点 当当上班您就这么着急啊 林泽微微笑了笑 看似开玩笑的说了一句 那当然 谁让你是人才呢 我这个人最稀采了 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 林泽单刀直入 把一份文件扔到了桌上 看看吧 如果没什么意见 就赶紧签了 泽的眼睛上挂着很重的黑眼圈 一看就知道 李沐韩拿起那份文件 才看了标题 就吓得手都在发抖 第七小队 队长任命说 邻居 拿错了吧 我不是应该签劳务合同吗 慌什么 劳动合同少不了 咱们怎么说也是国家机构 先把这张给我签了 林泽的话里不容置疑 但李沐韩不能稀里糊涂就签这个 他必须要问明白 除非您给我解释清楚 不然这玩意儿我签不了 李沐韩把文件又放回到了桌子上 第七小队的其他成员一致推选你 这个理由足够了吗 李沐韩很想告诉他 现在是在地下 你站在窗边抽烟有屁用啊 在听到林泽说这句话之后 李沐韩呆了片刻 然后又想起了昨晚的那一战 以及霍天的那一道 我没有资格 最后李沐韩缓缓低下了头 作为一个昨天都还不确定 要不要加入特管局的人来说 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承载霍天的使命感 并不是不愿意 而是没有这个资格 别像那娘妈一样矫情 林泽看向窗外 吐出一口烟雾说道 是你见证了他的最后一战 是你将他的尸体带了回来 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 当然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签的话 我也不勉强 只是这第七小队可能就要解散了 啊 李沐韩疑惑地抬起头看着林泽 林泽语 苏雪 尹七 他们都有资格成为队长 为什么一定要是我 只能是你 也必须是你 李沐韩 诚然 他们比你更有经验 也比你与霍天的羁绊更深 但最终 这把刀在你手上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资格 就努力去变得 足以承受这份期待 明白了吗 李沐韩沉默了 他感受着背后的黑色糖刀 仿佛在这一刻 那把糖刀也正在散发着余热 就像是霍天正在用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而后用那种老烟枪的语调说道 小子 交给你了 李沐韩默默地拿过了文件 而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做得很好的 但我会努力去回应每个人的期待 林泽回过头 熄灭了烟头 笑了笑说道 你只需要回应你自己的内心 而后 林泽又带着李沐韩办理了入职手续 从这开始 李沐韩便是正式的特管局成员了 没想到这才刚入职 就来了新工作 而且自己这队长的位置还没做热乎 林泽就拿着一份外调报告 对李沐韩说道 第九小队要暂时借用一下你 特管局第九小队不属于本部 而 势力属于超自然管理科的小队 也被称作灵异事件特别处理小队 顾名思义 他们所负责的案件 一般都是鬼魂作乱的超自然案件 在这个世界 人类所不能理解的痴魅王俩 特管局有专门针对恶灵的部门 也就是超自然管理科 旗下共有五支小队 而这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九小队 为何要借用我 第九小队也没有专门分配的异类吗 第九小队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他们的异类情绪有些不稳定 所以才需要戒掉其他部门的成员 可现在放眼望去 就你们第七小队的新成员 暂时没有其他任务 你现在是队长了 异类作为队长 这还是从未有过的先例 趁着这个机会 多拉拢一下其他小队的成员 也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能明白了吗 林泽劈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李穆涵听的也是云里雾里 但新官上任怎么着 也得烧几把火呀 行 邻居 我听你的 最终林泽接过了文件胆感 但在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许多工作人员 在看向李穆涵的时候 目光中都带着一丝异样 而他们交谈的内容 都是在讨论 自己当上了队长这件事 李穆涵苦笑了一声 这就是空降的坏处啊 第二天一大早 李穆涵就被电话的铃声吵醒 他一看手机 竟然是顾若曦的母亲打来的 小孩 是我 江阿姨 顾若曦的母亲姓江 早年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只不过那些年家道中 落嫁给了顾若曦的父亲 我知道 江阿姨 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吗 李穆涵还有些迷迷糊糊 可能是因为刚睡醒的缘故 一下子没想起来 自己昨晚才救了顾若曦一命 小孩 呃 我现在在医院 小西他昨晚做了一些检查 哦 他受伤了吗 并不在意江母的反应 没有没有 多亏了你啊 小孩 小西说是你救了他 他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 医生说 留院观察两天 正好警察这两天 也要来找小西问问话 嗯 没事就好 小孩 阿姨已经知道 你和小西之间的事了 江阿姨这句话 让李穆涵沉默了 他不知道该咋说 毕竟这二老对自己都很好 自己和顾若曦的事 实在不该迁怒于他们 没事 阿姨 您和顾叔叔就像我的父母一样 我和他之间的事 不会影响到这一点 小孩 你们两个人的事 阿姨本来不应该说什么 但是情侣就会吵架吗 你们年轻人吵吵架 不应该这么冲动吗 李穆涵突然想笑 他大概知道 将阿姨说这话的原因了 指定是顾若曦 根本没和自己母亲说实话 没说自己是因为 磅上了大款 才一脚踹开了自己 这不是吵架这么简单 阿姨 没事 我们已经结束了 您不用担心 是和平分手 小孩 我和你顾叔叔 想请你吃顿饭 你看能不能 李穆涵挠了挠头 稍微坐直了一些身子 这才注意到 被子里夏月 还趴在自己身上 睡得舒服 看着夏月那可爱的睡颜 李穆涵的脸上 不禁露出了一抹微笑 至于江阿姨那边 怎么能让您请客呢 江阿姨 您和叔叔远道而来 理应让我们这些晚辈表现一下 这样 阿姨 我先定一下吃饭的地方 定好了我告诉你 唉 小韩真懂事 那阿姨也不和你客气了 好的 阿姨 如果没事的话 好吵 突然 还在睡觉的夏月 突然嘟弄着说了一句 似乎是因为自己讲电话的声音 吵到了他睡觉 小 小韩 你有客人吗 江阿姨明显也听到了夏月的声音 他有些疑惑地问道 嗯 江阿姨 我这边还有点事 就先不和您说了 晚点和您联系 说完 李穆涵挂掉了电话 然后用手机的边角 戳了戳 还趴在自己身上的夏月的脸 干嘛 夏月很不满意地睁开了眼睛 李穆涵惊讶地发现 他好像并不是才睡醒 而是已经偷听自己打电话很长时间了 那么 他刚才突然说 那句话的意思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顾若曦的父母来天海誓了 他们劳两口 对我从小就很照顾 所以今晚要去和他们吃个饭 不用和我说 夏月依然趴在李穆涵身上 似乎并不想挪动身体 李穆涵笑着用手揉了揉夏月的头发说道 那你还不赶快起来 你不是晚上去吃饭吗 现在起来做什么 他知道 夏月是不想自己去的 但他并没有什么阻止自己的理由 所以才用这种赖皮的方式 把自己留在沙发上 我是无所谓 但那两位可是相当于我半个父母的 你确定要穿着我那些不合身的衣服 去见他们 夏月突然愣住了 而后慢慢仰躺在了李穆涵的身上 一双灵动的双眸 就这样上翻看着李穆涵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想让你和我一起去 我去做什么 你是我的担保人 咱俩关系现在可不一般 我一旦离开你24小时 就会被特管局通缉的 李穆涵抬起手 指了指胸前的吊坠 不去 夏月微微偏过了头 随后用手指绕着自己刚起床 有些凌乱的长发 气鼓鼓的说道 真可惜 我还打算订一个非常豪华的饭店 里面不限量供应各类高档甜品 夏月的耳朵动了动 似乎是对这个很感兴趣 李穆涵当然知道 夏月是个吃货 从第一次从公园把他带回家 看他吃油条 都吃得狼吞虎咽就能看出来 这孩子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而后 自己又经常给他买一些甜品 巧克力之类的 他简直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哪家吸血鬼会这么喜欢甜品啊 既然你不愿意去 那我只能自己去吃了 可惜那地方不能打包 可惜 哎 你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看来我不去不行了 毕竟我是你的监护人 哎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去的 反正不会超过24小时 我晚上就回来 闭嘴 我说了 要去就要去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但也听不出来语气有多高兴 不过夏月就是这样一个少女 缺乏常识 又有些古怪的问题少女 天海市的中心城区 某条偏僻的商业区 自从天海市大改造 修建了新的商业中心后 这里便慢慢被人们所遗忘 老旧的百货大楼 似乎见证了这座城市太多的岁月 此时就像是个慈祥的老人 默默地仰视着几个街区外 那新修建起来十分繁华的新型商业中心 夏月今天依然穿着李慕涵的衣服 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 穿在他身上 差点没把半张脸给遮住 外套是李慕涵高中时候的一件就外套 至于那条牛仔裤 夏月德将裤脚挽起来好几圈 才不至于拖在地上 没办法 老两口家里 至于为什么不去拿 夏月似乎有些说不出口 李慕涵也没有多问 当然 今天一来是带夏月吃饭 二来是给他买一些衣服 最最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给这妹子 买一些换的贴身内衣 普通衣服还能对付一下 但内衣可是万万不能的 一想到现在夏月那高领毛衣里放的是空荡 李慕涵就感觉一阵脸红心跳 而且这妹子还贼喜欢半夜钻自己被窝 长此以往 即便是圣人也把持不住 看得出来 夏月几乎没怎么逛过商店 即便是这样 已经快被淘汰的老商业大厦 里面卖的东西 也让她感觉十分新奇 小妹妹这么可爱 来试试这个发家 哇 好可爱 这太适合你了 就送给你了 新鲜的章鱼小丸子 好吃不贵么么哒哟 这位小姐 来一盒吗 多少钱 您这么漂亮 来我家店多坐坐 我免费 请你吃个够 热咖啡热奶茶 这么冷的天气 来喝点热的吧 哇 姑娘好漂亮 这杯奶茶姐姐免费送给你 以后要多来光过 李穆涵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长得好看的人 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 几乎没花一分钱 夏月的手中 就已经多了一大堆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不送给你 夏月一边吃着波板糖 一边问李穆涵 呵呵 如果不是夏月问出这个问题 李穆涵一定会觉得 这个人在显摆 行了 别逛了 赶紧去买衣服 你看你穿的这一身 土不拉几的 可这是你的衣服 我土 我土行了吧 瞧瞧这穿搭 布和身的连帽卫衣 裤管扁了好几圈 还是会脱到地上的牛仔裤 以及一双不合脚的运动鞋 夏月的绝美容颜 配上这一身 着实是有些暴殿天物了 但我还挺喜欢这些衣服的 夏月咬住了棒棒糖 而后用很小声的声音 说了一句 上面有你的味道 但李穆涵明显没听清这句话 拉着夏月 就朝着服装店走去 白痴 夏月十分不满地 看着眼前这个钢铁直男 但还是跟着他 一起朝着女装店走去 这一路上夏月可没少 被人要联系方式 这些人完全无视了 哥们儿我还在这儿呢 李穆涵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拦住了一个要微信的男人 苦笑着说道 那又怎么样 这妹子又没戴戒指 那就是没结婚 没结婚 大家都有机会 李穆涵无语了 好在夏月除了李穆涵 几乎谁都不搭理 只要有人和他说话 他都是摆着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能说一个字 绝对不说第二个字 妹子 可以要个微信吗 不可以 妹子 方便留个联络电话吗 我是影视公司的星探 不方便 就这样 明明短短的一节路 硬是被拦截了好几次 李穆涵都有些想哭了 心说夏月 该不会是个戴嘲讽的目标吧 终于 经过千难万险 二人终于来到了女装店 为了等一下换衣服方便 李穆涵先带着夏月去买内衣 可走到那一店门口的时候 李穆涵却有些不想进去了 毕竟 这里可是女士那一店啊 自己进去 多少有些不合适了 干嘛 不进去吗 夏月转头看着李穆涵问道 你等一下 我先做好心理准备 李穆涵的脸有些微红 虽然之前和顾若曦是男女朋友 可他最多 就是和顾若曦接过吻 还没伸舌头那种 就更别提看顾若曦的内衣了 自己第一次看女生裸体 还得是夏月 您好 请问需要帮助吗 店员似乎发现了门口站着的二人 他微笑着走了出来 李穆涵吓了一跳 他此时心跳加速 已经准备好的说辞现在 试一句也说不出 我想买内衣 不穿内衣的话 这个人不高兴 没想到 夏月直接抢先一步开了口 手还指了指旁边的李穆涵 嗯 女店员有些惊讶 而后看向李穆涵的眼神 略微有些奇怪 不不 不是这样的 这这 这是我的妹妹 乡下来的 村姑 她她 她没有穿内衣的习惯 村姑 夏月很不满地看着李穆涵 同时捏着李穆涵的手 略微用了点力 她的力道极大 这一点点力就捏得李穆涵生疼 对对对 就是村姑 现在小丫头读大学了 不能不穿内衣了 店员露出一丝苦笑 虽然感觉这二人有点奇怪 但这妹子 真的好漂亮啊 这样吧 男孩子就在外面等一下 我带他去挑选款式 小妹妹知道自己的尺寸吗 我的很大 啊 哈哈 看着店员拉着夏月走进了店内 李穆涵这才如释重负 双腿抖得几乎就要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于是 李穆涵就在外面玩着手机 等待着里面的情况 就在他正玩着手机游戏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了店员的声音 这位哥哥 李穆涵回头 看到是刚才那名店员 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对李穆涵说道 您的妹妹 一定要让您看一下上身效果 我 我看啥 他先就好 可店员脸上为难之色更甚 事实上 刚才他差点自己跑出来让你看了 所以 你还是去看一下吧 李穆涵想哭 为什么还是躲不开 无奈 他只好跟着店员局促不安的 来到了内衣店的示衣间前 似乎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其余店员也有些脸红 毕竟 这可是直接穿着内衣让男人看 而且 这男人还说自己是他的哥哥 而不是男朋友 这就更奇怪了 李穆涵此时更难受 他被这么一群女店员盯着 就像被抓到了现行的变态一样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试衣间的门开了 身穿着白色花边内衣的夏月 出现在了李穆涵的眼前 李穆涵了一口唾沫 脸已经红到了耳朵根 好看吗 夏月倒是完全不怎么在意 脱了衣服的夏月 此时身材更加展现了出来 除了比较平之外 她的身体曲线可以说是完美 皮肤也白皙如雪 垂弹可破 看得一众女店员 是既羡慕又惊艳 好 好看 嗯 那就这个吧 只得到了李穆涵一句夸赞 夏月的表情顿时舒展地开来 然后李穆涵让店员 把夏月刚刚试过的那几套 都打包起来 毕竟内衣不能只买一件 还要换的呀 一共1680 先生 虽然李穆涵听说过 女生的内衣非常昂贵 但真的到付钱的时候 还是心里隐隐觉得有些离谱 她不禁想到了 自己20块钱三条的内裤 这也许就是美少女 和曹汉最直观的区别体现吧 这位哥哥 在付完钱离开的时候 店员带着一丝奇怪的微笑 看着李穆涵 啊 怎么了 既然家里并不缺钱 还是多给妹妹吃点好的 她这个年龄 应该还在长身体 说完 店员用略微可怜的眼神 看着夏月的胸部 夏月顿时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打击 她微微张着嘴 刚想辩解 就被李穆涵一把拽着 赶紧离开了那一店 我还可以发育吗 等走出老远 夏月突然问了李穆涵一句 李穆涵怎么可能知道 血足的发育年纪是多少 只能一边敷衍 嗯嗯嗯 可以可以 大大大 非常大 一边拉着夏月 快步来到了女装店 这次李穆涵显得自然多了 毕竟女装店自己还是陪顾若曦逛过的 虽然自己都只是个拎包的 顾若曦也不会问自己的意见 夏月就不一样了 好看吗 这个呢 这个好看吗 你喜欢吗 几乎看到每一件衣服 夏月都会问自己一句 在这过程中 李穆涵发现 夏月似乎不怎么喜欢去看裙子 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士 不穿裙子 是否有点浪费了呀 你看这条裙子 多好看啊 你要不要试试 李穆涵指着一件粉白色的小裙子说道 感觉像小孩子穿的 夏月淡淡地说了一句 李穆涵在内心疯狂吐槽 虽然你年龄未知 但看上去你不就是个少女吗 很适合你啊 试试吗 就当是为了我 最后在李穆涵的软磨硬泡之下 夏月终于还是决定 试一下那条裙子 不一会儿 夏月就穿着那条粉白色的羊裙 出现在了李穆涵的眼前 为了搭配裙子 店员还为夏月 准备了一条白色戴蕾丝的丝袜 和一双小皮鞋 他有些局促地走到李穆涵身边 似乎是有些不太适应这副穿着 好看吗 夏月紧张地看着李穆涵 而李穆涵第一时间没说出来话 因为他呆住了 这何止是好看啊 简直就是惊艳 故事或者电影里 说吸血鬼都是天生魅魔 颜值天花板 成不起我啊 这时候 身旁许多的顾客 也都被夏月吸引了目光 那些本来是陪女朋友 来买衣服的男生 现在看的眼睛都直了 一名女生 直接一脚踹在他男朋友屁股上骂道 这么喜欢看就滚啊 那男人赶紧给女朋友道歉 又是哄又是劝 但眼睛还是时不时撇向夏月这边 到底好不好看 见李穆涵没说话 夏月的语气有些着急 李穆涵温柔地抬起手 摸了摸她的头发 简直和公主一样漂亮 听了李穆涵的话 夏月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那你喜欢吗 嗯 我当然喜欢 喜欢衣服 还是喜欢我 一个直球暴击 打得李穆涵是有些猝不及防 我 我喜欢 都喜欢 最后 李穆涵挠着头 苦笑着说道 夏月鼓起脸 似乎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 但也没多说什么 就在李穆涵想拉着夏月去结账的时候 少女却有些犹豫地说道 还是 换一身吧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李穆涵有些疑惑 难道他真的不喜欢穿裙子 不是 我很喜欢 但是 夏月有些欲言又止 在李穆涵的再三追问下 夏月终于还是说出了口 太贵了 李穆涵瞬间明白了过来 上次自己和他说过 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所以 他这是在想 变相给自己省钱 难怪他刚才看的 都是一些很便宜 款式也很普通的裤子 没关系 你喜欢就买 特管局那边工资还不错 李穆涵笑着对夏月说道 虽然夏月还是有些犹豫 但最后李穆涵 直接就拉着他去结账 连带着白色的丝袜和鞋子 一起买了下来 顺带还另外买了几身 相对便宜的裙子 和几条裤子 林泽赞助自己的三万块 除去房租 现在已经只剩两万了 不得不说 人只要没钱 就很节俭 一旦有钱 这钱花的是比流水还要快 但在看到夏月 穿着这身衣服的时候 那略微有些开心的表情 李穆涵便觉得 这一切花的都是值得的 等做完了这一切 已经快到下午吃饭的时间了 李穆涵看着在不远处 坐在摇摇车上的夏月 走到一边拿出了手机 您好 天海市腾飞大饭店 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 您好 就是我想预定一桌今晚的席位 请问您有贵宾卡吗 啊 没有 非常抱歉 本饭店只接待贵宾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为您服务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之后 李穆涵无奈地感叹 这个世界有时候有钱没身份 也做不成事啊 李穆涵 坐在摇摇车上 夏月突然对李穆涵喊道 干嘛 你先等一下 李穆涵正在美团上查找 还有没有别的高档饭店 却不想夏月指着那摇摇车说道 我要玩这个 五分钟后 百货大楼底层的儿童区 想起了欢快的儿歌 而那个活了不知道多久的美少女吸血鬼 正面无表情地坐着摇摇车 旁边还有几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在围观 姐姐 好玩吗 嗯 很有意思 可以让我们也坐一会儿吗 不可以 这是我的 看着夏月被一群孩子簇拥着 李穆涵就觉得哭笑不得 合着自己这是带来的大朋友出门啊 正在这时候 电话铃响了起来 李穆涵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发现是铃 则 邻局 有任务 没有没有 咱们这儿也不是什么黑没有 今天可是周末 我打电话来 主要是想告诉你 你的任命文件已经通过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第七小队的队长了 李穆涵靠在扶手上 看着还在和小孩子 争抢摇摇车控制权的夏月 不禁叹了口气 感谢邻局 现在我觉得压力山大 压力大事好事 怎么 你还有别的心事 听你声音 好像没什么精神 李穆涵原本并不想 和林泽说这些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想找个人倾诉 那个摇摇车孩子王 是指望不上了 于是 李穆涵将要请重要的长辈吃饭 却定不上天海市高档饭店的事 告诉了林泽 我以为多大的事呢 你等一下 挂断电话之后 林泽的微信发来了一个电话 还附带了一个可爱的表情 李穆涵有些半信半疑 毕竟林泽看上去 似乎没那么靠谱 但他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 林小姐 下午好 这里是上云饭店 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卧槽 李穆涵心里一惊 上云饭店 那可是比腾飞还要高几个档次 据说是国宴级别的顶级饭店 基本上平时是不接待任何宾客的 只有上面来了 分量足够的领导 才会出动他们 这林泽该不会把公家订酒店的电话给了我吧 嗯 那啥 我不是邻居 是邻居给我这个电话 让我晚上订一桌酒席 明白了 这边方便询问一下您的名字吗 还有吃饭的人数和时间 我给您做登记 卧槽 真的可以啊 李穆涵在心里对林泽简直肃然起敬 这个电话的含金量非同一般啊 订完了酒店 李穆涵内心激动不已 想到自己居然能进入那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等等 这么高档的地方 自己身上只有三十万 且不说够不够的问题 这么大手大脚花钱 有点不像他的做派啊 于是他有些难为情的 给林泽发了条微信消息 邻居 这家酒店贵吗 一桌酒席 大概多少钱啊 也不算太贵 普通品质的也就七八万吧 我乐个去 一顿饭吃七八万 李穆涵刚刚激动的心情 彻底被浇灭了 同时熄灭的 还有一只萦绕在周围的儿歌声音 李穆涵 夏月的声音也再次响起 和刚才不同的是 这次还伴随了一些孩子们的声音 哥哥 大哥哥 大哥哥 干啥 李穆涵看向他们 发现那群孩子 已经将夏月当成了首领一般 似乎只有得到了他的认可 才能坐上摇摇车的宝座 投币 与此同时 在市医院里 顾若曦刚刚接受完了医生的检查 她应该算是 那十多名少女里最幸运的 因为警方介入急时 所以她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当然 顾若曦是不可能知道这件事里 李穆涵的作用 所以 她对李穆涵的感激 其实并不算太大 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临近出院 她的父母替她收拾好了东西 然后问了一句 让顾若曦无从回答的话 小西亚 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 顾若曦本来是 住在赵乾坤给她买的豪华别墅里 但现在那别墅 已经被赵乾坤收回了 自己连回去拿行李都做不到 她全身上下的卡也被冻结了 毕竟那都是赵家的钱 至于她自己的钱 大手大脚惯了的顾若曦 丝毫没有在意过钱的问题 以为傍上了赵乾坤 以后就衣食无忧了 现在她卡里就两千块 租个房子也没什么问题 但之后呢 让她再去兼职打工赚钱 现在的顾若曦肯定是吃不了那个苦的了 见女儿一脸为难的样子 江阿姨以为是李穆涵 把自己闺女从家里赶了出来 这个小韩 就算不是男女朋友 你俩也是青梅竹马呀 怎么这么狠心 嗨嗨 但顾伯父却咳嗽了两声 打断了自己爱人 接下来想说的话 小韩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你觉得他是那种人 小夕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你和小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 没什么呀 爸 就是我不喜欢她了而已 哎 我看你现在也没地方住 这样吧 今晚和小韩吃了饭之后 咱们先住酒店 明天你就搬回学校去 顾若曦一想到大学的四人间寝室 就觉得一阵难受 不 我不想回学校 虽然已经失去了金主 但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现在的顾若曦 就像是被赵乾坤的金钱攻势 打得花了眼昏了头 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 还在梦想着 等赵乾坤回心转意之后 会不会来找自己 哎 你这孩子 那我和你爸就帮你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吧 你先住着 万一你和小韩还有回旋的余地呢 听了江阿姨的话 顾伯父明显不太高兴 你怎么还没听出来 他们俩的事绝对没这么简单 爸 妈 你们能不能不要问了 我和李沐寒 我们之间很复杂 但我感觉 他应该还是爱我的 不然不会冒着危险来救我 那就最好了 小夕 你能和小韩和好 是最好的结果 我和你爸可喜欢小韩了 等下吃饭的时候 你也别太高傲了 这男人啊 不能一味的拒人千里 还是要稍微松一松这手上的绳子 放心吧 妈 他也算是救了我的命 我想 我应该可以和他重新来过 而且 李沐寒你们也知道 从小就性格古怪 除了长得还行以外 没半点本事 除了我谁还要他 我保证他会求着 让我回到他身边的 你们两个 顾伯父明显听不下去了 他其实已经猜到了 一定是自己的女儿 对不起李沐寒 不然 以李沐寒对自己女儿 百依百顺的个性 是绝对不会做出 这么绝情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李沐寒真的绝情吗 不行 不能只听自己闺女一面之词 今晚和李沐寒吃饭 一定要找机会问个明白 正说着话的时候 姜阿姨的手机突然响了 你瞧瞧 说着这电话就打来了 姜阿姨一看 是李沐寒的电话 立刻眉开眼笑起来 顾若曦则是略嫌冷傲的 别过了头 喂 小韩 姜阿姨 今晚吃饭的地方 我已经定下来了 晚上七点 在上云饭店顶层雅间 啊 上云饭店啊 好的好的 小韩 你也别破费了 咱们就随便 姜阿姨明显不知道 这天海式的上云饭店 有多离谱 可经常跟随赵乾坤 出入高档场所的顾若曦 不可能不知道 她一下呆住了 然后拿过了手机 对李沐寒说道 李沐寒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 也明白 你现在对我的感觉 但这件事 和我父母没关系 你不虚 这样捉弄他们 信不信随你 本来我也没邀请你 这顿饭 是我请阿姨和伯父吃的 你愿意跟来 我也不会阻拦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明白吗 这顿饭的邀请名单上没有你 听懂了吗 你 电话那头的李沐寒 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他叹了口气说道 蒋阿姨 顾伯父 你们还在吗 唉 在在 顾若曦的父亲 赶紧把电话拿了过来 小韩 这个什么 上云饭店很贵吗 没事 你们二老就等于是我的父母 请你们吃饭 就应该去最好的地方 饭店的邀请函 已经通过短信 发到姜阿姨的手机上了 我到时候会提前去等你们 唉 好的 好的 小韩 那我们到时候 那什么饭店见了 挂掉电话之后 顾伯父把手机还给了姜阿姨 并用有些埋怨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女儿 你怎么回事啊 人家小韩请客吃饭 你怎么这么说话 爸 你不知道 上云饭店是天海市 规格最高的餐厅 是专门用来接待国宴的 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 就订得到 要知道 赵乾坤和自己 刚认识的时候 想装个逼 直接去订上云酒店 结果直接被人 冷笑着赶了出来 不甘心的赵乾坤 爆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 结果没两分钟 就接到了赵志江的电话 赵志江在电话里 把自己儿子痛骂了一顿 至此 顾若曦也明白了 这上云饭店 不是有钱就能去的 即便是赵志江 这个等级的人 也不是想订 就订得到这家饭店的席位 啊 这么厉害啊 那这小韩 他应该是想借机报复我吧 毕竟我们之前分手 有点不愉快 不应该吧 小韩不是这样的孩子 就在这时候 顾母拿着手机 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哎呀 小谢 你快来看 这个什么上云饭店 真的给我发邀请寒了 啊 怎么可能 妈你老眼昏花了吧 顾若曦赶紧凑过去 看手机屏幕 果然 在彩信见面赫然是一封 上云饭店的邀请寒 现在顾若曦也有些不确定了 难道李穆寒真的 不可能啊 连赵乾坤都做不到 李穆寒怎么可能办得到啊 我相信小韩 所以我会去赴约 顾若曦的父亲站起了身 整理了一下衣领 时间快到了 你们去不去 将阿姨摸着自己女儿的手安慰道 就去看看吧 我也觉得小韩不像那种人 爸 妈 要不我们自己定地方吧 这次算是李穆寒救了我的命 让他请客是不是不太好 顾若曦打心底里不相信李穆寒能订到上云饭店 但现在他对李穆寒的感情有点复杂 甚至于说他现在很想立刻就看到李穆寒 哎 小韩一片心意 咱们不能辜负他 这次就听小韩的吧 江阿姨也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 但李穆寒已经定好了地方 现在他们重新再去 定显得有些不礼貌 他叹了口气 站起了身 小西啊 你要现在不想见到李穆寒 就先找个酒店休息一下 我 我 顾若曦咬了咬牙 最后在心里暗自决定 去就去吧 如果到时候 李穆寒真的通过这件事来耍自己 那也没办法 毕竟自己之前对他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只是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 父母被羞辱的场景 其实李穆寒自己都不太相信 真的能定到云上饭店的席位 直到他出示身份信息之后 被人像是高级贵宾一般 迎接到了饭店的顶层包间 一进包间门 李穆寒人都傻了 这他娘的和总统套房一样奢华的房间 竟然只是饭店的一个包间 他感到一阵拘谨 甚至已经开始默默点开网站搜索云上饭店 一顿饭要花多少钱了 而夏月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直接坐在了那松软的高档沙发上 打开了电视 我渴了 想喝可乐 刚才问你要不要喝水 你又不喝 刚才不渴 我要喝可乐 或者你的血 你选一个 李穆寒无语了 自从夏月和自己关系越来越熟悉之后 这妹子就一点也不客气了 今天早上也是 自己还没睡醒 就被他强行按住吸了血 出血量 直逼一盒旺仔牛奶 他突然有了个奇妙的想法 体内的巴尔 要是知道自己的血 不停被这只吸血鬼吸去 会不会恼羞成目 叮叮 门铃的声音 打断了李穆寒的奇思妙想 一名身材曼妙 相貌交好的服务员 出现在了门口 先生 约约上您的餐标是普通餐标 我来和您确认一下 这是菜谱 您看一下 之后 精美的菜谱 被递到了李穆寒的手中 这啥呀 我看看 澳洲大龙 呃 我 卧槽 各类李穆寒只听过 甚至是他听都没听过的高档菜品 层出不穷 山里跑得海里游的天上飞得应有尽有 可以说 只有他想不到 没有菜谱上看不到 李穆寒 我要喝可乐 少女的声音突然从耳边传来 夏月居然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趴在了李穆寒的身后 他几乎是咬着李穆寒的耳朵 说出了这句话 吓得李穆寒一个哆嗦 为了不让他当着服务员的面 一口把自己咬个大出血 李穆寒赶紧陪着笑脸 对服务员说道 不好意思 请问有可乐吗 嗯 当然有的 就在房间的冰柜里 里面还有各类饮品 如果不够 可以随时叫我给您拿别的 自己去拿吧 李穆寒摆了摆手赶走了夏月 看着少女跑向了冰柜 李穆寒压低声音 对服务员说道 请问 这一顿多少钱 价格您不用担心 林局长已经吩咐过了 这一顿记在他的账上 李穆寒人傻了 这些东西 按照他那狭隘的穷人思维来看 保守估计都得要上万 林泽居然这么大方 不是他一年到底挣多少啊 如果还需要什么别的服务 都可以叫我 服务员朝着李穆寒抛了个媚眼 而后又凑近李穆寒 用极具诱惑的声音说道 什么服务都可以哦 咚咚咚 李穆寒感觉自己的心在狂跳 这高档场所 怎么还有这种服务 他十分肯定 这位服务员所指的别的服务 一定是瑟瑟的事情 等等 也就是说 瑟瑟的事也记在林泽账上 这不就等于是白嫖 还没等李穆寒说话 身后突然传来了 夏月平淡的声音 我要吃章鱼小丸子 啊 好的 那我现在就去给您拿 请二位稍等 服务员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对劲 微笑着转身离开了房间 还看什么 这么舍不得吗 夏月一边用习惯喝着可乐 一边斜眼看着李穆寒 没有 就是我还没搞清楚 这顿饭究竟多少钱 邻居长人可真好啊 让他破费了 你还不了解他 夏月又缩回到了沙发 开始看起了动画片 如果你觉得欠了他的 那么那个女人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穆寒 别太把那女人当好人 夏月难得认真地和李穆寒说起一件事 李穆寒也没有当做耳边风 他自然知道林泽这个人不简单 甚至李穆寒都怀疑 林泽到底是不是人类 他脸上永远挂着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笑容 总是让李穆寒有一种在他面前 完全没有任何秘密的感觉 这时候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喂 小孩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云上饭店了 但里面的人不让我们进去 电话那边还传来顾若曦和保安的争吵声 李穆寒觉得脑子一阵生疼 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从对顾若曦疼爱有加 摆一摆顺 变成了现在听到他的声音 就会觉得烦了 阿姨 您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接你 哎 好的 好的 小孩 阿姨就在这里等你 与此同时 在云上饭店的一楼大厅 几名工作人员将顾若曦和其父母拦在了门外 脸上写满 罗不屑 我们是来吃饭的 就算你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吃饭 也不应该这么没礼貌吧 顾若曦冲着那身材高大的安保人员怒吼道 哎 哎 小心 不要到了 咱们等等吧 小孩说他已经下来了 江阿姨和顾伯父脸上虽然也不好看 但他们也是要面子的人 而且对李穆寒还是有信心 所以便想圈自己女儿先别闹了 妈 李穆寒应该是还没原谅我 才用这样的方式来捉弄我 只是我没想到 他连你们二位都一起 行了 要朝阳闹到别处去 这里不是你们这些人该来的地方 保安冷眼看着四人 似乎是心里笃定了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是云上饭店的座上兵 也对 云上饭店向来接待的客人都是大人物 而且是正界大人物 哪个来的时候不是前呼后拥的 像这种小老百姓 随随便便就过来的情况还从未有过 你 顾若曦被气得说不出话 顾伯父也有些生气了 他拿出电话说道 我再给小韩打个电话 就算这饭不吃了 我们也不能受这种气 行了行了 别打什么电话了 你以为我不记得你了 保安看向了顾若曦 眼神里满是不屑 你什么意思 顾若曦呆若目击地看着保安 上次和赵家公子一起来的不就是你吗 你以为傍上了赵家 我们就会给你开绿灯了 而且 你不过就是赵公子的一个玩具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顾若曦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你 你胡说什么 我女儿傍上谁了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顾若曦的父亲气得用手指着那保安破口大骂 保安却只是冷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你女儿就是个给钱就能玩的种 老爷子 你还不知道吧 这天海市赵家的那位公子 可是把你女儿从头到脚趾头都给玩了个遍 我这边还有高价买来的视频 你要看看不 说着保安拿出了手机 气得顾伯父上前就要打 我让你胡说 可年近六十的顾伯父哪里是这高大保安的对手 这保安随手一推就将顾伯父推倒在了地上 臭老头还想抢手机 保安挽起袖子上前抬脚就要踹 顾若曦和母亲挡在他们之间 因为云上饭店就如同一个大庄园 就算是大门口距离街道也有一段距离 也许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几名保安上来就要打人 就在这时候 那些动手的保安突然被人提了起来 然后猛地甩了出去 狠狠砸翻了前台 而后 李沐涵又抬脚踹翻了一个要动手的保安 将顾若曦一家人护在了身后 前台那几个一脸看戏的妹子 一见着势头 立刻就要拿起电话呼叫支援 却被一只纤细的手臂按住了电话听筒 安静 夏月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坐在了前台 手里还拿着可乐 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这几个前台妹子 吓得双腿发软 你 你小子 连云上饭店都敢闯 你他妈知道你惹了谁吗 第一个动手的保安 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指着李沐涵破口大骂 李沐涵一言不发地走向他 保安挥拳就要打 却被李沐涵先一拳直击面门 打得那保安鼻血飞溅而出 哎呀呀 保安惨叫一声 捂着鼻子在地上打滚 很快 其他保安就把李沐涵围了起来 小子 你他妈摊上大事了 多大的事 我倒是想瞧瞧 李沐涵冷笑一声 看着几名保安 而顾若西一家人 早就被这一幕 吓得目瞪口呆 他们既惊讶于李沐涵的身手 又惊讶于目前的状况 特别是顾若西 他似乎在李沐涵的身上 看到了之前他从未见到过的感觉 就在事态几乎无法掌控的时候 从大厅的电梯里 走出了一名身材高调眼神 如阴笋一般冷傲的西装男人 他扫了一眼现场的情况 整理了一下袖口 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道 什么人敢在云上饭店闹事 是闲病太长了吗 那被李沐涵踹翻的保安 就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连滚带爬到了那西装男身边 钟经理 这 这小子 还有这几个人 来闹事 不让他们进去吃饭 他们就打人 哼 我还真不知道 在这天海市 还有人敢在这里撒野 小子 就是你 钟经理眯起眼睛 看向了李沐涵 发现对方穿着朴素 也不像什么有钱人的模样 于是冷笑了一声 小兄弟 可能你不清楚 我们云上饭店的规矩 这里只接待特殊人士 我可以不追究 你打伤了我的人 希望你能就此收手 不要闹事了 我还以为 这么高级的饭店 能有什么特别 竟然连消息都这么相通 李沐涵挠了挠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我说 我是你们的客人 而且已经定到了顶层包间 你相信吗 钟经理再次打量了一番李沐涵 但不论怎么看 这个年轻人 都不应该是有这种身份地位的人 今晚的客人只有一位 而那是一位女士 请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不想弄脏大厅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而不是带着你的家人 在这里丢人现眼 坐在柜台的夏月 似乎已经喝完了可乐 她看向了一边的服务员 此时服务员 早已经没有了 刚才那种惊慌失措的模样 反而是一副想要看好戏的姿态 那些保安也是如此 看来这位黑色西装男 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 喂 夏月看着一名服务员说道 哎 干嘛 服务员有些不爽地看着夏月 李穆涵就算了 刚才出手 的确是雷厉风行 三下五除二就撩翻了保安 但眼前这妹子身材娇小 刚才若不是事发 突然他们也不会被这个妹子吓到 还有可乐吗 哼 咱们这的可乐 你怕是喝不起哦 服务员冷眼看着夏月说道 我们有钱 夏月转头看向李穆涵 一双清澈的眼眸里 没有半点感情 她有钱 而后她抬手指向了 还在和中经理对峙的李穆涵 李穆涵也是无语 原本不想让她跟来的 结果夏月却以自己是担保人 要看着李穆涵不能出事为由 非要跟着来 你先等一下 等会上楼了 让你喝个够 此时的顾若曦也注意到了夏月 她很震惊 为什么李穆涵还在和这个女人交往 难道李穆涵是真的不知道 夏月在学校里的那些传闻 和这种女人在一起 那得多脏啊 那你快点解决 我饿了 说完 夏月又坐回到了 前台服务台的位置 几个服务员都很生气 但中经理还没发话 他们也不好随便做什么 你刚才说的唯一的客人 其实就是我 李穆涵其实很不想和他们起冲突 毕竟顾若曦的父母也在场 二老年龄都大了 让他们受惊也不太好 所以现在 她还是想尽量用谈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可中经理却显然不相信 她冷笑了一声说道 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你了 年轻人 说好听点 你是出声牛毒不怕虎 说难听点 你就是在找死 你知道 得罪了上云饭店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板 你能不能查一下 我应该已经留过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中经理犹豫了片刻 转头看向了前台 前台服务员立刻说道 没 没有 今天打电话来预约席位的 只有那位邻居 没有其他人 算了 我已经对你失去耐心了 中经理叹了口气 戴上了白色的手套 眼神突然变得犀利起来 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李穆涵 顾若曦的父母 此时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他们赶紧劝说李穆涵道 那傻 小韩 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吃吧 对啊 小韩 也不是一定要在这里吃啊 就连顾若曦也咬了咬嘴唇 对李穆涵说道 李穆涵 你没必要为了我一定要在这里吃饭 而且 这次是你救了我 应该是 我们请你吃饭 我们去别的地方吃饭吧 李穆涵哭笑不得 怎么自己就陷入这种境地了 他安慰二老说道 江阿姨 顾叔叔 我包间都已经开好了 您放心 我很快就能解释清楚 但就在李穆涵转头看向钟经理 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钟经理已经闪身到了自己身前 拳头也同时挥起 砸向了李穆涵的面门 小子 看来我得给您一些教训了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当然 李穆涵不包含在此 他知道 眼前这个钟经理不是一般人 他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金色 钟经理快到令人看不清的动作 在李穆涵现在看来 就如同慢动作一般 可就在他刚想动手的时候 一个身影 以更加迅猛的速度 一把从侧面按住了钟经理的脸颊 将这个体格高大的男人 死死地按翻在了地上 我能解决 李穆涵看着 将钟经理按倒在地上的下缘 有些无奈地说道 所有人都看傻了 保安 服务员 顾若曦 还有他的父母 这个少女刚才 不是还坐在柜台那吗 他是怎么来到西装男身边的 而且他又是怎么一下子 就将那男人放倒的 钟经理更加不可理解了 他明明很有信心 一拳就能将眼前的年轻人打晕 也算是给他一些教训 让他知道 不是什么地方都能胡闹的 可这小丫头 又是哪儿窜出了爱额 他又是怎么一下子 将自己按翻在地上的 此时 他的鼻血 已经顺着鼻腔流淌到了地板 那只纤细的手臂 就如同有千斤距离一般 压得他完全无法起身 林泽说 让你尽量不要 对普通人动手 那你就可以动手了 也不可以 那你动手 和我动手有啥区别 夏月想了一下 然后似乎得不到答案 只能将脑袋偏到一边 不再理会李穆涵 你 你刚才说林泽 是那位林 林菊吗 钟经理原本很愤怒 但是在听到二人谈话里 出现了林泽这个名字之后 他的脑子 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 瞬间就冷静下来了 就在这时候 一名女服务员 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他在看到李穆涵和钟经理 还有现场的情况之后 一下子傻了眼 而后他似乎是立刻明白了什么 倒吸一口凉气 似乎是感到了后怕 钟 钟经理 女服务员跑到钟经理身边 先是惊讶于 那个钟经理 竟然被人按翻在地上 然后更震惊于按翻钟经理的 居然是这么一个身材娇小的可爱少女 李先生 对不起 是我没有传达到位 请 请你们都先停手 李穆涵对夏月摆了摆手 赶紧给人家放开 接着 夏月突然松开了手 女服务员将钟经理扶起来 又用手帕给他擦拭了脸颊的血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钟经理有些不满地看着女服务员 对不起 钟经理 这位李先生就是邻居的客人 今晚的席位 其实就是邻居替他定的 顾若熙 还有他的父母都震惊了 什么 邻居 局长 什么局长 不管什么局长 李穆涵怎么会有这样的背景 当然 最震惊和后怕的还是钟经理 以及那名一开始第一个动手 推了顾若熙父亲的保安 此时 他已经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要知道 能在这里定席位的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而自己刚才竟然动手打了一位贵宾的家属 他已经在想象之后 钟经理会如何对待自己了 钟经理呢 他深吸一口气 而后转身 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 看着李穆涵深深的弯下了腰 非常抱歉 李先生 是我们的疏忽 才造成了今天的不愉快 饭店方会全力补偿您 李穆涵也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他摆了摆手说道 算了 倒是你 伤得重不重啊 他当然知道 夏月的力气有多大 如果他 想要吸血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就算自己开启了恶魔之力 也还是只有 被他按在床上随意羞辱的份 但夏月明显是留了手 他背着手 像个没事人一般 站在李穆涵身边 还默默念了一句 我饿了 钟经理赶紧陪着笑说道 没事 没事 是我该打 我没有弄清楚情况 还请李先生 在邻居面前 给我们说几句好话 我们保证 好好补偿诸位 补偿就不用了 现在我们可以上去吃饭了吗 当然 当然 各位请 钟经理亲自将李穆涵一行人 送到了顶层包间 整个过程谦卑至极 李穆涵不禁感叹 真不愧是专门接待 特殊宾客的经理 就算自己被打得那么惨 还是一点也不生气 当然 也有可能是林泽这个名字 对他们来说太吓人了 李穆涵也想起了夏月 对自己说过的 不要太小看林泽 一进包间 顾若曦和其父母就傻了眼 即便是跟着赵乾坤 去灌了高档场所的顾若曦 此时也不得不感叹 真不愧是上云饭店 其奢华程度 真的不是之前 那些场所可以比的 小 小孩啊 这里吃饭不便宜吧 你也是在打工赚钱 真的不必如此破费啊 江阿姨一直有些手足无措 直到李穆涵亲自扶着他 坐到了位置上 说什么破费 江阿姨 你和叔叔就和我父母一样 为了你俩花 再多钱也值得 小孩 我还是觉得不妥 这里真的太奢华了 顾叔叔皱着眉头 打量着这里的一切 他虽然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但还算是见过一些世面 在这里吃顿饭 只怕是李穆涵打一年的功 都不一定办得到 没关系 我们有钱 此时夏月也自顾自 坐到了位置上 手上还拿着一瓶可乐 少喝点 等一下要吃饭了 李穆涵有些无奈地对他说道 此时二老才真正打量了 一番夏月 发现这少女生的小巧精致 就连让自己一直很自豪的闺女 都不及着孩子的十分之一 但更让他们好奇的是 这女孩是谁 为什么和李穆涵说话如此亲密 就在这时候 包间的门被敲响 门口站着钟经理 李先生 打扰了 这是今晚宴席的菜单 请您过目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呃 卧槽 李穆涵拿过菜单扫了一眼 眼睛都看直了 如果说 刚才那些李穆涵 多少还见识过 但现在出现的这些 简直就是国宴水准了 他根本听都没听过 这是我们招待 最高规格宾客的标准 李先生还满意吗 如果有什么忌口 或者爱吃的可以吩咐 我们会立刻调整菜单 不 不是 钟经理 这菜单和我刚才看的不对啊 这这 我明明说的是要一般规格的啊 李穆涵压低声音 对钟经理说道 但钟经理却笑了笑 故意提高了声音 想让房间里的其他人听到 这是我们特意为各位做的升级 邻居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而您是邻居的贵宾 刚才我们竟然 对您做了如此冒昧之事 今晚的宴席全额免单 希望这能弥补些许 我们刚才犯下的错误 啊 免单 房间里的众人也都待住了 这 这一顿得要多少钱啊 钟经理 这您就不用知道了 总之 希望今晚各位好好享受 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 小提琴钢琴等多种气氛伴奏 全都是小有名气的演奏家 如果您想的话 不不不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就是简单的家庭聚会 安静一些比较好 明白了 那请问什么时候上菜呢 李穆罕转头看向顾若曦的父母问道 现在上还是等一下呢 没等二老说话 夏月突然开口说道 我饿了 既然这位妹妹饿了 那就现在上菜吧 麻烦您了 江阿姨毕竟是书香门第的大小姐 对钟经理也是彬彬有礼 现在上吧 钟经理 麻烦您了 还有 不要再丢什么惊喜了 明白了 希望各位用餐愉快 离开了包间的钟经理 回到了一楼 他走过走廊拐角 进入了一间全封闭的房间 一进入房间 他的表情立刻变得肃杀起来 而房间里 刚才动手的那个保安 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钟经理 钟经理 我真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都是按照规矩办事的 我听其他人说 你手机上有那位小姐的不雅视频 你还想当众播放 有意思 赵大壮 你胆挺大 仗着那赵乾坤是你远房亲切 你就这么肆无忌惮 敢对云上饭店的人这样无礼 这赵大壮心里苦啊 谁他妈知道 那些人真是贵客 而且钟经理 你不是也对他们动手了吗 但现在赵大壮只敢跪地求饶 多一句话也不敢说 最后钟经理蹲下身 揪住了他的头发 一字一句地说道 今晚李先生的所有消费 你买单 听懂了吗 钟经理 我 我虽然是赵家的亲切 但是 我就是一个小保安 我 没事 你一个月工资一万二 这对于保安来说 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我算算 你只用免费给我们打工三年 就能付清这一桌饭钱了 不算欺负你吧 赵大壮的心里苦啊 同时也记住了李慕涵这个名字 他听自己表哥赵乾坤说过 那个骚货顾若曦的前男友 就叫李慕涵 但今天看到李慕涵之后 完全没发现 他和表哥说的一样 是个废物姑 人家身后 甚至还有大人物撑腰 但这件事 还是必须要告诉表哥才行 当那一道又一道 精致到李慕涵折舌的菜肴 被端上来的时候 他才真的感慨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比人和猪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有的人一顿饭吃的东西 可能是他这种没有背景 只能靠打工填补学费 和生活费的孤儿 永远都无法想象的奢华 甚至于现在 他都有一种负罪感 吃这么好 是不是有一种爆发户的感觉 会不会糟天浅啊 至于顾若曦 他还算是 跟着赵公子见了一些世面 他的惊讶 不在于这些菜肴 而是在于 置办了这些菜肴的李慕涵 他和李慕涵可以说 从小一起长大 如果李慕涵有什么背景 自己不可能不知道 他明明是个高中学费 都得自己家里接近 连个亲戚都没有的孤儿 怎么可能摇身仪 变成了现在这番模样 小 小孩 这 这一桌子 菜的多少钱啊 江阿姨 此时已经是目瞪口呆了 愣了好半天 才问出这句话 李慕涵说了一个大概 吓得刚拿起筷子的顾伯父 默默地又把筷子放了回去 这哪是吃饭 这是在吃金子啊 这一道道菜都是软黄金啊 席间一度陷入了尴尬 直到一个声音 打破了这种氛围 我饿了 可以吃了吗 夏月的眼睛 看着那些菜说道 江阿姨 顾伯父 那咱们先开吃吧 原本上菜的顺序 都是很讲究的 时刻得要按顺序品尝 才会有最好的体验 但这一桌人 光顾着肝瞪眼去了 完全没有任何人动筷子 导致现在桌上堆了一大堆 无比精致的菜肴 李穆涵都咽了好几次口水了 夏月这句话 算是拯救了他 于是 李穆涵赶紧介事 对二老说道 要是凉了 可就浪费了 好 好 那咱们吃吧 顾伯父也拿起了筷子 从这里开始 这顿饭 才真正开始进入正式环节 顾若西吃饭的时候 一直在偷偷地看李穆涵 他想等李穆涵说些什么 李穆涵的确是说了 但一直都在和自己的父母闲聊 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这让顾若西心里觉得有些憋屈 他明明都已经决定 要给李穆涵一个机会了 对方也很正式地请自己来了 这么豪华的地方 可现在算怎么回事 难道还要等 自己先开口 男人果然就是死要面子 顾若西冷哼了一声 然后放下筷子 用温和的声音 打断了正在和自己父母交谈的李穆涵 穆涵 是不是要对我说什么 啊 李穆涵这才第一次看向了顾若西 而后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低头笑了一声之后说道 不客气 这次轮到顾若西啊 了 他有想过李穆涵故作矜持 对自己刻意视若无睹 但没想到他会说这么一句句话 没等他追问 李穆涵已经接着说道 应该是你要对我说些什么吧 这次是我救了你 所以你应该要对我道谢 但我已经对你说了不客气了 所以咱们这话题不用再说下去了 说完李穆涵没有多一秒钟浪费在顾若西身上 立刻看着顾叔叔笑着说道 顾叔叔 我记得你喜欢喝酒 您看看 我怎么把这事忘记了 啊 嗯 没事 是家庭聚会 不喝酒 不喝酒 似乎是因为 当才自己女儿和李穆涵的对话 太过于直白 几乎就是明摆着对顾若西说 你谁啊 和你很熟吗 这种感觉了 顾叔叔也感觉有些尴尬 李穆涵却站起了身走到了门口 打开门之后 一名服务员就站在门口 先生 需要什么 您可以通过呼叫器通知我 服务员朝着李穆涵鞠了一躬 本来应该是有好几个服务员 在房间里为他们服务的 但李穆涵不想那么隆重 也不希望聚会被打扰 所以便和钟经理说 需要的时候会叫他们 可以麻烦帮我们拿瓶酒过来吗 没问题 先生 请问有什么指定吗 李穆涵转头问老顾 顾叔叔 您喝白的还是 啊 就白的吧 哎 不用这么麻烦的 小孩啊 请您稍等 服务员刚转身 李穆涵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叫住了服务员 你就拿瓶茅台 一千多那个 千万别丢我再搞什么升级了 而且 这瓶酒 我自己出钱 啊 先生 我们钟经理 你就和他说是我说的 他要是还给我搞什么升级我 可要给邻居打电话了 李穆涵真不是那种脸皮厚的人 虽然下月对他说 林泽不是什么善茶 但他目前为止 对李穆涵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不想欠别人太多人情 服务员犹豫着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钟经理亲自拿着一瓶飞天茅台走了进来 李先生 是不是对我们的服务不太满意啊 李穆涵很无语 这些人也太小心翼翼了 这林泽是吃人的魔鬼吗 他给钟经理解释了一下 这瓶酒是自己给老人家的心意 钟经理也无话可说 小哈 你现在可真是出息了 你到底哪认识的这么大的人物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这话题也聊开了 老顾端着酒杯 询问李穆涵 李穆涵不喝酒 但也还是陪着喝了两杯 他有些谦逊的摇了摇头 没有 叔叔 就是最近在这个邻居手下做些差事 赚的钱比做兼职要多 小哈 这差事正经嘛 你可不能 江阿姨 您放心 绝对正经 而且还算是公家单位呢 李穆涵觉得自己不能再喝了 再喝下去 怕是直接要把那张省公安厅的证件 给掏出来显摆了 顾若西似乎一直欲言又止 到了现在 喝了一杯白酒之后 他再也坐不住了 突然站起身对李穆涵说道 李穆涵 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气氛再一次被破坏 而顾若西口中所说的他 自然就是一直在吃东西的下缘 小西 你这是怎么了 江阿姨拉拉拉顾若西的衣袖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怎么在这时候翻脸呢 妈 你不知道 这个女的不是什么好人 小西 说什么话呢 这是小韩的朋友 你怎么说话呢 老顾也生气了 喝了酒之后的他 直接也站了起来 瞪着自己闺女说道 爸 妈 你们相信我 这女的叫夏月 她可是我们大学里的名人 李穆涵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顾若西表演 李穆涵 我之前就和你说了 让你自重自爱 你可能现在是 结交到贵人了 有点出息了 那你就更应该和这种女人 保持距离 她看中的 就只有你的钱 就是只吸血鬼 啪哒 夏月手中的筷子 掉在了地上 她转过头 有些诧异地看着顾若西 你 你怎么知道 哼 我怎么知道 你的那些事迹 早就传遍学校了 说爸 你到底吸了李穆涵多少血 我 我没 没吸多少 大概 每天二百毫升 李穆涵哭笑不得 这两人在说啥呀 简直不在一个服务器交流 看着夏月不知所措的样子 李穆涵再也忍不住了 她抬手打断了 还要继续说话的夏月 然后看向了顾若西 她是我的朋友 希望你对她说话放尊重点 顾若西的父母 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但李穆涵明显是在维护那个孩子 小鲜 你不要胡闹了 江阿姨的脸色 也有些不好看了 妈 这事全校都知道的 这女的事 是做那种生意的 啊 江阿姨瞪大了眼睛 然后不由自主地看向夏月 夏月呢 似乎还以为自己吸血鬼的身份 被一个人类给识破了 有些惊慌 低着头 双手攥着裙子 一言不发 这举动 就像是被人戳穿了之后 感到羞愧一般 这下老姑也觉得不对劲了 小韩 这是真的吗 叔叔 阿姨 你们觉得她像吗 李穆涵冷眼看着对面三个人 淡淡地说道 你们觉得她像是你们女儿口中说的那种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李穆涵 我是为了你好 你千万不要被这种女人给骗 知人知面不知心 骗 顾若曦 说实话 我本来想给你留点面子 咱们再怎么说也是青梅竹马 但你给点不要脸 李穆涵明显生气了 这变故太过突然 以至于二老都没明白过来 怎么就突然撕破脸了 你应该还没和你父母说过赵家的事吧 一听到赵家 顾若曦一下子脸就白了 对啊 他怎么给忘了 是自己先背叛李穆涵 自己先为了钱出卖了身体 是自己先违背了曾经的誓言 怎么刚才说的兴起 直接就将这些套在别人身上了 赵家 什么赵家 老顾有些疑惑 江阿姨却突然脸色有些不对劲了 他颤抖着手 拉着顾若曦的手说道 小夕 刚才门口那保安也说 你和那个什么赵公子 难道你真的 顾若曦此时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 满脸羞愧 咬着嘴唇站在原地 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老顾一拍桌子 直接将酒杯振翻 经将阿姨提醒 他也想起了之前保安说的 自己女儿的那些事 现在李穆涵也说起了赵家 莫非那些都是真的 爸 妈 我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 想想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 你们把我生得很漂亮 所以我 我利用一下这些 让自己活得更轻松 有什么错吗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眼神一直盯着地面 语气也有些羞愧 完全没有当时在出租屋的时候 对李穆涵说这些话时候的硬气 和理所当然 没错 当然没错 为了更好的目标奋斗 没错 我对你的生活 你的选择也都尊重 但能不能请你别造谣别人 李穆涵根本没给其留情面 直接了当说道 你说的关于下月那些事 没有任何一个人亲眼见过 但你却能说的如此头头是道 但你做的那些事 可是被人拍下来 当作艺术品卖钱的 顾若曦这下真的崩溃了 难道自己和赵乾坤 做那些事的时候 真的被人拍了视频 我告诉你 顾若曦 风浪越大 鱼越贵 没错 的确如此 这次是运气好 那姓赵的在把你卖的之前 自己先出事了 否则你现在还有命在这 陪着你父母吃饭 李穆涵说的顾若曦是哑口无言 但他就是不服气 他不觉得自己会输给下月 而且自己和李穆涵这么多年了 他无法想象 李穆涵站在其他女人身边的样子 小孩啊 你先消消气 这件事是我们小夕对不起你 我们二老也很羞愧 但你们两个 毕竟是那么多年感情了 江阿姨还想再劝几句 但顾叔叔此时已经脸上无光了 他打断了江阿姨看着李穆涵说道 小孩 叔叔就问你一件事 你和这位下姑娘是在一起了吗 李穆涵知道 如果自己说没有 那么这两位以后一定还会各种找机会 撮合自己和顾若曦 所以他一把拉起了还在座位上不知所措的下月 搂住了他的肩膀对三人说道 叔叔 我家的钥匙只有两把 而另一把在他手中 唉 江阿姨叹了口气 李穆涵这件事的意思简直太直白了 就差把他是我的人这句话直接说出来了 顾叔叔则是重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好 小孩 这件事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顾家欠你的 一定会弥补你 顾若曦看着李穆涵 眼 李全是茫然 他不明白 李穆涵怎么可能不选择他 明明说过会保护他一辈子 但是现在为什么又要抱着别的女生 在他的心里 此时已经将李穆涵想象成了一个背叛者 你会后悔的 最后 说完这句话的顾若曦拿起自己的包 转身就离开了包间 小西 小西 江阿姨也跟着追了出去 包间里只剩下了老顾 李穆涵与夏月 三人对视无言 似乎也在为这气氛感到尴尬 最后是老顾长叹了一口气 是我们把女儿关坏了 小韩 你能大概和我说说 那个赵公子是什么情况吗 李穆涵大概说了一下顾若曦被赵乾坤的金钱攻势 给调走玩弄的事 但刻意掩盖了一些 比如顾若曦和赵乾坤上床的视频之类的 老顾听着 心里无比难受 一杯酒一杯酒不停地喝 与此同时 跑出饭店之后的顾若曦并没有走多远 她走几步 还在回头看李穆涵有没有追上来 在发现追出来的只有自己母亲之后 她有些失望 小夕啊 怎么突然就跑了 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吗 妈 你不懂 李穆涵在死要面子 我明明都已经给她机会了 想让她挽回我 但她居然还绷着 真是 小夕 将阿姨打断了顾若曦 现在局外人都看明白了 可能只有顾若曦自己 还在骗自己 要不算了吧 也是你自己先对不起小韩 就不要再打扰她了 什么叫我打扰她 妈 她放不下我的 她现在就是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 等过段时间 她一定还是会想起我的 看着自己女儿自信的样子 将阿姨第一次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对这孩子的教育 从小就出了什么问题 饭后 李穆涵送老顾出了酒店 老顾给将阿姨打了电话 知道了 她已经和顾若曦先去了酒店 李穆涵本来想送老顾去酒店的 但老顾坚持不用 于是李穆涵就准备帮她打一辆车 这时候 钟经理又来了 派人开来一辆豪华轿车 载着老顾扬长而去 李先生 今晚还满意吗 钟经理微笑着看向李穆涵 很满意 真的谢谢你 钟经理 那瓶酒多少钱 我赚给你 钟经理本来想说不用 但李穆涵却说 要是不收钱就告诉邻居 无奈之下 钟经理只好收了李穆涵1200的酒钱 我不理解 到家之后 夏月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自言自语一般地说道 嗯 你不理解啥 李穆涵一边收拾着房间 一边和他搭话 人类为什么可以为了食物花 那么大的功夫 李穆涵想起夏月躺自己写时候的样子 不由得叹了口气 电影里的吸血鬼 不也喜欢将人类的写成在红酒杯里吗 应该是一种仪式感 那都是假的 这样只会让血变得不新鲜 只有新鲜的 从血管里流出来的 才 说着 夏月坐起了身子 转过头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李穆涵收拾房间的背影 行行行 你们都是美食家 新鲜才是最重要的 但你也多考虑一下被吸血人的心情啊 谁愿意看到自己血淋淋一身啊 嗯 说话呀 你睡着了 李穆涵听到身后没动静了 转过头去看 正好看到夏月那张精致的面孔 正和自己咫尺相望 卧槽 你做啥 李穆涵被吓得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只能说 跳脸杀真的不分对象的 即便是夏月这种无敌美少女突然出现 也会吓人一跳 但更可怕的是 李穆涵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渴望 你咋了 夏月 你 那种渴望不是平时夏月想吸血时候的渴望 更多的是一种病态的迷嘴 哈 好热啊 夏月的声音都变得有些奇怪了 他张开嘴 不由分说一把咬住了李穆涵的脖子 呃啊 卧槽 疼 这一次 李穆涵感觉到了疼痛 和之前被吸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等 等一下 夏月 很疼 这一次很疼啊 今天不是吸过血了吗 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吗 李穆涵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 夏月不仅仅在吸自己的血 还想要撕裂自己 他的手已经撕开了李穆涵的衣服 而且还在不断往下 卧槽 我还没准备好 你摸哪呢 等一下 他能感觉到鲜血正从自己身体里被抽走 这就和上次被那只血族袭击的时候一样 而且夏月给自己的那种感觉更加强烈 猛的想要唤醒恶魔之力 眼睛也变成了淡金色 碰 还不等他展开戒鱼 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夏月一只手猛的将李穆涵死死地按在了地板上 身后也长出了双翼 头发褪色成了白雪 那双星红的毛子里满是吃醉 完蛋了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突然 但李穆涵感觉自己要被夏月杀掉了 而就在这时候 窗户不知道被谁悄然推开 而后一个白色的身影猛地扑了进来 一把将夏月的身体扑开 李穆涵赶紧挣扎着坐起身 利用恶魔之力来给自己疗伤 在这期间 他看到了那个白色的身影 竟然是一只巨大无比的白狼 白狼死死地按住夏月 而夏月躺在地上 没有去挣扎 只是喘着粗气 脸色潮红 渴望的眼神盯着李穆涵 最后 李穆涵看到那白狼 逐渐开始身形缩小 化作了一名少女的模样 而这一丝不挂的少女 不就是那天从血族的袭击之下 救了自己的少女吗 李穆涵记得 他好像是叫 北风 哈提 打扰了 少女转过头 对着李穆涵玩耳一笑 他的笑容既似严寒的风雪 又如同漫天繁星一般 有一种神秘感 这还是李穆涵第一次听到他说话 明明是个北国人 但却没有任何口音 华夏宇说得非常好 但那双散发着狼一般绿鹰的瞳孔 似乎在告诉着李穆涵 他并非什么普通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李穆涵赶紧 到夏月面前 虽然夏月刚才袭击了他 但李穆涵能感觉得到 一定是事出有因 哈提没有回答李穆涵的问题 只是慢慢蹲在夏月面前 然后用手指 轻轻沾了一些夏月嘴角的血字 放进了自己嘴里 嗯 原来如此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 哈提脸上的笑意更甚 接着 他站起了身面向李穆涵 但此时的他 刚从狼形太化人 身上并没有任何衣服 李穆涵赶紧转过了头 不得不说 哈提和夏月不是一个类型 如果夏月是那种典型的 哥特吸血鬼少女 那这高挑的少女 便是如同北方风雪之中 漫步前行的白狼 身上充斥着一种野性的美 可以麻烦 你把我的衣服拿过来吗 似乎是注意到了李穆涵的窘迫 哈提微笑着指了指窗边的衣服 毕竟我现在 不方便去窗口 那你还直接变成只狼跑进来 这不是更显眼吗 本来想吐槽的 但最后李穆涵还是去帮哈提拿了衣服 又被过身去等他穿上 而后哈提抱起了夏月 就仿佛是一个大姐姐 抱着自己妹妹一般 温柔地将她放在了床上 她到底怎么了 看着夏月急速的喘息 和那飞红的面颊 李穆涵有些着急 这似乎还是她第一次看到夏月这种身态 那双看着自己的毛子里 满是期待与渴望 这种状态完全就像是 发情了 哈提脸上带着淡漠的微笑 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李穆涵 此时此刻脑子里的想法 李穆涵差点没喷出血来 吸血鬼也会发情 你给他喝了袋醋粒和丁香的饮料吗 哈提一边从自己白色的外套里 取出一个小袋子 一边对李穆涵说道 醋粒 李穆涵不明所以 在你们华夏应该叫灯笼果 或者山樱桃 哈提从袋子里取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瓶子 扒开瓶口的塞子 他转身看向李穆涵 帮我掰开他的嘴 啊 哦哦 好的 我不记得他有喝过 等等 刚才吃饭的时候 他好像去冰柜拿了一瓶酸不拉击的饮料 我闻着像酸豆角 李穆涵走到床边 伸出手轻轻捏住了夏月的脸颊 仅仅就是这一触碰 夏月竟然发出了乌叶声 而后看着李穆涵的眼神更加狂热 似乎是还在期待更多的触碰 那就没错了 嗯 别动 把嘴张开 哈提也坐在床边 他轻轻将耳发撩到耳后 朝着哈提的方向 捏着他的脸 让他张着嘴 此时 夏月的翅膀开始不安分起来 但动作幅度都不算太大 哈提将那些白色粉末 倒入了夏月的口中 李穆涵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这哈提也是一类 而且还不归华夏特管局监管 自己怎么就这么听话 让他给夏月喂东西吃 不用担心 我这次来代表的是北国特管局 就像是听到了李穆涵的心声 哈提一边给夏月喂药 一边解释道 等粉末都倒入了夏月的口中 哈提用食指沾了一些自己的唾沫点在了夏月的舌尖上 而后嘴里 用一种李穆涵听不懂的语言 轻声念诵了几句 慢慢的 李穆涵发现夏月身体的躁动开始平息了 呼吸也慢慢放缓 最终 他的血足形态慢慢解除 恢复到了人类的形态 夏月 你感觉怎么样 李穆涵蹲在床边 有些担心地看着夏月 刚才 我 袭击了你 对不起 这都是小事 你以后可别再乱吃东西了呀 嗯 哈提将小袋子又收回到了口袋里 站起身来说道 醋力混合丁香 对血足可以说是效果非常强大的催情药剂 但一般血足都会对那个味道十分敏感 不会轻易触碰 说完哈提看向床上的夏月 眼里突然露出了一抹嘲讽的意味 当然 太平的日子过久了的吸血鬼大小姐 可能这种敏感的直觉也早已经退化了 你 来做什么 夏月在李穆涵的帮助下坐起了身子 算上这一次 我救了你的心上人两次了 不谢谢我吗 哈提走到门边靠着墙 环抱着双手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上次的事 很谢谢你出手救了我 倒是李穆涵率先开口 表达了感谢 不用谢 我本来也没打算救你 只是卖特管局一个人情 毕竟这一次我来华夏的目的 需要特管局的帮助 上次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这件事 你找特管局去 和我无关 我不会帮你 夏月似乎对哈提的态度非常不友好 二人好像有什么过节 这点李穆涵也看了出来 但他现在不太方便插嘴 于是只能选择暂时观望 那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办事了 顺便 哈提似乎也不太想多纠缠 他走到了窗口 最后转头看向了李穆涵 我对你很有兴趣 李穆涵同学 同学 就在李穆涵疑惑 为什么哈提要叫自己同学的时候 夏月已经准备下床朝他扑过去 你这头发情的野狼 滚出去 而后 哈提坐在窗框上的身体 直接往后倒 消失在了窗口 窗外响起了一声狼嚎 还有邻居的惊呼 卧槽 这晚上的有狼叫 半小时后 夏月算是彻底稳定了 他向李穆涵讲述了关于哈提的事 他和我一样是异类 也是天灾集 祸哟 小小天海事 竟然同时拥有 您二位卧龙和凤厨 我们不是龙也不是凤 李穆涵本想开个玩笑 但见夏月完全听不懂这个梗 李穆涵也只有将话题又掰扯了回来 哦 那他到底来华夏干嘛呀 找寻他的兄长 夏月告诉李穆涵 哈提是北国传说中 芬里尔的末代子孙 他还有一个哥哥 叫斯库尔 斯库尔追逐太阳 哈提追逐月亮 传说中 当斯库尔与哈提 分别吞噬了太阳和月亮 那世界将会迎来诸神黄昏 这个北欧神话 李穆涵是知道的 尤其是鼎鼎大名的芬里尔 只不过 这些大多数都出现在小说和游戏题材里 这就是特管局最头疼的一种 存在于神话中 具有真正神格的异类 神话里的神 竟然真的存在 一想到这个就有点 没有真实感啊 李穆涵不禁感慨 但一想到自己身体里 还住了的雷电将军 其实好像也就没那么离谱了 也许这个世界 所有流传至今的神话 都有其根源 只不过当时的人们 并不了解这种强大生物的存在 所以才编织出了无数的神话 而且现在流传于世的神话 虽然各不相同 但仔细去研究的话会发现 里面有很多的共通性 那你和他有啥仇啊 在北国游历的时候 他把我当成了月亮 想吞噬我 所以和他打过一架 哦 真相大白了 李穆涵在脑子里开始了歪歪 大概很多很多年前 一只追逐月亮的狼 有一天起床 突然看到了月亮在地上走 于是像狗追逐皮球一样 就扑了上去 哟哼 这月亮还会还手 于是就打了起来 这 听起来有点小孩子气啊 哈提与斯库尔的话题 夏月似乎不想再聊了 那女人就是头发情的野狼 你千万别被他逮到 只是夏月不停给李穆涵重复这句话 似乎是真的很怕李穆涵和哈提 有什么过多的接触 李穆涵笑着答应 心里想着 如果自己告诉夏月 哈提刚才也说他发情了的话 夏月会不会立刻从窗户冲出去 找到哈提再打一架 为了特管局的同僚们 不至于晚上又加班 也为了让林泽眼睛上的黑眼圈小一点 李穆涵决定暂时不说这句话了 只不过 你和特管局心联心 特管局和你动脑筋 这不 第二天李穆涵就被叫到了特管局 林泽让他详细诉说了 昨晚发生的事 他们倒是没有在监视李穆涵和夏月 只不过 负责临时监管哈提的特管局成员报告说 哈提昨晚前往了夏月和李穆涵的住处 也就是说 这帮兄弟昨晚还是加班了 林泽端着咖啡 眼睛挂着大大的黑眼圈 脸上还是挂着那楚遍不惊的笑容 李穆涵都担心 他会不会因为过劳 而突然吐出一口老血来 真是不让人省心 最后 他长叹了一口气 哈提的是你不用担心 特管局会协助他找到斯库尔 毕竟一直托管的天灾疾 在我们的国家 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 嗯 林居您找我就这件事吗 那汇报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下午还有课 啊 你等一下 林泽起身走到李穆涵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上次和你说的事 你还记得吗 您是说支援第九小队的事 你还记得就好 进来吧 林泽打了个响指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进来的是尹齐 他娇小的身躯 被裹在一件黑色连帽卫衣里 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五 但那双腿却是又长又细 此刻被黑色紧身裤所包裹 显得格外漂亮 他走进来之后 看了看李穆涵 最后竟然 直接绕过了李穆涵 朝着林泽打起了招呼 邻局 林泽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指了指李穆涵 不和你的新队长问好 尹齐瞥了一眼李穆涵 李队 嗯 你还是叫我李穆涵吧 李穆涵有些尴尬 这林泽明明说的是 第七小队都推荐他做队长 可这尹齐明显不是这个态度 林泽似乎看出了李穆涵的心思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之后说道 别怀疑我说的话 第一个推荐你的是林子宇 第二个就是尹齐 哼 尹齐冷哼一声 李穆涵也释然了 看来这妹子就是傲娇而已 尹齐 你的队长也在这里 那我就把调令告诉你了 从今天开始 李穆涵会暂时戒掉到超自然管理科的第九小组 去进行协助工作 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第七小队由你主持工作 只剩三个人的小队 还能执行任务吗 尹齐毫不客气地说道 李穆涵此时也明白了过来 尹齐今天不高兴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李穆涵刚当上第七小队的队长 就被戒掉到别的小队 这对第七小队来说 真的是一种耻辱 调令是局长亲自发的 服从命令 林泽的声音变得冷淡了一些 尹齐慢慢偏过了头 似乎还是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正好 李穆涵 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特管局的各部门情况 天海市特管局 隶属于南陵省特管局 其中 天海市特管局 也是分了很多各种分局和科所的 一共12个分管局和科研所 其中 邻居 下午还有课 李穆涵确实不算学霸 拼了老命考上天海大学 也是为了顾若熙 现在一听到这种长篇大论 就想睡觉 林泽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拍了拍李穆涵的肩膀 也行 你在之后的工作中慢慢熟悉吧 今天晚上你下课之后 就去超自然管理科去报道 那边会有人接待你 他没有说什么 你现在是特管局的人了 还上什么学 这对李穆涵来说还是蛮感动的 可他还是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这么急吗 毕竟临时戒调 你过去就是为了处理一起很棘手的事件 尹齐冷哼了一声 林泽瞪了他一眼 放心 不会抢走你的队长的 只是戒调而已 谁管他 我只是不想 第七小队又没有任务可做 行了 你们都先出去吧 从特管局出来之后 李穆涵禁止去往了学校 比较难得的是 今天夏月也去了学校 二人还在学校门口碰了面 尽管周围都像二 人头来了疑惑 鄙夷的目光 但李穆涵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其他人想说什么 就让他们说去吧 把夏月送到了他自己的教学楼之后 李穆涵又遇到了老罗 穆涵 上次烧烤店的女孩 真是夏月啊 对啊 你俩真在交往啊 这倒没有 老罗明显不相信 他缠着李穆涵让李穆涵说实话 李穆涵很是无语 自己要怎么说呢 难道要告诉老罗夏月 是个吸血鬼 而自己是他的一栋血包 就在二人朝着教学楼走去的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李穆涵 李穆涵同学 啊 谁啊 李穆涵和老罗同时回头 两人都呆住了 穿着校服 身材高挑的美少女 正一脸微笑地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准确地说是 看着李穆涵 卧槽 卧槽 娜娜 那不是传说中的北国美少女转学生吗 卧槽 哈提 哈提走到了李穆涵的身前 突然张开双臂 轻轻抱住了李穆涵 身边的罗阳一脸的问号 周围围观的学生也是一脸问号 甚至还有人开始了窃窃私欲 什么情况 那个转学生 不是对谁都特别冷冰冰的吗 那人谁啊 不认识 看起来也没多帅啊 你 你先放开我 李穆涵赶紧挣脱了哈提的怀抱 别害羞 这只是我们这一组打招呼的方式 哈提却带着一抹恶作剧一般的笑容 看着李穆涵 骗鬼啊 不管你是狼还是狗 李穆涵都不记得 这俩生物有以拥抱为打招呼的方式的 最多是鼻子碰鼻子 轻轻蹭蹭 但哈提好像看出了李穆涵的想法 他轻轻捧起了李穆涵的脸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哦 而后少女舔了舔嘴唇 露出了一抹极惊诱惑的微笑 穆涵 你居然认识这位转学生 罗阳发出了惊叫 哈提用眼角的余光 瞥了一眼罗阳 眼神瞬间变得有些冰冷 不好意思 我想和他独处一会儿 可以吗 可可可可 可以 罗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但即便是哈提这样的表情 也让他觉得身体一阵酥软 不可以 罗阳你他娘的赶走 李穆涵却下得赶紧叫住了 已经准备转身的罗阳 我 我也不想走啊 这妹子 眼神好吓人啊 还是不是兄弟了 是 但是兄弟不能阻碍兄弟的桃花路 告辞 紧接着罗阳转身朝着远处飞奔而去 这还是李穆涵第一次看到 罗阳跑得那么快 就在哈提逐渐靠近他的嘴唇 他几乎已经能感受到 这少女急促的呼吸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了 身后传来一阵杀意 当他转头看 去的时候 一个身影猛地将他扑倒在了地上 我已经说过了 离开远点 你这头蠢狼 夏月此时死死地压在哈提的身上 他嘴里的尖牙和他的怒火一般 已经快藏不住了 但哈提却没有任何挣扎的举动 只是脸上带着微笑看着夏月 小月亮也会忽视吗 你越是这样 我越是想吃掉他 给我闭嘴 这一下周围更加沸腾了 夏月 哈提 两个校园里 极其具有话题的人物 此时碰撞在了一起 而且是为了一个男人 这是什么玛丽苏剧情 这发展不对吧 什么情况 快来看 夏月和那个转学生打起来了 不对啊 那个夏月是这种性格吗 怎么和我听到的不一样 罗阳则是已经嘴巴都合不拢了 我的妈呀 李穆涵 你小子 身藏不露啊 李穆涵赶紧冲上去 抱住了夏月 快住手 别在这里动手 这头色呸狼 我要杀了他 三百年前你杀不了我 现在你也杀不了 哈提也逐渐露出了他的犬牙 脸上的笑容也逐渐疯狂起来 我的妈呀 李穆涵人都傻了 虽然女人打架很好看 但要是这两人 真的在这里展开了介于大打一架 怕是这些学生 一个都别想幸免于难 到时候只怕自己就要见识到林泽的怒火了 一想到这里 李穆涵几乎是竭尽全力 将夏月从哈提的身上拉开 哈提也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他拍了拍有些弄脏的笑服 脸上也恢复了平和的微笑说道 还是和以前一样 野蛮 比野蛮 谁比得过你这头蠢狼 说话放干净点 小蝙蝠 我不介意在这里 继续我们没做完的事 没问题 来吧 来个头啊 李穆涵彻底忍不住了 他一把公主抱起了夏月就冲出了校门 留下的只有众人的面面相去 和此起彼伏的议论之声 啥情况啊 那男的选了夏月 夏月的确很漂亮 但我觉得哈提同学更好啊 而且夏月不是个婊子吗 谁知道呢 有的人可能就好这口吧 哈提双手环抱在胸前 看着跑远的李穆涵的背影 脸上再次浮现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 你越是真是的东西 我就越是想要染指呢 天海市第一医院顶楼豪华病房里 赵乾坤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现在也从昏迷当中苏醒了过来 但那只手却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每一天 他几乎都是在噩梦之中被惊醒 梦里那只可怕的怪物不断追逐着他 一次又一次将他的手臂折断 而后就这样看着他笑 李穆涵 那个怪物 咔嚓 病房的门被推开 进来的是赵志江 看到自己儿子在床上瑟瑟发抖 赵志江皱紧了眉头 下个月送你去国外做假之手术 你也就别回来了 赵志江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 爸 那天晚上 我真的看到了怪物 行了 有人骂赵志江的情绪也十分不稳定 这段时间 他已经将对李穆涵的悬赏翻了三倍 不仅没有人上门接单 甚至还有许多个他惹不起的大人物 给他打电话 让他适可而止 之前接到的那个奇怪的电话 应该也只是个恶作剧 真亏他还抱了一丝希望 爸 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 那个李穆涵 李穆涵就是个怪物 他是怪物 看到自己儿子 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赵志江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他妈的 给我闭嘴 赵志江一脚踹翻了病床边的座椅 指着赵乾坤的鼻子骂道 你他妈平时玩女人 嗑药 我都没管你 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妈 想着 让你浑浑噩噩 但能复归一生也行 但你呢 你这次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 你知道吗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爸 我就是 就是想教训一下那个孤儿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女人 你碰谁不好 你偏偏碰她的女人 赵志江此时还以为李穆涵 对自己儿子动手 是因为顾若熙这个前女友 殊不知 其实是赵乾坤自己去找死才有的这么一出 赵乾坤当然不会去解释 他知道自己父亲虽然在骂 可对于李穆涵的愤怒也不比自己手 爸 你有办法杀了他吗 杀了他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最好祈祷那个男人好好活着 要是他哪天出门被车撞死 你老爸 我可能十分钟之后也会曝尸荒野 赵乾坤傻了 他有想过这件事很严重 但没想到 竟然连自己老爹都摆不平 甚至还会威胁到自己父亲的生命 爸 那个李穆涵到底什么来头啊 什么来头 屁的来头都没有 我就奇了怪了 一个没有背景的锅 怎么就有那么多神仙大能都跳出来保他 好像老子只要动了他一根毫毛 十万天兵天将就要将我全家都诛灭一把 赵乾坤安慰自己父亲 爸 要不咱们请杀手吧 你以为老子没请 你知道地下悬赏榜 他的赏金是多少吗 三千万 他骂得看都没人看一眼啊 这似乎还是赵乾坤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如此动怒 突然赵乾坤灵机一动 想到了什么对赵志江说道 爸 既然动不了他 那就动他家人啊 你他妈是手被他泄了 还是脑子被他挖了 他是个孤儿 你不知道 面对自己父亲的愤怒 赵乾坤冷笑了一声之后说道 爸 这你就不知道了 他虽然是个孤儿 但那个贱人的父母 对他来说就是养父养母 哦 你说的贱人 是你之前玩的那个女人 对 就是那孤儿的前女友 咱们可以从他身上下手啊 把那贱人和他爸妈抓起来 我就不信李穆涵那个郭还敢和我们作对 赵志江沉淫了片刻之后摇了摇头 算了 你对他们动手之后 还有可能全身而退吗 到时候 我们不承认不就行了 没那么简单的 哎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下个月就出国去吧 别再回来了 可 可是 爸 我说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赵志江愤怒地站起身 他怎么可能不想报仇呢 当然 不是为自己儿子报仇 而是为了给这些日子 被李穆涵所践踏的自尊报仇 但权衡利弊之后 他知道 就算自己宰了那个贱人和他的父母 又有什么用了 到时候秋后算账 难道自己还要去赔命 他赵志江是什么身份 这笔买卖简直亏到姥姥家了 经自己父亲这么说 赵乾坤也没说什么 但他眼珠子转了转 似乎是有了自己的主意 等自己父亲走了之后 他用谨慎的右手摸出了手机 喂 大壮 你上次说去云上饭店吃饭的那几个人 真的是李穆涵和顾若曦 表哥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 就是你发给我视频的那个女人 我绝对 行了 别扯犊子 帮我办件事 赵乾坤的眼神之中 闪过了一丝狠力 与此同时 在商店街的DQ冰淇淋店内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对男女 只因为他们眼前的桌上 摆放着起码十个大好冰淇淋碗 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这些竟然都是那个看起来娇小可爱的少女 一个人吃下去的 行了 还没消气啊 李穆涵用手撑着下巴 看着不知道是在怒气 还是真的很喜欢吃冰淇淋的夏月说道 你为什么不远离他 看着李穆涵 我如果不展开领域就是个普通人 他硬要抱我 我逃得掉吗 嘎嘣 刚制的勺子在少女口中几乎不堪一击 混合着冰淇淋被嚼得稀烂咽了下去 好不容易染上的味道 现在全都是那头野狼的臭味 李穆涵当然没有向着哈提说话的意思 毕竟他真的很古怪 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接近自己 但现在看着对面那个 明显已经被气得昏了头的夏月 他知道了 哈提就是为了故意气夏月才接近了自己 而这只吸血鬼的智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育好像并没有哈提成长的那么好 所以这不就被人戏耍了吗 总之 能不能以后不要和他接触了 李穆涵想回答好 但突然他有一种想要恶作剧的感觉 嗯 为什么呢 我觉得哈提人还挺不错的 救了我两次 哦对了 第二次可是被你袭击的哦 我 我那是因为 总之 我也可以保护你 你没必要寻求他的庇护 嗯 嗯 怎么办呢 我应该怎么办呢 李穆涵的阴阳怪气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是在开玩笑 但夏月并不清楚人类的这些玩笑 他此时明显有些着急了 突然他的眼神变得暗淡 他握紧了手里 被咬掉了头部 只剩下肩头的 脸上浮现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看来 还是把他杀掉好了 啊 等等 你要做啥 我开玩笑的 李穆涵没想到 夏月突然就黑化了 看来这玩笑 真不能乱开啊 哦 是吗 你心疼他 那好啊 既然不能杀他 那我就只有把你关在家里了 卧槽 李穆涵人傻了 这一下便病骄了 最后 李穆涵几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这只小戏血鬼给哄好 然后还让他抱着自己睡了一晚上 直到他觉得自己身上 已经没有哈提的味道之后 才愿意放过自己 本来预定的是 晚上去第九特管局 但因为和夏月闹了矛盾 李穆涵和林泽请了个假 花了一晚上来哄夏月 林泽也算通情达理 并且明确表示 好好安抚那只血族的情绪 也是你的工作之一 于是 第二天一大早 李穆涵就独自搭着公交车 去往了林泽发给他的地址 到了地点 李穆涵才发现 这不就是天海市北面的翠薇山吗 这特管局不仅在地下 还在山上 抱着疑惑的心情 他上了山 翠薇山是天海市的3A级景区 即便是工作日 这里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山上的景点 首当其冲的 就是冠绝华夏的真武道观 据说这真武道观 是五百多年前 一千多年前 宋朝全真教中 一名德高望重的道长南下 所建立的道观 在后续的发展之中 自成一派 到如今 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看着络绎不绝的相克 李穆涵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异样 他的耳畔 传来一种若有若无的龙吟之声 这声音 就仿佛是有魔力一般 吸引着他 绕开了道观的正殿 来到了偏僻的后庭 这里独立于道观的主观之外 只有一座低矮的平房 而那龙吟之声 就是从平房之后传来 李穆涵循着声音来到平房之后 发现这里杂草丛生许久 无人打理 而前方不远处 则是一方死水潭 不知道为什么 这潭水十分浑浊 而且也没有任何鱼类存在 可却不时会冒出几个水泡 而且李穆涵有一种感觉 这潭水之身 恐怕难以想象 其下方一定存在着什么东西 就在李穆涵想要走近 再看看的时候 突然他的后背被人拍了一下 吓得李穆涵 差点一个猎且跌入潭中 哦哟 小心小心 一双手揪住了李穆涵的后衣领 将他拽了回来 谢 谢谢啊 李穆涵松了口气 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若是真掉进了这潭水之中 那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回过头看去 就见一名看上去十四五岁 穿着道袍的可爱少女 正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自己 而他的道袍有些奇怪 似乎是经过自己剪裁改造过 和一般的道袍有些不一样 显得更为得体 也多了一丝俏皮可爱 这位小友 你是迷路了吗 怎么跑这来了 少女开口说话了 她的声音和相貌一样甜美 脸上也挂着一丝孩童般的微笑 李穆涵猜测 她应该是这间道观的道士 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道估 嗯 小道 道长 我听到这潭水里 似乎有什么声音 所以就过来看看 声音 少女脸上的表情 略微发生了一些变化 小友怕是听错了 这就是一方死水 连鱼都没有一条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声音 那或许我听错了 小友一定听错了 我先送你回到正殿吧 李穆涵挠了挠头 这小道姑的意思也很明确了 不希望自己再待在这里 可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参拜道观啊 这林泽给的地址 是不是错了呀 那啥 小妹妹 不对 小道长啊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 李穆涵觉得 接下来说的话 一定会被这妹子 当成神经病 但距离约好的时间 已经快到了 所以她还是只能 硬着头皮问道 你知道 超自然管理科 怎么走吗 没想到这少女 听到李穆涵说这句话 先是一愣 而后脸上的笑容更甚 原来就是你啊 怎么才来啊 昨晚 我可是等你等到都睡着了 少女突然都起嘴 对着李穆涵不满地说道 啊 你说啥 等我 好了好了 赶紧跟我来吧 师父正在等你呢 说着 少女拉着李穆涵的手 就往平房走去 哎呀 啥情况 等等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 你是第七小队的队长李穆涵吗 直到对方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职位 李穆涵才明白 搞了半天 原来这小姑娘是自己同事啊 枪枪 少女推开了破败平房的屋门 这里就是超自然管理课 嗖 梁风徐徐吹过 屋里只有一些杂乱拜访的暗台和书籍 看上去就如同许久无人居住一般 也真难为这孩子能如此自豪地说出这句话了 快点 快点跟我来 少女从背后推着李穆涵进了屋 然后转身又将门关了起来 这 这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真不愧是超自然 呃 李穆涵本来已经忍不住就要吐槽你们超自然管理科 也不必将办公地点弄得像鬼屋一样吧的时候 少女走到墙边 抬手有节奏地敲了几下 李穆涵瞬间发现那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墙面 瞬间出现了一个八卦太极的标志 然后少女按照某种 未点亮了八卦图周围的七星灯 李穆涵身旁那破败的柜子开始缓缓展开 一扇电梯门赫然在目 枪枪 是不是很厉害 少女两眼发光看着李穆涵 似乎是在等待着被夸奖 有一种刘姥姥进了霍格沃兹的感觉 李穆涵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违和感了 这比在银行下面开个洞的天海施特管局本部还离谱 好了好了 快进去 少女又把李穆涵推进了电梯 接着自己也走了进去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李穆涵觉得 就算再出现什么 自己也不会害怕了 但他还是想错了 当电梯停下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他简直是瞠目接舌 一座几乎可以说是 建设在翠微山内部的小型建筑群赫然在目 而这些建筑的风格 清一色都是古色古香的老建筑 完全没有特管局本部那种科技感 但正因为如此 这才让李穆涵有一种庄严而肃穆的神秘感 欢迎来到天海施特管局 超自然管理科 少女一下跳出了电梯 面对李穆涵张开了双臂 似乎是对这一切都非常自豪 一个字 绝 而李穆涵除了竖起大拇指以外 也说不出其他话了 这里不仅有道观 还有寺庙 甚至还有一些李穆涵叫不上名字的古怪建筑 在少女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座偌大的道观建筑 这里和翠微山的真武道观有点类似 却比真武道观还要巨大 进入之后 李穆涵都乐了 一群穿着道袍的男男女女 拿着印着八卦图案的平板 在全西投影上操作着 这幅景象别说有多诡异了 你们这挺时髦啊 李穆涵一边穿过这些工作人员 亦或者是道士 一边对少女说道 哎呀 时代在进步嘛 科学和神秘学乡结合才是未来的主流趣事 少女一边朝着身旁的人打招呼 一边给李穆涵解释 最后他们来到了大殿深处的一个房间 李穆涵真的觉得 自己已经挺过了这么多关 现在总不至于 还遇到啥让他震惊的事了吧 事实证明 他真的图样图森破了 当那上古谱的房间门被打开的时候 李穆涵看到的是一个先锋盗鼓的老道士 还有一名二十多岁 眼神严肃 如怒目金刚的和尚 而另一个就更是重量极了 穿着一套西式罗里塔长裙 相貌美丽举止优雅的少女 这三个人正坐在房间的一张桌上 若是我拿出这个三代衣 小和尚 你又如何应对 平僧就只能寄出法宝了 队长你小心了 王炸 我赢了 最后结果 这场战斗的是那名少女 李穆涵感觉眼睛有些湿润 真的 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 感觉都崩塌了 你们这到底是特管局 还是德云社啊 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师父 师父 少女跑到那老道士面前 拽着她的胳膊摇晃 小玲珑别闹 师父给你表演一个绝地翻盘 我都王炸了 您还搁这翻盘呢 操着一口东北口的外国少女 挑衅地看着老道士 两位是否没把平僧放在眼里 阿弥陀佛 且看平僧 之后的对局 又持续了十分钟左右 最后的胜利 依然属于那位外国女士 她微笑着 从老道士和少年和尚 手中接过了钱 之后才看向了门口 这位小朋友是 谢谢你啊 你是我进门之后 第一个注意到我存在的 李慕涵欲哭无泪 而那带着李慕涵进来的少女 本来是想介绍李慕涵的 结果被他师父拉着 也开始挽起了牌 现在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的任务 啊 师父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的 邻居说的人过来了 老道士刚输了钱 一脸的不满 他抬眼看了看李慕涵 销售的颧骨和深陷的眼眶 让李慕涵感觉 这老道士下一秒 就要架和西去了一般 嘿 哪有什么人 我只看到了一只邪魔外道 但老道士说的这句话 却让李慕涵有点诧异了 他似乎一眼就看出了 自己身体里寄宿着恶魔 那和尚倒是彬彬有礼 他起身 双手合十 对着李慕涵拜了一拜 啊 弥陀佛 这位施主 就是第七小队的队长李慕涵吗 大师你好 李慕涵学着和尚的样子 双手合十拜了一拜 行了行了 钱也输了 人也到了 这排就玩到这了 老道士拿起一旁的浮尘 轻轻一扫 桌上的扑克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玲瓏 去 泡上一壶好茶 该谈正事了 娇小的道袍少女 一蹦一跳地离开了房间 不一会儿 就见他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摆上了一壶热气腾腾的香茶 与四个杯子 愣着干嘛 过来坐呀李队长 老道士再次一甩浮尘 一把椅子 突然出现在了李慕涵的身前 这可真是神奇 李慕涵挠着头坐在了椅子上 心里想着老道士 以前是变戏法的 您还是叫我李慕涵吧 您这个语气叫我 我觉得自己像个日本人 首先 感谢你能来支援我们第九小队 如你所见 整座翠微山都属于超自然管理科 而第九小队 也是超自然管理科的主力小队 老道士一缕胡须 如果不是看到他刚才打牌的模样 李慕涵还真的会以为 这是一个得到高人 而平道正是第九小队的队长 玄黄道人 黄自在 阿弥陀佛 平僧法号重亚 俗名沙漏 李慕涵一口茶喝进去 您在队伍里一定是前排突击手吧 重亚眉头一挑 看着李慕涵眼神多了一丝敬畏 施主是如何看出来的 没错 我的确是担当的金刚扶摸的众人 因为你都进场了 当然要出中亚杀漏 李慕涵没把这句话说出口 毕竟这大师看着虽然一点正气 可刚才在打牌的时候 那杀气是蹭蹭蹭的往外貌 本以为第七小队已经是高手了 没想到这第九小队更是卧虎藏龙 霍天那小玩儿 真的杀了一只霍乱一类 一提到霍天 李慕涵的眼神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 单枪匹马 七 这么爱成能 结果现在命都丢了 真是笑死人了 李慕涵瞬间有些生气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但在他看到那一只吊锒铛的 黄字在脸上露出了一丝落寞之后 李慕涵将本来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阿弥陀佛 霍天队长乃人中好减 对啊 黄道长 人家霍队长可是单枪匹马 斩杀了一只霍乱级的义类 被仲亚和尚 还有那穿着时髦的外国女人这么一说 黄道长瞬间不高兴了 行了行了 别吹牛逼了 赶紧说正事吧 这次让你过来帮忙 也是无可奈何 现在超自然管理科能用的人手都在这了 其他几只小队呢 李慕涵记得 林泽说过 超自然管理科旗下有五只小队 第九小队是王牌小队 但其他小队 应该也没捞到上不了台面吧 你以为这特管局战斗成员 是菜市场买菜吗 咦 抓一大把 黄字再白了李慕涵一眼 李慕涵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赶紧解释 抱歉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主要是我看第七小队 全都是战斗成员 所以 李慕涵这句话刚说出口 黄字再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真不愧是本部出来的 口气就是不一样 你第七小队是本部的小队 就算是本部垫底 那也是本部的 咱们可比不上你们家大业大的 超自然管理科 只有第九小队是战斗小队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明消消气 李慕涵苦笑着赔礼道歉 真是个让人火大的娃娃 黄字再一甩大秀 换了个姿势坐下 猛喝了一口茶之后 才平复了心情 李慕涵赶紧先暂时扯开话题 各位 各位 我现在只知道 这位黄道长和这位金生 重压大师的名讳 你们两位可否介绍一下 少女听到要介绍自己 立刻开心地抬起了手 我 我 我先来 看着他蹦蹦跳跳的样子 李慕涵顿时觉得 这孩子 真是太活泼了 平道月玲珑 道号玉龙道人 就见他学着自己师父的模样 摇头晃脑 爆出了名号 都和你说了你先不够格 哪来的道号 给我好好介绍 黄字再抬手 就朝着月玲珑的脑袋上拍了一下 小姑娘撅着嘴 嘟咬了几句之后 继续看着李慕涵说道 我叫月玲珑 十四岁 是特管局超自然管理科 第九小队的实习队员 李慕涵微笑着 朝他伸出了手 很高兴认识你 玲珑妹妹 可这小姑娘却没有伸手 而是把脑袋凑过去嗅了嗅 嗯啊 有好重的血腥气啊 而且还有一股僵尸的味道 不对 是狼的气息 等等 怎么还有一种没闻到过的怪味 啊 僵 僵尸 蝙蝠 狼 啥 李慕涵都梦了 怎么听着妹子一说 自己身体里就好像有个动物园一样 啪 而后月玲珑的脑袋又被皇子再拍了一下 什么僵尸 那是血族 毕竟他的担保人是那只天灾级的血族吗 说话的是那名一只无嘴头笑的外国少女 他一头淡金色的长发戴着一丝微卷 相貌五官都齐聚抑郁风情 尤其是那一双宝蓝色的眼珠 如同一落时间的蓝宝石一般璀璨夺目 到我了 我的名字叫沙夏 沙夏克拉斯德 如你所见 我并非华夏人 而是东欧特管局外拍到华夏来进行交换学习的成员 而我的本职是一名占星术士 倒是 和尚凑在一起其实并不算有多罕见 可这插进来一个占星术士 李穆罕有种地铁老大爷看手机的感觉 你 你好 女士 他学着电视里那样和沙夏打着招呼 对方却笑意更浓 你真可爱 好了 现在也介绍完了 你还有啥想问的没有 没有的话 我要开始说任务了 皇子在道长作为这只小队的主心骨 同时也是翠威山真武道观的道长 自身更是道家血脉一脉相承 可以说是真正的道法大家 此时 他看着李穆罕的眼神也和刚才有些不太一样了 就仿佛是透过李穆罕的外表 在盯着他体内的恶魔之力 这让李穆罕有些汗毛倒数 要知道 这些人并不是异类 都是普通人 虽然是战斗人员 但这种压迫比那只霍乱级的侠骨还要强大 我倒是真有一个问题 黄道长 李穆罕慢慢抬起了手 这里不是学校 要发言你就说 黄自在不耐烦的抖着腿 他的先锋倒鼓形象连十分钟都没有维持住 现在又成了一个老赌棍的样子了 我听邻居说 你们的一类队员出了事 所以才让我来顶替一下 我想请问 他是在战斗中受伤了吗 听完李穆罕的话 几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月灵龙抢着开口道 我来回答 我来回答 你回答个屁 而且要说话先举手 黄自在又是一巴掌拍在小女孩后脑上 李穆罕不禁感叹 这位师傅可真是双标 阿弥陀佛 李施主问这个问题 是否是担心任务太过于危险 老实说是的 毕竟超自然什么的 我其实并不懂 你们应该也知道 我是属于混沌级的异类 本身并不是很强 黄自在嗤笑一声 拿起旁边的茶杯一饮而尽之后 故意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当多么牛逼呢 本不当成个宝贝 还给了个队长的位置 结果这么怂啊 李穆罕也没生气 他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 这位皇道长先不说有没有本事 他的性格似乎就是这样大大咧咧 有一种老顽童的感觉 阿弥陀佛 还是我来说吧 似乎是为了打圆场 众亚插嘴说道 李施主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实不相瞒 我们的异类队员 的确是受了伤 李穆罕顿时觉得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了 既然能伤到超自然管理科王排部队的异类 那这麻烦可大了 只靠自己一个支援就能解决吗 但和尚立刻又补了一句 但不是因为任务 而是一些别的 很复杂的原因 阿弥陀佛 这下李穆罕有些梦了 没等他细想 那异国少女沙夏 接过话察说道 其实我也是刚来华夏特管局不久 也就半年左右 为的也是帮助天海师特管局 解决这起事件 沙夏微笑着说道 他隶属于东欧特管局 是作为外籍支援者 专门为了这件事而来 很惭愧 我学一步精 没法帮助第九小队解决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事件竟然如此棘手 李穆罕也愈发好奇 最后皇子再冷哼一声道 哼 不过是一只阴险狡诈的异类 盘踞在一处鼓楼当中 拘禁圣魂作为人质 让我们没法出手罢了 沙施主已经帮我们 定位了那只异类的位置 我们一共进行过三次行动 每次都因为圣魂太多 而被迫撤退 大师 您可以直接叫我杀下 好的 沙施主 圣魂如此厉害吗 李穆罕问道 皇子再发出了一阵 不屑一顾的吃笑 哼 修道之人 除魔未到 但那些生魂 却是无辜之人的灵魂 如果真的要出手 只怕那些生魂 都会魂飞魄散 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久久 无法拿下那古塔里的异类 看来这就是第九小队 目前遇到的困境 原来如此 李穆罕也明白了 占据了那栋鼓楼的 除了吃魅王俩 还有一只极其难缠的异类 那异类用生魂当作人质 迫使第九小队 无法进行强攻 先说好 我现在只是一只混沌级异类 所以我没有信心 能为你们的行动 带来多大的帮助 这不是谦虚 李穆罕很清楚 自己现在的实力 如果是让他对上 霍乱等级的侠国 他是没有把握获胜的 连像霍天那样 和他同归于尽 可能都做不到 您放心 那些生魂由我们来牵制 你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直冲鼓楼顶部 去收拾那只异类 黄自在继续说道 我最后一个问题 李穆罕扫了一眼 众人道 你们的异类伤得这么重吗 就不能让他和我一同出击 这样胜算会大一些 听到李穆罕 这句话 众人都沉默了 算 受伤得很重吧 沙夏苦笑着说道 还把视线放到了别处 伤得很重 嗯 众亚大师双手合十 微微低下了头 吃云姐姐受伤了吗 我怎么不知 嗯 可怜的月玲珑 好像每次一说话 就会被人拍脑门 黄自在按住了 自己徒弟的脑袋 对李穆罕说道 行了 为了让你知道 我们并不是在忽悠你 就让你亲自去看看吧 于是 李穆罕跟随着几人 来到了道观侧房镜 头的一个房间 这房间十分可爱 粉色的油漆 将房门粉饰的少女感十足 上面还挂着个 很出名玩具公仔 小玩偶举了个牌子 上面写着 请勿打扰 这 李穆罕看着这扇门 很难想象 里面究竟住了一个 什么样的异类 总之 他真的伤得很重 黄自在拍了拍 李穆罕的肩膀 你如果不信 可以自己进去看看 该进去吗 李穆罕犹豫着 最后他决定进去 如果可以说服 这位叫赤鸳的异类 和自己共同战斗 那胜算会增加许多 咽了口唾沫 李穆罕慢慢抬起了手 在碰到门的瞬间 他感觉到了一阵可怕的威压 就仿佛是有什么东西 在警告他 千万别进来 李穆罕转头又看向了几人 几人都是别过目光 沙夏还物资叹息了一声 我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毕竟任务为重 其实是狗命要紧 如果有人和自己并肩作战 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嗯 去吧 皇子再点了点头 最后拍了拍李穆罕的肩膀 李穆罕的手碰到了门把手 而后一拧 咔嚓 门开了 看着李穆罕的身影 逐渐被屋内的黑暗吞噬 直到房门咔嚓一声关上之后 扑吃 最先忍不住的还是沙夏 而后几个人 除了月灵龙 就连那大和尚 也裂开嘴角笑了出来 阿弥陀 哼哈哈 李施主 真的去找赤渊了 哎 这下有好戏看了 吓住了吓住了 皇子再撸起绣馆 就拿出了几张百元大钞 我赌这小子 撑不过五分钟 阿弥陀佛 十分钟 那我就赌三十分钟吧 月灵龙眨着大眼睛 看着三人 最后抬手说道 我觉得李穆罕哥哥 可以把赤渊姐姐带出来的 哟哟哟 小小年纪的 就要输钱了 嘿嘿嘿 今晚消费 我的小徒弟买单了 嘿嘿嘿 而此时 在黑暗之中的李穆罕 目光全集中在了前方 在房间的正中央 摆放着一个沙发 而沙发的前方 是一台电视 一抹纤细的身影 正缩在沙发上 目不转睛地 看着电视里的内容 李穆罕走近了一些 这才发现 电视里放的 竟然是一部 非常出名的日剧 看了的人都会泪流满面 呃 你好 李穆罕试着 和沙发上的人影打招呼 人影在听到 李穆罕的声音的时候 身子颤了颤 而后他慢慢回过头来 李穆罕倒吸一口凉气 他看到的 是一张绝对不输 给夏月的精致容颜 而且 这容颜 此时眼角挂泪 脸颊微红 明显是正在哭泣 这更是让李穆罕 想起了一句古诗 玉容寂寞 泪栏杆杆 梨花一枝春带雨 你是谁 那一头如瀑布般 垂于沙发上的黑色发丝 略显凌乱 但却让少女此刻 更显得有一种 如水般的温润美 他的一双淡红色的眼眸 闪动着泪花 就这样直勾勾地 看着李穆罕 嗯 你好 我 我是第七小队的队长李穆罕 现在来支援第九小队行动 听说你受伤了 所以想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受伤 对 我受伤了 伤得很深 说到这个 少女眉眼之间的泪水 如珍珠一般涌出滴落 你别哭 你先别哭 你伤到哪了 李穆罕赶紧抓起一边的纸巾 扯了几张地了过去 少女接过纸巾擦拭着眼泪 然后再次看向李穆罕 你 担心我吗 啊 我担心你啊 要是你痊愈的话 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战斗了 这样我保底 不用自己一个人抗下所有啊 你 可以过来一些吗 少女用一种祈求的眼神 看着李穆罕 李穆罕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自己 才犹豫了一秒 他眼角的泪 就又开始涌出 你 你不想靠近我 你害怕我 嗨 有啥怕的 咱俩都是一类 来吧 我看看 你伤到哪了 李穆罕狠了狠心走了过去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直接把自己吃掉吧 我的伤 少女慢慢伸出手 握住了李穆罕的手 而后将李穆罕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胸口 在这里 卧槽 李穆罕吓得想要缩回手 可少女的力气大得出奇 自己无论怎么挣扎 都动弹不了一点 为什么为什么 明明我们那么相爱 为什么他要背叛我 少女眼泪如珍珠一般低落 李穆罕却慌了神 啥情况 大妹子 你冷静点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要背叛我 等等 你说的受伤 该不会是情伤 情伤 对 此等痛苦 宛若追心刺骨 刻骨铭心 心 心口不一 李穆罕无言以对 只能无厘头一般的 开始了成语接龙 心口不一 对 他就是个心口不一的骗子 混蛋 明明说好了 和我永远在一起 为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合着你遇到渣男了 唉 渣男这种东西 每个人这辈子 都有责任遇到几个 你何必呢 他是爱我的 他明明说过 把永远爱我写进诗的结尾 但为什么 他却抛散了我结了婚 嗯 这台词好耳熟 明明对我说过 看不见我的笑就睡不着 但现在 他去 为什么 为什么 泪水滴落在李穆罕的手上 看着哭得如此梨花带雨的美少女 现在李穆罕的心里 只想骂娘 我冒昧地问您一句 吴 你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姓周 嗯 我去 原来是私生犯梦女 什么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我说把爱渐渐放下 会走更远 又何必去改变 以错过的时间 李穆罕决定以毒攻毒 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既然对方是个梦女 自己就用他的梦击败他 你 你说的话 和他好像 我应该放下药 怎么才能放下 简单 你再找一个新的不就行了 李穆罕脱口而出 而后他就看到 少女哭得有些浑浊的双眸 慢慢地变得清澈了 你你是说 世界上那么多好男人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这么漂亮 一定会遇到 只属于你的那个人 少女吸了吸鼻子 然后握着李穆罕的手 更紧了 你觉得我漂亮吗 哦呦 岂止是漂亮 简直和仙女儿似的 我打包票 妹子 就你这相貌 往大街上一站 那就是一起连环车祸 为啥 因为所有司机 都伸出头来看你了呀 简直太漂亮了 少女的脸颊有些微红 你 你叫什么名字 呃 我刚刚好像介绍过了 我叫李穆罕 少女慢慢低下了头 用一种让李穆罕 骨头都发粗的声音说道 我叫赤鱼 那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我的一切 我的世界 我的宇宙 我的爱人 李穆罕微微一愣而后 慢慢站起了身 他的手还被少女拽着 等一下 我捋一捋 你的意思是 你转移了目标 目标是我 不 这不是转移 这是真爱 我所遭遇到的一切 都是为了遇到你 只有遇到了你 我才真正感觉到了 这个世界充满了色彩 别 别 姐姐 我 我不行 我就是个孤儿 虽然这话听起来很冒昧 但这是实话 我也是 我的母亲虽然还在 但我早就不知道 她跑哪去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家人 啊 现在是下午三点 还来得及 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 我们去结婚 亲爱的 你可以之后再向我求婚 给我戒指 我们会幸福的 我们会生很多很多孩子 我爱你 赤鱼扑向了李穆罕的怀里 吓得李穆罕连滚带爬 缩到了墙角 你你 你别过来 你冷静点 你你 你咋回事啊 咋见到个人就说啊 你懂爱吗 哎 我懂啊 为什么要躲开 你不希望和我拥抱吗 男人都喜欢的吧 还是说 你 你不想 我穿着衣服 虽然很害羞 但是如果你希望在这里 我也是可以的 亲爱的 只要是为了你 我都可以 我现在就把身体给你 说完赤鸳 开始解开身上的衣服 李穆罕赶紧站起来 朝着他喊道 哎 别 住手 你知道吗 爱必须要两个人 都两情相悦才幸福 对啊 我们两情相悦 我爱你啊 但我不爱你啊 李穆罕吼出了这句话之后 整个房间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而后李穆罕感觉到了 赤鸳的身上 慢慢生腾起了一丝火苗 当他再次抬起头 看向自己的时候 那眼里的温柔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冰冷 你刚才说什么 啊 我 我的意思是 我们才刚认识 那又怎么样 我们还不了解 我已经知道你叫什么了 你也知道我叫什么了 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啊 你不爱我 但是却擅自走进我的心 你逃不掉的 李穆罕 你注定是我的人 说完 赤鸳轻轻一勾手指 李穆罕的身边 立刻窜起了一道火焰 火焰逼迫着李穆罕 不断朝着赤鸳前进 别 姐姐 有话好好说 我其实有喜欢的人了 原来 你背叛了我 你明明和我相爱 却又擅自移情别恋 你 我受不了了 李穆罕疯了一般 转身就撞开了房门 非也是地逃走了 碰 黄自在正贴在门口偷听 这一撞 直接把他撞得鼻血飞溅 而后就看到李穆罕连滚带爬 从屋子里逃了出来 哎 大兄弟 这么急去哪啊 黄自在捂住鼻子 丝毫不顾及鼻血横流 还带着猥琐的笑容 看着李穆罕逃走的背影 你逃不掉的 你注定是我的人 下一秒 赤鸢的身影 也从四人眼前一闪而过 追着李穆罕而去 强强是小玲珑赢了 月玲珑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 怎么就你赢了 黄自在很不爽地问道 我读李穆罕哥哥 可以把赤鸢姐姐带出来 你们看 赤鸢姐姐现在心情多好啊 还在和李穆罕哥哥玩游戏 嗯 小玲珑 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其实不叫玩游戏 杀下捂着脸 有些难以启齿 反正 赤鸢姐姐已经出来了 你们给钱 去你的 小财面 行了 你们两个 给钱 我是他师父 我来负责帮他保管 师父 你怎么这样 太过分了 李穆罕猛捶着桌子 他被赤鸢追着跑了一个多小时 从特管局内部 追到了翠微山外 最后还发动了戒语 却还是被这只古怪的异类 直接按翻在了地上 你喜欢这样 你喜欢这样 我也喜欢 我会折磨你 让你在痛苦之中 感受人间极乐 不是 我不是抖M 求你了 姐姐 哎呀 住手 别扒拉我裤子 如果不是超自然管理科的人 全体出动就出了李穆罕 只怕李穆罕就要在翠微山情人崖上 被迫失身了 李施主 息怒 这不是没出事吗 大和尚仲亚 一边安慰着 李穆罕一边 替他倒上了一杯茶 就是 你小子还摸了我们小吃鸢的胸口 你瞎叫唤啥 得了便宜还卖乖 老道士皇子在 一脸坏笑地看着李穆罕 似乎是还想继续逗逗他 李穆罕欲哭无泪 就在这时候 门开了 沙夏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人 在看到那人的时候 李穆罕吓得一下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他 他怎么又来了 沙夏身后正是赤渊 对不起 但此刻的赤渊 显得很没精神 而且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一直躲在沙夏的身后 不敢和李穆罕对视 是 是我冒犯了 他这是 李穆罕看着现在的赤渊 完全无法把他和刚才那个疯狂追了自己 几座山头的病骄 联系在一起 小赤渊的精神不太稳定 特管局也在定期 给他进行治疗 一旦遭受到刺激 就会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沙夏慢慢将身后的赤渊 推到前面来 让他面对着李穆罕 真的 对不起 嗯 算了 反正也没说什么事 之后 李穆罕从几人口中了解到 赤渊的本体 是众鸣鸟的后裔 众鸣鸟是华夏古代的一种神鸟 因为双目重铜 所以叫众鸣鸟 传说中 此鸟力气极大 能搬山填海 也能驱逐妖邪猛兽 所以 被古代人当作驱邪镇宅的神鸟 可随着时代发展 已经越来越少人知道这种神鸟 它也逐渐销声匿迹 而赤渊 就是众鸣鸟留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孩子 它一开始很害怕人类 后来慢慢在观察中 觉得人类很有趣 开始主动接触人类 并将自己也化作了人类的模样 它协助人类 抵御邪碎 抗击天灾 但每每都因为展现出的神力 而被当作是怪物 不得已 它只能不断改变栖息地 最后被特管局的林泽发现 听到这里 李穆罕感觉 这林泽就像是在玩宝可梦一样 到处招揽异类和人才 简直可以说是优秀的H代表人物了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式 林泽将这神鸟的后裔 带回了天海式特管局 并且因为其独特的驱邪神力 而被归到了超自然管理科 可赤渊被人类背叛了太多次 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究竟应该去爱人类 还是害怕人类 他不想人类受到伤害 但也不想被人类所伤害 逐渐的 他的情绪越来越扭曲 只能将感情寄托在一些常人 看来很离谱的事情 就比如 李穆罕刚才从他口中听到的那些 将某个著名歌手 当作自己恋人的笑话 即便是现在 我也不 觉得赤渊已经做好了 前往这次任务的准备 沙夏最后做出了总结 真的很抱歉 大家 赤渊的双手也在身前拽着裙摆 似乎十分愧疚的样子 超自然管理科已经定好了作战计划 就在今晚 不能再耽误了 那座鼓楼所释放出的煞气越来越重 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了 黄自在说道 看着这群人在自己面前讨论 李穆罕叹了口气 举起手说道 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的 放心吧 虽然没有赤渊小姐这么强大 但我也算是有战斗力的 李穆罕笑着说道 而他没发现 此时赤渊看着李穆罕的眼睛里 已经开始冒爱心了 小子 就是这种觉悟 我喜欢 现在 你总算是对得起 对你那死去的霍天队长了 每每想到霍天 李穆罕的内心 还是会一阵唏嘘 但很快 众人就将话题扯到了正题 开始探讨起了今晚的行动 今晚的行动 超自然研究科会出动三支小队 第九小队 第十小队 第十一小队 而我们是唯一的主力 其余两支小队 没有战斗成员 所以只能替我们 在鼓楼附近布置介余赤令 所谓介余赤令 李穆罕现在也明白了 是特管局科学理事会员 发出的又一个神奇的东西 在布下介余赤令之后 整个区域都会如同复制粘贴一般 从这个位面独立出去 除了目标物以外 其余普通人 不会受到任何干预 这也是特管局 一直以来各种行动 都没有被人发现的原因之一 至于李队长 你的任务很明确 黄自在抬起扶尘 轻轻一扫桌面 那桌面立刻像是全息投影 把那狗娘养的给绊了 李穆罕点了点头 这虽然不是第一次执行任务了 但这次任务明显和上一次不一样 上次的侠国是霍天单枪匹马干掉的 李穆罕只是最后补了刀 可以说是很轻松了 可现在这次 他将直面一只 比起侠国来说丝毫不逊色的一类 并不是他有多强 而是他太过狡猾 总是能让特管局无功而返 我尽力而为 会议结束之后 月灵龙突然抬起了手 师父 会议结束了 我可以问我的问题了吗 你又有啥问题 小孩子就赶紧滚回家写作业 师父 我就是很好奇 为什么赤鸢姐姐看到李穆罕哥哥 就会变得奇怪 但是当时他看到你 还有仲压大师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阿弥陀佛 黄自在的脸色不好看了 仲压也是 为什么呢 月灵龙还在追问 可能 因为维师气场太强大了吧 可能是因为贫僧不敬女色 所以 但最后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赤鸢本人 他有些害羞地瞄了几眼李穆罕 而后低声说了一句 让黄自在和仲压大师崩溃的话 我 我是严控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李穆罕跟随着黄自在等人 前往郊区的鼓楼 那座鼓楼 住立在一片平房之中 仿佛一世独立的灯塔 只有那些精雕细琢的外栏与屋檐 还在诉说着他曾经的辉煌 但现在 只剩下了阴森诡异的气息 李穆罕是听到过这座鼓楼的传说的 罗阳就告诉过自己 晚上千万别来这附近瞎晃悠 这鼓楼晚上闹鬼 闹得特别凶 当年市政府想要拆除这座鼓楼 每次施工就会出事 不是工人摔到腿 就是挖掘机报废 因此 这座鼓楼也被当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啊 胡扯 那些都是我们做的 黄自在躺在车子的后座 听着李穆罕说起这鼓楼的传说 突然不屑地插嘴道 你想想 要真让那些人把这楼推了 里面的东西不就全跑出来了 这天还是还要不要了 原来 那些灵异事件是你们搞的呀 也不全是 这附近原本也有一些住家和商店 但一到晚上 就会闹出各种各样可怕的事 久而久之 这附近就完全荒废了 阿弥陀佛 这也说明 那些东西 已经逐渐不满足这座鼓楼了 他想要更大的地盘 所以 今晚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切 因为行动定在晚上12点 所以此刻李穆罕跟随着第九小队的成员 在塔楼附近做着准备 而这也是李穆罕 第一次看到特管局的大型行动 和第七小队的小规模 渗透解救人质不同 超自然管理科 这一次对解决这件事 是势在必行 附近几个郊区已经尽数戒严 十多辆特管局 经过伪装的大巴车 驶入了塔楼附近的空地 李穆罕看到 从车上下来的 几乎是青一色的和尚和道士 他知道 这些和尚道士 与战斗人员不一样 他们不具备这样 直接面对异类的战斗能力 他们靠的更多的是 老祖宗所流传下来的神秘智慧 夏月没有跟随李穆罕一起前来 听说这是林泽的要求 也总该让李穆罕 习惯一下特管局的工作流程 都当队长的人了 不能每次出了事 就让夏月来给他擦屁股 而且 林泽在电话里 偷偷透露给李穆罕 夏月现在的情况很特殊 他因为几百年没有吸食过鲜血 力量已经严重退化 要恢复到全盛时期 只怕是需要花费不少日子 为此 林泽还特别报批了一笔营养费给李穆罕 用作他 每天给夏月提供鲜血的报酬 一个月一万 是我的血太值钱了 还是这特管局太有钱了 李穆罕拿着手机 看着自己银行的存款 光这半个月 他就入账了好几万 本以为请顾若曦的父母 吃饭会花个几万 但没想到林泽全额给报销了 除去夏月的日常开销和买的衣服 现在他的卡里余额还剩两万 看着卡里的钱 李穆罕叹了口气 他现在再也不会有第一次拿到钱那种 这钱来得太轻松的想法了 因为他亲眼见到了霍天队长的牺牲 不管是霍天 还是特管局的其他成员 他们都是在和人类 几乎无法抗衡的一类所斗争 白天的时候 沙夏告诉李穆罕 东欧特管局的情况更加严峻 因为华夏特管局里 有着许多充满了智慧 并且愿意站在人类这边的强大一类 外国的情况则不一样 大多数一类 强大又邪恶 他们游戏人间 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事实上 华夏特管局 可以说是在管理一类方面 做得最好的国家了 李穆罕不禁感叹 华夏地大物博且强大的一类 多为有灵质 且具备智慧的生物 能分辨得出善恶 比起混沌又邪恶的人间炼狱 他们也许更愿意帮助人类 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度 阿弥陀佛 施主 您这个闪简直就如同残疾人操作出来的一样 一间小平房里 第九小队的众人都在此处做着准备 大和尚仲亚 正在用手机和人激情对战 虽然不知道他的队友是谁 但听他说的话和严肃的表情 明显让他很不满意 阿弥陀佛 施主 出家人不打狂语 您就不适合玩这游戏 就您这高位截坛呢 操作我都怕施主 您在操作的时候 癫痫发作一口气上不来背过气去 您还是放下手机立地成佛吧 哦 不对 我佛不度傻X 李穆罕无言以对 这出家人不仅游戏影很重 而且嘴特别臭 哎呦 小妹妹 我真是道士 而且是翠微山武装官的道长 我看你朋友圈照片 有大兄 大兄之兆啊 我看和你有缘 要不咱俩见个面 吃个饭 让频道给你好好参透参透 而躺在房间 角落一张长椅上的黄字 在道长则是一边翘着腿 一边和不知道从哪家的妹子 聊着微信 这意图太明显了 不是骗钱 就是骗色啊 只有沙夏 似乎是在认真做着准备 他坐在一张桌子前 桌上摆放着一副塔罗牌 李沐韩觉得比较有趣 就靠过去坐在他对面 看他在做什么 都坐下了 要我帮你看他吗 沙夏抬头 微笑着看向李沐韩 他的年纪比李沐韩要稍大一些 所以李沐韩也叫他沙夏姐 沙夏姐 对不起啊 我不太信这个 不相信玄学 还是不相信命运 嗯 就是 我 李沐韩挠了挠头 觉得话说太直白 不太礼貌 于是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只是苦笑 来吧 就当陪姐姐姐姐们 那行吧 我没玩过这个 要怎么做呢 抽三张牌吧 沙夏的手极其灵活 塔罗在他手指之间 就仿佛是有生命律动一般 很快 一叠牌就摆放在了桌上 随便抽吗 是的 但是 在抽的时候 想着你最想知道的问题 沙夏双手交叠拖着下巴 看向李沐韩 似乎从李沐韩的眼中 看透了他的内心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想到的 竟然是他 李沐韩的脑子里 浮现出了 夏月独自坐在公园鞦韆上 眼神空洞的样子 那是他们的初次相遇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 李沐韩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现在夏月和他住在一起 并且成为了他名誉上的担保人 但之后呢 现在他加入了特管局 也算是有夏月一份功劳 可之后会怎么样呢 他们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处 而这一切 仿佛都被对面的沙夏看在了眼里 他脸上的笑容更加温和 轻轻抬手 抚着李沐韩的手背 不要紧张 遵从你的内心 李沐韩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还真有点紧张了 明明自己不信这些西洋玩意儿的 他没怎么选 随手选了三张牌 沙夏按顺序将牌按阵位 摆放成了三角形 接着他翻开了第一张牌 倒掉人 阵位 代表着牺牲 你所期盼的事情 必定会让你付出一些代价 但同时也告诫你 付出才能有收获 截至 逆位 代表进化 你和夏小姐都处于一个治疗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不会很顺利 但你的某些举动参与 会让这个过程产生巨大的变化 听了沙夏的话 李沐寒觉得这真的就是一场忽悠而已了 这些话对谁说都可以 但突然他觉得不对劲了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 塔罗会告诉我一切 你在接触这些牌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你所想问的一切 沙夏姐 你忽悠我呢吧 信则有 不信则无 这是你们华夏国的一句古话 还有一句话 叫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对吗 李沐寒尴尬地笑了笑 既然都玩到这儿了 他也不好扫对方的心 于是对沙夏说道 沙夏姐 麻烦您赶紧翻开最后一张 我想看看结局 沙夏的手慢慢接触到了最后一张 但却没有翻开 他慢慢地叹了口气 脸上带着一抹无奈的微笑 看来快到时间了 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黄自在翻身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大和尚重压 也收起了手机 已经十二点了 要开始行动了 沙夏微笑着 看向李沐寒 无奈 李沐寒只好站起身 跟着黄自在走出了屋子 等几人都离开后 沙夏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真是有意思 我看不到他们二人的未来 这可真是砸了自己的招牌了 他翻开了最后的那张牌 毁灭 逆味 夜晚十二点的塔楼附近 阴风阵阵 李沐寒甚至能听到 那塔楼隐约之间 传来了某种诡异的哭声 看来这些家伙非常活跃啊 黄自在捋了捋胡须 一抖长袖 拿出了一个对讲机 对那些已经按照某种阵图方位 各自就位的道士和和尚们说道 各位 都就位了吧 今晚很重要啊 我告诉你们 千万不能掉链子 众鸣鸟是最后的压制手段 如果我们还有那 亲爱的李大队长都失败了 才能动用众鸣鸟 李沐寒知道 所谓的外源指的是自己 但是这个李大队长 真的怎么听怎么为何啊 尤其是从黄自在那 猥琐的嘴里说出来 就更奇怪了 这么想着 他看向了一旁的赤鸳 发现对方依旧有些胆怯 畏畏缩缩在沙下的身后 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这座塔楼所禁锢的 不仅仅是邪碎 还有一些无辜之人的亡魂 他们的灵魂被锁在了塔楼里 被塔顶的一类压迫和驱使 众亚似乎看出来了李沐寒的疑惑 他双手合十 对着塔楼拜了一拜后 接着说道 而虫鸣鸟的力量 代表着强大的振邪之力 这种力量不分善恶 上一次的镇压 已经让塔楼里许多的无辜亡魂 永世不得超生 这是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想再看到的事 所以就需要我来解决那个源头 我先问一句啊 各位大师 李沐寒一边将手枪别在腰间 一边看向了其他人 他此刻穿着的是一件带背带的西装 这是特管局给他提供的 便于携带武器的服装 脱掉外套之后 只穿着衬衣和背带西装裤的李沐寒 身材相当惹眼 连沙下看到都不禁低声轻笑了几句 也难怪赤员会对李沐寒直接一见钟情 而后他又背起了长条背包 里面装着的正是霍天的那把浮江镇摩 我解决了那一类的话 是不是塔里的邪碎就会直接失控 是的 黄自在说道 虽然那恶魔不停从邪碎里吸收力量 但也算是将所有的邪碎都集中在了一起 如果那恶魔突然消失 这些继续了还几百年的怨气 可能会将整个天海事移为平地 那咱们干嘛要这样做呢 其实那东西好像也没有作恶吧 李沐寒问出这句话就知道说错话了 但黄自再只是冷笑了一声说道 在咱们华下 自古正邪不量力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放心 你以为今天来这么多人是做什么的 见过往生大镇吗 李沐寒摇了摇头 黄自在一缕胡须 斜着眼带着一抹猥琐的笑容 看向李沐寒说道 那你今天可有眼福了 你只管去找那只砸碎 剩下的我们来做 李沐寒还没来得及多想 突然感觉到了身后有一种视线 他猛地转身朝着视线看去 就见一件早已无人的小屋外墙角 一个脑袋正探出头来观察自己 在看到自己发现了他之后 那脑袋立刻又缩了回去 隔了一会儿 半张脸又叹了出来 仿佛很舍不得离开李沐寒的视线一般 赤渊 李沐寒看着躲在墙角 偷看自己的赤渊有些疑惑 他应该是要和李施主说些什么 你先去吧 距离准备就绪应该还要十多分钟 大和尚仲亚朝着李沐寒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李沐寒知道这赤渊性情古怪 并不是他的错 而是因为遭受了人类太多的背叛 但他又打从心底里爱着人类 所以已经有些扭曲了 对赤渊 他是有些同情的 要知道 被人类伤害过无数次之后 他竟然仍然愿意加入特管局帮助人类 这究竟要有多么深沉的爱才能做得到 于是他点了点头 至少为了他的这种爱 李沐寒也会听听他想说什么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走到墙边 看着站在前边 双手交叠在身前 有些不知所措的赤渊说道 那个 那个 就是 我也很想和你一起战斗 我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明白 李沐寒知道 他的爱是大爱 对每个人类无差别的大爱 只不过现在的赤渊 已经分不清这些了 他以为自己深爱李沐寒 以为李沐寒是自己的一切 但这种盲目 只不过是因为李沐寒恰好说出了他最想听的话 也许换个人也可以 哦 皇子再不行 大和尚也不行 毕竟赤渊有些严控 我以前是 可以控制力量的 但现在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己的力量总是不受控制 总是会去伤害那些我所爱着的人 说到这里 赤渊立刻又红着脸 对李沐寒补充了一句 啊 但是我最爱的是你 你是特别的 没事 黄道长他们和我说过了 你的情况很特殊 谢谢你的 李姐 我 我可以报答你 我可以表达歉意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做任何事 啊 哎 你你 你现在就要 在这里 可是马上就要出发了 好吧 虽然我没有经验 但是 我会努力满足你 毛线啊 似曾相识 夏月第一次来 自己家 也是这状态 你们这些一类美少女 是不是都有被迫害妄想啊 李沐寒一把按住了赤渊的肩膀 听我说你不用补偿我或者报答我 你只用答应我一件事 我愿意 赤渊认真地看着李沐寒 眼神里满是真切和期待 不是 我没向你求婚 哦 赤渊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 那是什么事 如果我失手了 没能干掉那只一类 你得替我善后 赤渊呆呆地看着李沐寒 明明自己什么都愿意做 他却拜托自己这么理所当然的事 就算你不说 我也 我的意思是 我的力量可能会暴走无法控制 如果真的我被逼到了那种地步 我怕我会伤害到特管局的人 所以 你必须要在那之前杀了我 赤渊愣住了 他在说什么 不是求婚 也不是想要自己的身体 而是在祈求自己 杀了他 泪水在不经意间 已经爬满了赤渊的脸颊 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内心涌起了无数复杂的感情 其中最强烈的 是他曾经对于人类那种最真挚 也是最纯粹的爱 我答应你 实际一到 黄自在站在塔楼前方 此时塔楼的四周 已经按照特有的方位指示 分别布下了超自然管理科的各路人马 虽然李穆涵还看到几个穿着西装 明显看上去像是领导的人 但黄自在就是今天的总指挥 此时的他 脸上没有了之前那种见兮兮的感觉 就见他猛的一甩扶尘 素白的扶尘在半空中一抖 发出了啪的一声 开门 结阵 待他一声令下 李穆涵就听着塔楼 不对 是整个街区都被笼罩在了一种佛音之中 无数的和尚双手合十 盘腿在地面送着经文 这经文本应是让人感觉心神宁静的 可李穆涵却觉得无比刺耳 他按住额头 努力抑制住那种恶心感 一种莫名的愤怒 从他的内心不断涌出 就在这时候 一只手轻轻握住了李穆涵的手臂 不要担心 赤渊握着李穆涵的手 一股温热的气息顺着他的手掌 传到了李穆涵的身体里 这股力量让李穆涵觉得无比平静 就仿佛是这力量 帮他压制住了体内的躁动 你做了什么 李穆涵疑惑地看着赤渊 赤渊微微低着头 脸还有些红 似乎不是很敢面对李穆涵 我会帮你压制体内恶魔之力的躁动 赤渊说出这句话之后 李穆涵明白了 佛经对人的确有平心静气的作用 但对他体内的巴尔来说 那简直就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噪音 谢谢 李穆涵谢过了赤渊 随后穿上了西装外套 这件西装外套也是经过特管局特制 具有防弹防割的作用 也能抵御一些爆炸的冲击 可现在面对的是 不能用常识去理解的灵魂 一个月之前 如果告诉李穆涵 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还有恶魔 他肯定会一笑置之 然后和说这话的人保持距离 但现在呢 他即将要进入一栋满是鬼魂的塔楼 这塔楼的顶端还有一只异类 这玩笑开得可真大 小子 根据林泽的指示 在任务行动前 你需要给你的担保人报告信息 得到了他的允许你才能出击 黄子在捋着胡须对李穆涵说道 李穆涵点了点头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夏月的电话 电话没一秒就被接听起来 那边的夏月声音明显有些交集 这血族少女 对大部分时都不太会表露自己的感情 唯独对李穆涵例外 结束了吗 结束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嗯 还没开始 哦 少女的声音有些失落 我现在需要得到你的授权 怎么搞得你和我家长一样 我如果不同意 你会现在回来吗 夏月认真点 李穆涵的语气严肃了一些 就听夏月叹息了一声之后说道 嗯 我授权 亲爱的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没想到赤鸳这时候 突然在旁边插了一句嘴 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但电话那头的夏月沉默了 沉默了半晌之后 再次开口说话 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冷淡 你旁边是谁 呃 就是第九特管局的一类队员 把电话给他 李穆涵明白 一般这种语气的夏月 说话不能忤逆 于是他立刻将电话给了赤鸳 火鸡 你给我离他远点 不可以哦 我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 这也是我的工作 赤鸳一边用手指 搅着自己的长发 一边故意用阴阳怪气的声音说道 你不想变成死鸡 就少给我打他的主意 嗯 为什么 他和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你不就是他的担保人吗 我也可以啊 虽然我不是天灾集 但我也算是华夏国的神兽 怎么也不见得输给你吧 你 李穆涵赶紧将电话抢了过来 你胡说啥呢 我又不是见到个女的就会和别人搞好关系 夏月用一声冷哼回答了李穆涵的话 我还是过来吧 我不放心你 我的意思是 我不放心你这次的任务 行了 我也不是什么小孩子 你也不是我家长 你就安心在家待着 总不能我每次做任务 你都要跟 这吧 李穆涵用安抚的语气对夏月说道 等我给你带早饭回来 我要吃麦满分 行 你在家等着 挂了电话之后 李穆涵发现赤鸳正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看着他 果然 我还是多余的吗 你果然不会选择我吗 嗨嗨 正常点 齿鸳 现在做任务呢 一旁的皇子再看不下去了 打着哈欠说道 你还知道要做任务啊 你拿到许可没有 李穆涵赶紧陪着笑对皇子再点了点头 嗯 我的担保人已经应允了 好 小玲珑 准备起站 皇子再大喝一声 而后就见不远处的可爱少女月玲珑 手中拿着两面令旗 知道了师父 而后就见少女踏着钢布 手中旗子随着步伐挥舞 与此同时 所有已经站好阵位的道士们跟随旗帜 一同踏出了钢布 钩尘一已落位 大阵开启 就在这瞬间 李穆涵发现 鼓楼所在的街区上方 原本密布的阴云突然急速扩散 就如同被人捅了一个窟窿一般 沙夏站在黑夜之下 在云层破开之后 他抽出了一张塔罗牌 而后看向天空 用所有人都听不懂的古语 念诵出了咒语 钩尘一 见证璀璨吧 塔罗释放出了淡蓝色的光芒 沙夏将整幅塔罗牌 洒向天空 这些牌 如同有生命弥散在半空之中 而天空之中耀眼夺目的繁星 也于天空之中突然显现 大阵已成 嘎吱 同时 那古朴的塔罗大门上 贴着的道符与金纹 也开始闪烁出金色的光芒 随后道符破裂 金纹消散 大门敞开 也就在这一瞬间 无数的冤魂和厉鬼 都从门内涌了出来 他们嘶吼着 尖叫着 带着近乎无穷无尽的怒火 冲向了人群 就在这时会 天空之中的北极星 突然开始闪耀 而后一道大阵从天而降 几乎将整座塔罗牢牢地束缚住 这些冤魂厉鬼 也被困在气中 只能发出痛苦的嘶吼 李穆罕 你有一刻钟的时间 时间一到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会镇压整座塔罗 你们 真的妞 李穆罕早已经被这些超自然管理科的人 所做的这一切 惊得合不拢嘴了 原本就觉得 第七小队虽然做事干净利落 但却不像是一个管理异类的特管局 现在看到第九小队和超自然管理科 他服了 朝着黄自在竖起一个大拇指 他看向了那敞开的大门 听着那不断从塔楼内传来的冤魂哭号 李穆罕宁神静气 深吸了一口气 赶紧 野狗 跑起来 不要停下 上顶楼 给我咬死那只异类 李穆罕猛地冲了出去 尽量避开了那些痛苦嚎叫的冤魂 一路冲到了大门口 紧接着他转过身对着喊自己野狗的黄自在 竖起了一个中指 随后猛地撞开了塔楼的大门 所有人的声音在塔楼关闭的瞬间都被隔绝在外 李穆罕置身于一片黑暗当中 四周一片寂静 又仿佛有着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他 这种感觉让他仿佛回到了 那恶魔的歌剧院 死寂与无边无际的黑暗包裹着李穆罕 他没有被任何冤魂和厉鬼所阻挠 但也完全听不到一丁点外界的声音 就这样 他快步朝着塔楼的顶层冲去 但每上一层 李穆罕就会感觉自己的心跳正在加速 当他最终爬到塔楼顶层的时候 面前却只有一扇破破烂烂的门 在看到这扇门的时候 李穆罕整个人都待住了 因为他对这门无比的熟悉 这是他童年生活的孤儿院内孩子们房间的门 塔外 赤渊默默地注视着塔顶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注意到这一现象的黄自在有些疑惑地问道 咋了 队长 我觉得这只异类今天有点不对劲 他似乎没打算躲 嘿嘿 他能躲到哪儿去 咱们今天就是冲着端塔老窝来的 这小子打头阵 如果他没了 你就把这塔楼里所有的灵魂都给收了吧 不 他不会失败 赤渊双手交叉在胸前 似乎是在祈祷 你该不会真喜欢上那小子了吧 没戏没戏 你知道他拼头是谁吗 一只小蝙蝠而已 祸呀 口气不小啊 不愧是神兽崇明鸟的后代 皇子在飞飞笑了几声之后 也没有继续闲着 所有人都给我警醒一点 不能让任何一只灵魂出头 外围的人也给我盯紧点 别让介于赤灵出什么意外 不能让任何外界目击到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 此时的塔楼街区外围 一道若隐若现的屏障 将这个区域整体包围在了里面 一名少女正靠坐在轿车的车前盖上喝着咖啡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泽 邻居 您确定不用我们通知 皇道长您来了吗 几个超自然管理科的工作人员 恭敬地对林泽说道 通知他干嘛 他皇子在能处理好这些事 我来只是观摩一下你们平时的工作状态 很不错呀 继续努力 感谢邻居的肯定 林泽小口喝着杯子里的咖啡 眼睛看向了那座塔楼的顶部 脸上依然带着那抹谁也看不透的微笑 今天才算是你的第一道考验哦 李穆涵慢慢推开了那扇门 记仿佛在这一瞬间如同潮水一般淹没了他 同时到来的还有恐惧和愤怒 李穆涵 一名身材壮硕的女人 手里拎着棍子 看着门口站着的李穆涵 他足足有两米多高 如同一个巨人 在看到他之后 李穆涵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张 张老师 你又偷偷溜出去了 你宁愿当乞丐 也不想待在这里对吧 高大的女人一把将李穆涵拎了起来 李穆涵居然一点也不敢反抗 只能色缩着身体 任由他将自己拽到了一个小黑屋里 我明明告诉过你 今天会有赞助者来视察孤儿院 你居然敢给我溜走 你知道我今天多么难堪吗 啪 瞬间感觉又比完全麻木了 连抬都抬不起来 对 对不起 张老师 我 我饿 他的嘴不受控制地开始说话 而说出的话和记忆中的这场景一模一样 你饿 好 我让你饿 我让你饿 女人从脚下猛地抓起一只老鼠 然后狠狠将其捏死 你不是饿了吗 来 吃啊 他一把拽住了李穆涵的头发 然后将死老鼠往李穆涵的嘴里塞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房间里回荡着李穆涵的哭喊声 而此时 黑暗之中 一名少女正在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他一头黑色的长发 身穿白色的羊裙 此时看着李穆涵的眼神里满含慈爱 就在那死老鼠的半个身子 都要被塞到李穆涵的嘴里的时候 他慢慢走到了李穆涵的身边 蹲下了身子 轻轻 后面抱住了李穆涵 乖 不怕 就在这一瞬间 那高大女人的身体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周围的场景也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变得明亮且温馨 李穆涵开始趴在地上干呕 尽管他嘴里没有什么死老鼠 但这种感觉太真实了 他几乎就是真的回到了当年的孤儿院 你是谁 他擦了擦嘴角 回头看着那黑发女人 孩子 你很痛苦吗 女人担忧地看着李穆涵 李穆涵却警惕地起身朝后退了一步 是你让我看到刚才的那些东西 李穆涵问道 女人微微点了点头 而后又摇了摇头说道 那是你的记忆 不是我让你看到 是你让我看到 现在我为你驱散了那些恶梦 你就是盘踞在塔楼顶部 束缚着亡魂的异类 女人慢慢站起身 她朝着李穆涵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我只是驱散了他们痛苦的回忆 没有拘禁任何人 是他们主动留在这里的 而后女人又慢慢靠近李穆涵 轻轻抬起手 抚摸着李穆涵的脸庞 她的眼中竟然渗出了一滴泪水 而李穆涵发现自己 竟然无法挪动一步 而你 你的噩梦是如此的痛苦 孩子 我可以为你驱散噩梦 我可以让一切都变得好起来 比如这样 女人的手 慢慢触碰到了李穆涵的太阳穴 下一瞬间 李穆涵身边的场景再次转换 这一次是一间温馨的小房间 几乎就是李穆涵童年时候 梦想中的房间 她抬起手 看到自己的手和脚 都变成了孩童一般娇小 咚咚咚 这时候 屋门被轻轻敲响 穆涵 你醒了吗 这个声音 李穆涵无比熟悉 却又十分陌生 因为这个声音的主人 不应该如此温柔 啪哒 屋门被打开 果然 进屋的是张老师 但他和自己记忆中 完全不一样了 相貌美丽 举止温和优雅 脸上还带着慈爱的微笑 既然醒了 怎么不给老师开门啊 今天是福利院的祷告日 快来吧 李穆涵呆在了原地 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那个张老师 居然会这么温柔 可怜的孩子 见李穆涵没有反应 张老师慢慢蹲下身子 将李穆涵瘦弱的身躯 抱在了怀里 又梦到了父母吗 孩子 对不起 我没法 让你的父母回到身边 但老师就是你的妈妈 我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可以一个人 去面对一切 女人的身形 再次出现在了李穆涵的身边 我能感觉到你内心 此时的喜悦与平和 你喜欢这种感觉 我还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她的手再次放在了 李穆涵的太阳穴上 场景再次转变 这一次是在一间 不大却很精致的客厅里 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饭菜 李穆涵穿着西装 站在玄关门口 手里拎着公文包 老公 回来了 厨房探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李穆涵呆住了 那是顾若曦 她比自己印象中要成熟了一些 但却更美了 而且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辛苦了老公 我今天下班比较早 就为你做了一顿饭 她把李穆涵拉到饭桌边坐下 今天是你的生日 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哦 你该不会忘了吧 顾若曦带着一丝古灵精怪的微笑 看着李穆涵 发现对方还在发呆 顾若曦只好朝着房间里唤了一声 小雪 很快 房间里跑出来一个只有四五岁大的小女孩 爸爸生日快乐 可爱的小女孩 手里捧着花递给了李穆涵 愣着干嘛呀 女儿给你的礼物 赶紧拿着呀 顾若曦在一旁笑着催促道 李穆涵颤抖着伸出了手 接过了花朵 女人的身影出现在了李穆涵身旁的椅子上 她笑着看向李穆涵继续说道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以把你所有的遗憾 所有的不甘都化作现实 比如 就在女人的手即将再次触碰到李穆涵太阳穴的时候 李穆涵慢慢握住了她的手 不 够了 女人有些诧异 她疑惑地看着李穆涵 我可以每天让你体验不同的生活 全都是幸福快乐的生活 不仅仅是回忆 就像现在这样 我可以给予你曾经梦想 憧憬过的生活 李穆涵慢慢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脸上带着一丝苦涩的微笑 对啊 我都快忘了 和顾若曦结婚 成家 生一个孩子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梦想啊 那 你可以留下 你可以留在这里 我会让这一切成真 我甚至可以让你永远不老 一直体验这种生活 女人兴奋地说道 但李穆涵却只是摇了摇头 她松开女人的手 抚摸了一下自己女儿那可爱的脸颊 梦中就是梦 而且 你给我展示的梦里 并没有我想要的那个未来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为你创造 无论是什么 我都可以 有些未来 只能用自己的努力去创造 李穆涵转头看着女人 泪水慢慢滑落而下 诚然你对我的梦是如此美好 但可惜 我还有应该回去的地方 还有正在等着我的人 女人的眼神慢慢变得暗淡 表情也逐渐冰冷 是吗 你是不会被梦境所困住的人类啊 而后李穆涵感觉原本温暖的房间 开始迅速降温 她手中娇艳欲滴的花朵 再抬头顾若曦的身体 也逐渐开始化作了一句干尸 她干瘤的嘴一张一合 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你抛弃了我们 爸爸 你杀了我们 那女孩也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眼珠子 只有漆黑眼眶的怪物 下一瞬间 黑暗吞没了一切 当她再次睁眼的时候 自己已经又回到了回忆中的孤儿院 阴暗且弥漫着臭气的走廊 这才是她真正的记忆中的孤儿院 砰 砰 可怕的脚步声突然响起 与此同时 一个沙哑扭曲的声音在走廊的黑暗处嘶吼着 李穆涵 张老师 李穆涵童年的噩梦 在她的心中 也许这张老师才是真正的恶魔 很快 那庞大前扭曲的身形就出现在了李穆涵的眼前 那就像是一个由各种尸体缝合起来的怪物 臃肿而恶心 她一只手拿着斧头 另一只手拿着菜刀 踏着沉重的步伐朝着李穆涵走了过来 她的嘴里还在不断叫着李穆涵的名字 每叫一声 还会从嘴里喷出恶心的粘液 原来你在我心里一直是这种形象 张老师 李穆涵面无表情地说道 随后 女人出现在了李穆涵的身边 我可以让这一切消失 你不必去 经历这些噩梦 我可以为你创造更好的 不好意思 这个世界上有些痛苦事 必须要经历的 她面对着那越走越近的怪物 脸上却慢慢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记得有个正能量的人说过 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 怪物来到了李穆涵的身前 高高地举起了菜刀 现在还来得及 让我消除你的噩梦 求你了 女人几乎是带着哭腔 哀求李穆涵 界域展开 万雷引沙 刹那间闪过的雷光撕裂了梦境 也顺势将眼前的怪物给轰飞了出去 周围的景色开始变得扭曲 雷云开始在李穆涵的头上聚集 一道又一道的雷电劈在地面 让这空间更加不稳定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待在这里 我明明可以让你幸福 让你快乐 女人的泪水不停往下掉落 他不解地看着李穆涵的背影 李穆涵却没有搭理他 只是看着那只再次爬起来的怪物 与此同时 顾若曦的干尸和小女孩也爬了出来 他们一边发出凄厉的尖叫 一边朝着李穆涵爬了过来 是你杀了我们 是你 爸爸 爸爸不要走 李穆涵解开了背着的长条背包 扔在了地上 他的手中 此时已经握住了那把黑色糖刀的刀鞘 当他的手握住刀柄的瞬间 无数的雷电开始汇聚 随着刀身一点点被拔出 雷霆也完全附着缠绕在了刀刃之上 万雷缠身 李穆涵的瞳孔开始泛起了金色的光芒 胸前的项链吊坠也化作了面具 覆盖住了他的半张脸 刷 当扶江阵膜被完全拔出的时候 头顶也响起了一阵巨大的雷鸣之声 有些梦 该醒了 不要 求求你了 不要 不要走 女人已经跪坐在了地上 看着李穆涵的背影不断哭泣 李穆涵握紧扶江阵膜 但那三只怪物都跑到自己眼前的时候 手中缠绕着雷电的刀刃猛地斩出 雷光闪过之处 万籁俱寂 三只怪物的身体瞬间被轰杀成了残渣 以斩杀三只梦魇分身 获得梦魇的灵魂残片 目前君王巴尔的灵魂修复程度 15%已获得新的强化力量 即便在平常状态 您的速度 力量 感知力 精神力也会提高十倍 李穆涵慢慢转身 看着那还在哭泣的女人 女人此时的声音里更多的是绝望 是痛苦 是不甘 他抬头 看着李穆涵 为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活在梦中 李穆涵苦笑了一番 虽然戴着面具 女人看不到他的笑容 但他还是慢慢收刀入鞘 蹲下了身子 看着女人说道 因为人总是要向前看 他们都不用强迫自己向前 因为对他们来说 已经失去了生命 如果能永远活在梦里 那又为何要醒来呢 女人捂住脸的手慢慢放下 他那戴着泪痕的双眸 满含痛苦地看着眼前的恶魔 周围的环境开始消散 变成了一片白茫茫 看不到尽头的空间 李穆涵发现 一个又一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 开始汇聚在了女人的身边 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些泡泡 就像是在疼爱自己的孩子一般 这些事 这些都是他们的梦 女人的手轻轻张开 无数的七彩斑斓的泡沫 开始朝他身边汇聚 李穆涵似乎可以透过那些泡沫 看到无数人的人生 有人在梦境当中成就自我了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名声与财富一时之间蜂拥而至 但现实中 而选择了自我了断 留下的那一本绝笔作品 也被各种诟病 最终成为了人们的笑柄 有人在梦里呼风唤雨叱咤商界 他的一举手一台足 都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但在现实中 他却只是一个做小生意失败之后 被高利贷逼的跳楼自杀的商人 有的人在梦里一呼百应 貌若天仙 在各大影视作品里 都能担任主角 红极一时 可在现实里 他却是一名相貌普通 家庭条件困难 却因为贷款整形失败 最终自杀的可怜人 女人没有阻止李穆涵 去窥探这些梦境 他甚至想要主动 给眼前的恶魔展示更多 可李穆涵却在看了 一个又一个的泡沫之后 苦笑了一声 对女人说道 你为他们编织了这些美梦 现在成了他们往生的最大阻碍 她的表情变得慈爱 又充满了悲伤 似乎是在对李穆涵 又似乎是在对着这些泡沫说道 为什么要往生轮回再世 又会经历一切痛苦 这么多的人 又有几个能真的做到顺风顺水 梦想成真 那既然如此 何不留下 我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人生 你给不了 李穆涵轻轻拨开那些泡沫 朝着女人走了过去 别 别过来 女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他看着李穆涵 就像是看着一只怪物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这么残忍 抛下一切 你刚才所经历的那些梦境 都是 你曾经最想要的生活 为什么 为什么 李穆涵冷笑了一声 因为那是梦啊 人不能只活在梦里啊 女人身体颤抖地看着李穆涵 我不会让你 毁了这些人的梦 最终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毒 几乎是一瞬之间 那纯白色的场景 被黑暗所笼罩 而后不断有形态扭曲的怪物 开始从黑色的大地上爬出 李穆涵知道 这些就是做梦的人原本的梦境 那些不甘 绝望与痛苦 都已经被这女人 从灵魂之中抽离了出来 化作了这些怪物 你还不懂吗 李穆涵手握住刀柄 但却没有面对女人 反而是转身 看着那些怪物吼道 你帮不了他们 你这样做 是害了这些灵魂 也会影响到 现在还活着的人 不懂的是你 我明明为你 编织好了一切 但你却如此绝情 你不配 你不配拥有美好的梦境 越来越多的怪物开始聚集 李穆涵发出一阵冷笑 我的确不配拥有美好的梦境 因为我想要的一切 都在现实当中 为了那些现在还在塔罗外 帮我争取时间的人 所以我必须要打破这里的一切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我不会的 我会守护这里的一切 我会守护他们美好的梦境 女人也站起了身 然后无数的黑暗 开始包裹她的身体 女人的身体 也在黑暗之中 越发扭曲起来 最后竟然是化作了一条 巨大无比的混沌之蛇 与此同时 一阵让人胆寒的诡异声音 从那巨蛇的口中响起 界域展开 化眼露煞 顿时李穆涵感觉到 那些怪物 开始变得愈发狂暴起来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何你可以如此决绝 因为你还活着 你还拥有生命 还拥有未来 还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但你那可笑的未来 终将成为杀死你的脚锁 这里是我的事件 我的介遇 无尽的梦魇 会将你彻底吞噬 巨蛇引入了黑暗之中 那些扭曲的怪物 开始咆哮着 冲向了李穆涵 还是这样省事 李穆涵的眼神 闪过一丝金色光芒 同时 雷电开始在黑暗之中闪烁 唰的一声 伏将阵魔再次出窍 李穆涵将雷电之力 缠绕在了刀身之上 那原本便闪烁着 寒芒的伏将阵魔 此时更是显得威猛无比 面 群怪 李穆涵并不畏惧 他脚下一踏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 冲向了怪物 手中的伏将阵魔 在黑暗中 划过一道又一道的雷光 每一次碰撞 都会将一只怪物 斩成灰烬 不 不 我不甘心 我不应该失败 我是最好的 我的作品是最好的 错的是读者 是边界 是市场 是这个世界 每斩杀一只怪物 那些无尽扭曲的愤怒 和绝望的感情 便会回荡在李穆涵的身边 为什么 为什么 明明是做一样的生意 为什么别人可以成功 我却只有失败 为什么我的东西更好 他们却都不看我一眼 为什么 我不甘心 我 我也想成为明星 我也想被人关心 被人瞩目 我想成为焦点 为什么我的整容会越来越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是我 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对我如此不公 李穆涵默默无言 同时在心里承受住了 所有这些负面情绪 他的内心并没有因为 这些情绪而烦躁 只是觉得悲哀 我不会对你们的梦想 平头论足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我没有资格 但你们的这些 所有不甘心和绝望 都不应该成为 束缚你们往生的枷锁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发泄点 李穆涵站定身形 面对包围上来的怪物 浮将阵膜 突然指向了头顶 那就朝我来 把我当成万恶之源 来啊 怪物们变得更加疯狂了 近乎潮水一般的怪物 开始淹没李穆涵 可就在这时候 一丝雷光乍响 而后以李穆涵被包围的地方 为中心 无数的雷电 开始扩散开去 被雷光所触碰到的怪物 全都化作了灰烬 随着身体消散的 同时也有那些 无尽的痛苦与未尽之梦 怕大 泡沫开始一个一个碎脸 那些人处在美梦中的人 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 面对他们的失败 和已经再也没有未来的事实 雷电江西 李穆涵单膝跪在了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几乎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快要散架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随着那些泡沫 一个一个被自己击碎 那条黑暗中的巨蛇 突然冲了出来 不不不 不要再伤害他们了 巨蛇张大了嘴 一口咬向了李穆涵 少年不闪也不必让 那粗壮的恶魔尾巴 支撑着他的身体 让他不至于倒下 他双手握刀 横在身前 看着那扑面而来的黑色巨蛇 李穆涵深吸了一口气 已收割大量灵魂碎片 目前巴尔灵魂修复程度 30% 当前介遇等级已提升至 霍乱 介遇名 扶雷冥冤 介遇半径 3000米 介遇等级 霍乱 在扶雷冤之中 你除了之前的介遇之力外 还能获得新的力量 在扶雷冤之中 你的力量 速度 精神力 恢复力 专注度 提升至30倍 在扶雷冤之中 你对于雷电的掌控之力再次升级 可以将雷电化作有实体的武器 在扶雷冤之中 你可以指定一把武器作为硬 作为硬的武器 将被彻底改造成为 能承载所有雷霆之力的神器 介遇 李穆涵慢慢呼出气息 同时双眸之中的金色光芒更胜 手中的浮将阵膜也彻底改变了形态 变成了一把纯粹由雷电所组成的刀刃 扶雷冤 展开 原本充斥着雷冤的介遇 在这一瞬间陷入了沉寂 但也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而后 无数狂雷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召唤 他们汇聚成了一把又一把的利剑 闪烁着刺眼的金光 穿梭在雷云之间 当那只巨蛇席卷着黑暗与混沌 即将吞没李穆涵的那一刻 所有的利剑似乎都找到了目标 他们开始隐隐指向 那一团朝着李穆涵奔涌而去的黑暗浪潮 我会吞噬你的痛苦 我会吞噬你的绝望 我会吞噬你的生命 我会让你永远 你活在美丽的梦中 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呢 李穆涵微微叹息 所有的一切 都会沉寂于梦中 在梦里 你会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会疼你 爱你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终于 那黑暗来到了李穆涵的眼前 巨蛇张开巨口 那口中仿佛藏着一个黑洞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黑暗深渊 但李穆涵却在那深渊的最深处 看到了梦魇为他编织好的绝美梦境 在梦境之中 他可以弥补所有遗憾 所有缺失 甚至能找回自己的父母 真正过上幸福的一生 但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说 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 那这场梦该醒了 浮江阵魔再次批出 雷鸣响彻天际 所有穿梭在黑暗之中的剑锋 都朝着巨蛇刺去 万般 接斩 哄 数亿万计的雷霆撕裂者巨蛇的身躯 驱散着那些无穷无尽的黑暗 随即消散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梦境泡沫 而每一个泡沫消失都意味着一个灵魂的离去 不 不要 当那巨蛇的身躯被撕裂之后 那里的女人显露了出来 她哭泣着 嘶吼着 想要去抓住那些破碎的泡沫 不要 不要 求求你 求求你们 别走 别走 而后李穆涵便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灵魂 从那黑暗之中走出 尽管女人拼了命想抓住他们 但灵魂似乎是已经想明白了一切 大梦方醒之后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丝落寞 代表着对那破碎梦境的留恋 以及对于这一世红尘的断绝之意 谢谢你 但是 接下来的路 我们要自己走了 姐姐 谢谢你 谢谢 他们微笑着向少女道别 而后一个又一个消散在了原地 女人跪在地上 扑空了一个之后 又爬向另一个 最后 她终于紧紧攥住了一个灵魂的手 不要走 求求你 不要离开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泪水爬满了她的脸庞 但这灵魂却没有看她 只是用一种自豪的眼神 看着李穆涵 这小子很强 对吧 灵魂咧开了嘴 露出了一口 长期被烟熏之后的大黄牙 而李穆涵呢 在看到那灵魂之后 一下子就呆住了 她想冲过去 想对那灵魂说很多话 但才刚迈出一步 灵魂就慢慢抬起了手 小子 你现在有资格了 说完这句话 灵魂开始慢慢消散 不要 不要 女人彻底绝望了 就在灵魂消失的最后一瞬间 男人看着李穆涵 低声说了一句 刚才那一刀 很帅 灵魂的尘埃最终没有被女人抓住 所有的黑暗都消散了 所有的泡沫都碎裂了 所有的灵魂也都去到了 他们该去的地方 李穆涵愣地抬起头 看着灵魂消散之后的光点 眼神由悲伤化作了坚定 谢谢 队长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 李穆涵撑着疲惫的身体 收刀入鞘 步履蹒跚走到女人身边蹲下 不论是人类也要 异类也好 都不能活在梦中 你所谓的那些美好 不过是一岁的泡沫 终究只是黄粮一梦 对不起 女人衣着 此时变得破破烂烂 脸色也很苍白 她慢慢低下头 凌乱的头发 遮盖住了她的眼眸 我只是 想给所有人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里 已经是他们的终点了 对不起 也许一直被噩梦所困扰的 是我才对 说话之间 李穆涵发现 女人瘫坐的地面 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片 如同沼泽一般的黑暗 我诞生于黑暗 成长于噩梦 以痛苦为实 但我却不想带给任何人痛苦 这些人即便是死了 也在被噩梦侵扰 也在为生前的执念所困惑 所以我 B 黑暗慢慢开始拽住了女人的身体 她慢慢抬起头 哭红的眼睛 带着一丝愧疚 看着李穆涵 我才是最应该回到噩梦里的那个人 对不起 李穆涵静静地看着女人 一点点被黑暗吞没 也谢谢你 没有让我酿成大错 你会怎么样 李穆涵问道 回归噩梦 回归痛苦 这才是我诞生的初衷 也是我应该去承受的一切 一直以人类的噩梦 与痛苦为实的梦涵 却想要为人类带来一场美梦 从这个角度来说 她已经违背了梦涵的生存法则 而现在等待她的是反噬 她会去经历无穷无尽的痛苦 上百年 上千年 直到自身被痛苦折磨得支离破碎 这一切可能才会最终结束 黑暗已经吞没了女人的半个身子 她艰难抬起头看着李穆涵 你的眼睛很漂亮 能在最后 让我看到这样美丽之物 真的 谢谢你 而后梦涵缓缓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黑暗与混沌 将她的身体拽入无尽的深渊 就在那黑暗快要爬上女人脖子的时候 一股巨大的力量 突然缠绕着了女人 已经被吞没进黑暗的身子 女人疑惑地睁开眼 下一瞬间 她的身体被猛地从黑暗之中拽了出来 我说你可以走了吗 李穆涵冷冷地看着女人 粗壮的恶魔尾巴 此时正束缚着女人的腰部 将她拽在半空 为什么 你之前所做的事情 违反了特管局的相关条例 既然犯了错 就要受到惩罚 而这个惩罚 不是由你自己定的 李穆涵揪住了女人那破烂的衣领 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问道 不管遇到什么困境 人都应该坚强地活着 你也一样 犯了错就接受惩罚 别想躲在黑暗里缩着 你这哭包 哭哭包 难道不是 你已经在我们面前哭了多少次了 哭哭哭 你是不是就只知道哭 被李穆涵这么凶狠地盯着 梦涵的眼泪竟然一下又涌上了眼眶 对不起 呜 啊呀 别哭 别哭 哇 对不起 可是我就是爱哭啊 我忍不住 与此同时 塔外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就在那一炷香燃尽 黄自在已经准备让赤渊绞杀所有灵魂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转变 一个又一个的灵魂开始化作了光点 消散在了夜空之中 师父 这是什么情况 月灵龙疑惑地转头 看着黄自在 黄自在 和上以及沙下则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 黄道长的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一抹微笑 嘿嘿 这小子 还真做到了 林泽依然靠在车边 但似乎所有的情况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他看着那夜空之下漫天纷飞的光点 脸上的笑容也更温和了一些 还不赖 算合格了 而后他将咖啡杯递给了一旁超自然管理科的 一名工作人员之后便上了车 邻居 您这是要走了 事情都解决了 你们可不会连善后都要让我盯着吧 不 不敢 邻居 您辛苦了 慢走啊 车子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那塔楼紧闭的大门也缓缓被推开 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那黑暗的塔楼内部 直到一只恶魔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李大队长 你娘 皇子在第一个说话 还朝着李穆涵竖起了大拇指 但他立刻又呆住了 因为他看到 李穆涵的那根恶魔尾巴上竟然还缠着一个人 那是一名衣衫褣的少女 啊 弥陀佛 这就是那只异类吧 和尚双手和十 似乎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这李穆涵不仅完成了任务 竟然还生情了这只异类 赤渊走到李穆涵身边 仔细看了看那还在绰其的少女说道 这是一只眼啊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孟眼不论看到谁都在一直道歉 李穆涵似乎疲惫至极 他将孟眼松开放在地上之后 对皇子再说道 那些灵魂都没事了吗 放心 小子 可能有一两只桃了 但超自然管理科会负责善后 皇子再拍了拍李穆涵的肩膀 还戴着面具的李穆涵嘴里呼出一口白气 而后 他只觉得头晕目眩 这只梦眼交给你们了 但是别人伤害他 关于这次事件 要报告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众人惊慌的叫声 回荡在李穆涵的耳畔 但他已经无力再去回应了 现在的他 只能任由自己的意识 一点点地下沉 最终 他感觉到自己触碰到了地面 竟然是来到了巴尔的神殿 抬头朝着王座看去 他发现巴尔正在注视着自己 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巴尔主动看向自己 李穆涵撑着身子站了起来 人类 过来 巴尔慢慢抬起手 勾了勾手指 李穆涵的身体不受控制地 开始走上台阶 来到了王座之前 大哥 我现在很困啊 你有啥事能不能下次再说 李穆涵现在只想睡觉 巴尔用手拖着下巴 这少年相貌 可以说是俊美无比 那双金色的瞳孔里 还透露着一丝邪魅之气 我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能修复我的灵魂 不用谢 李穆涵打了个哈欠 也许透过你 我还能看到更多有趣的事 人类 巴尔慢慢站起了身 他个子比李穆涵还要高 身材修长 却不显得缠弱 如果可以的话 叫我的名字 听了李穆涵的话 巴尔微微歪了歪头 脸上的笑容更加邪魅 能让我称呼名字的人类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 索罗门王 李穆涵的心里 浮现出了那位古以色列国王的名号 还不等李穆涵说话 巴尔的手指 已经轻轻触碰在了李穆涵的额头 也许你会成为第二个 以得到巴尔的凝视 习得新的介余技能 在弗雷明渊介余当中 你可以将雷霆塑形为化身 短暂召唤巴尔的分身 现在 你可以退下了 巴尔手指一弹 李穆涵又像第一次一样 意识开始朝后飞出 但这一次 李穆涵挣扎着 在昏迷之前 朝着巴尔做了一个标准的国际手势 特管局医疗部的病房之中 夏月已经守在李穆涵的床前三天了 在这期间 有很多人来探望过李穆涵 第七小队的林子宇 苏雪 甚至尹齐也来过 第九小队的黄自在 月玲珑 和尚还有沙夏 林泽也来过几次 可李穆涵依旧在昏迷当中 放心 他的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 就是透支了 多休息两天会醒过来的 他安慰夏月 但夏月却一言不发 在李穆涵醒过来之前 他都会保持沉默 如果李穆涵一直醒不过来 那就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 那只被特管局带回来之后 收押监管的梦涵将会第一个 承受夏月的怒火 渐渐的 李穆涵从睡梦之中睁开了眼睛 看着陌生的天花板 他还有些发懵 在看到旁边昏昏欲睡的夏月之后 李穆涵似乎感觉自己 还在梦境之中 莫非之前发生的一切 包括自己解决了梦涵 解放了那些灵魂 都是梦吗 嗯 夏月感受到了动静 慢慢睁开了眼睛 在看到李穆涵醒了之后 这一向带人冰冷的吸血鬼少女 竟然眼中泛起了一阵泪化 卧槽 李穆涵心里一紧 心说这梦涵竟然在自己梦里 把夏月塑造成了这种可怜可爱的少女 我以为你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夏月一把抱住了病床上的李穆涵 李穆涵微微一愣 他闻到了夏月的发烧之间 传来了熟悉的洗发水的香气 这梦涵还挺厉害 还能知道我家洗发水啥牌子的 李穆涵以为这是梦境 所以此时被夏月抱着 居然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嗯 你说什么 夏月有些疑惑的看着李穆涵 此时李穆涵却生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反正是在梦里 那自己就算做什么 也应该都没关系吧 做 什么 夏月歪了歪头 这少女实在是太可爱了 而此时李穆涵也决定彻底不装了 哈哈哈哈 你这吸血鬼也有惊天 在现实里对我那么刁蛮 现在在我的梦里 你还不是得乖乖听我的 你脑子是坏掉了 夏月有些担心的看着李穆涵 看招 李穆涵伸手捏住了夏月的脸 哈哈哈哈 真乱 早就想捏了 哎呦 这皮肤可真嫩啊 来 给爷笑一个 夏月脸上的表情 慢慢变得冷淡了下来 晃嗖 被捏着脸 夏月说话有些含糊 但李穆涵完全不介意 还敢凶我 我让你凶 他轻轻拍打着夏月的脸颊 看着对方淡漠的表情之后 突然疑惑了 咦 咋突然变得和现实一样了 刚才的软妹呢 给你一个机会 解释一下 夏月冷冷地说道 啊 还敢威胁我 顾若曦都在梦里 给我生了的孩子 你起码要给我生五个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的 与此同时 医疗部的大厅里 一名护士和医生 正在聊着天 哎 三楼房间里 那妹子长得真好看啊 对啊 她们应该是恋人吧 肯定是啊 你看那妹子担忧的眼神 不是恋人可表现不出来 真好 我也想谈恋爱了 对象最好也是这么可爱的妹子 哄 就在这一瞬间 三楼突然传来一阵巨响 而后是一个男人的惨叫 啊 这他妈不是梦吗 不是梦吗 救命 救命啊 接着 他们就看到 穿着病号服的李木寒 连滚带爬 从楼梯上直接滚了下来 刚落地 就立刻惨叫着 朝大门外跑去 你刚才说什么 你和谁生了孩子 而后 夏月出现在了楼梯口 在看到李木寒继续逃走之后 他的双眸闪烁出了一丝红光 下一瞬间 就已经将正在狂奔的李木寒 一脚踩翻在了地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说的是梦 是梦里 哦 这么想和他生孩子 都开始做梦了 不是 是梦演 是梦演 那护士和医生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护士苦笑了一声 被医生说道 您 还想和这样的女士谈恋爱吗 算了 我还想多活几年 当听到李木寒苏醒过来的消息之后 林泽就带着一些水果 哼着小曲 来到了特管局医疗部 他轻轻推开病房的门 原本第一句话 是想夸一下李木寒干得不错 但在看到病床上 那被裹得像木乃伊腿上还打着石膏 一次试人的东西之后 他嘴角抽了抽 不好意思 我走错病房了 你是文物管理科那边新收的一类吗 最后 他的嘴里挤出了这句话 我 我 死我 是我 救我 救我 在看到林泽进来之后 木乃伊开始挣扎 林泽完全不明白 他在说些啥 没事 木乃伊吗 沉睡了很久 被文物管理科挖掘出来 会感到不适应是正常的 我等下再来看你 林泽笑着朝木乃伊挥了挥手 而后退出了病房 就在房门关上的时候 刚才被门挡住的地方 出现了夏月的身影 他脸上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 看着床上不断挣扎的木乃伊 哦 还想求救 看来是我下手还不够狠啊 呜 呜 没错 这木乃伊就是李木寒 在被夏月胖揍了一顿之后 他就成了这副样子 而夏月显然还不打算放过他 少女慢慢露出了尖牙 舔了舔嘴唇 朝着病床走了过去 而来到走廊上的林泽越想越不对劲 305号病房 我没走错啊 他又折返回去 看了看门口挂着的牌子 第七小队队长 李木寒 于是他又打开了门 李木寒 你搞什么鬼 还不说 谁的孩子 木乃 木游 没有 木游还是 没有孩子 谁告诉我说和他生了的孩子 现在不承认了 正巧 我现在有点饿了 现在吸血的话 可是会有点疼哦 我 我 秀兵 秀兵 救命 最后在林泽的解释下 夏月十分不情愿地相信了李木寒 关于梦眼的说辞 但他很快就因为另一个事 气鼓鼓地别过了头 也就是说 你的梦想是和他结婚 生孩子 那是以前 以前 那时候我 林泽正在给李木寒 拆脸上的绷带 听到李木寒要往事重提 赶紧狠狠掐了一下李木寒 并朝他瞪了瞪眼 李木寒似乎也明白了过来 赶紧改口说道 以前我 我年少不懂事 我现在已经把那些事当黑历史了 哼 夏月似乎还没消气 最后 还是林泽做了和事了 好了好了 别闹了 现在有特管局撑腰 这小子离不开你二十四小时 否则我立刻叫人枪毙他 李木寒一脸疑惑地看着林泽 林泽朝他又瞪了瞪眼 啊 啊 对 枪毙 我要是离开你就枪毙我 夏月微微转过了头 还有些生气地嘟着嘴问道 我亲自吸干你的血 奶奶滴 这笔枪毙还吓人啊 最后 林泽向李木寒说明了后续的情况 第九小队和科学特管局 已经完成了善后工作 至于李木寒打出来的那只梦眼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 我都不敢相信 那么古老的生物竟然还存在于世 梦眼都这么爱哭吗 李木寒问道 林泽想了想 耸了耸肩 我没见过其他梦眼 连林泽都没见过 那这东西是真的稀奇啊 一想到那梦眼自己瞪他一眼 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还挺好玩的 那他现在什么情况 已经收入特管局监管了 档案编号1508 一般来说 只要没有造成特大伤亡的异类 特管局在生情他们之后 都不会采取疾行 毕竟这些东西也活了那么久的时间 特别是梦眼 他们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暗物质世界 存在的时间比人类还要古老 而且念在这梦眼的确是出于好意 为那些亡死之魂 编制了一个又一个的梦境 第九特管局也出面替他说情 暗老道长黄自在的说法是 妖艺有情 只要不是滥杀无辜的孽畜 那放他一条生路也无可厚非 听到这里 李穆涵也算松了一口气 他真有点害怕 那梦眼直接被特管局抓回来 就枪毙了 拿自己最后费力 把他从那黑暗之中捞起来 岂不是白忙活了 他还挺惦记你的 把他单独关押审讯的时候 一直在哭 但只要说起你的名字 他就立刻不哭了 还问你在哪里 哦 连梦眼都对你这么伤心啊 李穆涵立刻感受到了身边 那十分不友好的目光 哎 邻居 说别的 说别的 不要说他了 哦 那行 那就说说赤渊 他已经提出申请了 要调到第七小队 啊 拒绝 给我狠狠地拒绝 李穆涵连忙摆手 因为他已经听到了 身旁的少女深呼吸 保持冷静的动静了 放心吧 我已经驳回了 就算我同意 黄老道也不会放人的 为此赤渊 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出来了 你有空去看看 林泽这次也感觉到了杀气 他咳嗽了一声之后 连忙转移了话题 嗨嗨 对了 等一下有个人要来看你 呵呵 还有高手 夏月终于忍不住了 冷笑了一声说道 唉 别误会 林泽赶紧拽住了夏月 那已经捏得咧咧坐响的拳头 为了李穆涵的生命安全 他必须要把话说清楚 来看你的人 是天海士特管局的常局长 局长 李穆涵几乎都已经快忘了 林泽只是副局长 这天海士特管局的局长 他是真的一眼都没见过 这种大人物 要来看我啊 他挠了挠头问道 林泽已经帮李穆涵 拆卸掉了身上的绷带 他也注意到了 却并未开启介语 为此 他心里有了一个猜测 莫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这小子的等级居然提升了 虽然异类或者特管局的战斗者 就算等级可以通过修炼提升 但那也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 就比如 妖物会通过吃人或者窃魂来修炼 神灵会通过收集信仰 来让自己的神格更加强大 而特管局的成员 则是可以通过一套特殊的训练体系 来强化自身 但无论哪一个 都不是短短几天时间 就能进化的方式 但林泽却没有说破这件事 他笑了笑说道 你现在是第七小队的队长 好歹也算是领导了 而且 这次为超自然管理科 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 还为特管局带回了一只 相当稀有的异类 他亲自表扬一下 你不是很正常的吗 李穆涵微微点了点头 但还是有点紧张 也可以说是有些期待 这特管局的局长 应该是啥样的呢 像故事里那种 内敛 深沉 举手投足 都彰显着强大人格魅力的大帅笔 还是像林泽这种不入声色 总是带着一副扑克牌笑容一般的绝世美人 就在这时候 李穆涵突然被门外的一声怒吼 给吓了一跳 都他奶奶的和你说了 老子今天休假 不处理工作 林泽呢 死哪去了 你找他去啊 声音越来越近 哈哈哈哈 开你奶奶的玩笑 老子怕那个女人 那是让着他 他一个女人 老子总不至于一巴掌把他扇飞吧 啊 你说老子吹牛逼 行 下次你过来 老子当着你的面揍他一顿 让他知道局长的威严 行了 他骂得不和你说了 老子还要去慰问下属 放你娘的狗屁 老子没打游戏 真的是去慰问 接着还传来了护士的声音 局长 这里是医院 你安静点 说了多少次了 而李穆涵发现 此刻的林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嘴角还在不断抽搐 碰 病房的门直接被一脚踹开 人呢 第七小队的人呢 李穆涵被吓了一跳 就见一个身材高大近两米的中年男人 哈哈哈哈 你他妈的就是李 男人刚想说话 突然发现了坐在病床边的林泽 林泽慢慢起身 回过头看着男人 额头青睛抱起 但脸上还是带着笑容说道 局长的威严 您现在让我看看 冷汗刷的一下 从那男人的额头上冒了出来 我 我开玩笑 嘿嘿 开玩笑 邻居 邻居好 邻居慰问呢 辛苦了 局长 我说过多少次了 进门要先敲门 是是是 我错了 对不起 塞 斯密马赛 那还不赶紧滚出去 重新来过 林泽的眼神微微一瞪 那高大见状的男人 立刻吓得弯腰出了门 而后还把门轻轻带上 李木寒人都呆住了 这什么情况 那男人叫林泽邻居 林泽叫那人局长 那就是天海施特管局的局长 合着这俩人 各叫各的 咚咚咚 房门被敲响 进来 林泽冷冷地说了一句 屋门被打开 男人点头哈腰地走了进来 脸上还带着一抹憨厚的笑容 邻居 邻居早啊 局长 我说过多少次了 你代表的是整个天海施特管局的形象 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 天天大吵大闹的 林泽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竟然像是一个家长一般开始 对男人进行说教 是是是 您说得对 嘿嘿 怎么 这就是来接获天班的小子 男人将目光看向了李木寒 你 你好 局长 我叫李木寒 李木寒好不容易让自己的脑子转了个弯 赶紧对男人打招呼 行了行了 别放屁了 哎呦 这不夏利亚吗 都说你爱上一个人类了 何这是真的 这太阳打西边 男人看到了夏月之后 刚想继续说下去 但林泽的又一个瞪式 让他赶紧咳嗽了两声 嘿嘿 嗯 对 我就是天海施特管局的局长 你可以叫我长月 男人直起身子 居高临下注视着李木寒 李木寒算是明白了 现在站在自己眼前这个 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中年大叔 正是天海施特管局的局长 长月 哎呦 这孟严可真够残忍啊 你瞧瞧 把我们李队长打的 哎呦呦 可太残忍了 这么细胳膊细腿的 真不怕把人折腾坏了 看着李木寒 那还没拆卸完的绷带 常有些夸张的说道 我打的 夏月冷冷地开了口 长月呆住了 看了看夏月 又看了看李木寒 而后 他突然凑到李 木寒耳边说道 小子你抖M 找个这种恶婆娘 你贤命 碰 林泽和夏月 几乎同时一个侧身回旋梯 将这高大的男人 直接踹出了病房 他哎呦一声惨叫 局长再说一次 这里是医院 你给我安静点 接着是护士忍无可忍的怒吼 你别听他的 他脑子有点 林泽指着脑袋 然后又摇了摇头 李木寒嘴角抽搐 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为了表彰你 在本次任务中的 哎好麻烦 十分钟后 被打的鼻青脸肿的常月 委屈地站在病床前 对李木寒送上注词 就在他想撂挑子的时候 林泽得一声咳嗽 让他赶紧正泽 为了表彰 你在本次任务中的优秀表现 第七小队李木寒队长 道道 不知道为啥 李木寒直接下意识地 打了一声道 我代表天海市客管局 代表人类 代表华夏国 向你献上 李木寒开始兴奋了 钱来了 钱来了 最诚挚的 感谢 鼓掌 啪啪啪 说完之后 常月开始带头鼓掌 李木寒沉默了 就这 林泽再也忍不住了 他一把揪住了 常月的领带质问 奖金呢 客客客客金了 这么多钱 你全冲游戏了 也 也不是全部 其他的用来 又拿来打赏女主播了 常月坚定地点了点头 毕竟 他们说我是他们尊贵的守护者 李木寒第一次看到 林泽如此歇斯底里 他几乎就快要哭了 最后林泽无奈地掏出手机 而后李木寒就听到了 自己的手机提示 您的支付宝到账 十万元 算我私人给你的奖金 抱歉 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了 林泽带着无尽的歉意 看着李木寒 没 没事啊 邻居 你平时这么照顾我 其实咱们之间不用 就是啊 你看人 李大队长 多名失利啊 钱都是身外之物 干脆这十万也 碰 医院的三楼玻璃突然破碎 而后随着一声惨叫 一个两米高的壮汗 被人直接从三楼的某间病房扔了下来 与此同时 在天海市的第一院顶层 赵乾坤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 里面是顾若曦和他的母亲从云上饭店里跑出来的视频 又过了不久之后 是李木寒和一个少女 陪着一个中年男人走出饭店的视频 那应该是顾若曦的父亲 这个混账东西 竟然真的钉到了云上饭店 他凭什么 不过是一个锅儿 不对 他是一个怪物 一个怪物 妈的 看着自己表哥如此癫狂的表现 赵大壮有些疑惑 坤哥 这男的看起来有点来透啊 咱们的经理都不是他的对手 被他收拾之后 毕恭毕敬的 这个仇咱们环抱不抱啊 废话 他骂的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竟然不让我对他动手 那老子 动这个表子总降了吧 还有 你去查一下 李木寒身边的这女的是谁 骂的 他身边怎么总是这么多好看的女人 哎 哎 哥 不好吧 犯法呀 他骂的 我让你去就去 还有 先把顾若曦那表子的父母 给我绑了 呃 这 大壮 你听我的话 表哥不可能亏待你 你不是欠了那云上饭店的钱吗 这张卡你先拿着 等事成之后 我还有其他奖励 说着 赵乾坤将一张卡塞到了赵大壮的手中 赵大壮看着那张黑卡 咬了咬牙 心一横 点了点头 周日 天气阴 天海市翠微山附近的某个商业街区 这里也得益于翠微山景区的火爆 游客络绎不绝 不仅建立了商业街 还修建了一条古色古香的老街 甚至还有温泉等附带产业 可以说是天海市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名身形轻瘦的男人 穿着黑色的外套 戴着鸭舌帽 口罩和墨镜 在这条街道上显得格外显眼 人人看到他都要指点几句 妈妈 你看这哥哥好奇怪啊 别看 少年自然意识到了 自己这身穿着打扮 好像有些过于显眼了 他加快脚步穿过商业街区 来到了一条僻静的旱道 应该是这里吧 少年拿出了一张纸条 按照上面的地址 走到了小巷尽头的一间小屋子 当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 心跳不由地开始加快 咔嚓 门开了 一股熟悉的感觉从屋子里飘了出来 那是烟味混合着橡胶和皮革的味道 那正是童年时期黑网吧的味道 阿弥陀佛 李施主 您总算来了 你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如果不是家里那位凶神 老子早好了 屋子里是五台电脑 其中四台上坐了人 李穆涵也赶紧凑到了 没人的那台电脑上坐下 分别是第九小队的大和尚仲亚 黄自在道长 以及月玲珑 而这个打扮行迹都很诡异的人 自然就是李穆涵 他摘下了鸭舌帽 口罩和墨镜快步进屋之后 关上了门 抱歉抱歉 要摆脱家里那位的看管 花了点时间 这时候 李穆涵才注意到 坐在自己身边的那位 虽然不是第九小队的成员 但也是十分眼熟 定睛一看 卧槽 尹齐 旁边那个身材娇小 穿着运动服 戴着棒球帽的少女 正是自己率领的第七小队里的侦察手尹齐 别废话 赶紧上号 一驱 把那个路人压锁踢了 而且他懂个屁的竞技游戏 成天就知道玩一些狗屁不通俄美少女手机游戏和看女主播 打得还这么菜 还喜欢玩亚索 零到二十一了 还在亮牌子 赶紧剃了 耳机里传来了长月的声音 啊 啥情况 等等 把老子剃了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等 他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被移出了队伍 尹齐瞥了李穆涵一眼 语气还是一样的冷淡 你到底来不来 哎 真没想到 尹齐你竟然也是电竞爱好者啊 李穆涵一边感慨一边上号 尹施主可是我们的大腿 李施主 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他 李穆涵一开始还有些怀疑 但上号开打之后 他简直都懵了 这小矮子主完打野 一句话概括 就是自己的野区是自己的野区 对面的野区还是他的野区 不仅如此 他的抓人节奏好到爆炸 一抓一个准 同时还担任全局指挥 可以说 真不愧是侦察手啊 对抓机会的能力 和对局面的掌控 真的太强了 阿弥陀佛 施主你要再和我上嘴脸 我可就不客气了 而大和尚仲亚 是典型的金刚怒目 看起来慈眉善目 但骂起人来真的不含糊 他打字喷人的速度 比他操作的速度快一百倍 黄自在就是个混子上路 玩个肉 居然还能稳定养爹 纯副作用 至于月玲珑 玲珑 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 李穆涵欲哭无泪 他感觉自己在玩单人路 因为月玲珑玩了个猫 挂在他身上 整局就没下来过 就在战斗进行的酣畅淋漓的时候 砰的一声 门被人一脚踹开 黄自在第一个钻到了桌下 同时大喊道 哎 我们不是聚众赌博 是电竞追梦少年和少女 李穆涵第一时间不是想着一起躲 而是想骂黄自再臭不要脸 都要进棺材的人了 还他妈电竞追梦少年 但就在他回头看到踹门的人的时候 李穆涵傻眼了 这就是你和我说的特管局找你开会 夏月眼神冰冷地站在门口 死死地盯着李穆涵 阿弥陀佛 李 李李大队长 这 这不对吧 你不是说都解决好了吗 阿 李穆涵冷汗直流 自己的确是骗了夏月说 今天特管局开会 明明天衣无缝的骗局 怎么就会被识破呢 你明明先答应过我 今天要去陪我去吃冰淇淋的 夏月一步一步朝着李穆涵走去 阿弥陀佛 这个网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李大队长 有缘再见 第一个离开屋子的是重哑 哎 不是抓躲啊 虚惊一场 嘿嘿 我先走了 到此 到此 小灵龙 走了 可是我还想玩 你玩个锤子 这破猫有任何游戏性吗 跟我走 哼 师父你玩个笨石头 只会往五人的空隙中间撞 这就有游戏性了 还顶嘴 走 回去抄一百遍道德经 哇 月代 皇子在半拉半拽着月灵龙 也离开了屋子 最后只剩下了隐棋 他发动了自己最擅长的技能 隐藏气息 依旧操作着角色 在峡谷里驰骋 你听我解释 夏月 我 其实我 这会议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才和他们玩一会儿 正准备回家 长月十分钟前打电话都告诉我了 你今天就是瞒着我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卧槽 长月 李穆罕想起了长月 最后被踢出团队时候的不甘语气 原来是这次玩不了游戏 借机报复啊 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打小报告 你听我解释 夏月 我饿了 夏月慢慢走进房间 在这一瞬间 她的瞳孔化作了血红色 嘴唇微张 那尖锐的利齿 闪烁着圣人的寒光 啊 等一下 别在这里 等 等一下 夏月一把扑倒了李穆罕 轻轻舔了舔嘴唇 然后猛地咬在了李穆罕的脖子上 尹齐 救命 啊 救命 你的队长位 赢了 尹齐一个人打五个 最后竟然靠偷家的方式 赢下了这局游戏 她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 迷流之际 李穆罕看着尹齐的笑容 竟然觉得 这孩子也可以笑得这么可爱 混蛋 夏月嘟浓了一句 突然加重了力道 哈 引起关了电脑 收射胯包 最后瞥了一眼被吸血的李穆罕 冷笑了一声之后 拿起自己的胯包 就起身离开了屋子 接着 屋子里就只剩下了李穆罕的惨叫 半小时之后 天海市特管局副局长办公室 奄奄一息的李穆罕 被夏月拽着胳膊 拖到了沙发上 你俩能不能别这么狂言 大白天的 即便是林泽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有些绷不住了 她自找的 夏月舔了舔嘴唇上的血字 气鼓鼓地别过了头 林泽叹了口气 对夏月说道 你放心 第九小队的电竞房 我已经派人去拆了 这群不务正业的 长居长那边 我已经处理了 怎么处理的 李穆罕好奇问了一句 我把他的手办 让人全砸了 李穆罕在心里 喊了一声nice 长月可真是多行 不易必自毙啊 但现在还是别再刺激 这只吸血鬼为吼 李穆罕 这次让你过来 是因为有个新的任务 我知道你才休息了一个星期 但没办法 谁让你是队长呢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说着 林泽将一叠文件 推到了夏月身前的桌面上 虽然心里很不爽 但李穆罕也找不到 什么话来反驳 他拿过了那叠文件看了看 而后皱紧了眉头 牧山孤儿院 还通连续失踪案 李穆罕 喃喃念出了文件上面的标题 孤儿院 他的思维迅速开始闪回 一幕幕曾经在 孤儿院出现过的画面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脑子里 在那个暗无天日 要靠拼死拼活 才能抢到一口饭吃的孤儿院 李穆罕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之前在梦魇那儿 已经体验过一次 他童年的噩梦张老师了 其实张老师倒不是 真的那么高大壮 只是在当时的李穆罕看来 这老师野蛮又凶恶 可不就是这种形象吗 这件案子 警方并没有参与 不 认真的来说 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 我们现在还要打一个问号 那你 情报是假的 因为所有人 包括那所孤儿院的孩子们 都对同伴的失踪 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好像那些人 从来都不存在一般 消除记忆 李穆罕抬头和林泽对视了一眼 林泽也似乎是明白 李穆罕想说什么 赶紧解释道 不是我们内部人员做的 我已经排查过了 虽然不知道 林泽用什么方式排查的 但他说的话 还是比较靠谱的 李穆罕也没多问 那我们又是怎么得知的呢 既然没有任何人发现 那失踪案理应不成立才对 李穆罕提出了合理怀疑 林泽点了点头说道 上报这件事的是 特管局的异类 档案编号590号 他正好是这家 孤儿院老师中的一个 也只有他察觉到了 学生的失踪 李穆罕默默点了点头 夏月用一种期待的眼神 看向了林泽 仿佛是在说 让我去 让我去 林泽却是有些带着歉意的 对夏月说道 夏丽娅 你有其他任务 关于哈提的 不要 夏月的脑袋哒拉了下来 林泽谈了口气 像哄小孩子一样说道 哈提再怎么说 也是北国特管局的外派人员 你和他是交集最多的一类 而且 你们同属天灾集 也只有你能看管得了他 所以 这段时间 你陪着他在天海市转转 别让他惹出事来 我不想看到那头蠢狼 夏月别过了头 不满地说道 是吗 林泽微微瞇了眯眼 而后故作可惜地说道 哎 我本来是想帮你的 那哈提似乎对李穆罕很感兴趣 若是让他自由活动 他恐怕会打听到不少李穆罕的事 李穆罕一脸猛逼地看着林泽 似乎在说 你咋又把我扯进来了 没想到这话一出 夏月突然就站起了身子 那头蠢狼在哪 我马上把位置发点你 那就拜托你了哦 夏月二话没说 直接带着一身杀意 就离开了林泽的办公室 而后李穆罕有些后怕地问林泽 能行吗 你让一个煤气罐 去盯着另一个煤气罐 林泽看起来很是胸有成竹 他端起咖啡杯 一边搅动一边说道 放心吧 这俩炸药桶放在一起 只要不给火就不会燃 那万一有火呢 林泽喝 一口咖啡 看着李穆罕 你马上就要去执行任务了 没空点火了 李穆罕无语 心说这林泽靠谱是靠谱 但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瓜呀 第二天的中午 李穆罕开着车带着苏雪和尹齐 前往了位于天海市北郊的牧山福利院 久违的感觉啊 霍天队长不在了之后 我都以为咱们第七小队要解散了 车内对讲机里传来了林子宇的声音 你先别说话 打扰我开车了 李穆罕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目不转睛盯着前方的道路 这孤儿院看似不远 但却在城外的郊区 这大周末的在城里就堵了一个多小时车 对他这种刚拿到驾照 不常开车的新手司机来说 开的文笔一切都重要 所以 原本三小时的路程 硬生生让李穆罕开出了五小时 高速上踩着速度跑 不知道被多少车子 从后面抄过去的时候 狠狠鄙逼逝了一番 就连苏雪这样好脾气的妹子 都有些忍不住了 但李穆罕还是一副老生常谈的样子 摇头晃脑地说道 这驾校师傅说过呀 车门一关 一路平安 发动机一响 黄金万两 切勿堵车开车 苏雪想骂人 但话到了嘴边 最后还是默默咽了回去 说了一个字 行 可能是习惯了之前霍天的雷厉风行 这换来的队长 从开车就能看出来 是个慢性子 隐奇手机都已经玩得没电了 有好几次李穆罕看车内后视镜 都能看到 缩在后座上的那娇小少女 用怨毒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车就不能充电吗 最后 隐奇终于忍不住说道 充不了 这车款式太老了 回答他的是林子宇 为什么不申请新车 隐奇又问道 我家校的师傅说过 这车不再好 有灯就行 这女朋友不再多 温柔体贴就行 隐奇用看傻逼一样的眼神 看了李穆罕后脑勺一眼 最后还是通讯频道里的林子宇 给李穆罕解了围 他叹了口气说道 嗨 咱们霍天队长开车的习惯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是坦克在他手里 估计一个月也得报废 人灵局肯给我们批这辆老爷车 已经算够意思了 这车真配得上老爷车这称号 估计年龄比李穆罕都大 开一会儿 还会轰隆轰隆响几声 车内连个空调都没有 冷的夏月和隐奇都裹上了毯子 队长 按照导航 咱们一小时之前就应该到了 你怎么还在高速上 放心 我看着地图的 半小时之后就下高速 我的老天 你和咱们霍队长 真的是卧龙凤厨啊 谁也别说谁 我驾校的师傅还说过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俩 闭嘴 苏雪和隐奇几乎一口同声喊道 吓得李穆罕方向盘差点失控 车子猛地开始神龙摆尾 吓得后面的车一个静卧槽 一个半小时后 这老爷车终于抽搐着 停在了孤儿院的大门前 看着这被树林环绕 风景优美的牧山孤儿院 李穆罕就有些感慨 这对比起他小时候住的地方 简直就是天堂了 等一下我来和院长交涉吧 穆罕地点 下了车之后 在等待里面的人出来接待的时候 苏雪对李穆罕说道 啊 为啥 李穆罕有些疑惑 莫非这苏雪 是怕自己不会说话 得罪了人 不至于吧 倒不如担心一下隐奇比较好 嗯 说来话长 这家孤儿院和我其实有些关系 所以我应该可以向你们提供一些信息 原来如此 李穆罕猜测 也许苏雪曾经就是这家孤儿院的孤儿吧 唉 同病相怜 李穆罕在看着这外表 开朗阳光的少女的时候 也多了一份清静感 可当他们被请进孤儿院的院长室的时候 他嘴角开始抽搐了 苏小姐 您是来视察孤儿院的吗 您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 您看看 我都没怎么准备 一名中年妇女对苏雪 那叫一个毕恭毕敬 尤其是那一句视察 让李穆罕感觉自己刚才好像误会了什么 这间孤儿院是雪姐家里出资建立的 可以她说是这里第一大股东 耳机里 林子宇对李穆罕解释了一切 卧槽 李穆罕对苏雪刚才的亲近 直接感荡然无存 阶级敌人 绝对的阶级敌人 尹其则是完全没有理会几人的对话 他进入办公室之后 就开始观察四周 仿佛是已经进入到了执行任务的状态 几人这次来并没有表明缘由 只是借助苏雪的身份 来定期视察一下孤儿院的整体工作 院长也没有起疑 之后院长带着三人 一起去参观了一下整个孤儿院 这所福利院一共两栋楼 其中一栋楼有三层 一二层是孩子们上课学习和做手工的地方 三层则是孩子们的宿舍 另一栋楼则是食堂和员工宿舍 这所孤儿院目前一共有两名厨师 三名老师 孩子的话则是有25名 而那名特管局监管再测的一类 就在这三名老师之中 这四名老师分别是教文化课的周老师 手工美术课的王老师 以及负责孩子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张老师 而来之前 李沐涵已经拿到了情报 那位档案编号590的一类人类 化名为周灵 也是本次事件的报告者 在路过学生教室的时候 孩子们正在上课 一名身穿白色高领毛衣的年轻女人 正在讲台上讲课 她身材高挑 相貌虽然不算精致 倒也耐看 有一种知性美 院长拉开了门 对台上的老师说道 周老师 这几位是 出去 没等院长说完 那老师直接冷声说道 院长似乎是习惯了 笑着说了句 打扰了之后就退了出来 抱歉啊 这周老师性格就是如此 在对待教学方面一丝不苟 孩子们也很怕他 几人表示理解 但在离开的时候 都透过窗户 多看了那名老师几眼 在参观完了孤儿院之后 几人回到了办公室 不好意思啊 苏小姐 不知道你们要来 现在孩子们都在睡午觉 没事的 让孩子们好好休息吧 暂时别打扰他们 只是 院长 我能看一下学生名册吗 苏雪的问题 让院长有些愣住了 啊 好 好的 但他还是转身 从抽屉里 取出了一本名册递了过去 孩子的名册都在这里了 三人一起翻看了 福利院的儿童手册 这里的孩子 大多都是五至十岁 父母遭遇事故离世之后的孩子 看得出来 福利院对他们的照顾很不错 相片上的孩子们 笑得都很幸福 只是 院长 学生一直都是58名吗 苏雪问道 院长愣了一下 然后笑着说道 是的 苏小姐 三个月前最后两名孩子 来了之后 就一直没有变化 当时给两个孩子 开欢迎会的时候 您不是也在吗 苏雪微微点了点头 她记得 的确有这件事 如果自己的记忆 没有出错的话 那的确没有任何孩子 失踪才对 好的 今天麻烦你了 院长 我们就先走了 临走的时候 院长突然叫住了苏雪 唉 苏小姐 嗯 您这次来 是不是因为那个传言 传言 就是 院长有些欲言又止 犹豫了半赏之后 还是对苏雪说道 就是 孩子失踪的传言 您听说这件事了 我是院长 怎么可能没听说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 简直胡说八道 咱们这儿孩子都好着呢 我作为院长 难道自己的孩子 丢没丢都不知道吗 院长看起来很委屈 也许是这段时间 受到了许多的非议 放心吧 院长 孩子们如果真的没丢 留言会不攻自破的 苏雪安慰了几具院长之后 几人便开车离开了 但李穆涵并没有将车开到多远 只是绕了个圈 然后将车停在了福利院 不远处的一个拐角处 你们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李穆涵停好了车 回过身 看着坐在后排的李穆涵 和尹齐问道 从表面上看 这家孤儿院很正规 对孩子也没有虐待的情况 尹齐说道 院长 我也认识很久了 他虽然不是 从刚见校时就来担任院长 但也算得上 是为了这里费心费力了 苏雪也说道 那看来还是得和那个周灵聊一聊 李穆涵说道 同时对通讯频道的林子宇说道 你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林子宇叹了口气 似乎有些失落 没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家孤儿院 每次接收新生的名册 我也都黑进网站里看过了 没有任何偏差 就是58名 李穆涵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 是个未知号码 接起电话之后 一个冷冰冰的女人声音说道 我知道你们在哪 两个小时之后 我来找你们 之后 电话就被直接挂断了 李穆涵很疑惑 周灵怎么知道自己的号码 苏雪说 他能直接联系特管局 要到李穆涵的电话 也不奇怪 既然对方自己要找上门 那他们也不慌了 这间福利院 是学姐你出自修建的吗 李穆涵回头看着苏雪问道 是我家里修的 但也是我全程负责兼修和运营 但修成一个月后 我就加入了特管局 这里也就交给别人打理了 听到答复后 李穆涵又在内心感叹了一句 阶级的差距 可太他妈大了 有的人做膳事是献血 有的人直接就修一座孤儿院 但膳举不分大小 都应该值得表扬 奇怪的不应该是 这里为什么会接那一只 异类当员工吗 尹齐一边看着手机 一边说道 刚才他把手机 放在院长办公室充电 现在又满血复活了 小齐 不能这样说人家 一些对人类没有伤害的异类 也是被允许找工作的 苏雪对尹齐说道 但尹齐只是冷哼了一声 所以才会有周治国那种人 在对待异类的态度方面 尹齐其实是和早期的霍天一样 觉得所有异类都应该被关起来 这样人类才会平安无事 其实这段时间 李穆涵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知道特管局在管档案里 许多的异类都正在努力融入社会 从事着各种工作 当然要在受监管的情况下 而且要定期回特管局接受检查 但除此之外 那些无法保证安全性 也没有担保人的异类 会被收编到特管局内部 比如之前李穆涵带回去的梦魇 听说现在已经被收编了 具体在哪个部门 李穆涵也没去打听 而那些极具危险性的异类 会被者镇压在特制的场所 天海市特管局本就身处地下 而在特管局之下 还有一座专门为异类修建的住处 那里生活的都是一些不能放出去 危险级别比较高 但又没法将其处理的异类 行了 等见到人再说吧 眼看苏雪和尹齐 要求这个问题争执不休 李穆涵赶紧打圆场 这两个小时三人在车里 大概分析了一下这件事 孩子应该是失踪了 异类的感知能力很强 就算有的东西 能神不知鬼不觉 从人类手中带走孩子 但也逃脱不了周灵的视线 那问题是 周灵为何没有阻止 反而是找特管局求助呢 理由可能只有一个 他能察觉 但阻止不了 当然 除了这个猜想 还有另一个可能性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这座孤儿院 已经落入了 那名叫周灵的异类的掌控 孩子也都被他带走了 但这样一来 就有个矛盾的地方 既然神不知鬼不觉 那他为何要上报特管局呢 两小时之后 一名穿着白色高领毛衣 黑色外套的年轻女人 走到了车边 他轻轻敲了敲车窗 李穆涵给他开了门 让他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女人坐在了副驾驶座上之后 直接点起了烟 李穆涵赶紧给他打开了车床 他应该就是周灵 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皮肤白皙 相貌文静之性 眼神十分冰冷 虽然无法和夏月 苏雪这样的美人相比 但也算得上是出众了 只不过现在的他 看上去有些憔悴 眼下挂着大大的黑眼圈 看上去有一种丧女的感觉 整个人就仿佛是被一团阴影笼罩一般 你好 李穆涵向他打了个招呼 周灵微微偏头瞥了李穆涵一眼 冷声说道 第七小队的理队长是吗 我是周灵 档案编号五百九十 我就直说了 这所学校有问题 麻烦你们晚上的时候进去查查 他直接甩了一把钥匙给李穆涵 随即吐出一口烟圈 晚上进去查查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偷溜进去 苏雪说道 周灵没有回答苏雪 只是自顾自又拿出了一张照片 递给了李穆涵 这是我保存的学生合照 李穆涵接过来看了一眼 就头皮发麻 因为这张合照 和院长办公室里的不一样 照片里的孩子有六十名 其中站在最边缘的两名男孩 不管是院长办公室里的相册 或者是林子宇查到的新闻图片上 全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苏雪一时之间 竟然有些不知道该相信自己的记忆 还是眼前看到的照片 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 明明就只有五十八名学生 但是在仔细看到这照片上的两个孩子之后 他猛的又想了起来 我想起来了 这两个孩子 才是三个月前入校的新生 李穆涵吃了一惊 也就是说 这里真的有六十名学生 神妖一类这么厉害 竟然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全都出错 周灵冷笑了一声说道 这东西要真这么厉害 也不至于连我都迷惑不了了 他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人心 但也就局限于这家孤儿院内 这时候 林子宇的声音在对讲机内响起 可我这边查到的资料 也是只有五十八名学生啊 我并没有在现场 按理来说不应该被迷惑啊 周灵吐出一口烟圈 淡淡地说道 你查一下网站后台有没有修改记录 周灵一语惊醒梦中人 林子宇这么聪明的人 竟然会忘记这个点 对啊 他只需要迷惑孤儿院内的人 然后将所有现存的孤儿院资料 全都进行替换不就行了 果然 当林子宇详细查看了后台代码之后 发现了这些信息 都是已经被替换过的 既然已经确定了 有孩子失踪 几人也开始向周灵打听更多的情报 我第一次发现 不对劲是在两个月前 新来的那两个 孩子每天都会来找我哭诉 说晚上有个影子在床边盯着他笑 而且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也动不了 鬼压床啊 我一开始也这样以为 因为鬼压床科学的解释 就是人的压力太大 导致神经被压迫 我就每天给他做心理辅导 直到有一天 李沐寒原本觉得周灵应该是那种十分严肃 学生都不敢接近的存在 但现在看来他人还怪好嘞 于是我就去问了其他同学 但他们都一脸茫然 我以为孩子们也不知道 就去问了院长 结果院长却告诉我 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孩子 这件事听上去很诡异 一夜之间除了周灵之外 福利院所有的人都仿佛从来不认识这个孩子一样 能做到这一点的必定不会是人类 那就只可能是异类 说着周灵从提着的衣服口袋里 取出了一个手工制作的尼偶 这是什么 李沐寒问道 这是福利院手工课上 那孩子做的尼偶 之后他又送给了我 这种丑陋的东西 真不知道怎么能送得出手 虽然说的话很伤人 但李沐寒看到了周灵盯着那尼偶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笑容 苏雪拿过了那个尼偶仔细看了看 这尼偶虽然有些粗糙 但却看得出孩子是用了心的 他捏的是你啊 苏雪问道 周灵愣了愣儿后 瞪了苏雪一眼 我这么丑啊 周灵似乎并不打算跟随几人一起调查 我并没有这个义务去寻找那些孩子 那是你们特管局的工作 祝你们好运 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之后 周灵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了 会不会就是他做的 李沐寒看着周灵离开的背影问道 坚守自道 然后主动上报来减轻自己的嫌疑 他继续分析 同时看向了苏雪和尹齐 你们觉得呢 有点奇怪 尹齐说道 这两个失踪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失踪之前 他们都去找过周灵 苏雪接着尹齐的话说出了口 没错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仅凭周灵片面之词 的确无法完全相信他 有了周志伯的前车之鉴 李沐寒也绝对不敢就这么往下定论 可就在这时候 林子宇说话了 应该不可能 为啥 几人齐声问道 因为我刚刚向档案科发了查询申请 调取了周灵的档案记录 590号一类 原形是孤祸鸟 孤祸鸟是华夏传说中的一种妖怪 最早出自玄宗记 孤祸鸟又名天地少女 也被称为夜行游女 最大的特点就是 那一身光鲜亮丽的羽毛 和他非常喜爱孩子的特性 孤祸鸟无法缠子 但又极度喜爱孩童 因此会将别人的弃鹰 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这么看起来 的确是一只不会伤害孩童的妖怪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孤祸鸟不具备那种迷惑人心的力 林子宇最后给出了定论 这所孤儿院里 很可能还有一只异类 孤祸鸟啊 记得以前玩某个游戏的时候 这妖怪可是新手之友啊 不知道多少萌新师 靠着他才成长起来的 的确可以被称作所有新手的 妈妈 李穆涵说道 但却被影旗嘲笑了一句 不好意思 我童年属于慈慕童子 该死的欧皇 李穆涵在心里咒骂 李穆涵将情况和林泽汇报了一下 现阶段已经可以断定 孤儿院出现了儿童失踪案 具体还需要今晚 潜入孤儿院看看情况 潜入孤儿院可不是一件小事 被发现之后 对社会影响会很严重 集体抹除记忆 也是一件对人脑伤害比较大的事 林泽在视频的那一头 一边抽着烟一边说道 但考虑到事情的紧急性 就允许你们这次的深入吧 别给我搞砸了 李穆涵 这是你第一次带队出任务 给我看看你的本事 尽可能在不惊动到孩子们的情况下 完成这件事 李穆涵 如果对方不肯就范 允许你出手 但不能伤及孩子 嗯 知道了 挂掉电话之后 李穆涵有些疑惑 我听第九小队队长皇子在说 咱们第七小队是打印仗的 怎么感觉像是在做侦探 之前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类成员 现在可能是因为穆涵弟弟 你才刚接手 邻居想让你练练手 苏雪笑着说道 说是练练手 可是关两个孩子的生命 李穆涵可一点也不觉得 肩上的担子轻 天色逐渐变暗 这原本风景堵好的森林 也变得鬼气森森 远处那所住立在森林之中的孤儿院 也熄了灯 看上去阴森恐怖 嗯 我 我们不能申请光明正大的调查吗 苏雪声音有些弱弱地说道 李穆涵差点都要睡着了 被苏雪这一声唤醒之后说道 啊 学姐 你难道怕鬼 苏雪似乎也没打算隐藏什么 直接了当地说道 对 对不起 我 我从小就 就对灵异的东西 穆涵弟弟 你 你应该是恶魔对吧 你你你应该不怕鬼的对吧 李穆涵苦笑了一阵 自己算恶魔吗 最多算恶魔的代行者 人家八二二只是在自己身体里住着 又不是死了 自己算什么恶魔呀 但为了让苏雪安心 他还是安慰到 放心放心 以前霍天队长保护你们 现在我会接手的 引起冷哼了一声 对李穆涵的话不置可否 倒是林子宇和苏雪一阵感动 说了一大堆肉麻的话 李穆涵挠了挠头 寻思苏雪也就算了 人家是千金大小贱 矫情一点就矫情了 你林子宇一个臭小鬼 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而且 你人不是在特管局本部吗 你怕个啥 没想到这林子宇也有话说啊 队长 你不知道吗 有些东西就喜欢搞落单的人 即便是隔着电话 也能害人 李穆涵嘴角抽出了几下 甚至考虑 要不要先关了林子宇的频道通信 就这样又分析了一阵 几人也找不出什么线索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 他们也不敢开车灯 只能归缩在漆黑的车里 这冬天的森林里 一到晚上就寒风刺骨 动得后座的两妹子都瑟瑟发抖 好不容易瞇一会儿 又被李穆涵的呼噜声吵醒 尹齐直接一脚踹在驾驶位的椅背上 吓得李穆涵蹭的一下 想弹起来 脑袋却撞到了车顶棚 疼得他是呲牙咧嘴 就这样磕磕碰碰 总算是熬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李穆涵叫醒了 刚睡下去不久的苏雪 呜 再让我睡会儿吗 没想到这苏大小姐起床的时候这么可爱 倒是让李穆涵多了点小恶作剧的念头 但被旁边的影器瞪了一眼之后 他赶紧一本正经的说道 嗨嗨 时候到了 该动身了 三人没有选择开车 而是通过步行的方式 捏手捏脚的来到了福利院的后门 这一路上 三人是被动得脸色铁青 这这 这这不对吧 这这有这么 冷冷冷吗 李穆涵牙齿发颤的说道 可 可能是是 是因为这里是森林 会会 会比外面湿度高 苏雪也颤抖着解释 三人都裹着外套戴着帽子和口罩 这哪像是来调查的 倒像是一家三口东北人回家过年的 但唯独影器有些不一样 他虽然上身大棉袄 下身却还是十分单薄 李穆涵看了看他的腿 吓了一跳 赶紧说道 卧槽 妹子 你这大冷天的穿条黑丝就出来了 B 影器狠狠瞪了李穆涵一样 直接快步走到了他的前面 并没有多说什么 嗨嗨 穆涵弟弟 那不是黑丝 是加了底格里斯大山羊羊绒的打底裤 不仅保暖 还很便于运动 苏雪小声给李穆涵解释了一下 这下李穆涵听懂了 原来是方便行动 看来这影器考虑的挺周到啊 自己这狗的像个粽子似的 一会儿要是真打起架来 一只恶魔穿着棉服那场面 还是挺喜感的 几人慢慢靠近了福利院 李穆涵本来还小心翼翼 想避开摄像头 但苏雪却大摇大摆 从摄像头下走了过去 放心吧 邻居已经安排今晚这附近停电 摄像头拍不到门 苏雪说道 李穆涵再次感叹特管局的强大 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了 三人摸索到了福利院后门 而后李穆涵准备用钥匙打开了门锁 可钥匙才刚插入锁孔 就发出了嘎嘣一声 卧 卧卧 卧槽 李穆涵心凉了半截 因为天气太冷 钥匙都被冻脆了 直接断掉了 更要命的是 那半截还直接断在了锁孔里 咋咋 咋吧 李穆涵发着抖问道 让开 影器推开李穆涵 从腰间的小包里拿出了一把铁钳 直接将锁头给剪了下来 牛 牛牛 牛逼 下次玩彩虹六号 带 带 带上你 李穆涵竖起大拇指 而后被影器一脚踹了进去 几人进入到了孤儿院的后院 明明白天看上去是那么温馨甜静的后院 此时却显得异常阴森 那一花一草一木都仿佛是活过来一般 用一双又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注视着三人的动向 到了主楼门口 李穆涵问道 这 这里不是用的锁头 我们没钥匙 怎么办 没想到又是影器 他从包里拿出了一根L型的扁平长条工具 而后趴在了地上 这期间 还因为太冷了 而不断换着手撑着地面 就见他将那扁平的工具从门底缝伸了进去 而后倒过了几下之后 便听到咔嚓一声 主楼的大门被打开了 妞妞 牛逼普拉斯 单元楼里小广告 没你我我 我我不服 又是一脚 李穆涵被踹进了孤儿院的主楼 小声一点 我查过了 这里的保安两小时巡查一次 注意到手电筒光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安静 林子宇在耳机里嘱咐几人 还有 你们那边怎么回事 确定已经进去室内了 我这里用来监控 你们提问的设备限时 你们那边刚才还是零下十度 现在怎么变成零下二十度了 不对 我这边检测到 这是介余的力量 草草草 我我我 我就说 这这这 这他妈不不 不正常 可可 可能因为在在 在森林 啥啥 啥森林 奶奶低零下二十度 这这 这才十一月 我我 我也不知道了 穆罕弟弟 妮妮 你看起来不是很冷啊 要要不你 妮妮把外套 我 卧槽 学姐 妮妮 你想我死吗 现在几人已经明白了 这种温度 是因为异类已经开启了介余 那现在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这 这鬼东西 看 看来是知道 咱们已经来了 提 提前搁这儿给咱们 开惊喜派对呢 此时三人慢慢朝着 主楼的深处走去 在这黑暗与寒冷的笼罩下 主楼内部 也变得极为阴森 说 说说句难听的 我 我觉得自己在停尸房 李穆罕走在最前面 苏雪因为害怕 一直紧紧抓着李穆罕的手臂 污妮 你闭嘴 别 别说这种话 你俩行不行啊 到底是来探林的 还是来探案的呀 林子宇不禁吐槽了一句 这这 这小子 下次能不能把他带上 一起上前线啊 可 可以的 现 现在子宇弟弟爷爷 也该学会独当一面了 下 下次可以让他一个人去调查任务 卧槽 我是后勤人员 终于两人哆哆嗦嗦上了二楼 如果是白天 这里应该是 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和朗读课文的声音 但现在 那一个又一个的教室 就仿佛是停尸间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这一类的介遇 有点可怕 李穆罕颤抖着身体 用手机的手电筒照射着前方 他之所以 没有现在展开介遇 是因为不想惊动到孩子们 这次的事件 没法使用介遇斥令 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得知 这一类到底是什么 介遇斥令 如果在孤儿院周围布置 那很可能会将孩子们 一起拽入到另一个空间 总 总之 我我我 我们现在先到三楼 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吧 通讯装置已经出问题了 现在手机也完全无法使用 林子宇那边 也已经无法给他们提供支援了 现在两人只能靠着他们自己 不断往前摸索 只要能抓到那只一类 李穆罕和苏雪 都能展开介遇 二对一 怎么也不应该输才对 此时 李穆罕已经脱掉了大一 裹在了身后的苏雪身上 因为他看到苏雪 已经被动的话都说不出了 就在李穆罕转身 给苏雪裹上大一的瞬间 他呆住了 而后 他的后脊背开始发凉 怎 怎么 穆罕弟弟 苏雪看到李穆罕的表情之后 突然也开始紧张起来 学姐 李穆罕尽可能让声音压低一些 似乎是生怕被什么东西 给听到他们的谈话一般 到底怎么了 你说啊 我 我们这次是几个人来的 几 几个人 苏雪愣了愣 然后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我们是两个人来的呀 子语弟弟是后勤人员 我们第七小队加上你 一共就三人啊 三 三人 李穆罕呆住了 但仔细一想 好像又的确如此 不对 一种异样的感觉 瞬间流过了李穆罕的全身 三个人 三个人 第七小队 只有三个人 学姐 我记得 这福利院的后院和主楼大门 都是上锁的吧 李穆罕问道 苏雪哆嗦着点了点头 对 对啊 是锁着的 孤祸鸟给我们的钥匙 我记得 断了 对吧 对啊 在开后院门的时候断掉了 李穆罕和苏雪 似乎都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 但那种感觉到嘴边 却始终说不出来 说的粗俗一点 就像是蜥义症浓的时候 突然就被什么东西给打断了 拉不出来一样难受 学姐 或许你会开锁 我 我哪会 穆罕弟弟你会吗 李穆罕摇了摇头 于是两人都抓狂了 李穆罕实在忍不住了 他眼神猛地闪烁出了一丝金色的光芒 扶雷鸣约 展开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猛地展开了自己的戒狱 但他控制了戒狱的范围 就像他第一次通过戒狱 撕开了侠国的戒狱一般 现在李穆罕的戒狱 仅仅只萦绕在他和苏雪的身边 雷光如同一道屏障一般 护着二人 也就在这一瞬间 两个人都好像恍然大悟一般 想起了什么事 卧槽 学姐 咱们第七小队 可是有四个人 我 我 我也想起来了 咱们这次是三个人来的 于是 二人齐齐回头看去 但除了黑暗之外 再无半个人的踪影 尹齐呢 就在这时候 两间教室中间的洗手间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 咦呀 苏雪吓得一把抓住了李穆罕的胳膊 发出了可爱的乌叶声 卧槽 这厕所里的声音没吓到我 学姐你这一嗓子 差点没把送走 本来李穆罕是想让苏雪待在原地 自己去厕所里看看的 但苏雪觉得恐怖片里分散是大忌 落单的人一定会被袭击 所以 也跟着李穆罕进入到了南厕所 一定要来看吗 穆罕弟弟 说不定 就 就是什么老鼠之类的 老鼠可没那么大的力气啊 虽然开启了戒语 但这种氛围的恐怖感是 无法轻易被驱散的 李穆罕挨个挨个推 开个尖门 苏雪就紧紧贴在他的背后 一边念叨着阿弥陀佛 一边闭着眼睛往前走 学姐 咱们对付的是义类 不是亡灵啊 你念叨阿弥陀佛有啥用啊 因为有了戒余的庇护 已经化作了半恶魔形态的李穆罕 现在不再畏惧寒了 但也没有真的就这样 把裤子也脱给苏雪 毕竟 面子还是要的 穆罕弟弟之前 不是在那塔楼里 遇到过鬼魂吗 说不定这次也是 那次不一样 那是因为 有一只梦眼在作怪 终于 二人走到了镜头的隔间 发现门是被锁死的 也就是说 里面很可能有人 李穆罕抬起手 敲了敲隔间门 请问有人吗 有 里面传来了一个悠悠的的女声 哇 出现了 出现了 厕所女鬼 苏雪吓得直接抱住了李穆罕的后背 学姐 学姐 哎呦 你踩到我尾巴了 冷静点 哎呦 李穆罕被苏雪弄得失去了平衡 直接一脑袋撞在了隔间的门上 他脑袋上还长着半只恶魔的脚 这一撞 直接就把门给撞了一个洞 他脑袋在里面 身体在外面 如果有孩子这时候来厕所看一眼 可能会给他们留下一生都难以磨灭的阴影 但更惨的还是厕所里面的那位 原本就已经够害怕了 现在听到外面有人 还是自己熟悉的人 他本来想大声呼救 但碍于情面 还是只说了一句 有人 可就在这时候 这门突然就破了个洞 而且还伸进来一个脑袋 这脑袋还戴着个面具 长着一只脚 这下厕所里 这位直接给吓得口吐白沫 直接晕死了过去 咦 尹齐 李沐寒也认出了厕所里躲着的人是尹齐 就在他想和外面的苏雪说一声的时候 外面的少女却开始发力了 沐寒弟弟 你 你快出来 你会被吃掉的 你的脑子会被僵尸啃掉的 我来帮你 苏雪拽着李沐寒的尾巴 想把他的脑袋从门里拽出来 别别 别 哎呦 学姐 疼 贺文双手撑着门板 尾巴被苏雪用力拉拽着 脖子就不断一下一下 在门上的洞口来回撞着 尹齐慢慢睁开眼睛 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双眼一翻又晕了过去 而在黑暗的二楼走廊上 一抹穿着黑色风衣 带着冬帽的身影 嘴角开始不自然地抽搐起来 这 就是特管局吗 我怎么感觉像是一群来眼相上的 看来是我太看得起这群人了 而后他露出了一抹邪恶的微笑 在把脑袋拔出来之后 李沐寒给苏雪解释了 里面是尹齐 好像已经晕过去了 苏雪赶紧将尹齐从里面爆了出来 仔细检查了一下 他的瞳孔和身体各个情况 没事 就是吓晕了 这可真是没想到 尹齐居然怕鬼啊 苏雪本来想说 可能是被你吓晕的 但考虑到李沐寒队长的颜面 最后还是忍住了没开口 之后李沐寒背着尹齐 和苏雪一起找了尖教士 暂时休整一下 顺便也要等尹齐苏醒 约莫十分钟左右 少女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你醒了 他睁开眼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李沐寒那张 戴着面具半恶魔化的脸 哇 少女猛地抬手一拳 打在李沐寒的下额处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开启了介意的李沐寒 打得直接倒飞出去 在空中转体三周半之后 狠狠地砸在了黑板上 尹齐 冷静点 是我们 苏雪赶紧凑过去 一把抱住了尹齐 刚 刚才 你们 你们突然就不见了 我 我 尹齐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他 就和一只受了伤的小猫一样 缩在苏雪的怀里 瑟瑟发抖 李沐寒撑着客桌站了起来 揉了揉被打得下颌 嘖嘖撑齐 这还好自己 现在是恶魔形态 饶是如此 都感觉得到疼痛无比 若是一般人挨上这丫头一拳 不得当场归西啊 那一类的介遇 应该有影响人记忆 或者认知的力量 等尹齐稍微平静一些之后 李沐寒开始分析起了眼前的情况 不仅如此 还有制造这种低温环境 和让人瞬间消失不见的力量 这只一类可能不太好对付 苏雪补充道 阿T 这时候 影响突然打了个喷嚏 李沐寒这才注意到 他缩在椅子上 一直不停揉搓着自己的双腿 嘿嘿 你的底格里斯 大山羊不管用了呀 李沐寒几乎没过脑子 就说出了这句话 两个妹子 同时朝他投来了一个冰冷的眼光 啊 我 呃 抱歉 我 等等 你们要干嘛 别过来 等等 于是一分钟后 本来就已经将后棉袄 让给苏雪的李沐寒 现在更是连棉裤 都给扒到了影棋身上 好像有点太大了 不过没事 将就一下吧 能保暖就行 苏雪看着影棋 将裤脚玩起来好几节 又觉得可爱 又觉得心疼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李沐寒此时穿着一件毛衣 下身只剩下了一条平脚裤 这原本威风帅气的恶魔形态 现在看起来 是要多喜感有多喜感 倒不是说他会冷 因为有介于的力量 所以李沐寒本身是可以用电能来维持住提问 但这形象 真的很搞笑啊 嗯啊 沐寒弟弟的平脚裤 很有型哎 很筛气哦 苏雪一边盯着李沐寒的短裤 一边拿出了手机 咔嚓一声 拍了一张照 卧槽 别 删掉 快删掉 哎呀 让姐姐多看看嘛 别害羞 就在这时候 随着一阵支压的声响 教室的门被缓缓推开 几人被这声音所惊动 都聚在了一起 在我身后 李沐寒也顾不上 现在自己穿的是啥了 他挡在了两名少女身前 手已经伸向了背后的浮江震膜 但从教室外走进来的 却是一名穿着职业套装 相貌精致的美少女 你们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少女警惕地看着几人 啊 你好 我 我们是那个 李沐寒立刻就要上前解释 但却被苏雪拽住了手腕 有古怪 苏雪提醒李沐寒 而后他看着那少女问道 你是谁 这么晚了 为什么会在福利院里 我 我是这间福利院的老师啊 老师 几人对视了一眼 很明显都疑惑起来 我们并没有在福利院的合照上看到过你 你究竟是谁 李沐寒已经准备拔出了浮江震膜 但就在这时 少女微微抬起头 眼神之中不经意闪过了一阵诡异的红光 而后 苏雪的瞳孔都微微收缩了一下 哦 我记起来了 好像是有一名教舞蹈的老师 这几天好像家里有事请假了 就是你吧 是的 我家里的事已经处理完了 所以今晚就直接回来了 您是苏小姐吧 我今天听院长说 您要来视察福利院 我来的时间 对您说话太大声了 您的这位朋友 女人看向了半恶魔形态的李沐寒 突然露出了一丝疑惑 哦 这 这个是cosplay 这些尾巴 脚都是道具 万圣节不是要到了吗 我们再给孩子们排练节目 还是苏雪反应快 赶紧给李沐寒解释 为了证明 他还捏了一下李沐寒的尾巴 呃 穿这么少排练吗 真是辛苦您了 女人看了一眼李沐寒的平脚裤 露出了一抹尴尬的微笑 可李沐寒却还有点疑惑 他凑到苏雪耳边低声问道 真的吗 我怎么记得院长说过 这间福利院只有 嗯 没错的 我记得很清楚 他这几天家里有事 所以耽误了 他是新来的老师 所以院长可能把他漏掉了 我也记得 今天林子宇在给我们看的照片上 有这个人 尹琪也说道 这下李沐寒放心了 哦 原来如此 那这位老师 我们现在先一起离开吧 这间福利院现在有点问题 李沐寒握住 扶将振膜的手慢慢松开 而后一脸轻松的 就要走向那女人 嗯 问题 好吧 既然是苏小姐的朋友 那我会和你们一起离开 可就在李沐寒走到那女人面前的瞬间 他猛地抬手 一把掐住了女人的喉咙 将其提了起来 沐寒弟弟 你在做什么 可 可嗨嗨 你 你做什么 放 放开我 学姐 你们仔细想想 这女人如果真的是新来的老师 怎么可能请假这种事 还要告诉你这个出资者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苏雪一下子愣住了 而后开始努力想解释 她 她 我记得她是 别忘记这只异类的能力 学姐 在这里不要轻易相信你的记忆 而后 李沐寒又看向了那女人 这里 简直冷得要命 你说我穿的少 我看你也不慌多让啊 小姐 怎么哆嗦 都不打一个 嗨嗨 救 救命 沐寒弟弟 还是先把她放下来吧 我们先搞清楚 免得 哄 一道雷电 猛地从李沐寒的手中射出 直接轰向了她手中掐着的少女 苏雪和隐气都看呆了 没想到李沐寒竟然下手这么快 他们还在担心着 要是杀错了人怎么办 可就在下一刻 两名少女看到李沐寒的手中 空空如也 反而是在教室门口 刚才的少女 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此刻的她 一脸媚笑地看着三人 三根尾巴 也从她的裙间伸出 而她的脑袋上 赫然长着一对狐狸耳朵 看来特管局还是有点本事 妾身应该不会觉得无聊了 她轻舔了一下嘴唇 用极其诱惑的眼神 注视着李沐寒 这女人已经不装了 李沐寒等人 也不用再客气了 恢复了神智的苏雪 顿时为自己刚才所产生的虚无记忆 感到可怕 这只异类的力量很强 可能是霍乱级的异类 尹琪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而那女人在听到霍乱之后 不由地吃笑了一声 霍乱 可真是够侮辱妾身的 再怎么说 妾身曾经也是六尾狐 若不是被那只该死的吸血鬼给打伤 妾身也不至于躲在这个地方 现在妾身终于又修炼出了三条尾巴 只要吸取了这些孩童的精气 妾身便能回复到巅峰时期 苏雪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手枪 对李沐寒说道 小心 她是特管局托管的异类 档案215号六尾狐 等等 吸血鬼 莫非当时打伤她的是夏月 苏雪点了点头 那时候夏月小姐刚加入特管局 就被派往一个村子执行任务 那村子的男人都似乎被一个女人给迷住了 不仅杀害了自己的老婆 还将这女人当作皇帝一样供着 听到几人的谈话 这女人更加兴奋了 你们认识那只吸血鬼 哼 我告诉你 你还是尽早投降吧六尾狐 你面前站着的这位 就是那只吸血鬼的男朋友 你要是伤害了他 到时候 刷 没等苏雪说完 一道带着寒气的爪子 已经横向扫了过来 小心 李穆罕猛地抬起伏将震膜 这猛烈的寒气 几乎将雷霆都给吞没 李穆罕拼了命抵挡着这一轴 但那女人突然一个转身 尾巴一扫 砰的一声 将李穆罕打得飞了出去 这是李穆罕第二次撞在黑板上 这一次 直接把黑板给撞穿了的洞 而他人也飞到了第二间教室里 穆罕地点 苏雪刚想举枪射击 而后他抓住了尹齐的脚踝 将其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尹齐摔在地上之后 立刻感觉刚才被抓的脚有些麻 低头一看 他整只右脚都被冻成了冰块 不 不可能 这 这根本就已经不是 霍乱级别的异类所拥有的力量了 苏雪已经能感觉到 寒气越来越强烈 一阵冰雪风暴 似乎已经将整个福利院给包围了起来 是啊 是啊 我可是很强的 你们好好想象一下吧 或许我现在的力量 也能达到天灾哦 天灾 这 这不可能 苏雪被动的 已经一步也动不了了 他脑子里开始想象 若真的眼前的这只妖狐是天灾级 那 那么 停止你们的想象 随着一个声音从窗外响起 而后一阵狂风猛地呼啸而来 将所有教室的玻璃都吹得粉碎 他的力量并不强大 强大的是 你们的认知 这妖狐不过是擅长迷惑人心 让你们看到你们想象中的东西罢了 那声音依然从窗外传来 但却没有见到出生之人 而在那阵狂 之后 苏雪也渐渐感觉 四周好像没那么冷了 你这只可恶的鸟人 但它们已经没救了 你就不了它们 也就不了那些孩子 狐妖用冰冷的视线看了看窗外 而后猛地抬手 一爪子就朝着苏雪的脖子狠狠抓了下去 可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雷光突然从隔壁教室射了过来 而后复将阵磨的刀刃 几乎是贴着狐妖的脸颊而过 留下一道细长的血丝 仔细想想 你六条尾巴的时候 打不过下远 现在三条尾巴在这装啥呢 李穆罕此时赤裸着上半身 从之前被他撞破的那个洞口走了出来 而且咱们这么大动静 上面的孩子也没被吵醒 只能说明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现实 我说的对吧 狐狸精 他指着那狐妖 脸上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竟然敢划破气身的脸 啊 你不是那么牛逼吗 自己回复一下 而且 这地方不是你的介遇吗 你自己想象一下你美丽的容貌 不就完事了 还是说 李穆罕一边说话 一边走向狐妖 下一瞬间 他已经来到了狐妖的眼前 还是说在介遇之中 你自己的认知是无效的 碰 李穆罕一拳狠狠地砸在了狐妖的脸上 将其打得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然后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可恶 可恶 为什么 为什么又打我的脸 狐妖彻底抓狂了 他疯了一 扳伸出爪子 可刚想从地上爬起来 就被高高跃起的李穆罕一脚踩在了脸上 哇 又是脸 狐妖惨叫一声 而后爪子猛地朝上空挥舞 但却扑了个空 李穆罕在狐妖的身后落地 直接拽住了狐妖那一头秀丽的长发 将他拽翻在了地上 而后 他骑在了狐妖的身上 抬起来拳头 你你 你要做什么 人类 等一下 我的脸 花了很长时间才修炼成这样的 等等 等一下 永春 李穆罕 砰砰砰砰砰 李穆罕的双拳 如同子弹一般落在狐妖的脸上 打得他的身体不断颤抖 看得身后的苏雪和尹齐都是一阵胆寒 同时心里还生起了一阵对着狐妖的同情 别 别打 别打了 一阵连环拳之后 李穆罕抬起了拳头 而身下的狐妖已经被打成了一个猪头 他张着嘴 牙齿都没剩下几颗了 泪流满面地朝着李穆罕求饶 我 我认输 别打了 别打了 仔细想想 你的能力确实很强 如果没有刚才那个声音提醒 说不定我还真的把你想象成夏月那种强大的异类了 行了 现在告诉我 那两个失踪的孩子在哪 狐妖的脸就像是被马峰给折过一般 惨不忍睹 他微微张嘴 然后猛地吐出了一口寒气 这寒气直接喷了李穆罕一脸 哎呦我去 偷袭 不讲武德 等李穆罕用手抹开这一阵寒气的时候 那狐妖的身影已经逃向了教室外 想跑 呵呵 李穆罕一把抓起插在地上的浮将震膜就追了出去 学姐 你好好照顾一下隐妻 我去追她 可就在她刚追出走廊的时候 外面却已经没有了半个身影 李穆罕小心翼翼提着刀 一间一间教室的寻找 就在她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 突然和一个身影撞了个正正 哎呦 吓 吓死我了 你是谁啊 来人似乎被李穆罕吓了一跳 李穆罕定睛一看 这人居然是院长 院长 您怎么在这儿 你是今天和苏大小姐一起来的那位先生 您怎么还没走 还有您怎么不穿衣服 裤子也脱了 还拿着刀 您这样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李穆罕挠了挠头 没想到居然会被院长看到 他赶紧将刀背在身后 抱歉 抱歉 院长 我 我那啥 我在找人 你找什么人 你赶紧离开 不然 我要报警了 为了避免惹麻烦 李穆罕赶紧笑着答应 好好 我这就走 而当李穆罕转身的时候 他似乎有些疑惑 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这么好看的妹子 怎么跑得这么快 其实我是想再看一眼她的美貌 可惜了 今生只怕无缘相见了 没想到这句话一出口 身后的院长突然老脸一红 先生 您 您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 我好看吗 嗯 李穆罕回头 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邪恶 你他妈可太好看了 而后当头就是一刀 这一刀劈下的瞬间 院长的身影猛的朝后一退 但还是被这一刀划伤了胸口 啊 李先生 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别装了 老狐狸 你藏得住你的尾巴 但你可藏不了你身上的那股骚味 李穆罕抬起手中的浮江震膜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看着老院长 眼见无法抵赖 院长慢慢地低下了头 发出了一阵阴冷的笑声 真是小看了你啊 你这只恶魔 你和那只吸血鬼一样 让我觉得恶心 若是我还在全盛时期 又怎么会让你们如此渐远 看着院长慢慢又化作了那猪头少女的模样 李穆罕有些忍俊不惊 但还是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就算被我击败了 也不会服气 那是当然 妾身全盛时期有六条尾巴 现在只有三条 你就算赢了 妾身也不服 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 那两个孩子在哪 李穆罕挠了挠头 似乎有些为难地说道 嗯 那好吧 说吧他慢慢将抬起的手放下 刀刃轻轻在地板上划过 然后狐妖就看到李穆罕闭上了眼睛 要做什么 狐妖有些疑惑 但下一秒 他的瞳孔瞬间开始收缩 脸也逐渐开始 恢复成了美少女的模样 你 你到底要做什么 首先 我帮你恢复相望 然后现在 我帮你恢复你的力量 李穆罕依然闭着眼睛 似乎是在想象着什么 而眼前的少女身体 也开始发生变化 她身体开始颤抖 嘴角也慢慢裂开 露出了一个极其阴狠的笑容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最后 她的尾巴变成了五根 这些够了吗 李穆罕仍然闭着眼睛问道 不够不够不够 这些还不够 还要更多 更多 我还要更强 少女的嘶吼 在她耳畔响起 李穆罕有些不爽的砸了砸嘴 行吧 于是她继续开始想象 费尽心思 去想象着狐妖的强大 最后 狐妖的第六根尾巴 终于又长了出来 尽管只是暂时的 但能重温自己巅峰时期的力量 狐妖已经感动得几乎落泪了 终于 我的力量 我再次感受到了我的力量 一行青泪 从她的眼角滑落 够了吧 李穆罕慢慢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这比刚才 大了好几倍的女人 丝毫没有任何惊讶 因为这就是她想象中 狐妖全盛时期的模样 人类 人类 看到了吗 我的强大 这才是真正的我 狐妖冲着李穆罕怒吼 意思就是说 如果在这种状态击败你 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击败我 就凭你 现在即便是再次面对那只吸血鬼 我也绝对不会输 你别废话 我就问你 如果你输了 会不会乖乖叫出那俩孩子 狐妖慢慢弯了弯身子 眯缝着眼睛看向李穆罕 她的脸已经化作了狐狸的模样 一张嘴便是一口尖锐的利尺 当然 人类 如果你赢了妾身 妾身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 李穆罕慢慢抬起了浮江振膜 一言为定 哦 狐妖一声怒吼之后 席卷着冰雪风暴 就朝着李穆罕扑了上去 扶雷鸣约 李穆罕手覆盖在刀身之上 而后一声怒吼 原本缠绕在自己周身的雷霆 一瞬之间全都开始往外扩散 好 好 人类你很强 但是还不够 冰雪再次扩大 身形已经来到了李穆罕的身前 一只巨大的胡爪 从风雪当中狠狠抓向了李穆罕 李穆罕猛地举刀迎击 但却被这一爪子打得 直接半蹲在了地上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人类 我地力量 怎么样 还行 李穆罕单膝跪在地上 一只手握刀 另一只手猛地俯过刀身 缠雷 无数的雷电 开始汇聚在了浮江振膜的刀身之上 而后随着一阵轰鸣 狐妖的身形被雷电锁震开 但他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反而用细血的眼神看着李穆罕 以帮助妾身恢复了力量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刻 但再次品尝到这股力量之后 妾身现在更加欲求不满了 这所孤儿院的所有孩子 都将会成为我的食量 但是还不够 我 还要更多 我会成为真正的九尾天狐 不得不说 的确很强 李穆罕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盯着狐妖并没有半分畏惧 反而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但也就这样了 难怪会被夏月给秒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这水平 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狐妖脸上的笑容变得猙獰 而后整个身体 都化作了一只 被冰雪所覆盖的巨大妖狐 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类 妾身真想把你留在身边 让你永远服侍妾身 可别 我家那位对气味很敏感 你身上味道太重了 我就静泻不明了 李穆罕笑了笑 双手握住了 浮江振膜的刀柄 那就请你去死吧 妖狐怒吼一声 冲向了李穆罕 李穆罕则是闭上了眼睛 他开始想象霍天最后的那一战 最后的那一刀 以及身后所幻化出的金甲巨人 雷电也同时开始在他的身后汇聚 狐妖的冰雪 已经逐渐将李穆罕的双腿 冻成了冰块 而这种冻结 还在不断往上蔓延 我会将你咬得粉碎 狐妖张开了锯口 高高跃起 朝着李穆罕就咬了下去 也就在这瞬间 李穆罕猛地睁开眼 瞳孔金光四射 而他的身后 也出现了一抹 由雷电所组成的金色身影 这一抹身形并不庞大 和李穆罕差不多大小 也没有身着金甲 但李穆罕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化身 李穆罕地一声爆喝 同时手中堂刀 已经做好了挥砍的准备 身后那由雷光所组成的巴尔化身 同样手持一把雷霆长刀 和李穆罕的动作几乎同步 最后李穆罕地抬头 瞪向了那已经近在咫尺的狐妖 挥出了这一刀 接斩 巴尔的化身也同时挥出一刀 两刀的雷霆汇聚在了一起 几乎是瞬间就压制了狐妖的风雪 不 等 等一下 这是什么力量 啊 狐妖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但想逃已经晚了 雷霆和闪电开始反噬风雪 最终所有的冰雪都停息了 李穆罕周身被冻结的位置冰块 也应声碎裂 而那狐妖则是又恢复到了三位形态 从半空之中跌落到了地上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明明我已经是全胜姿态了 狐妖艰难地在地上爬行着 但一把明晃晃的唐刀 却狠狠插在了他眼前的地面上 狐妖被吓了一跳 缩了缩身体 现在 服了吗 李穆罕走到狐妖眼前蹲下了身子 用一种有些玩腻了的眼神 盯着这只狡猾的狐妖 不 人类 不 暗魔 你很强 你和那只吸血鬼一样强大 那还是抬救我了 李穆罕挠了挠头 一想到夏月那可怕的力量 自己几乎都没法反抗 他就感觉一阵胆寒 我在还只是一只小狐狸的时候 母亲被人类给杀害 还包了皮 所以我憎恨人类 我想要变得强大 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李穆罕叹了口气 看着这狐妖说道 但你现在做的事并不是生存 而是在伤害别人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 和当时杀了你母亲的人类 有什么区别吗 你懂什么 人类 永远都在呵护中成长 而我呢 我从小就只能对一切都提心吊胆 永远都不知道 危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 也绝对不会说什么 让你原谅人类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可你至少拥有过母亲 你感受过母亲的温暖 但我并没有 对我来说 母亲这个词 就像是你的那些冰雪一般寒冷 李穆罕的话 让狐妖微微一愣 你 算了 不说这些了 愿赌服输 把你掳走的孩子交出来吧 但此时 狐妖却低着头 苦笑了一番 到现在 你还不明白吗 人类 啊 什么 根本就不是我掳走了 那些孩子 狐妖的话 让李穆罕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不是他掳走的 那两名孩子的失踪 我只不过是配合那个女人 消除了这所福利院的人的记忆 至于那些孩子 被他带到哪去了 这件事我可不知道 那个女人 李穆罕此时脑子里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这所孤儿院 并不只有一只异类 如果这件事 不是这只狐妖做的 那只可能是 那女人 居然想借着特管局的手来除掉我 这样 她就能独占这所孤儿院的 所有孩子了 如意算盘打得可真不错啊 So 就在时候 黑暗的走廊之中 猛地射出了一只不知名的东西 直接贯穿了狐妖的胸口 他骂的 狐妖骂了一句脏话 身体慢慢朝后倒了下去 李穆罕发现 贯穿了他胸口的 竟然是一根羽毛 他立刻拔出浮江镇膜警惕地 看向了羽毛射出的方向 在那黑暗深处 一阵脚步声逐渐响起 你应该快些杀掉他 从黑暗之中走出的周灵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清冷 一种肃杀的气息 从他的周身不断释放而出 所以 这件事是你主导的 是你掳走了那两孩子 我不会伤害他们 周灵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家 而我会成为他们的母亲 孤祸鸟 还有一个特性 李穆罕突然想起了 之前林子宇说过的话 他们会去抢夺别人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这种异类并不 全 不应当让他从事 与孩子相关的工作 这特管局的管理 混乱啊 李穆罕骂咧咧的 朝着孤祸鸟举起了刀 而他身边的那只狐妖并没死 他气若犹斯 十分虚弱地说道 人类 小心 那 那女人 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她 她很强 其实不用狐妖说 李穆罕已经能感觉得到了 孤祸鸟 是祸乱级的异类 但现在他所释放出的气息 明显已经达到了烟灭级 这让李穆罕想起了周治国 那只明明只有混沌级别的异类 却在和霍天战斗的时候 发挥出了霍乱级别的力量 眼前的孤祸鸟 亦是如此 他们都在短时间内 获得了不属于他们的强大力量 这绝对不是什么常态 至少李穆罕 没有在之前特管局的任何案件当中 知晓过这种情况 行了 你闭上嘴好好消息吧 此时周围的温度 已经恢复了正常 那代表着狐妖的介遇 已经被解除 他此刻也十分虚弱地摊在地上 尽管已经用冰封的力量 封住了伤口 但还是比较虚弱 李穆罕也没指望他能参加战斗 我并不想和特管局起冲突 我要杀的只有这只狐妖 周灵一步一步朝着李穆罕走来 他也算是 你们此次任务的目标 所以把他交给我吧 我们的目标是 卢走孩子的异类 也就是说 现在我的目标只有你一个 李穆罕挡在了狐妖的身前 这让周灵微微皱了皱眉 随后他叹了口气 那就没办法了 人嘞 话音刚落 周灵猛地张开双手 他的手在这一刻 画作了五彩的羽翼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 羽翼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而后狂风瞬间席卷而来 将所有走廊上的窗户都撕了个粉碎 而这些狂风席卷着玻璃渣 朝着李穆罕呼啸去 李穆罕猛地抬起伏将阵膜 一道由雷电组成的屏障挡在了身前 玻璃渣如雨点般密集 撞击在雷电屏障上 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声响 雷电与狂风相互碰撞 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笑声 李穆罕眉头紧皱 这股力量实在太过于霸道 刚才自己在和狐妖的战斗中 似乎消耗了太多的力量 现在这界域内所存有雷电 并不足以支撑他 再使用一次化身 这就是湮灭疾异类的力量吗 喂 人类 可以了 把我交出去吧 狐妖看出了 李穆罕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于是 他拽住了李穆罕的裤衩一脚说道 别 你别拽我裤衩 行了 在后面安静点 李穆罕因为裤衩差点被拽掉而吓了一跳 也因为如此 他的屏障出现了一丝漏洞 玻璃渣瞬间涌入 划破了他的脸颊 妈的 你别帮到忙了 切身好心好意要牺牲自己 你这是什么 态度 就在李穆罕已经无法维持住 这阵屏障的瞬间 另一股戒域的力量猛地展开 戒域 零点空间 展开 碰 随后一声狙击枪的声音响起 周灵的身体突然朝旁歪了歪 走廊的另一端镜头 苏雪半蹲在地上 手里端着一把狙击枪 他的双目无神 仿佛没有半分感情 周灵看着自己的胸口 并没有感觉到痛苦 他抬起手 一根羽毛猛地朝着苏雪的位置飞了出去 可羽毛才刚射出 狙击枪的子弹再次到来 精准无误地将羽毛射穿的同时 又在周灵的肚子上开了个洞 在我的戒域当中 无论再快的东西 都不可能逃过我的眼睛 苏雪声音平静地说道 就在周灵开口刚要说话的瞬间 又是一股戒域的力量 在他身后展开 戒域 杀戮地带 展开 而后阴影之中 两把匕首翘无声息地 抵在了他的喉咙上 这一切竟然是 连他这只烟灭极一类都没有察觉 学姐 尹齐 李木涵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两人的戒域 不由地吃了一惊 因为两人的加入 现在战局发生了变化 可周灵却依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看了看远处的苏雪 又看了看李木涵 最后眼神下移 看向了脖子上的匕首 别动 影齐冷冷地说道 你们 太弱了 周灵发出一阵冷笑 而后猛地再次张开双翼 就在这瞬间 无数的羽毛和狂蜂一同呼啸而来 影齐想要切断周灵的喉咙 但他却突然发现 自己眼前的哪 还是什么周灵 那分明是一只鸟头人身的怪物 他手中匕首猛地发力 但却连这鸟人的羽毛都破不开 砰 狙击枪的子弹再次呼啸而来 却仍然无法射穿孤惑鸟的羽毛 现在该我了 周灵双翼猛地一扇 无数的狂蜂和羽毛 开始刺向了众人 就在这时候 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被打开了 妈妈 一个小男孩 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走了出来 瞬间 所有的狂蜂和羽毛 全都消失了 周灵也瞬间恢复了人类的心态 他无视了身后的影旗 静静地走向了那男孩 妈妈 我做噩梦了 睡不着 男孩看着周灵 露出了一丝委屈的神情 周灵却一改之前的冰冷态度 他蹲下身子 温柔地抚摸着男孩的脑袋 别怕 妈妈就在这里 而后另一个孩子 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妈妈 怎么这么吵 这些人是谁啊 他指着李穆罕等人问道 不重要 孩子们 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妈妈 我们要去哪 可是妈妈 我们在这里还有朋友 孤祸鸟温柔地将两个孩子抱在怀里 妈妈会带你们认识更多的朋友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妈妈也会永远保护你们 嗯 只要能和妈妈在一起 去哪都可以 我也是 我最喜欢妈妈了 苏雪解除了戒雨 他手中的狙击枪也随即消失 穆罕弟弟 那就是失踪的两个孩子 他走到李穆罕的身边 低声说道 李穆罕点了点头 看着这一幕 他也觉得有些诡异 那些孩子 似乎是打从心底里觉得 孤祸鸟是他们的母亲 而且对他无比信任 这女人利用了我的力量 彻底扭曲了这俩孩子的认知 混蛋 李穆罕的搀扶下 艰难地站起了身 孤祸鸟转身 看向了李穆罕一行人 然后鞠了一躬 我只是想给这两个孩子一个家 不会给特管局带来其他的麻烦 你的力量从哪里来的 李穆罕冷冷地问道 这是交易的一部分 我不能告诉你 但请你认清现在的情况 特管局的各位 是我放了你们一条生路 请不要找死 孤祸鸟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眼神里再次闪烁出了一丝杀意 李穆罕明白 他的力量现在的确非常强大 现在自己的状态 无法和他正面作战 你逃不掉的 孤祸鸟 隐气冷冷地说道 或许吧 孤祸鸟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 眼神之中满是慈爱之色 但不是今天 特管局的各位 我给你们一个忠告吧 一股 你们看不见的力量 正在悄悄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异类 或许很快 你们所有的那些档案资料 便全都不能当做参考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 是谁在做这些事 李穆罕问道 这是交易的一部分 我很抱歉 再见了 各位 说吧 孤祸鸟的张开双臂 双手再次化作了羽翼 而后将两个孩子涌入了怀中 一阵狂风将他们包围 等到狂风散去之后 孤祸鸟和两个孩子 也都不见了踪影 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照耀大地的时候 牧山福利院 仿佛又回到了他原本的模样 昨晚的一切 都仿佛梦境一般不真实 在昨晚 这所福利院所发生的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特管局的人 立刻便来掌控了局面 李穆罕有些担心 毕竟两个孩子 还是被抓走了 孤祸鸟也不知所踪 更可怕的是 孤祸鸟所说的那些话 有人正在悄悄 改变着这个世界的异类 从侠国到孤祸鸟 他们的力量 都得到了巨大的增强 这绝对会成为一种隐患 林泽却只是 笑着安慰了李穆罕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人类如此 异类也是如此 大家都在进化 放心吧 特管局会处理好一切 至于那两个孩子 孤祸鸟不会伤害他们的 他们本就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或许孤祸鸟 真的可以给他们缺失的爱吧 这种说法 只能是自我安慰 任务失败是事实 狐妖在被特管局的工作人员 带上车的时候 一定要见一面李穆罕 李穆罕也遂了他的院 喂 人类 你当时为什么要救我 啊 就是 那女人要杀我灭口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救我 李穆罕挠了挠头 苦笑着说道 也没想太多 就觉得 你可能也没那么坏吧 我问了邻居 之前你占据那座村子的时候 也只是迷惑了那些男人 至于之前苏雪说的 那些男人杀了自己的妻女 也并不是事实 可能是狐妖改变了他们的认知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哼 这样会显得我比较狠 比较强不是吗 不得不说 虽然你是一只活了几百年的狐妖 但我觉得 你的心智 就像那孩子一样幼稚 哼 狐妖别扭地转过了头 但还是悄悄看了一眼李穆罕 人类 这次说给你 我心服口服 我会在特管局的监控下科学修炼 如果还有下次 但依然美丽的狐妖被压上车之后 他笑着说了最后一句 但我感觉 还是现在的你最好看 要不还是别修炼了 狐妖的脸突然有些微红 他微张着嘴 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李穆罕说 但最后只化作了一句 去死吧你 恶物的人类 而后车子扬长而去 李穆罕莫名其妙被骂了一句 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泽叹了口气 拍了拍李穆罕的肩膀说道 你能不能别再给这些异类刷好感度了 特管局不是你的后宫啊 与此同时天海市大学 顾若曦在洗手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妆容 检查了一下 发现今天的自己也很完美之后 下定了决心 我就去找你一次 如果你不理我 我再也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挽回我 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就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之后他直接来到了李穆罕的班级 但却得知李穆罕今天请假了 穆罕他最近经常请假 出情率都快不达标了 走廊上 罗阳面对顾若曦的询问也有时一头雾水 老实说之前你和他刚分手的时候 他的确非常失落 但最近看来好像比以往都更加春风得意了 罗阳自然知道顾若曦对不起李穆罕 作为兄弟 他现在说这些只是为了想气一下顾若曦 顾若曦也的确被气到了 他无法想象 李穆罕没了自己 怎么可能还能活得这么滋润 就凭那个不良少女下院 他一定是被那个女人给迷惑了 那个女人只是为了他的钱 罗阳冷哼了一声说道 顾大小姐 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一定要围着你转啊 老李没对不起你 是你先抛弃了他 人家现在有了新的对象 你要是真后悔了 就好好低下头去和他认错啊 虽然我不认为你还有什么机会 你 顾若曦被气得小脸通红 但却找不到话来反驳 就在这时候 随着走廊上的窃窃私语 一 抹高条的身影走到了二人身边 打扰了 二人回头 朝着说话的人看去 然后两人都呆住了 因为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最近的风云人物 来自北国的转学生 哈提 哈提依然保持着那如冰霜一般的冷凹 这种冷凹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气场 就连顾若曦都有些不敢直视 那霜如寒潭一般 深邃又冰冷的眼眸 请问李穆涵在吗 哈提就像是没看到顾若曦一般 直接就看向罗阳问道 啊 啊 这 穆涵 他 他请假了 罗阳自认为是个面对女生 可以贪图自如的男生 就算是顾若曦 他也能出言嘲讽几句 但在面对哈提 他甚至连说话 都有些不利索了 在得知李穆涵不在之后 哈提有些失落 他将背在身后的手拿了出来 那是一个精致包装的礼物盒 这样啊 那看来没法把礼物送给他了 你 你和李穆涵什么关系啊 顾若曦有些忍不住了 一个下月也就算了 这个美少女留学生又是怎么回事 李穆涵的身边从来没什么女人缘 为什么短短几个月就变成这样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哈提这时候 才第一次将目光移向了顾若曦 很亲密的关系吧 哈提轻描淡写的一句 让顾若曦的眼睛都瞪圆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才认识多久 你知道他有女朋友吗 顾若曦的有些急了 竟然忘记了 自己和李穆涵已经分手了 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事情有些尴尬 哈提思索了片刻之后说道 你是说下月吗 无所谓 他赢不了我 什么下月 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顾若曦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豁出去一般的朝着哈提喊道 哈提凑近了顾若曦 用鼻子嗅了嗅他身上的味道 这个举动让顾若曦有些猝不及防 他敬意了一声之后 往后退了一步 你身上没有他的味道 哈提淡淡地说了一句 味道 你是狗吗 眼见二人就要吵起来 罗阳赶紧拦住了顾若曦 同时对哈提说道 那啥 这是穆涵的前女友 你别放在心上 罗阳明显就是故意的 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围观 李穆涵这个名字 最近好像经常听到 而且都和学校里 最漂亮的几个人有关 一个顾若曦 一个下月 现在又来个留学生 这个李穆涵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前女友啊 哈提的眼中明显露出了一丝不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是我甩了李穆涵 是我看不上他 如果我愿意 他立刻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面对顾若曦的歇斯底里 哈提只是微微耸了耸肩 而后 身旁若无人地离开了 这下没了发泄对象的顾若曦 只能朝着罗阳撒气 你刚才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说 我是李穆涵的前女友 罗阳耸了耸肩 根本懒得搭理顾若曦 难道我说的不是真的吗 你行行好 别缠着李穆涵了 如你所见 他现在可忙了 真没空搭理你 说完这句话之后 罗阳也直接回了教室 只留下了顾若曦 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和奚落 此刻就像是被放大了一百倍 如同冰锥一般 刺痛着他的自尊心 精心打扮过的妆容 现在看来就仿佛是小丑一般 他再也忍不住了 独自一人陶冶似的离开了大学 而在走廊窗口上 哈提看着跑走的顾若曦 嘴角却浮现出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微笑 顾若曦一路奔跑 只跑到自己筋疲力尽 才找了个路边的长椅坐下 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沾湿了他的眼眶 精致的眼妆 此时也已经都糊成了一片 他捂着脸 不希望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 之后他开始思考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自己魅力不够大 还是因为自己背叛了李穆涵 遭到了报应 真以为我能看得上你吗 只要我愿意 我分分钟就能找到幸福 顾若曦嘴里这么说着 心里想着李穆涵和夏月 还有那个转学生的场景 就一阵脚痛 在想到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出现在自己眼前的 就是李穆涵 他真不知道 应该如何去面对现在的自己 一朵鲜花头上带 一年四季也不开 一心想要花开时 采花之人没到来 就在这时候 一个少女的声音从旁响起 顾若曦微微抬起头 就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可爱少女 穿着有些独特的道袍 举着一面旗子 正站在自己的眼前 你要干嘛 顾若曦有气无力地问道 这位小主 你是否在为你的姻缘所苦恼 不要担心 不要烦恼 只需一挂保准 让你一眼万里 再也不迷茫 原来是个江湖骗子 顾若曦冷笑一声 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少女 就出来行骗了 他摆了摆手说道 不算不算 我心情不好 走开 少女没有死心 反而是在顾若曦的身边坐下 他将那面旗子放在一边 拿起了顾若曦的手 自顾自地开始看起了顾若曦的手相 嗯 手上皮肤软而嫩 清闲快乐好的海 小有 你真是大富大贵的千金之蛆啊 你干嘛 顾若曦抽回了手 对这个相貌可爱 但行为很古怪的少女 十分不满 你赶紧走开 我现在没心思搭理你 可少女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反而是绕到了顾若曦的眼前蹲了下来 仔细观察着顾若曦的面庞 可惜啊 急功近利 破了像 你原本顺风顺水 这辈子都会荣华富贵 但现在嘛 少女微微一笑 随后顺手拿起了那面旗 现在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顾若曦觉得这少女愈发的奇怪了 现在 你有血光之灾哦 呵 老套的骗术 就在顾若曦想要出言讥讽的时候 少女猛地将旗帜往顾若曦的身后一戳 哎呦 一个男人的惨叫突然响起 顾若曦回头一看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少女这一戳正好戳到了他的眼睛 妈的 兄弟们 上啊 把这两人都抓回去 赵哥有重赏 高大的男人捂着眼睛大喊 而后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了路边 里面冲下来五六个男人 朝着顾若曦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你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不是都说了吗 小友 你有血光之灾啊 而且 这是你急功近利的后果 怎么样 算一挂吗 我帮你解了这一解 不知道为什么 顾若曦真的觉得 眼前这小妹妹 是此时唯一能帮到自己的人 她用力地点头 拜托你了 救救我 不客气 不客气 少女手中长旗 猛地朝后一扫 刚冲过来的两个男人 立刻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掀翻在了地上 而后少女将长旗扛在肩上 一脚踩着一名 刚想站起来的男人 笑着对那些冲过来的人说道 翠微山真武道观 御龙道人在此 恶当邪道 统统退散 这名自称御龙道人的少女 就将那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给放倒在了地上 原本那些人 还想继续上前的 可这毕竟是在大街上 此时已经有人在围观了 他们想绑了人 直接就跑的想法 已经落了空 而第一个被戳到眼睛的男人 恶狠狠地盯着顾若曦 他妈的 算你走运 但不知道你老爹老娘 有没有这种运气了 说完 几个男人一拥而上 开着车逃离了现场 顾若曦的脸色惨白 丝毫没有脱离险境的那种感觉 怎么办 他们 他们会伤害我的父母 我 我该怎么办 月灵龙拍了拍顾若曦的肩膀 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把他拉上了车 快说你家地址 此时的月灵龙 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俏皮 他看起来也很紧张 没想到下山来摸鱼 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事 刚才他就发现 那男人一路跟随顾若曦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原以为只是突然起义的犯罪行为 现在看来 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阴谋 顾若曦哆嗦嗦说出了 他现在租住的公寓 他的父母因为担心他 所以决定在天海市多待一段时间 如果因为自己让父母出了什么事 他这一生都会自责不安 喂 您好 某某街绿华公寓12楼4号 可能会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 麻烦你们尽快赶到 月灵龙已经拿出了顾若曦的手机报了警 同时安抚着顾若曦 警察已经赶过去了 不会有事的 出租车司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开足马力 甚至闯了两个红灯 在最快的时间里到达了目的地 好在顾若曦现在住的公寓离大学不远 半小时不到车就来到了公寓楼下 此时楼下已经停了几辆警车 还围着一群围观的人 没事的 不会有事的 别着急 警察已经到了 月灵龙依然在安抚着惊魂未定的顾若曦 而顾若曦则则是失了魂一般不停发抖 如果没有月灵龙的搀扶 他可能连走路都费劲 搭乘电梯来到了12楼 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月灵龙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了许多 他将顾若曦护在身后 同时手中握着的旗也竖了起来 那面上面硬刻着笼子的小妻此刻无风自动 竟然正好指向了顾若曦所住的1204号房间 有妖气 而且非常浓厚 月灵龙开始后悔了 刚才应该直接报告特管局 而不是报警 但谁又能想到 这样一件事会和妖物扯上关系呢 就在这时候 一名警察从1204号房走了出来 看着电梯门口的二人问道 你们是这里的住户吗 我爸 我妈呢 在看到警察后 顾若曦的内心彻底绷不住了 他颤抖着朝警察走去 同时内心又极度抗拒 他害怕从警察嘴里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警察打量了一番顾若曦后说道 你是这家的住户吧 刚才是你报的警吧 是我报的警 我是他的朋友 月灵龙说道 同时也没有放松警惕 这种妖气的味道是血族 但是和夏月不一样 这只血族没有刻意收敛自己的气息 就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这里一般 放心吧 你父母没事 的确是有一伙贼人想要入室抢劫 不过多亏了你这位朋友来家里做客 才把那些歹徒都给制服了 说着警察看向了屋内 正好 他过来了 当那一抹高挑的身影出现在警察身边的时候 顾若曦人傻了 那是一名相貌有些冷艳 有些抑郁风情的美少女 身穿一袭黑色短款外套 下身则是修身牛仔裤和黑色的短靴 一头银色长发被绑成了马尾 显得既干练又洒爽 你 你是 可顾若曦却完全不认识这女人 咦 她不是你的朋友吗 警察也有些梦了 而月玲瓏此时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她很清楚 这强大的妖气 就是从眼前这个女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我是李沐涵的朋友 之前欠她个人情 现在还你也算还了 说吧 女人绕过了顾若曦的身边 准备离开 哎 等等 小姐 你还要和我们去做笔录呢 警察叫住了女人 但女人却只是回头用一双射人的眼神 看了一眼警察 那警察顿时感觉后脊背发凉 再多的话也说不出一句了 李沐涵的 朋友 顾若曦待了片刻 随后立刻冲进了房间 一进房间就看到 已经被警察勒令要求抱头蹲在墙角的七八个男人 他们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伤 应该是刚才那女人造成的 而她的父母虽然没受伤 但好像是受了一些惊吓 爸 妈 你们没事吧 顾若曦扑到父母面前 她的父母意味着彼此坐在沙发上 在看到自己女儿之后 也放松了一些 没事 小夕啊 多亏了你那位朋友 这些人突然闯进来 就要把我们带走 若不是你那位朋友 妈 不是我的朋友 是李沐涵的朋友 顾若曦打断了母亲的话 将阿姨愣了一下 随后叹了口气 哎 咱们家 亏欠小韩的也太多了 顾伯父倒是稍微冷静一些 他明显觉得不对劲 这些人冲进来不畏才也不害命 甚至一句话也不说 就要带他们走 小夕啊 你是不是得罪了谁 顾若曦回头看了一眼 那几个蹲着的人 其中一个男人 虽然低着头 但他的身形 让顾若曦很是眼熟 突然 他认了出来 是你 顾若曦指着那男人喊道 男人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缩着的身体 又往里靠了靠 同时嘴里 还颤抖着说道 不不 不是我 就是他 他是云上饭店的那个保安 爸妈 你们忘记了吗 经顾若曦这么一说 二老也认出了 这男人的 却就是那天吃饭的 云上饭店的保安 还真的是 江阿姨 于静未消地说道 警察此时也走了过来 你们认识这人吗 不认识 但他是云上饭店的保安 当时我们在云上饭店 吃饭的时候 起了一些冲突 在听到云上饭店的时候 警察狐疑地看了顾若曦一眼 你们 在云上饭店吃饭 这句话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有些瞧不起顾若曦 我 我怎么不能在云上饭店吃饭了 你这是瞧不起人 没有 小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 那你跟我们去做个笔录行吗 你父母也一起来 在警察将顾若曦三人 和那些歹徒 一起都带出公寓的时候 那银发少女 在大楼不远处的一个小巷子里 冷笑了一声 同时转过头 看向了阴影中的身影 我现在不欠她的了 那身影穿着一身学生制服 一双修长的双腿 在黑色丝袜的包裹下 显得极为诱惑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哈提 嗯 但你还是要记住 小女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冰冷 让少女感觉 仿佛置身于冰窖当中 你究竟为什么 对那人类这么上心 因为她很特别啊 我就喜欢特别的人 也包括你的主人 夏月 哈提的手 轻轻抚摸着千公月的面庞 寒气透过手指 静润着那张俏丽的脸蛋 而千公月 只能一动不动呆站在原地 不敢做出任何反应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需要你去 帮我调查一件事 我已经不欠她了 更不欠你 千公月往后退了一步 但哈提的手 突然变成了一只 如同狼一般的爪子 狠狠地将千公月的脖子掐住 吸血鬼少女的身体 被提在了半空 不论如何挣扎 都无法撼动分吼 给我注意点分寸 血足 我对你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你现在还能活着的唯一理由 是我现在还不想 和华夏特管局的人闹翻 你 你想让我调查什么 天海市特管局 在不久前 发生了一起 一类叛逃时间事件 我需要你去帮我调查一下 调查那个一类吗 不 我要你去调查那只一类 在叛逃前最后的一次任务是什么 与此同时 躲在小巷口拐角处的月灵龙 目不转睛注视着这一切 正当他听到关键点的时候 突然身后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道士 头听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哈提正站在月灵龙的身后 月灵龙人都傻了 他刚才不是还在自己眼前吗 在回头看去的时候 千公月也站在了他的身前 此时的月灵龙 腹背受敌 刚想挥动手中的长旗 就被哈提一把提了起来 我不会杀你 你是特管局的人 但我希望你不要妨碍我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任务 你 你是 哈提是北国特管局的那个 哈提 你的一切行动 都应该应该在华夏特管局的授意下 忘了这一切吧 孩子 不等月灵龙说完 哈提的眼睛散发出了幽绿色的光芒 在与那双眼睛对上的时候 月灵龙的挣扎突然停止了 他的目光变得呆滞 手中的旗也掉落在了地上 就像是被催眠了一般 杀了他 千公月说道 所以我对你真的没有半年兴趣啊 千公月 你活的时间也不短了 就不能学会用脑子做事吗 千公月虽然对这个评价有些不满 但绝对的力量差距 让他是半个字都不敢反驳 去吧 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这孩子我会处理 一小时之后 月灵龙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翠微山的山脚下 他就像是大梦初醒一般 环顾四周 却始终不记得自己今天经历了什么 算了 吃饭时间到了 回去吃饭了 顾若曦和父母 从警察局路完口供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顾伯父一定要让顾若曦给李慕涵打个电话道谢 顺便问问 李慕涵知不知道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顾若曦本来是不愿意的 但一想到这李慕涵 竟然还让朋友实施保护自己的家人 一定是心里有自己 他就想着 李慕涵一个机会 拿出了手机 结果没想到 拨打李慕涵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于是 他打开微信 给李慕涵发来的信息 你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 顾若曦呆愣了几秒 才突然想起来 李慕涵之前 当着她的面 把自己给删掉了 这种屈辱感 让顾若曦十分不爽 江阿姨看出了自己女儿不对劲 于是走到顾若曦身边 摸着她的肩膀问道 闺女 怎么了 没 没事 妈 她没接电话 可能再忙 顾若曦没敢告诉江阿姨 李慕涵已经把自己拉黑了 因为之前在父母面前 都是自己压着李慕涵 自己说东 李慕涵不敢往西 就连顾伯父私下都说了 他好多次 让他不要对李慕涵那么刻薄 以后要是李慕涵和别人在一起了 你会后悔的 当时的顾若曦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 李慕涵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没有自己和父母的帮助 他连初中高中都上不了 而且他倾心于自己 就算再怎么任性 他也会受着 退一万步讲 他真的跑了 那要怎么样 说实话 自己也没多喜欢他 天下好男人这么多 自己又漂亮 李慕涵他算什么呀 但现在呢 李慕涵身边有个比自己 还要漂亮的下月 再加上那个转学生 顾若曦顿时觉得自己的外貌 在他们面前真的不算出众了 如果说下月他还能安慰自己说 那就是个婊子 李慕涵现在有点能耐了 他才跟着李慕涵 那留学生呢 自己可是听过那留学生的传闻 据说还是北国的皇室成员 这种身份 竟然亲自给李慕涵准备礼物 顾若曦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就好像是自己小时候心爱的布娃娃 被别人给抢走了一般 要不我给小韩打个电话吧 顾伯父拿出手机 却被顾若曦拦住 哎 爸 不用了 他现在挺忙的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静一静 放心 我会找李慕涵问清楚这件事的 不是问清楚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要感谢他的那位朋友 没有那位小姐在 今天会发生什么 可真不好说啊 想起那些人的凶神恶煞江阿姨 就还有些心有余悸 他甚至提出在换个地方住 但顾若曦却摇了摇头 没用的 我们才租的房子 那些人就能找到我们 如果真是冲我们来的 换到哪都不安全 爸 妈 我给你们买机票 你们今天晚上就 顾若曦说着 用手机打开了订票网站 却突然想起 自己现在全身上下家当 也就一千多块 连给二老买机票都不够 想到这里 他的鼻子又有些发酸了 似乎是明白自己女儿在想什么 将阿姨拉住了顾若曦的手 小夕 妈妈知道你现在困难 我们已经买好机票了 明天早上就走 但是走之前 我想和小韩说说话 我想让他一定要保护好你啊 妈 放心吧 李慕涵 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我的 他这不还是让人来保护你们吗 顾若曦还是觉得 那个银发女人 就是李慕涵叫来的 至于他为什么会提前知道 有人会绑架自己 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和他有关 想到这里 顾若曦甚至还有些埋怨 李慕涵将自己拖入了什么 奇怪的麻烦之中 爸 妈 我想一个人走走 你们先回去吧 明天早上 我送你们去机场 小韩 在你卧室的柜子里 妈妈给你留了些钱 我们老了 花不了几个钱 你一定要爱惜自己 吃的 穿的 都不要亏待自己 如果小韩还念旧情 那你一定要好好和人家道歉 但如果小韩已经对你彻底死了心 妈妈也劝你 不要再去打扰小韩了 顾若曦看着自己母亲 红了眼圈 她吸了吸鼻子 强行忍住哭出来的冲动 挤出了一个笑容 嗯 妈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早点休闲 我散散步就回来 说完 顾若曦独自沿着街道 漫无目的地走着 天海事很大 她还记得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躊躇满志 一定要在这里站稳脚步 当时李沐韩还在她的身边 还保证一定会好好努力赚钱 让她住得好穿得好 那时候的顾若曦 却只是冷笑了一声 虽然还没和赵乾坤勾搭上 但她已经是打心底里 瞧不起这个如同舔狗一样的青梅竹马了 她的爱在自己的心里 已经无比廉价又不堪了 一边朝前走着 她一边翻看着手机 李沐韩聊天框的那个红色感叹号 愈发地醒目 哼 你求着我要加回来 我也不会同意了 你算什么 一边自言自语 顾若曦的泪水 已经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若曦 就在这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女生 顾若曦回头看去 一名相貌清秀的短发少女 正朝着自己跑过来 真的是你啊 若曦 好多年没见了 顾若曦愣了半晌 才从记忆里找到了 眼前少女所对应的身份 陈思涵 短发女生穿着一件连帽运动衫 下身是一条牛仔短裙 和黑色打底裤 脚上穿着的 也是运动风十足的高帮运动鞋 看上去十分活泼可爱 你认出我了 我太高兴了若曦 你知道吗 快四年没见来 你怎么越长越漂亮了 真是极度死我了 眼前的活泼少女是 顾若曦的初中死党 陈思涵 在初中毕业之后 陈思涵因为家里的原因 搬到了外地 二人一直就断了联系 没想到 今天会在天海市重逢 思涵 你的变化才是 真的好大 顾若曦眼角还带着泪痕 但脸上也是老有重逢的兴奋之色 毕竟当年陈思涵又矮又胖 除了自己 基本上没人和他做朋友 即便是自己 也只是把陈思涵 当作工具人使欢 地位也就比工具人一号李穆涵好一些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减了肥啊 健身真的是一件 能改变人生的大事哦 陈思涵说着 露出了一个爽朗自信的微笑 顾若曦不禁感叹 一个人要是下定了决心改变 真的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那李穆涵呢 他现在也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吗 在对待自己的感情上 十分钟后 得知顾若曦还没吃饭之后 陈思涵带着他 来到了一间格调高雅的餐厅 这里顾若曦和赵乾坤来过 所以他很清楚 这里价格有多贵 自己已经不是赵家卫过门的媳妇了 现在的他每一笔钱 都必须精打细算 绝对不能给只有退休金收入的父母 增添负担了 思涵 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吃饭吧 这里 太贵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顾若曦有些脸红 他没想到 有一天会在陈思涵面前低下头 因为在初中的时候 陈思涵就是自己的根屁虫 是负责给自己背书包做作业的孤僻女 自己就像是他的救世主 若不是自己 陈思涵只怕早就得了自闭症了 但现在呢 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笑容阳光 相貌虽然比不上自己 但却充满了自信的少女 顾若曦实在是有些无法面对 没事没事 若曦 老友重逢 今天我请你吃饭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对了 你的小狼狗呢 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小狼狗 顾若曦微微一愣 一时没反应过来 陈思涵说的是谁 哎呀 就是初中时候 天天跟在你身边 像条狼狗一样 要保护你的李木涵啊 陈思涵自然也是认识李木涵的 虽然初中没在一个班级 但每天放学 李木涵一定会来班级门口 等着顾若曦 就算被顾若曦呵斥 或者拆遣去做一些事情 她也没有任何怨言 久而久之 大家就开始传 顾若曦养了一只小狼狗 至于为什么是狼狗 那是因为 李木涵打架是真的很 记得当时有个初三的学长 想要调戏你 结果直接被李木涵 打得断了两颗门牙 哈哈哈哈 当时你父母 好像还因为这个赔了钱对吧 陈思涵一边吃着甜品 一边回忆过去 在他看来 这些回忆是有趣的 因为他现在比以前过得好 回首过去 那就都是一口丝甜 但顾若曦却笑不出来 他也想起了那件事 那名学长 把自己逼到角落 想要亲自己 结果被李木涵冲过来 一脚踹翻在地 这还没完 李木涵直接又拽着 那男生的头发 把他从三楼 拖到了一楼操场 暴打了一顿 最后自己的父母出面 又是道歉 又是赔钱 这才了事 李木涵也因为这件事 被父母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是自己父母 第一次对李木涵这么凶 顾若曦在之后 也第一次对李木涵 说了一声谢谢 若曦 你怎么哭了 陈思涵的声音吧 顾若曦拉回到了现实 顾若曦这才发现 自己的眼泪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滴落到了桌布上 我 我没事 对不起 我眼睛不太舒服 我 说到最后 顾若曦实在忍不住了 他眼面哭泣起来 陈思涵知道自己 刚才肯定说错了话 他赶紧结了账 拉着顾若曦离开的餐厅 二人在海边的一条 长椅上坐下 陈思涵递过去了 一罐热咖啡 等顾若曦哭够了才说到 你和李木涵 分手了吗 顾若曦捧着咖啡 微微点了点头 他精心准备的妆面 已经枯花了 脸色也很憔悴 是他变心了吗 哼 男人 不 我 顾若曦实在是说不出口 自己是因为帮了大款 直接就把李木涵给踹了 因为现在陈思涵 就是他唯一能倾诉的对象 他不希望对方 也用那种看傻逼的眼神看自己 但直到最后 顾若曦也没有勇气 将事情告诉陈思涵 两人在坐了一会之后 陈思涵把顾若曦送到了公寓楼下 看着顾若曦失魂落魄地 进入电梯之后 陈思涵拿出了手机 他打通了罗阳的电话 罗阳 顾若曦 陈思涵 还有李木涵 他们几人都是初中同学 陈思涵虽然和李木涵 还有顾若曦断了联系 但和罗阳还经常联系 所以 他还保存着罗阳的电话 喂 罗阳 哟 这不是健身妹吗 咋了 这是 大晚上打电话来给我表白啊 滚 问你点事 陈思涵问起了李木涵和顾若曦的事 罗阳支支呜了半天 最后禁不住陈思涵的再三追问 就把顾若曦抛弃了李木涵的事 大概说了一下 详细的情况 老韩也不和我说 我也不太清楚 行 你把李木涵电话给我 思涵 你就别掺和这件事了吧 顾若曦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现在这副样子 我怎么看得下去 但那又不是人家老韩的错 他才是受害者呀 但是 但是他 嗯 反正 你把他电话给我 没办法 罗阳把李木涵的手机号 告诉了陈思涵 陈思涵走到顾若曦公寓拐角的 您好 哪位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熟悉是因为那声音 的确有些初中时候李木涵的影子 陌生是因为这声音听起来 明显比初中时候要开朗多了 李木涵吗 对 你哪位 我是陈思涵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之后 传来一阵脚步声 似乎是李木涵走到了另一个地方 在打电话 初中那个陈思涵 不然 你还认识别的 你现在说话方式可不一样了 我记得 你初中一句话 憋半天都憋不出来啊 李木涵声音带着一丝玩笑的意思 毕竟他们也算初中同学了 而且通过顾若曦这条线 二人在当时也算熟悉 只是没说过什么话 你 你别管我 我问你 李木涵 你和若曦怎么回事啊 一提到顾若曦 李木涵的声音 似乎是变得冷淡了一些 这个 和你无关吧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怎么可以不管 你知道他现在多难过吗 和我有啥关系啊 陈思涵 咱们初中同学一场 我也不把话说难听了 你来找我许久欢迎 我请你吃饭喝酒唱K 什么都可以 但你要是来打抱不平的 抱歉 我还有事 你给我等一下 别挂 陈思涵意识到了 李木涵是真的不想聊 关于顾若曦的事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说道 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到底怎么了 以前那么要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问他去 就在这时候 电话那一头 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干嘛大半夜 站在外面打电话 没啥 一个初中同学 男的女的 女的女的 你干嘛这种眼神看我 初中同学啊 我饿了 你等一下 我马上就进来喂你 你先进去 赶紧的 然后传来了一声 关门的声音 陈思涵猛了 你和谁在一起啊 李木涵 这和你更没关系吧 行了 想你的 一起吃个饭 吃吃吃 吃个锤子 我现在就在天海市 你来不来找我 你敢不敢来吗 你真是陈思涵 咋你说话 像是变了个人啊 你先告诉我 你现在是不是 和女人在一起 对啊 那女人和你什么关系 陈思涵的声音 越来越大 偶尔路过几个晚归的人 听到他说话的内容 都叹息摇头 估计又是一个 被男人抛弃的 可怜女孩 我说陈思涵你有病吧 我看在咱们 以前是初中同学 和你说这么多 你查我户口来了 你你 自知李亏的陈思涵 还是不肯罢休 但说话 也没有那么冲了 你知道今天顾若曦 差点被人绑架了吗 他说是你的朋友救了他 陈思涵说 这件事 本来是想让李沐 担心一下的 变化那头的李沐 声音也确实变了 啊 我朋友 谁啊 不知道 他说是一个 很漂亮的 赢头发的女孩子 应该戴的是假发吧 就在这时候 变化那头 又传来了 开门的声音 还没好吗 卧槽 你别变身啊 会被人看到的 你先回去 真的饿了 而且 你还要和别的女人 讲电话到什么时候 李沐寒 你再听我说话没有 若曦今天差点 行了我知道了 这件事 我会去调查 挂了 嘟嘟嘟嘟 听着电话里 等盲音 陈思涵气坏了 可恶 可恶 居然在和别的女人鬼混 李沐寒你这混蛋 挂掉电话的李沐寒 几乎是被夏月 给拽进了屋子 扔到了床上 等一下 今天我记得 你已经吸过血了呀 李沐寒突然想起来 从特管局 报告了孤儿院事件之后 回家就让夏月吸了血 怎么现在又要吸 这吸血鬼的食量 不会越来越大了吧 但夏月却一把 将李沐寒按在了床上 一双血红色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李沐寒 你告诉我 可他却没有像之前那样 一言不合 直接罩着脖子就是一口 他问出了一个 让李沐寒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是不是经常 捡女孩子回家 啊 李沐寒傻了 这是哪门子问题 说话 说 说啥呀 你是不是见到一个女生 就会把她们往家里带 就像上次对我那样 李沐寒不知道夏月发的什么疯 但看对方的眼神 好像如果自己这个问题 没回答上来 或者回答的让他不满意 这吸血鬼 今晚可能是真的要吃肉了 你瞎说啥呢 我又不是变态 怎么会见到个女的 就往家里带啊 那为什么 你刚才又在和女生聊天 还聊得那么开心 突然一瞬间 李沐寒好像明白了什么 夏月误会了 而且误会得很深 她也是 你曾经带回家来的女生吗 你是不是也对她 做了奇怪的事 不是 先等一下 什么奇怪的事 我也没有对你做奇怪的事吧 你看光了我的身体 不是 那是你自己一言不合就脱衣服 还说什么 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这种 让任何男人都把持不住的话 夏月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似乎是在思考 她不太明白这些事 但心里又很不爽 所以导致了现在这种 近乎任性的状态 可是 你把持住了 啊 嗯 对 我牛X吧 我是不是对你来说 没有吸引力 死亡提问 李穆涵顿时感觉到了一阵危机感 这个 就算有吸引力 但我也不能对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子下手吧 你不是男人 喂 你咋骂人呢 可你刚才说任何男人都把持不住 你把持住了 那你不是男人吗 我的意思是 我是正人君子 那 如果我现在 继续在你面前赤身裸体 能把持得住吗 扑通 扑通 李穆涵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跳动 而夏月的手 真的伸向了自己的衣领处 将那可爱又宽大的睡衣一点点解开 李穆涵了一口唾沫 脸色也开始发红 他想要阻止 但却被一种名为欲望的力量给束缚住了手脚 这一次 魔鬼占据了他脑袋的上风 正如夏月所说 第一次见面 自己能把持住 纯粹就是超人级发挥了 那种难度 等于是让一个青铜白银和一个职业选手兑现 还把职业选手给打爆了一样离谱 这种概率 几乎是等于零的 当时李穆涵大概率是因为才刚被抛弃 看着夏月胸口一点点展露出来的雪白皮肤 李穆涵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怕大 但最后 那纤细修长的手指在李穆涵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骗你的 阿米诺斯 李穆涵的内心开始骂娘了 有时候他觉得夏月就像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懂 但转念一想 这次究竟活了多少岁都还是个未知数 什么都不懂 可能吗 就算缺点常识 但也绝对不是傻子 自己还是太小看他了 看着从自己身上坐起来 把刚才散开的头发重新扎成马尾的夏月 李穆涵有些不甘心 就直准你搞我是吧 他之前和林泽抱怨过 夏月只要一生气 就会按住自己开始吸血 而那种吸血和最开始的感觉不同 夏月就像是故意要让李穆涵 感觉到疼痛一般非常用力 于是 林泽告诉了李穆涵 一个可以暂时限制吸血鬼的口诀 李穆涵此时 带着一脸夜神月计划通的笑容 看着夏月 小蝙蝠 这可是你逼我的 说好头发的夏月 正准备从李穆涵的身上挪开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 百无禁忌咒 定 李穆涵念出了一段华夏古代咒语 同时守成剑指 在夏月的腹部轻轻一点 小吸血鬼立刻便没了动静 他的手还保持着扎马尾的动作 抬起放在脑后 胸口微微挺起 随着呼吸起伏 只有那双眼睛还在表露着惊讶 我草 牛啊 当年孙大圣定七仙女 肯定也是用的这一招 你要做什么 夏月还能说话 他那张精致的小脸上 充满意外地看着李穆涵 哼哼 得罪了方丈还想走 天天吸我血 今天也得让我收拾一下了吧 看着将手伸向自己的李穆涵 夏月开始紧张 但他心里又隐隐有些期待和害羞 长长的眼睫轻轻颤动 眼神也变得水波荡漾起来 等 等一下 李穆涵 你等一下 这是林泽那女人告诉你的咒语对吧 我警告你 这个咒语对我来说 只有三分钟时间 我警告你 嗯 李穆涵的双手扶住了 夏月那纤细的腰肢 夏月的腰肢极细 几乎能被李穆涵的双手还住 坐 坐什么啊 夏月娇小的身躯 轻轻颤了颤 对于吸血鬼来说 过于灼热的体温 从李穆涵固在他腰上的双手上传来 让他忍不住两颊泛起红韵 不是你说的吗 只要我愿意 我什么都能对你做 呵呵呵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俺老孙的手段 李穆涵握住夏月的腰身 把他抱上床放平躺下 七身骑了上去 可 可是 那你一定要轻点 我怕疼 不过 不行还是不行 我 我没准备好 太迟了 哇 原本以为会遭到那样那样 这样这样待遇的夏月 却突然发现 李穆涵只是在用手戳自己的腰和嘎指窝 夏月害羞的水汪汪的眼神一下愣住 慢慢清明起来 他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李穆涵 哈哈哈哈 就算是吸血鬼 也一定会怕痒吧 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嗯 怎么会是 为什么你没反应 李穆涵用手不断刺激着那些所谓人类的笑点 但夏月却只是用看傻子一样的失望眼神看着他 我对你很失望 啊 我就不信了 李穆涵又开始戳下月的脚心 挠下月的耳朵 怎么样 痒不痒 求饶啊 向人类求饶 夏月看李穆涵的眼神 转为了看智障一般的关爱眼神 嘿 我就奇了怪了 你们吸血鬼 不怕痒的吗 最后反而是李穆涵的气喘吁吁 闹够了吗 啊 夏月慢慢将手放了下来 整理了一下 因为李穆涵的胡来而有些凌乱的睡衣 我还真以为你会 看来我还是太高估你了 三分钟到了 现在改我了 啊 不是 我就开个玩笑 等等 玩笑 玩笑 救命 救命啊 于是那一整个晚上 房间里都回荡着李穆涵的惨叫 天知道那晚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总之第二天他们就被邻居投诉了 李穆涵的浑身上下也多出了无数的细小牙印 当两人从物业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十点了 好困 夏月有气无力地说道 李穆涵有些气不打一处来 你还知道困 昨晚 你折磨了我一晚上 一想到昨晚被夏月倒掉起来 用各种手段挠痒痒 一直到晚上两点多才放过自己 李穆涵就感觉浑身疲惫 饿了 夏月拽着李穆涵的衣袖 就要往外面走 先回去洗漱 刷完牙才能去吃饭 不顾夏月那不满的眼神 李穆涵强行拖着夏月又回到了家里 洗漱完毕准备出门的时候 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一名少女 李穆涵 那少女似乎也有些拿不准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你是 李穆涵更是觉得眼前之人既熟悉又陌生 直到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是陈思涵 卧槽 李穆涵吃了一惊 因为在他印象里 陈思涵不是一个球吗 怎么身材变得这么好了 吃饭 夏月从身后戳了戳李穆涵的后背 同时用一种动物一般敌视的眼光 看着门口的陈思涵 陈思涵此时也注意到了夏月 她的心里立刻就有了一个猜测 这女的比顾若曦好看太多了 真没想到李穆涵竟然会遇到这么可爱的女孩 哦 这是夏月 现在算是我的室友 室友 罗阳说这是你女朋友啊 吃饭 李穆涵揉了揉夏月的脑袋 低声说了一句 先等等 然后又对陈思涵说道 罗阳的嘴里什么都能说得出 你又不是不了解她 陈思涵狐疑地看着李穆涵和夏月的举动 实在是不相信这么亲密的两人只是室友 正好在这时候 邻居的门开了 隔壁的大妈提着垃圾口袋正要下楼 刚好看到李穆涵 立刻就板着脸走到几人面前说道 小伙子 知道你年轻 有力气 但你们晚上能不能小点声 昨晚折腾到两点 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唉 现在的年轻人 大妈没等李穆涵辩解 就拿着垃圾口袋摇头叹息着离开了 陈思涵这下彻底不相信李穆涵了 但李穆涵其实也无所谓他信不信 他现在好奇的是 陈思涵干嘛找到自己家来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嗯 若曦的事 还是和昨晚一样 一聊到顾若曦 李穆涵的脸色立刻就阴沉了下来 那我和你没啥好说的了 走吧 吃饭 说完李穆涵拉着夏月的手就要去吃饭 在和陈思涵擦肩而过的时候 原本面无表情的夏月 竟然还朝着陈思涵吐了吐舌头 气得陈思涵脸色微红 你 你等等 李穆涵 干嘛 李穆涵都已经走到楼梯口了 还是停下脚步转头看着陈思涵 你能不能和若曦好好谈谈 他现在状态真的很不好 时间长点就好了 相信我 李穆涵朝他摆了摆手 走下了楼 陈思涵还不肯放弃 直接就要追上去 然而 就在他刚过拐角的位置 突然间 他看到了一双新红色的双眸 那眸子 仿佛是被血浸染过后 充斥着一种 让他毛骨悚然的恐怖 他身体颤抖 心跳瞬间加速 就连呼吸都有些不顺畅了 仿佛是被可怕的野兽盯上的猎物一般 连逃跑都做不到 电梯来了 夏月 在拐角处的夏月喊了一声 夏月一眨眼 眼里的新红色消失了 眼神也恢复了平淡 来了 他没有对已经快吓尿的陈思涵说一句话 转身走向了电梯 等到电梯门关上 电梯缓缓下行 陈思涵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同时瘫坐在了地上 明明是冬天 他的手心和后背 却已经被冷汗打湿 内心也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他 他到底是什么人 二十分钟后 在早餐店吃早饭的李穆涵 盯着坐在对面的夏月说道 夏月 干嘛 嘴里还在咀嚼食物 如同仓鼠一般可爱的少女 微微抬头看着李穆涵 就刚才那个我初中同学 不是什么奇怪的人 你是不是对他有点太凶了呀 我只是不想 他缠着你 也不叫缠着吧 嗯 算了 不说这个了 上次和你说的 关于孤祸鸟的事 你有什么头绪吗 李穆涵还在想着 那两个失踪的孩子 虽然林泽说 孤祸鸟不会伤害孩子 但林泽总觉得 有些放不下心 夏月想了想之后 摇了摇头 我没见过这只异类 李穆涵叹了口气 夏月只接触过那只狐妖 对孤祸鸟 可以说是完全不认识 但他对于孤祸鸟 突然获得力量这件事 却有些在意 短时间内 得到超越自身许多的强大力量 这件事的确很不寻常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 李穆涵赶紧追问 是什么事 就是你们第七小队 叛逃的那名异类 他的实力 其实并不算太强 但在叛逃之后 去追捕他的异类 竟然连番被他击退 虽然他并没有起杀心 但他的实力 的确是强大到了一个 非常可怕的程度 第七小队叛逃的那名成员 李穆涵也查过资料 但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 似乎是什么人 特意将他的所有资料档案 都给抹出了一半 会不会和当时的那只吸血鬼有关 李穆涵问道 他听霍天说过 第七小队的那只异类 正是在处理一起 吸血鬼时间的时候叛逃的 夏月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一座城市 其实是不被允许 拥有两只吸血鬼的 为啥 因为吸血鬼会转化人类 增加眷属 别看着我 我说过 不需要眷属这种东西 似乎感觉到 李穆涵眼神有些奇怪 夏月直接瞪了回去 而且我告诉过你 要转化吸血鬼的方式 嗯 很特别 需要 说到这里 夏月的脸色有些微微发红 李穆涵也突然变得警觉起来 你真的没增加过眷属吗 看着我的眼睛 不要骗我 这次轮到李穆涵的内心 有些不舒服了 他狐疑地看着夏月 我说过了 我没有 你这是什么眼神 哼哼 我劝你可不要瞒着我 如果被我发现了 你 李穆涵学着福尔摩斯的样子 看着夏月 但换来的是一碗热粥 直接盖在了李穆涵的脸上 你这白痴 夏月脸色羞红 直接站起身来就往外走 李穆涵意识到 自己似乎说错了话 赶紧起身追了出去 而就在这时会 早餐店里一个 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名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 正用一种诡异的眼神 注视着离开早餐店的二人 与此同时 天海士特管局 地下二层档案管理室内 负责值班的职员 将一叠文件收纳之后 便坐在办公桌前 打起了哈欠 而一道黑影 也在悄然无声地 从他身边闪过 静止进入到了档案室 千公月在顺利潜入了档案室后 便开始翻找齐了他所需要的 剑 第七小队一类成员叛逃事件 这件事在整个天海士特管局 就像是一个禁语 在发生之后 那名异类的档案 便全都消失了 似乎有人有意 想要隐瞒这件事 而他现在受制于哈提 那北国来的女人性格阴晴不定 前一秒可能还和你好好说话 下一秒就可能突然 对你露出尖牙和吏齿 只此一次 之后我绝对不要 和这个女人扯上关系 其实他可以去求助夏月 虽然夏月对他很冷淡 也不承认自己追随者的身份 但自己这条命 当年都是夏月救的 对千公月来说 在这条档案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而后脑子里浮现出了 一直跟在夏月身边的那人类的脸 一类名称 李穆罕 一类所属 恶魔 等级 混沌级 具有高成长性 体内恶魔 巴尔 等级 灭世级 危险程度 SSS 千公月咽了一口唾沫 后几杯开始发凉 灭世级的恶魔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他虽然并非特管局的人 但这么多年 辗转各个城市 也多少和特管局打了些交道 如果一个城市 真的存在灭世级的存在 那绝对是要严密监控 如果可能的话 是会尽可能囚禁其自由的 据千公月所知 目前华夏特管局 一共囚禁了五只灭世级的异类 其中两只 已经被明确 具有毁灭人类的强烈倾向 所以 现在正在被特别监禁 另外三只对人类并不关心 所以 特管局也只是做到了 密切监控的程度 但现在 天海市有一只潜在的灭世级恶魔 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他慢慢合上了李慕涵的档案 里面的内容并不多 但每一句 都让少女觉得胆战心惊 那个人类太危险了 不能让他再待在主人的身边 好看吗 就在将档案合上的一瞬间 一个声音突然从旁响起 千公月猛地回头 眼神之中 闪烁出血族所特有的红光 可当他在发现来人之后 便立刻打消了 展开介意的想法 不是因为来的人是同伴 而是因为 如果要和这个人打 自己十条命都不够他玩的 林泽微笑着从千公月手中 接过了李慕涵的档案 而后将其放回到了架子上 你放心 他的任何事 我们都已经上报了华夏特管局 不存在违规行为 不然也不会摆在这里 让你看到了 因为架子比较高 林泽个子也比较矮小 所以点起脚都有些够不着 于是他笑着看向千公月 可以劳烦搭把手吗 千公月微微一愣 而后赶紧走过去 将档案放回到了架子上 我 而后他刚想说话 林泽便打断了他 他一边拍着手里的灰尘 一边笑着对千公月说道 你来找什么的 总不至于 真的是来翻李慕涵的档案吧 我 我不能说 千公月后 几倍已经渗出了冷汗 内心一直在咒骂哈提 这个该死的女人 明明说了这个时间点 林泽不在特管局 这不是让自己来送死吗 我大概能猜到 是哈提让你来的对吧 千公月没有说话 哎 那小狼崽子可真是心急 你让他耐心等一下 这段时间 特管局挺忙的 但我们私下 都在帮他找寻斯库尔的线索 斯库尔的失踪 和第七课管局的义类有关 我只能说 无可奉告 其实这句话 千公月听得很明白了 无可奉告的意思就是 有关系 但是没法告诉你 你没资格知道 于是 他僵硬地点了点头 去我办公室喝杯咖啡吗 这里灰尘太大了 林泽对千公月说道 我 我 我错了 对不起 千公月不知道林泽要做什么 但这种时候先认错 总没问题 我这么可怕吗 林泽苦笑了一声 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打击 废话 千公月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亲眼见识过 十年前林泽出手 十五年前 天海士特管局的弟弟 苏醒了一只地龙 其实力虽然没有 全盛时期那么强大 但也有天灾级 那一次 因为事态紧急 如果地龙翻身 整个天海市 都会沦为废墟 所以林泽亲自出手 千公月刚好目击到了这一幕 这女人赤手空拳 甚至连戒狱都没展开 就将那头大龙 从地底拽了出来 而后又用一种 强盗变态的戒狱 直接将那头老龙 封印在了 翠微山真武道馆 后方的潭水当中 而那头老龙 也是被打傻了 只有林泽还在的一天 他就连个喷嚏都不敢打 现在这么可怕的怪物 就站在自己眼前 还让自己去他办公室喝咖啡 千公月只觉得头晕脑胀 腹部都有些筋软想吐了 那我也不多邀请你了 千公月 咱们也算老相识了 看在你主人的面上 我可以不追究这一次 但你给我记住 你如果还想待在天海市 就给我老老实实 别露出狐狸尾巴 永远记得我说过的话 一座城市 只能有一只吸血鬼 是 我 我听懂了 千公月乖巧的 就像一个孩子 那你走吧 告诉哈提 让他别再做傻事了 小狼崽子要是皮痒了 我也可以替他父亲 教训他一顿 千公月在离开特管局之后 双腿一下就软了 他摊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 整个身体 都已经被冷汗给浸湿了 差点以为要死了 缓了许久 他才慢慢扶着墙站了起来 引入了夜色之中 第二天 在林泽一个电话的召唤之下 李穆涵和夏月 又来到了林泽的办公室 这几天出入银行次数比较多 银行员工 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 看着李穆涵 甚至私下讨论 他是不是某位VIP客户 怎么老走后门 李穆涵也不愿意啊 离自己最近的 可以通往地下特管局的 就只有银行了 怎么看到 我这么不开心啊 林泽坐在自己的以前 敲击着键盘 现在的他扎着马尾 脱掉了西装外套 只穿着白色衬衣 他的骨架很小 身材也很娇小 看上去十分小鸟依人 此时的他 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办公室职工 有一种制服诱惑的感觉 可他打字的速度 可以说是奇慢无比 甚至老年人 都可能比他快上一些 毕竟 您叫我过来 一般就说明有活了 哪个社畜想干活啊 李穆涵无奈地说道 自从给特管局打工之后 自己已经快忘记 大学生活是什么感觉了 至于出勤率 林泽的脸从电脑屏幕后方 微微看了出来 看了一眼李穆涵之后 脸上依然带着 那一抹淡淡的微笑 别那么紧张 这次的任务 相当于让你公费旅游 说吧林泽站起了身 脱下了眼镜 揉了揉鼻梁 过了这么多年 还是无法适应屏幕 虽然电脑是人类 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对我们这种老古董来说 还是太难适应了 他伸了个懒腰 走到李穆涵和夏月面前说道 真别紧张 这次的事件很轻松 真的是美差 李穆涵持怀疑态度 来特管局的时间不长 还不到两个月 先后执行了 好几次要命的任务 第一次就遇到了 个开挂的侠国 虽然自己没怎么出力 但霍天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二次那只梦魇 也让自己真真切切 又重温了在孤儿院的噩梦生活 之后的孤儿院 更是差点让李穆涵 苏雪和尹齐 直接交代在那 这种悦即打怪的事 还是别来了 似乎看出了李穆涵的心思 夏月不动声色地握住了她的手 看到这一幕的林泽 端起了咖啡杯 微微笑了笑 你们感情这么好 我还是挺刀性的 但以后晚上不要玩那么晚 年轻人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这话一出口 李穆涵和夏月 顿时都羞红了脸 你你 你咋知道 你身体里住着一只天灾级恶魔 而这只血族 本身就是天灾级异类 我怎么可能不实时 掌握你们的情报呢 李穆涵猜测 可能物业里都有特管局的细作 一旦这么想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以后洗澡 都必须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针孔摄像头了 车辆大约行驶了五个小时 从穿过第三个隧道开始 风景就变得愈发荒凉起来 如果说一开始 李穆涵还会因为难得的出远门 而感到兴奋 此时看到两边光秃秃的大山 他只觉得折磨 更别提现在车上的人员组成 李穆涵坐在后座的中间位置 左手边是夏月 他此时死死地抓着李穆涵的胳膊 而李穆涵的右手边 也是一名少女 她的身材高挑 线条优雅 前凸后翘 相貌更是美丽无比 那如同寒谈一般冷傲的面容 波澜不惊 名眸如星辰般闪烁 她的眉里带着一丝 生人物尽的气息 只有这一点 李穆涵觉得他和夏月有些相似 不好意思啊 这次麻烦你们三位了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 是一名六十多岁的阿伯 他也是李穆涵等人 这次任务的主要保护对象 没错 这是一次护送任务 老人名叫张文林 是特管局文物保护科的副科长 而且他并不所属天海市特管局 而是省特管局来的 所以林泽等人 也对他带来的任务比较重视 即便这只是 一次文物回收护送工作 但让李穆涵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 这次任务的执行队长 竟然是来自北国特管局的一类哈提 对此林泽的解释是 人都来了 总不能天天闲着吧 给他找点事做 省得他四处惹事 听得出来 林泽对哈提也比较无奈 倒不是说怕他 只是这哈提 哈提不仅是北国特管局的一类 而且还是北国皇室成员 听说地位还不低 这要是得罪了他 怕是要影响到华夏和北国之间的关系 那责任可就大了 哈提也同意了这次的任务 但他提出了一个附属条件 就是要让李穆涵陪同执行任务 因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林泽为什么让他去执行这种简单的任务 这里是华夏的地盘 而你现在在华夏特管局 如果你不想惹麻烦 就好好给我待着 哈提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带上李穆涵的意思 便是在告诉林泽 如果你们不帮我找到斯库尔 那我会从这只恶魔下手 到时候与死网破 谁也捞不到好处 所以看似简单的一次任务 实则暗藏玄机 至于夏月 他是李穆涵的担保人 不能让李穆涵离开他的视线24小时 原本林泽说这次可以破例 但夏月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跟着 林泽也很为难 在给长月打了个电话 得到批准之后 也就答应两只异类 陪同李穆涵一同执行这次任务了 在离开特管局的时候 李穆涵听到了林泽宇的抱怨 林菊 咋回事 队长又和两个美女去执行任务了 我也想去 那下次任务你 跟着你们队长一起打头阵 别别别 林菊 我开玩笑的 此时的李穆涵看着窗外 心里暗骂着 林泽宇这小子 只能有福同享 不能有难同当 这次的目的地 是距离天海市2000多公里 外的外省小镇 至于为什么不坐飞机 这是特管局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特管局的任务 往往伴随着危险 一旦在飞机上和异类发生冲突 那么无辜群众死亡的概率会非常大 所以 如果不是特别要求的任务 或者一些跨国任务 特管局是不允许做飞机执行任务的 没想到来护送我的 会是北国的哈提小姐 我对您和您的父亲早有耳闻 也对你们国家的神话相当感兴趣 如果可以 张文林的话说到一半 却被哈提给打断 不必多脸 我现在也算是华夏特管局的外调人员 请把我当自己人就好 至于关于他们国家的神话 以及他的父亲 也就是那传说中的芬里尔 哈提是半个字 也不想多说 张文林明显感觉到了哈提的抗拒 干笑了几声之后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咱们这次任务 要开两天两夜的车 主要是要在玉廊市的一个小镇里 回收一件出土的文物 这件文物和一类有关 期间可能会受到一些攻击 所以要麻烦三位了 没事 张科长 都是自己人 不要客气 您还算是我们的领导呢 李慕涵打趣地说道 而下月呢 只是一直抱着李慕涵的胳膊 眼睛死死地盯着哈提 就仿佛是生怕一不注意 哈提就会把李慕涵给吃掉一般 开车的是特管局派出的一名老司机 车技相当了得 但在厉害 也是个人类 现在已经开了五六个小时了 张文林提议 让司机休息一下抽根烟 但司机却坚持 要到休息区才能休息 这里地处西北 休息区不多 张文林也理解司机的坚持 在野外停留 很可能会受到意外的袭击 于是也没多说什么 到达休息 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李慕涵几乎都快睡着了 而夏月则是早就抱着自己的手臂 呼呼大睡起来 只有哈提眼里 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倦意 他这一路也没说话 只是偶尔会慢慢转过头 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着李慕涵 在与那双幽绿色的瞳孔对视的时候 李慕涵总是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但是又无法逃开视线 最后也只能是闭目养神 西北地区还没怎么开发 这休息区也只有一家比较老旧的宾馆 好在卫生条件还行 李慕涵去前台准备开房 考虑到对张文灵的保护工作 李慕涵和张文灵住一间 司机住一间 哈提和夏月一间 但却被告知只有两间房了 最后几人商量了一下 结果是李慕涵 司机和张文灵几一间房 哈提和夏月一间 但夏月明显有些不满意 他拉着李慕涵的衣袖 迟迟不肯去自己的房间 哈提倒是无所谓 他一把搂过了夏月 咱们俩很久没有好好聊聊了 来吧 姐姐不会吃了你的 我们谁比谁活的酒还不知道吗 你别拽我 松烧 啪哒 看着二人的房间门被关上 李慕涵也松了口气 哈提虽然和夏月有过节 但是应该不至于 出任务的时候打起来吧 今天几个人都很累 尤其是司机 他几乎东西都没怎么吃 抽了一根烟 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他的呼噜声 吵得睡沙发的李慕涵 完全无法入睡 老科长张文灵 倒是完全不受影响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 老年人睡眠好吧 实在没法入睡的李慕涵 发现已经有一个身影 站在了月色之下 那一头金色长发 在月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长长的垂落在 他那纤细的腰之上 如梦似幻的感觉 几乎让人怀疑 这少女是不是真实的 存在于这世间 似乎是被李慕涵关门的声音惊扰 哈提微微转过头 那双幽绿色的双眸 闪过了一丝微光 他的嘴角勾起 朝着李慕涵露出了一个 绝美无比的笑容 已经被发现了 李慕涵也没打算躲着 但和哈提他实在没什么话好说 于是便笑着 朝哈提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打算转身回房间 但就转头想要回房间的瞬间 李慕涵突然感觉 自己的手被人拽住 而后下一秒 他已经来到了月光之下 而眼前的是一双 闪烁着幽绿色微光的明眸 哈哈哈哈哈哈 今晚月色真美啊 哈提微微一愣 歪了歪头 而后对李慕涵说道 我也爱你哦 这次轮到李慕涵猛逼了 他不明白 哈提为啥突然就对自己说这个 直到哈提拿出手机 用百度搜索了一下今晚月色真美所代表的含义 展示给李慕涵看之后 李慕涵整个人都傻了 不是不是 我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随口一说 嗯 没关系 我不是随口一说 哈提轻柔地开口 一双明眸盯着李慕涵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 还透出了一丝调皮和温柔 李慕涵心里一惊 刚想后退 哈提的手就搭上了他的脖子 别动 让我近距离看看你 这一下 李慕涵真的不敢动了 因为他能感觉到 哈提搭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指已经伸出了尖锐的利爪 而那利爪正在挑逗一般地触碰自己的脖子 咱们应该不是敌人吧 李慕涵抬起头 带着一丝苦笑 看着哈提 我们怎么会是敌人呢 我说过了 我爱你呢 哈提的手指轻轻戳了一下李慕涵的脖子 一丝细小的血痕顺着他的手指往下低落 别乱来啊 哈提 我现在也算是公家的人 还是队长 你 你这样是 李慕涵话说到一半 哈提突然把脸凑近 对他嘘了一声 放心 我不会杀你的 但我也很想尝尝 你的血是什么味道的 说着 哈提勾住了李慕涵的脖子 而后将脸埋到了李慕涵的脖子处 他却没有像夏月一般一口咬下 而是轻轻伸出舌头舔了舔李慕涵脖子处渗出的血丝 嗯 原来如此 难怪小月亮会对你如此伤心 哈提松开了李慕涵 往后退了一步 似乎是在细细品味着血液的味道 李慕涵他知道自己现在与哈提的实力差距 硬碰硬肯定不行 只能先叫醒夏月 随便吸别人血可是不礼貌的行为哦 而且我也没听说你喜欢吸血啊 李慕涵一边说着 身子一边慢慢往夏月房间的方向挪动 不是随便 哈提眼神之中闪烁着丝丝情欲 他轻轻舔了舔手指 而后看着李慕涵说道 而是我早就想吃掉你了 你这女人简直莫名其妙 李慕涵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就在他打算慢慢挪动步子 冲向哈提房间的时候 少女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衣领 然后将其摁在了墙上 你愿意跟我走吗 哈提紧紧贴着李慕涵的后背 凑到她的耳边 用极其诱惑的声音问道 跟跟你走 是的 离开夏利亚 回北国与我结婚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你 哈提说出这句话之后 李慕涵整个人汗毛倒数 倒不是因为被哈提这样的美女求婚 自己不高兴 而是这些异类 真的很喜欢动不动就和人 表白求婚展露身体 真的活得久了之后 都没有节操了吗 这还是我第一次向人类求婚呢 真是有点让人害羞 哈提微微摸着自己的脸颊 但露出的却是有些兴奋的神情 完全看不出害羞在哪 她慢慢凑近李慕涵的后脖梗 那呼出的气息 让李慕涵觉得浑身酥麻 怎么样呢 人类 这个条件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吧 人类最擅长的不就是喜新厌旧吗 况且还能活下去 少女上前一步 轻轻用手指勾起了李慕涵的下巴 同时将那傲人的双风 贴在了李慕涵的胸口 我保证能比夏利亚带给你更多的快乐 你从未体验过的快乐 我会为你生很多孩子 我们会很幸福 你有病啊 戒狱展开 李慕涵这次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展开了戒狱的力量 但却只维持在了自己周身 雷电之力让哈提微微后退了一步 别太小看人类了好吗 虽然我和夏月并不是你口中的那种关系 但不好意思 我对你是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 就算你要杀了我 我也绝对不会跟你走 说完 李慕涵转身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 之前我不太明白 你究竟为什么老是对我 说些奇怪的话 但现在我大概猜到了 在门之前 李慕涵转头看着呆愣在月光下的少女说道 你不过就是想把夏月喜欢的东西抢走 想看她着急看她难过 你喜欢我 不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跟你比起来 夏月简直就像是一个成熟懂事的姐姐 啪大 房门关上 哈提这才回过神来 自己被拒绝了 不对 等等 她刚才说我 幼稚 哈提的脸上第一次涌起了一种 因为心思被人看穿 而恼羞成怒的表情 她竟然说我比那只吸血鬼还幼稚 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 这个人类 真有意思 哈提脸上的愤怒 慢慢地开始转化为一种兴奋和情欲 我一定会把你弄到手的 恶魔的代行者 经过了这么一折腾 李慕涵反而能睡着了 这一觉无梦 就睡到了大天亮 和老科长 还有司机一起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正好看到 夏月和哈提 正在宾馆门口吵架 你身上的味道 哪里来的 夏月死死抓着哈提的手腕 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哈提 嗯 被你发现了呀 而哈提则是微微有些脸红 在看到李慕涵走出来的时候 他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微妙的笑容 李慕涵心里暗叫不妙 这女人肯定又要整什么幺蛾子了 说 为什么你身上有他身体里鲜血的味道 夏月依旧在逼问 哈提却轻轻指了指李慕涵 语气有些羞涩地说道 昨晚我们都睡不着 你也知道 月圆之夜 我的情绪不太稳定 所以我也尝了尝你小男朋友的味道 卧槽 你在胡说八道啥 没有的事 没有 我是清白的 夏月的瞳孔正在地震 用一种震惊和愤怒的眼神盯着李慕涵 你相信我 没有 我没有啊 真的没有吗 平时他跟你做的 昨晚我也跟他做了 现在我们彼此的身体中还有对方的味道呢 哈提低着头 故意一副受了伤的样子 这一幕看得老科长和司机都是一头雾水 你们一类现在玩的这么滑 这大早上就给我们看狗血电视剧 不是 夏月 我跟他真的没发生什么 我是那种人吗 是他勾引我的 但被哈提身上李慕涵的味道 气到双眼通红的夏月 根本听不进他的解释 这一路走来 李慕涵到底招惹了多少女生 他勾引你的 所以你把持不住了 那为什么 你在面对我的时候 就把持得住 夏月的双眼 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死死盯着李慕涵 属于血族的獠牙也冒了出来 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去 把李慕涵咬死 哈提站在两人身旁 心底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为抢走心爱之人的痛苦 最好是能够失去理性 亲手杀死他 等你清醒过来 将陷入永久的痛苦 我可以证明 来 李慕涵喊出这句后 主动上前抱住了夏月 将脖子凑到他的獠牙面前 即使是愤怒中 夏月也没有拒绝他的拥抱 咬 赶紧 快点咬 你倒是看看 我身体里到底有没有他的气息 快点 夏月愣了一下 神色微微有些松动 但看到站在旁边的哈提 闻到李慕涵脖子上的狼臭味 还是直接一口咬在了李慕涵的脖子上 疼 这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疼 夏月的眼睛里泛起红光 老科长和司机赶紧和几个零散的路人解释 没事 没事 小情侣打架 没事的 大家别看了 而夏月呢 他并不只是在吸血 他在感受着李慕涵身体里流动的每一寸血液 如果被他找到 其中有一丝一毫哈提的液体 他 他很害怕 如果真的找到了 自己该怎么办 这样想着 他抽噎起来 泪珠大滴大滴滚落 獠牙还死死咬在李慕涵的脖子上 他的眼泪滴落在了李慕涵的脖子上 让李慕涵心疼不已 李慕涵似乎也感觉到了夏月的情绪 他不再挣扎 伸手将夏月抱得更紧 任由夏月检查着自己身体里的每一分每一吼 如果这样能让这傻姑娘安心的话 哎 小孩 要不你就承认吧 少受点罪 就是啊 兄弟 都是男人 都是过来人 我懂 我懂 但司机和老科长 却像是已经对这件事 盖棺定论一般 看着李慕涵 这让李慕涵很不爽啊 自己必须要证明一下 终于 检查结束了 夏月抽气着松开了嘴 李慕涵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替他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怎么样 安心了吗 嗯 他好了 这下我可以证明自己 是清白的 但当李慕涵坐起身子 打算告诉己 人自己的清白时 却发现老科长和司机 还有哈提 都在朝着宾馆的食堂走去 好饿啊 赶紧吃点早饭吧 等下还要赶路 李慕涵忍不住大喊 别走 都别走啊 回来 看看 到底是急碗粉 只有夏月 还一直死死抱着李慕涵 就像是自己稍微松手 眼前的少年 就会永远消失在自己眼前一般 在宾馆的食堂里 草草吃了些早饭 给车家满油 几人又踏上了旅程 如果路上没有被耽误的话 我们会在今天晚上进入御郎市 当地特管局会负责接待我们 老科长张文林 在副驾驶位上 一边看地图 一边对后座的三人说道 可后座现在气氛 可谓是火药味十足 这次李慕涵坐在了 左手边的位置 夏月和哈提坐在一起 他一直用一种 敌视的眼光看着哈提 而哈提则完全无所谓一般 时不时还会朝着夏月 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唉 老科长叹了口气 让我想起了 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 似乎也有过这种经历 老科长 您年轻的时候 也和一类谈恋爱啊 司机震惊地问道 锤子 我说的是 同时吸引很多女生的青睐 这一天的路途 并没有什么小插曲 下午两点左右 他们在休息区吃饭 加油 休息了一小时左右 继续赶路 终于是在傍晚时分 进入了御郎市 御郎市和天海市不一样 是一座西北边陲小镇 当然 这里也有特管局 只不过规模很小 从外面看 这就是一家三层楼高的办公楼 御郎市特管局的局长 是一名有些大富翩翩的 秃头大叔 这很符合李慕涵心中 对领导的定义 总算是有内味了 秃头局长和张文林 好像是老相识 他对张文林很是尊敬 老师 多年不见了 您身体还是这么硬朗啊 张文林对他的态度 却有些冷淡 你倒是变化挺大 这肚子看起来都三个月了吧 少吃点油腻的东西 小心头上寸草不生 秃头局长一边陪笑 一边招呼了几个人 进入特管局 李慕涵发现 这里真的和天海市特管局 差距太大了 大多数的工作人员 都一副十分懒散的样子 甚至还有几个上班时间 在打游戏 当然 局长进来之后 几个人立刻就收敛了 几位见笑了 这西北边锤小镇 条件不太好 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所以大家都提不起精神 条件不好 我看到是很适合养镖 张科长对秃头局长 是一点也不客气 李慕涵赶紧扯开了话题 这里没有异类吗 他看着秃头局长问道 嗨 小兄弟 你大概不太了解这里 咱们这地方 咋可能有异类呢 秃头局长的回答 李慕涵还是不太明白 一般来说 这种边锤之地 不是更容易意向还生吗 小孩 你大概不知道 张文林将李慕涵拉到一边 小声地说道 玉郎市特管局别的不行 但只有一点 全年领先其他特管局 李慕涵更加好奇了 那就是 这里绝对不会发生 要挟作祟的事情 为啥 因为咱们这儿 有玉门关鬼将军 秃头局长叹了口气 代替张文林给出了答案 这玉郎市通向关外的路径 有一处关爱 名叫玉门关 三十年前 玉门关要挟横生 害了不少当地百姓 玉郎市前任特管局局长 虽然身体孱弱 但却精通驱策鬼神之术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媒介 邀约地狱鬼 将在玉门关与自己对异棋局 回应了前任局长的鬼将 是一名奇痴 酷爱棋局 因此 他应邀前往玉门关 在对异的时候 前任局长提出 希望鬼将在棋局对异期间 能守护这一方安宁 这样才能让棋局不被打扰 鬼将本以为三两下 就能赢了这凡人 便欣然同意 没想到前局长 奇异出神入化 布下各种天罗地网 让鬼将如同困兽一般 无论如何也不能破局 他将这种恼怒 转化为杀器 每每在棋局 陷入僵持局面的时候 就会提起长刀 杀鬼斩妖来发现 一杀起来 就是昏天暗地 众鬼哭吼 待他杀得爽了 就又回来继续下棋 如此一来 前局长用自己的身体 硬是将这场棋局 拖了一年时间 狱狼特管局的两只异类 都差点惨死 也正因为如此 狱狼式特管局 紧急将异类调往了别处 关内已无妖邪 那关外的妖邪 是杀之不尽的 但只要鬼将在此 就绝无任何妖邪 能踏过狱门关 一分一猴 可前局长知道 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 他几乎已经连 保持清醒都很困难了 于是在最后一手 前局长使出浑身解数 毕生所学的神之一手 彻底让整盘棋 陷入了一种看似无解 但又似乎有法可解的局面 既不让鬼将认输 也不会让他破局 留下这一手 前局长便离开了人世 御门关只留下了一只 因为破解不了棋局 而杀鬼斩妖的地狱鬼将 牛逼 李穆罕听完张文林的解释之后 只蹦出了这两个字 前任局长谢成天 谢局长之前 也是你们天海施特管局的一员 他因为身体原因 即便自身有大财 也不能得到重用 只能被调到这种边陲之地 如龙入浅滩 完全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扑头局长在办公室里 亲自给几人泡了茶 叹着气说道 他是我的师兄 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经常在想 谢局长要是身体再好一些 会不会也能成为特管局的 重点培养对象 哼 所以你现在就这样报答他的 把自己吃得一肥二胖 自暴自弃 张文林没好气地说道 我就是个庸才 和谢局长没法比的 您看到我 我就是个普通人 现在这玉郎事 也是因为谢局长的牺牲 才换来的太平 哎 我又能做什么呢 哈提拖着下巴坐在办公室窗边 他的目光朝着远方看去 在那夜色笼罩之下的西北处 似乎隐隐有某种强大的气息 不断扩散而出 真不愧是华夏谷国的鬼疆 肃杀之气 简直让人胆寒 这应该是哈提目前为止 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 张老师 其实我想拜托您一件事 秃头局长亲自端着茶 来到了张文林身边说道 我想请您 请诸位 在路过玉门关的时候 顺手帮我们把谢局长的尸体带出来 啪 你们还让谢成天的尸体在那烂着 秃头局长被吓得赶紧弯下腰说道 老师 老师您别生气 您想啊 我们这边都是普通人 谁敢靠近那玉门关鼓楼啊 而且这么多年了 那鬼匠还没法破除棋局 怕是早已入了魔了 现在只怕世界人见鬼都要砍啊 鬼匠坐镇玉门关 这些邪碎自然无法越过雷池 但也正因为如此 这玉门关内杀气极重 所有的厉鬼和邪碎 都被鬼匠给拘禁在了玉门关 如今的玉门关可谓是煞气冲天 寻常人接近非死即伤 所以玉狼士特管局 也将这玉门关设为了禁区 仔细想想 这兔头局长说的也对 但张文林没法做决定啊 他们这一行目的地 虽然是在关外 但完全可以绕过玉门关 而且任务目标很明确 是要去回收文物 不是去给谢成天收尸啊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我也是委托的天海士特管局 派人护送我 张文林将目光看向了哈提说道 这位小姐是本次护送小队的主要负责人 你可以询问她 兔头局长刚想转身对哈提说话 但刚和哈提对上眼 就被那强大的气场 吓得头都不敢抬 谢局长也算是人中豪杰了 以身作耳 引鬼将入局 不得不敬佩 哈提的华夏语说得非常好 甚至还能引用一些古文 这让李穆涵觉得有些意思 其实李穆涵也是比较倾向于 去收回谢成天的尸体的 他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 守护住了这玉狼士的一方太平 这种狭义之事 金鸟没有再多言 直接升起高度 一院上来到了两位神明争斗的上空 这个高度是极限了 再往上和再往下都不行了 金鸟说道 李穆涵拔出了浮江阵膜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金色的光芒 足够了 他慢慢站起身 站在了鸟背的边缘 看着下方的宏伟战场 咽了一口唾沫 岑科长 如果我这一趟回不来 呸呸呸 你要是回不来 夏丽雅会把特管局给拆了 你可一定要回来 我敲 合着根本不是担心我的死活 而是担心夏月来找麻烦 风消消息一水寒 壮士 李穆涵眼含热泪 开始唱起了歌 金色巨鸟听不下去了 猛地反转身形 赶紧去吧你 哎呦 李穆涵直接摔了下去 丞灵也差点被甩下去 还好最后一刻 抓住了金鸟的羽毛 你这咋差点把我也给送走吗 我警告你 丞灵 如果他解决不了 你必须给我换房间 哎呦 我的姑奶奶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丞灵爬回到了金鸟的背上 赶紧看向了下方 李穆涵此时如同一颗陨石一般 坠向那两位神明之间 他的身体 因为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有些开始着火了 金鸟 你可曾听闻 有一套从天而降的长法 丞灵说道 闭嘴 与此同时 李穆涵已经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站在巴尔面前 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化身的力量 之前和那鬼将征战杀场之时 也只是召唤了巴尔的残影 而现在 他将要召唤出的是巴尔的本尊 尽管只有50%的能量 但现在也只好赌一把了 界域 扶雷鸣约 展开 哄 雷霆开始轰鸣 无数的闪电也在汇聚 李穆涵本身也被金色的雷电所包裹 从远处看 就像是一颗金色的流星 裹挟着闪电与风暴 朝着那双绳轰去 如此阵仗 却还是没能让那两位神明停手 他们依然在进行这战斗 巨师张开巨口 死神挥动镰刀 似乎是汇聚了所有的力量 想要进行最后一击 这一击若是撞在一起 这方空间必将瞬间碎裂 而天海市也会遭受到 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坏 巴尔 现身 当李穆涵睁眼的时候 他胸前的项链 猛地化作了面具 覆盖住了他的下半张脸 而后周身皮肤 也开始变得漆黑如墨 仿佛被夜色染过 金色的符纹 在他的皮肤上显现 散发出灿烈的金色光芒 而他原本的黑发 此时也化作了一片雪白 他手中的 那把浮浆阵膜 也脱胎换骨 变成了一把长柄刀刃 此刻正闪烁着灵力的光芒 就在此时 两位神明的攻击 已经几乎就要发生碰撞 那股力量仿佛能摧毁天地 灭绝众生 可李穆涵却毫无惧色 他眼里的金色光芒大胜 手中的长刀 带着数万道雷霆之威 呼啸着冲向那两尊神明的真身 长刀带着数万道雷霆轰鸣而来 瞬间将两尊神明的化身 阻隔开来 那瞬间 站在狂暴的风暴中间 头顶长刀高举 硬生生地抗下了两位神明的攻击 当所有闪电与风暴 火焰与风雪散去 两位神明也第一次 将目光投向了这位 突然闯入战场的不速之客 来者何人 男人冷声说道 声音仿佛自带了混响一般 让人生畏 人类 不 恶魔也不对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女人看向李穆涵的眼神里 则是充满了疑惑 李穆涵那金色的瞳孔 先是看了看男人 而后又看了看女人 最后猛地双手一撑 巨大的力量 瞬间扩散而出 两位神明 皆必须用化身来护住自己 这才没有被这阵力量给震慑到 但他们并不畏惧 反而是重新摆开架势 准备和眼前这位不速之客 一较高下 一一第二 面对的还是两位希腊神明 李穆涵完全没有丝毫的距影 在拿面具之后 更是浮现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就在这三人 要重新开始一番毁天灭地的大战的时候 头顶突然传来了岑林的声音 两位 两位 住手 收了神通吧 此时 他骑着金屋赶了过来 你们要是再打下去 只怕这空间都要被你们撕裂了 到时候殃及了人类的城市 事情就很难办了 二神纷纷转头看了一眼说话之人 若要屋被停战 倒也好办 而等可以暗屋之前 所说 替屋换一方天地 我也要 只要不和这家伙待在一起就行 人家金鸟也有话说啊 你俩闹个屁 我才是最想换地方的 本来这里山清水秀的 自从你俩来了 三天两头地震 我将往线被你们镇断几次了 现在倒好 直接开始要蔑视了 而手持长刀的李穆涵 此时在看到 双方都暂时没有开战的意思之后 也逐渐解除了戒雨和化身的力量 没想到刚解除化身 他就开始往下坠落 最后反而是那女人 一把抓住了李穆涵的后衣领 将他提在了半空 真是个人类 原来你就是那个恶魔代理人 你好啊 李穆涵被提在半空中 有些尴尬的 朝着女人打了个招呼 而这有着一头 白金色短发的美丽少女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 睡梦之神修普诺斯 两位 有事好商量吗 但是你们都是真神 为你们创造空间 所需要做的准备太多了 我们已经让工程部 再抓紧修建了 但最快也要一个周 你们能不能再忍耐一下 岑涵笑着和两人谈条件 但都只得到了 二人坚定的拒绝 不可能 二人一口同声 而后又互相瞪着对方 别学我说话 那 那至少今天别打了 怎么样 我再去和上面商量一下 连李穆涵都看出 岑涵的无奈了 二神倒也不是完全不讲理 他们看着岑涵点了点头 今日就此作罢 待到来日 还不替我换到新的天地 我便要让这方天地永远坍塌 说完 男人直接转身 化作了一团黑色的气息 和那巨大的死神化身 一同消散在了烟尘之中 给你一天时间 女人也没多逗留 说完之后 便长出了一对双翼飞走了 等李穆涵和岑涵 坐着金鸟返回地面的时候 天空已经恢复了原本的艳丽 太阳也再次照耀在了大地之上 而那些被双神所破坏的地貌 也开始慢慢愈合 李穆涵看着这些绝景 想着一定不能让这里被破坏 因为如果这里毁了 天海事也会陷入巨大的危机 岑科长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 所以 你一定 可转头看去 这岑涵却已经跪在地上 开始写辞职信了 干不了 干不了 这破功都干不了 我要辞职 岑科长 别激动啊 金鸟却还在旁边雪上加霜 你走之前 帮我把房间换了 岑涵 你答应过我的 在确认两位神明 今天暂时不会再打起来之后 岑涵决定先离开这里 把事情上报一下 可是 您刚才说 最快也要一个州 才能建成新的场地 上报管用吗 李穆涵有些不安地问道 岑涵一脸生无可恋地 看着天空说道 李队长啊 这有些事必须上报 不能让它烂在你手里 你处理不了 上报了 那就是领导的事 但你若是不上报 到时候出事了 你就得负责了 这岑涵看起来 以前应该是大公司里出来的 深谙职场之道 于是 李穆涵也没再说什么 金鸟还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不停念叨着 要换地方 他们两人需要重建房间 我不用吧 我现在可以换吗 我现在可以换吗 哎 金屋啊 你先等等吧 你先让我解决他们俩的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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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这神鸟金屋 就开始一直在二人耳边闹腾了起来 最后终于是来到了悬崖边 李穆涵和岑林却有些傻眼了 因为门不见了 原本挂在悬崖边上的门 现在已经完全消失 后面仍然是一望无尽的天地 岑科长 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别着急 李队长 我马上联系一下莫小姐 他拿出通讯器 拨通了工程部队的电话 喂 工程部队 今天不出情 有什么需要修的东西 填好单子拿过来等待排队 变化那头传来了莫巧的声音 依然死 那副冷冰冰的态度 看来干工程的 估计脾气都不太好 莫部长 是我 是我 岑林 一听到岑林的声音 电话那头的莫巧 更加有气无力了 干嘛 这门不见了呀 莫部长 回去的门不见了 莫巧不爽的扎了扎嘴 而后那边传来了 敲击键盘的声音 你们在搞什么 怎么把定位仪 都直接给砸坏了 刚才打得有点激烈 不好意思莫部长 现在我们还有办法出去吗 莫巧叹了口气 只能等一等了 我马上过去进行检修 但现在工程部 就我和另外两个人值班 最快也得明天早上才修得好 在听了这句话之后的 李穆涵和岑林 脑子里都仿佛被劈了一道晴天霹雳 那二位说 只给我们一天时间 李穆涵小声提醒道 莫部长 能不能快一些啊 我们有急事啊 你再着急也没用啊 莫巧那边传来了收拾工具的声音 如果是一般的一类空间还好 你那个空间是特制的 不仅关了两个天灾级的神灵 而且还有一只烟灭级的神鸟金屋 这定位一坏了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修好的 而后他又冷笑了一声说道 不是我吹 还好现在是我在 若是换了别的人来 你们只怕要在那待三天以上 行了 就这样 我挂了 嘟嘟嘟嘟 通讯器传来了盲音 不 岑林突然一下跪在了地上 张开双臂 扬天长笑 为什么这样对我啊 李穆涵原本以为 这人事管理科的岑林 是个老奸巨华的主 但现在看来 他似乎就是个没笔 算了算了 岑阁长 莫部长肯定会尽力的 咱们还是想想 在这怎么熬一天吧 他蹲下身子 拍了拍岑林的后背 而后 另一只纤细的手 也拍了拍岑林的后背 就是 你别这样 快振作起来 帮我换房间啊 李穆涵顺着那白皙的手臂 看过去 竟然是一个可爱无比的 金色短发妹 卧槽 你谁啊 李穆涵吓得跌坐在了地上 少女生气地 看着李穆涵说道 刚才拖着你们飞半天了 这就把我忘了 给我听好 本大人是神鸟金屋 等后代 岑林补充了一句 而后他叹了口气 站起了身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吧 找个地方住 李穆涵呆住了 而后试探性地问道 这里 难道没有我们特管局 办事人员专用的住所 岑林仰头望天 苦笑了一声 而后李穆涵看到他 眼角划过一滴金银的泪水 小李啊 你还是太天真了 随便找个山洞 将就一晚上吧 山洞 那我们吃啥 一晚上不吃 饿不死的 就在二人垂头丧气 漫无目的朝前走的时候 身后的短发少女 突然说道 你们要是没地方住 可以去我家呀 两人几乎同时回过头 把金银吓了一跳 哎 你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 等等 我只是可怜你们 不对 我是怜悯你们 毕竟我是三族金银的后裔 所以我 啊 你们干啥 别过来 喂 我可是神鸟 就在金银捂住自己身体 往后退的时候 李穆涵和岑林 突然拽住了他的手 老泪纵横地说道 太谢谢你了 金银小姐 那今晚的晚饭 也拜托了 金银那圆溜溜的大眼睛 慢慢变得无神起来 似乎是对眼前这两个人类 感受到了一丝 无语和不屑 最后在金银的带领下 两人翻山越岭 进入森林 爬过峭壁 走过沼泽 这一路的泥泞 都无法阻挡两人的步伐 因为他们现在 只想去到温暖的室内 喝一碗热汤 吃一碗米饭 再找张床好好睡一觉 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陡坡 眼见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这时候 李沐寒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趴在陡坡边上 回头问了一句丞灵 丞科长 问个问题啊 啥呀 丞灵身体明显没有李沐寒那么好 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为啥不让金屋变成鸟带 我们飞到目的地呢 丞灵沉默了 而后看着李沐寒笑着说道 抱歉 忘了 我日 李沐寒一激动 脚下一滑 顺着陡坡就滚了下去 几经折腾 他们最后终于来到了金屋的住处 一处温暖的 山洞 怎么还是山洞啊 而且还是这么阴暗简陋的山洞 李沐寒和丞灵痛苦地嚎叫着 却被金屋直接一人一脚踹进了山洞 在别人家门口 别叽叽歪歪 没有一点礼貌的人类